要死啊你 方纯气得不行 这臭东西 什么话都往外说 这话能乱说吗 萧玉柔听去了 她还怎么做人 秦末委屈地缩回了手 果然 女人都一个样 久了就淡了 感情里谁先低头 谁就是书家 师姐 你是懂感情的 方纯揪住她的耳朵 再胡咧咧 我真捶你了 我的意思是 捶不如捶 秦末声无可恋得到 方纯脸仗得通红 啊 秦妙瑜 我要杀了你 你不让我做人 我也不让你好过 柜子里的萧玉柔 见两人缠斗在一块 再加上秦末那满嘴胡言乱语 一时间是彻彻底底地 把萧玉柔 本就不算稳固的道心 给彻底绷得稀碎 这个千年大祸害 真能把人祸祸死 她满脑子都是画画的场景 把秦末揍了一顿之后 方纯心里这才好受点 可她此时也很是狼狈 臭东西 你在坐见我 我保证 未来的十年 二十年 你都找不到我 师姐 你揍我 骂我都行 就是别悄无声息地离开刑部 秦末苦笑道 这一次 要不是我运气好 碰到了你 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见面 我知道我这个人混 也花信 但是我真的从良了 想我秦末 浪里小白龙 现在也决定不浪了 上岸当一条 被你管得服服帖帖的小白虫 方纯都被她这句话给逗乐了 这臭家伙就是这样 每次都能够操纵她的喜怒哀乐 那行 小白虫 现在听我的 穿好衣服 下去 那你不会再跑了吧 不跑了 方纯道 她心里一直记挂着秦末的结 再过一段时间 秦末肯定要跟着皇帝御驾亲征 先稳住她 到时候 还是以大胡子的身份 跟着她最稳妥 无论是上阵杀敌 还是随行 都方便 再加上假太监 应该可保她安全无余 你别骗我 秦末道 我这个人很脆弱的 再来一次受不住 你脆弱 这天下就没有坚强的人了 方纯拍掉了她作怪的手 我问你 你怎么会突然跑青天尖来 是不是谁跟你说了什么 秦末眼珠一转 我就过来碰碰运气 你这么孝顺师傅 过年肯定要回来看望她 方纯弯了秦末一眼 心里却甜滋滋的 救你心思多 秦末穿戴整齐后 连忙道 师姐 你先歇着 我去给你熬汤 保证吃了不难受 她站在门口 大声呼唤着高腰 把高腰叫过来后 她说道 你在这里守着 我去厨房熬汤 刚找回方纯 肯定得表现一下 秦末已经很久 没有这种恋爱的感觉了 跟三姐是网恋 跟李玉树是命中注定的孽元 六儿是暗恋她 思田是阴差阳错 柴火妞是崇拜她 雪儿是强娶 只有跟方纯 是欢喜冤家 虽说方纯揍她 骂她 隔三差五捶她 可也是拿命对她好 无论是出征时的贴身保护 还是天花时不要命的陪护 又或者是高阳公主的阴谋 都是她 她没理由不对她好的 高阳守在门口 看着脖子上满是印记的方纯 哟 在这里研究梅花图呢 见高阳嘲讽 方纯也是火大 羡慕 有本事你把真身透出来 说不定你少爷也会拉着你 研究梅花图呢 呜 高阳哼了一声 你越来越讨厌了 还是大胡子比较好 巧了 我也觉得 你越来越讨厌了 就在这时 柜子门打开 萧鱼柔从里面走出来 她不动声色地穿好了白袍 我去自己自己房间了 她看了一眼高腰 微微汗手 旋即快步离开了房间 高腰也没阻拦 只是心情复杂得很 天心已经上幼儿园了 跟她这个小高叔 关系好得很 好在秦家的众好 天心眉宇虽然有些神似萧鱼柔 可不仔细看 是看不出来的 一眼望过去 就是缩小版的秦末 你不要再偷偷地观望天心了 她好得很 你不要破坏她现在的生活 秦家人宠她 爱她 给她最好的条件 就连几个主母 也是带她入亲子 若少爷知道 你还活着 这好好的局面 就没了 高腰忍不住冲着她的背影道 萧鱼柔浑身一颤 停下了脚步 眼泪一瞬间就落了下来 好 我以后不会再去偷看她了 那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 她如何舍得 贾太监 你瞎说什么 方唇促起秀眉 你知不知道 少爷对小少爷们的防护有多严 高腰道 暗中藏匿的高手 没有一百也有八十 他若是经常过去偷看 必然会被盯上 前两次不是我斡旋 他早就被抓了 被抓有什么后果 你心里不清楚 方唇哼了一声 他早就不恨大师姐了 就算知道他还活着 难道还下得了手 他们俩都过不去心里那道砍 高腰道 如此最好 天心现在过得好 茁壮成长 这就够了 方唇不吭声 而是把衣服紧了紧 遮住了脖子上的印记 你这次还要继续藏匿 这跟你没关系 方唇道 臭女官 就你会玩欲擒故纵是吧 你要真觉得 少爷哪里做得不好 直说就行了 没必要耍他 高腰道 我懒得跟你说 方唇侧过身子 不再理他 心里却暗暗地后怕 要是今天让秦末看到了 萧于柔的样子 麻烦就大了 秦末这辈子 最恨人家骗他 到时候怎么解释 都会在他心里留下芥蒂 而且 萧于柔面对秦末 并不淡定 他又想到了师父说的话 一时间有些转斩反侧 很快 秦末端来了桂园红枣人参汤 师姐 把这个喝了 大薄 见秦末满心欢喜的样子 方唇忍不住道 臭东西 如果有一天 我骗了你 你会恨我吗 你不会又要逃跑吧 秦末一脸警惕地道 不逃 只要你不逃 一切好说 你骗我 那肯定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 只要你跟我解释清楚 就行了 我肯定一百的相信 一万的相信 方唇盯着秦末 臭东西 你真好 我当然好了 秦末道 不过下次我 误热你的时候 别揍我就更好了 方唇接过汤 喝了一口 甜到了心里 你正经的时候 其实还挺俊的 秦末咧嘴一笑 那当然 我天下第一句 等方唇喝完了汤 秦末道 师父呢 闭关事呢 你找他有诗 哦 我找他 谈谈到婚的事情 秦末道 方唇心跳得厉害 什么到婚 你忘了 在岭南时 那天晚上我说了的 要跟你举行到婚 上座上天 钟情祖师 夏表弟夫 永生永世都跟你在一起 秦末正色道 我答应嫁你了吗 那你想嫁给谁 秦末道 你先休息 我去找师父 这时必须早点提上日程 四月后 我又要出征了 到时候 估计又要好久才回来 到时候你都成老姑娘了 必须都早点动房 不对 早点把你取过门 还不等方唇开口 秦末就飞快跑出了门 小高 守好他 高腰无奈地道 是 少爷 秦末走后 高腰道 从没见少爷 对谁这么上心过 臭女官 你骗少爷 要天打雷劈的 不行 我现在还不能嫁给他 方唇连忙披上衣服 追了出去 别人想嫁还嫁不了 你还推三阻四的 高腰嘟囔了一句 也追了上去 很快 方唇就来到了闭关室 就看到秦末站在门口 师父 快出来啊 你再不出来 我拿炸药炸门了 师父 你算命好 我跟师姐的生辰八字 应该有吧 我觉得这个月底 是黄道吉日 你看我跟我师姐 成道婚行吧 闭关室内 袁天刚一阵无奈 闭关室不成了 只得起身打开门 进来说 见袁天刚开门 秦末一喜 连忙进到闭关室内 师父 我跟师姐两情相悦 求师父证婚 袁天刚算了算 你跟船是正缘 但现在还不是好时机 年底或许可以 但是现在不是时候 是正缘就行 反正早嫁晚嫁都得嫁 总不能让师姐 搭着肚子嫁我吧 袁天刚一愣 船有了 对 有了 秦末睁着眼睛说瞎话 所以师父 我也是着急的不行 到时候搭着肚子结到婚 漫天神佛 还不骂我不懂规矩 袁天刚都迷糊了 这不对啊 他算过的 今年方纯不会有喜的 难道天命之人这么横 说改命就改命 师父诶 你就别愣着了 抓紧把日理拿出来 咱们翻翻 合计合计日子 秦末催促道 臭东西 你瞎说什么呢 方纯听了一会儿 听不下去了 连忙跑进了闭关室 师父 您别听他瞎咧咧 我 我还没有怀子 袁天刚也松了口气 旋即也反应了过来 看着秦末 让我证婚可以 但要穿点头才行 道婚也叫添婚 必须两情相悦 你请我愿才行 否则就是欺骗神佛 哄骗祖师 我师姐肯定愿意 我不愿意 方纯咬了咬嘴唇 最起码现在不愿意 我觉得我还没想好 等我想好再谈婚事 也不迟 秦末以为十拿九稳的事情 怎么突然就不愿意了 师姐 你是不是不信我 我信你 只不过 成婚事大 我还没有想好 怎么当一个好妻子 更没有想好当一个好母亲 方纯知道这么说 肯定会伤了秦末的心 可他还有一劫 必须等他过了这一劫 才行 那时候 他会安安心心地嫁给他 做他的新娘子 相夫教子 他也会尝试着 跟那些主母们 好好地相处 可现在 还不行 秦末不过节 他一日睡不稳 必要时候 他愿意替秦末挡劫 哪怕死 他都愿意 秦末叹了口气 也罢 既然师姐还没有想好 那我也不逼迫 你情我愿的事情 逼迫也没甚意思 新郎我做多了 却从来没有做过 不情愿的新郎 就算得到了 又如何 见秦末情绪越发低落 方纯咬牙道 等你凯旋 我嫁你 我向师父 向紫薇门历带祖师发誓 若不嫁你 让我方纯孤苦十辈子 你确定 你爱信不信 方纯在袁天罡面前 发下这重誓 也是没有办法 要不让这臭东西 指不定多嗓 袁天罡却是眉头紧皱了起来 时而摇头 时而叹息 似乎忧心忡忡的 可秦末却没有注意到他的表情 而是拉着方纯的手 师父 你都听见了 师姐说了 等我凯旋 就嫁我 师父当面 拉拉扯扯 像什么样子 方纯红着脸 甩了几次手都没有甩开 最后也就由他拉着了 这家伙脸皮厚得不行 反正他都没脸做人了 也不在乎这一下了 还有事吗 没事就先出去 为师 还要继续闭关 袁天罡道 哦 还有件事 秦末道 师父 有一位姓萧的故人 说要见你 方纯心里咯噔一下 谁 哪个姓萧的 袁天罡也是脸色一变 只以为秦末说的是萧于柔 谁 秦末挑挑眉 师父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 还挺会的嘛 三十年了 居然还有人对你心心念念的 谁对我心心念念了 袁天罡微微皱眉 萧玄机 还记得不 秦末眼中透着浓浓的八卦之魂 就是他要见你 萧玄机 袁天罡如遭雷击一般 当时就愣住了 他 他 他他回来了 见袁天罡这样子 秦末就更加笃定 他们两人有不可告人的关系 没错 他回来了 而且 就在我府地上呀 秦末道 怎么样 要不要见见他 他可是在我府上等你呢 方唇促起秀眉 萧玄机谁 秦末在方唇耳边小声说了句 方唇连忙道 瞎说 师父独身一辈子 怎么可能有相好 这就更奇怪了 师父一个生理正常的男性 独身几十年 不是为情所困 就是心里有毛病 秦末道 你少胡说 方唇话音刚落 袁天罡就探声道 好 我去见见他 去定远郡公府的路上 秦末道 师父 你跟他到底啥关系 为师不能有点秘密 袁天罡邪逆了秦末一言 这个便宜徒弟 他也是 拿他没什么办法 混得要命 憨得要死 你们要是老乡好 我可以帮忙牵线啊 秦末拍着胸口道 当初你身份低微 现在不一样了 我保证把这件事办得妥妥的 袁天罡祖上虽然显赫 但是对比萧玄机 还是够不上的 他直接在脑海里 挠补了一场爱而不得的大戏 可谁知道 一向淡然的袁天罡 此时居然有些脸红 也不解释 方唇脸色也是微变 心想 不会真的像秦末说的那样 那萧玄机是师父的相好吧 如果真是 那他是同意呢 还是拒绝 这种感觉 就像是自己的父亲 给自己找了个后母 可仔细一想 他从来就没有母亲 是袁天罡又当爹又当娘 把他给拉着长大的 不需要你管 我自己能处理 袁天罡道 秦末道 别客气嘛 师父 这追女孩子 就是要胆大心细脸皮厚了 虽然 你没有我这么俊朗的外表 但是身上有一股神棍的气质 还是挺吸引女人的 不过干瘦了点 女人都喜欢强壮一点的男人 有男有力 你这胡须 也有点乱糟糟的 差评 秦末越看越不对劲 直接让小六子调转方向 去秦氏发廊 必须给我师父全面改造一下 很快就到了秦氏发廊 这里可是时下年轻人最爱聚集的地方之一 这些剪发手艺超高的秦氏年轻人 特别受年轻人追捧 他们都有个专属称号 是秦末给他们起的 叫托尼老师 虽然不懂什么意思 但叫起来特别的上头 总好过剃头匠这个称呼 看到秦末 店里的秦氏托尼 特别的热情 祖爷来了 今天是理发还是烫头 这是我师父 也就是你们太祖爷 给他整个时下最新颖的发型 要显得他年轻一点 板正一点 秦末说着自己的要求 秦氏托尼点点头 放心吧祖爷 保证让太祖爷高兴 袁天刚道 我不用理发 你让我去就行了 秦末一把抱住他 把他摁在了位置上 几个托尼过来安抚他 太祖爷 我们技术超好的 放心 保证让你满意 说着 也不知道从哪里弄了一坨泡沫 直接甩在了袁天刚的胡子上和脑袋上 几个人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袁天刚也是没办法 只能让他们折腾 这一折腾 就是小半个时辰 还别说 这么一通古道 袁天刚直接年轻了好几岁 看起来特别的精神板正 嗯 不错 好评 秦末拍了拍为首的秦氏托尼 我们先走了 祖爷慢走 太祖爷慢走 托尼们集体站在门口恭送 弄完了发型 秦末又去秦氏皮草行 给袁天刚整了几套衣服 打扮得特别欢寻 老朋友几十年没见了 肯定要准备几件雕 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拒绝雕 还有这些经营首饰 都必须整上 反正都是秦家的产业 秦末哪也不用银子 挑着最贵最好的 不一会儿就拉了一大车 袁天刚哭笑不得 我是见朋友 又不是见情人 没必要 我懂得 师父 好朋友吗 秦末露出一个 我懂得表情 很快 几人来到了定远郡公府 秦末让人 把大包小包的礼物 全都送到了后院 姑姑 这我师父给你选的 你们慢慢聊 我先走了 说完 就拉着方唇离开了 亭子里 两人四目相对 袁天刚颇有些不好意思地道 这都是妙云选的 我多年不见 可还好 萧璇姬将散落在耳边的发丝 收拢到耳后 三十年没见了 你也不见了 你 你也还跟一千一样 坐 萧璇姬做了个请的手势 袁天刚拱拱手 公主 那平道得罪了 她坐在了对面 一时间 也有些紧张 但好在 两人相谈甚欢 你知道我没死 嗯 算了 公主不是短命之人 当年你送我出嫁 可后悔了 萧璇姬问道 这袁天刚沉默了一会儿 说道 后悔了 我看你三十年未婚娶 可是因为我 萧璇姬早就 不是小姑娘了 经历了这么多 两人还能再见面 已然是万幸 是也不是 袁天刚道 只是多年来一心向道 也不曾考虑这些问题 萧璇姬有些失望的道 当年你给我起名玄机 代师收我入门 可曾想过三十年后再见面 算人不算急 袁天刚磕磕巴巴说道 萧璇姬见他这有些紧张的样子 却是笑了出来 那一笑 直接让袁天刚看呆了 可想到自己一把年纪了 却还如此行径 不免心中有些愧疚 你不敢看我 当年你就是这样 有心没胆 萧璇姬说到这里 眼神变得哀怨起来 若是我不找你 你就不找我 谁说的 得知你在草原出了事 我就去寻你 只可惜寻了几年没有寻到 回来的路上 我就碰到了被遗弃的唇 便将他收为弟子 一直养育至今 已有二十五载了 袁天刚深吸口气 我紫卫们想来都是这样 每一代人 都有每一代人的劫难 不立节 不自救 当初我就在想 是不是你替我硬了劫 让你在外苦了三十多年 是我对不住你 若当初我勇敢一些 多说些话 也许 你就不用远家铁绝了 更不会在外辗转飘零三十年 现在说这些 又有什么用 我已经老了 青春不在了 谁也不能弥补 我这失去的三十年 萧璇姬道 三十年前 你不敢 三十年后 你可敢了 我已经年老色衰 就连蒲柳之姿都算不上 我是个王府王国的天煞之命 你可敢 萧璇姬死死地盯着袁天刚 当年你是送我离开京城时曾说过 若再见面 会如何 你可还记得 有记得当初 十里亭外 袁天刚护送萧璇姬离开 离开京城之前 萧璇姬问他 若此生还有再见的机会 会如何 袁天刚当时想 萧璇姬出嫁铁绝 怕是这辈子都没机会再回来了 可看到 他梨花带雨的模样 心中一软 便说 再见之时 便是厮守终生之日 没想到 三十年前一句安慰之言 一语成衬 看着萧璇姬那期待又害怕的眼神 袁天刚道 再见之日 你我厮守终生 我当你忘了 不敢忘记 我见了皇帝 也许再过一段时间 就要在众人面前替他证明 承认李前的大统 萧璇姬眼中满是满足 就算袁天刚是骗他的 他也知足了 是我那徒弟劝说的你 袁天刚道 萧璇姬也没有藏着掖着 便把二人相识地经过说了一遍 袁天刚是满心复杂 最终常叹道 什么叫因果 这便是因果 我紫薇门上下护他周全 他怨我一生遗憾 他算了一辈子 却是越算越觉得命数的多传 当初收下秦末 也是为了应劫破灾 可最后 却把诸多人给牵扯了进去 这是命数 等你做完你该做的事情 我便辞官 跟你在皇陵截炉 皇帝会同意 他不会拒绝的 袁天刚意味深长地说道 这一刻 萧璇姬竟然如同少女般脸红了起来 只因为袁天刚握住了她的手 秦末扒在墙头激动了 握上了 真的握上了 一旁的方唇 觉得偷窥不好 可是架不住秦末的好奇 也是翻上了墙头 当看到一本正经的师傅 握住萧璇姬的手时 脑海中天雷滚滚 秦啊 急死人了 秦末攥着拳头 激动得很 一把勾住方唇 扒唧就是一口 方唇捂着嘴 一拳捶在了秦末的脑袋上 跟我下去 秦末落在了地上 捂着脑袋 师姐 你又捶我做肾 捶你就捶你了 不需要理由 说着 气呼呼地离开 秦末心想 方唇有些不对 不会是看到 刚子焕发新春 心里不平衡了吧 想象也是 他可是刚子一手带大的 说是师父 实际上就是父亲 自家的光棍父亲 突然给自己找了一个后妈 一下子有些难适应 也属正常 方唇的确有些心乱 师父追求自己的幸福 他一个徒弟 有什么资格阻碍 可 这女人貌似是 肖于柔的亲姑姑 一旦两人好起来 那他们正好一家人 自己似乎多余了 秦末也不吭声 就跟在他后面 你烦不烦 跟屁虫一样 方唇焦躁地道 师姐 别难受了 师父光棍大半辈子 好不容易找到了相好 咱们应该祝福是不 秦末拥着他 说道 其实我跟你的情况差不多 师父虽然不是你生父 却比你生父的恩更重 我娘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世了 是我爹把我拉扯长大的 我这辈子都没想过 他会给我找一个后妈 你也知道 我姑是后面才来我家的 可我爹真把我姑领回来的时候 我心情也是很复杂的 但我姑然好 视我如亲子 我想 就算是亲娘 也不过如此了吧 那么 我爹 有个治冷暖的人 在旁边照顾 这或许是件好事 他们终会老的 儿女也好 徒弟也好 都会有自己的生活和小家 你不可能 亦不亦趋地跟着他 老伴老伴 老来得伴 这也是人生一大喜 你总不能说 不允许他幸福吧 他们前半辈子 为咱们而活 那么后半辈子 为自己而活 有什么问题呢 方唇心中的焦躁少了许多 秦末的开导 也让他豁然开朗 就你会说 见方唇脸色缓和不少 秦末连忙道 师父有师父的幸福 你有你的幸福 日后你终会嫁给我 你会成为我的新娘 我的家人 我这辈子最亲近的人 方唇爷遇到 你最亲近的人也太多了 秦末哪里敢接话 一个公主抱 将他抱在了手里 走 回房休息 一听回房 方唇连忙道 我回青天间 回什么青天间 在这里 我好好照顾你 直到天黑 袁天刚才从院子里出来 秦末也是准备了 满满当当一桌子好菜 师父 我师娘呢 一起叫出来吃饭 袁天刚老脸一红 什么师娘 我还没有娶她呢 别瞎叫 别装了 我都看见了 我师娘的小手滑不滑 嫩不嫩 秦末黑黑一笑 袁天刚也是被秦末给扫得不行 不过想到秦末把她劝回来 她又正色道 我要谢你 再难翻劝她 否则我这辈子都见不到她 师父 见外了 秦末道 师娘是个命苦的人 少女时离国 年轻时丧父 丧兄 丧夫 琉璃失所 在苏皮二十余载 寄人篱下 纵是我这外人听了 都觉得嘴里跟吃了黄脸一样 你要带她好些 让她往后的日子 犹如吃了蜂蜜一样 至于父皇那边 你要是不好开口 我去帮你说 秦末这一番话 倒是让袁天刚不由地欣慰 这小子虽然满嘴胡言乱语 但是真心都藏在那不经意间 不知道比那些正经伪善的人 强几百倍 他收这个徒弟 赚大了 不用了 陛下那边 我自己说 袁天刚到 秦末竖起大拇指 敢做敢当 竟霸真男人 就是船那边 师姐没事 我已经劝好了 不过需要个适应的过程 袁天刚松了口气 他最担心的就是方纯 这丫头 他一手带大 在他心中 就是自己的亲女 这一次来的突然 也果断 袁天刚怕他接受不了 毕竟有些事 秦末不知道 方纯却很清楚 有心了 师父 你先坐 我去请师娘出来 不用了 我现在就进宫找陛下 袁天刚等了三十年 他现在是半点都不想等了 生怕等久了 会有变数 师父 你别这么猴急啊 虽然京城不宵禁 可再过一会儿 皇宫就关门了 袁天刚 向来是个性子温和的人 而此刻 却风风火火地进宫了 秦末不知道的是 袁天刚是大前唯一一个 在宫内落索 还随时可以见到皇帝的人 只要他想 就算皇帝这会儿 正在后宫宠幸妃子 也要爬起来见他 要不是袁天刚性子淡薄 他早就是大前国师了 一个青天间监政 也是他害怕皇帝多想 所以把自己放在一个 不会被太过关注 又不会被忽略的位置上 半君如半虎 他比谁都清楚 李世龙这会儿正在欣赏歌机表演 开年后 喜事一剑接着一剑 他心情也是极好 陛下 袁天正来了 高世连小声在李世龙身边道 哦 天刚来了 李世龙倒是好奇 往日里 袁天刚是很少进宫的 不是他召见 八百年也不会进宫一趟 天刚原是袁天刚的本名 而后袁天刚 给自己改成了四正刚 袁天刚在这个时候入宫 必然有重要的事情 他连忙挥退了歌机 快让天刚进来 歌机退去后 不一会儿 袁天刚就进来了 微臣参见陛下 李世龙亲自过去搀扶 天刚 快起来 这么晚进宫 有什么事吗 半思半功 哦 李世龙好奇了 让高世连给袁天刚端来了软蹲 问道 天刚进也有私事 臣也需要十五股 生老病痛一应俱全 也是凡夫俗子 自然有私欲 袁天刚道 李世龙点点头 他就喜欢袁天刚这爽快地回答 不像其他那些神棍 半点本事没有 神神叨叨的 一句话拆成一百句来说 让人云里雾里 听了火冒三丈 朕认识你三十多年 你从未求过朕什么 尽管说 但凡能云 自无不可 李世龙这句话分量很重 袁天刚也很清楚 相比周帝的柏梁 李世龙是个有人情味 也念旧的帝王 当年 他一句礼子带周 铸就了李世龙的传奇伟业 这些年来 半点不曾苛待他 更是将紫微心门 奉为国教 臣遇辞冠 闭关修书 请陛下首肯 李世龙皱起眉头 你不辞冠也能修书 朕又不会烦你 难不成 不辞冠 你就修不成这个书了 有官身在 心中总是有些许牵挂 始终无法全身心投入其中 若辞冠 心中了无牵挂 若修书烦闷了 也可以云游四海 游历四方 袁天刚道 微臣也想去看看 大前的锦绣事件 李世龙看着袁天刚 道 再过两月 朕就要出征了 你不在京城 朕心里没底 若你要辞冠 等朕出征 回来可行 袁天刚心中暗暗叹息 皇帝话说到这个份上 他要是再拒绝 就不识相了 是 微臣会在京城 日夜为陛下祈祷 袁天刚道 李世龙这才重新露出了笑容 有你在京城 朕总觉得心里踏实 哪怕前方敌人无数 朕也觉得 次战必胜 其实臣在不在京城 大前之事 已经不可挡了 袁天刚道 朕不管 这是朕此生最后一次 御驾轻征 你一定要看见 李世龙有些耍无赖地说道 袁天刚苦笑着点点头 天刚 你我都老了 你比朕还要稍大一些 陪朕做完这些事 咱们一起退休 日后游山玩水 也好结个半 李世龙道 袁天刚没算到李世龙会这么说 他算到李世龙 应该会在龙井二十三年退位 可现在 居然足足早了十年吗 是人心难测 还是李世龙故意这么说的 可李世龙应该不至于 说这种话来骗他 陈走得远 远点好啊 只有离京城远 才能看到一些 平日里看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 朕去的最远的地方 就是岭南了 短短月鱼 却是朕这些年 最高兴的十日之一了 景云在那边修建了海景房 到时候 你陪朕去那边散散心 钓钓鱼 就算有万千的烦恼 也会被海风吹走 李世龙笑着道 袁天刚点点头 那微臣寄托陛下的福了 不是托朕的福 那小子是你徒弟 他孝顺你 也是应当 李世龙笑着道 对了 你说的私事 是不是就是 你那徒弟跟景云的婚事 这件事 朕早就知道了 方纯贴身保护秦末 不离不弃 他也是知道的 秦末用六扇门 四处搜寻方纯 他同样知道 微臣 是因为婚事而来 只不过不是因为景云的婚事 而是微臣 袁天刚红着脸道 臣看中了一女子 想娶她做婆娘 李世龙都猛了 一旁的高士连 更是挨忧了起来 一心向道的袁天刚 居然思春了 他们没听错吧 哈哈 朕当何事呢 这是好事 大好事 李世龙大笑了起来 多年前朕就想为你保媒 可你死活不同意 说吧 是哪家的姑娘这么好运气 被你看中了 这姑娘 陛下也认识 袁天刚心里也有些忐忑 李世龙更是好奇 快说 莫要吞吐 他姓萧 原是大洲皇族 一成公主 请 请陛下开恩 袁天刚道 李世龙脑瓜子 嗡嗡的 眼神更是复杂 他上下打量着 袁天刚 天刚 朕把你当兄弟 你居然想当朕的姨父 微臣没有这个意思 一向淡然的 袁天刚 此时也是不住的白手 这这件事说来话长 请陛下 听臣说个故事 李世龙道 你说 正听 三十年前 微臣 袁天刚说了一个挺狗血的故事 大致就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郎 在京城摆卦 想着出人头地 无意间碰到了悄悄出宫的一成公主 然后一成公主 让袁天刚算卦 却被他一语道破了身份 那之后 一个天天出宫算卦 一个天天盼着那人来算卦 这一来二去的 互生情愫 虽说少年百卦 名声雀起 但是那可是大公主 且大且敌 新皇为了时局 将一成公主下嫁起名可汗 曾召见他 问他 此婚没满否 那时他胆气烧训 未敢直言 一句话 让一成公主远嫁千里 苦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前 微臣许诺他 若再见 定不负他 袁天刚跪在了地上 他是极少向李世龙跪下的 请陛下开恩 臣愿意与他在皇陵节庐 共度余生 你快起来 李世龙连忙将他掺了起来 陛下不答应 微臣就不起来 袁天刚也开始耍赖 李世龙苦笑道 你倒是给朕出了个难题 萧玄机若为李世龙证明 那李世龙必然是要恢复他的身份的 一个公主少不了 而且 论辈分 他是自己的阿姨 若让他们两个在一起 袁天刚就成了自己的姨父 倒不是李世龙小切 就怕到时候又有人说三道四 可是 袁天刚为大前尽心尽力 要不是他专心辅佐自己 恐怕也没有今日的自己 行 朕与你了 李世龙拉住他的手道 你一生没求过朕 此刻能够跟一城公主再续前缘 朕心里也是替你高兴的 谢陛下 微臣给陛下添麻烦了 袁天刚感激道 若只想着好事 怕麻烦 朕这个皇帝 当得也太失败了 李世龙想了想 那你可要娶他 要 那好 再过些十日 朕为你宝妹 李世龙之所以答应得这么爽快 有几个原因 他欠袁天刚太多 若不还人情 心中不舒服 袁天刚忠心耿耿 跟一城公主成婚 既可以让袁天刚继续留在京城 也可以让一城公主安定下来 一举两得 若是其他人 他肯定不会同意的 可袁天刚 就没那些顾虑 微臣 叩谢圣恩 袁天刚激动地再次跪下 这一次 李世龙没有再掺他 而是道 见你高兴 朕心里 也高兴了 袁天刚起身后 便告辞离开 他很清楚 李世龙必然会同意的 只是他需要一个台阶 自己也需要给萧玄机一个证明 此后 他绝口不会再提词官的事情 就算修书 也会在李世龙眼皮底下修 李世龙双手父辈 在太极宫夺步 高市连 明日的大朝会 你早些出宫去叫景云 那小子懒惰 别让他迟到了 还有 从今以后 大小朝会 延后半个时辰 等候之时 让御膳房煮好早膳 让他们吃饱喝足 再谈国事 高市连连忙道 是 奴婢遵旨 第二天一早 高市连去了秦府 却跑了个空 郡王 驸马都尉 昨天没回府 没呢 在定远军功府 秦相如道 我这就让人去叫他起来 不用了 我自己过去 高市连道 陛下现在 推迟了大小朝会上朝的时间 倒是不用 像以前那么紧迫了 秦相如现在也很少管事了 之前管的物价局 也让出来了 他现在就是个吉祥物 天天在家带孩子 基本上处于半退休的状态 那行 高宫 我身子不是 就不去上朝了 烦请高宫向陛下转述 秦相如打了的哈欠 他现在也是能懒就懒 一把年纪了 也没必要那么上进 省得秦末 说他不会败家 高室连苦笑连连 秦相如 这也是 开始走秦末的路线了 不过 他也没说什么 有秦末在 秦相如去不去 的确不重要 父子俩有一个在就行了 他马不停蹄地 赶到了定远军功府 秦末这会儿 八爪于世地 估着方唇 睡得正香 但是高室连喊叫的瞬间 方唇就醒了 推了秦末一把 起来 高宫来喊你上朝了 秦末睡得有些迷惑 脑袋拱了拱 弄得方唇都抹了 当下方唇攥着拳头 就是一锤 直接把秦末给锤得 无比清醒 还不快起来 就不能睁眼 一睁眼就知道欺负人 秦末捂着脑袋 呲牙地道 那我不是为了 弥补缺失的两年吗 快起来 方唇瞪了秦末一眼 一旁的高腰 拿起衣服过来 少爷 干爹都叫了你许久了 秦末也没继续赖床 总不能 让高世连一直等着 祖宗 你总算出来了 高世连都急了 昨儿陛下说的话 你都忘了 没呢 秦末揉了揉眼睛 走吧 进宫 我昨晚写了一晚上的折子 累死了 事实是 秦末昨天晚上 一直在磨方唇 都把方唇磨得没脾气了 高世连哪里知道 见秦末眼睛红得跟兔子似的 有些心疼的道 进宫 我让人熬了人参汤 百年野山餐熬的 一会儿喝点 我爹呢 没来 郡王说 身子不适 秦末一听就笑了 我爹身体壮的牛似的 他会不舒服 高世连苦笑一声 你们爷俩 有一个在朝上就行了 要不让 太显眼 秦末钻进马车 就躺下了 说 我们一会儿 太困了 高世连点点头 高腰则是坐在一旁守着秦末 看着秦末脖子上的咬痕 心里都骂开了 臭女官 真狠心 咬得一脖子都是 高世连这会儿也发现了秦末的脖子 苦笑一声 年轻人 真会玩 很快 马车来到成天门 小门已经打开了 不少人都已经进去 坐在临时开辟出来的食堂 稀里呼噜地吃着早点 哟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朝廷居然还提供早膳了 秦末一吭声 坐在那里的李月连连招手 憨子 过来 给你背了一份 景云 书先进宫了 一会儿有人 把人参汤送过来 高世连说了句 转身走了进去 秦末一屁股坐到了李月的旁边 扫了一眼 柳如剑 斗一爱 柴蓉都到了 不远处还坐着公孙敏 还有李星 也来了 就坐在秦末的对面 走 锦鱼 李星笑着打招呼 手里端着一碗米饭 眼前放着石盘 都是上等菜肴 托你的福 陛下现在 把上朝的时间 延后了半个时辰 这多出来的时间 给我等喝早茶 吃早点 养精蓄锐 才半个时辰 起码也要一个时辰才行 秦末撇了撇嘴 嘴里嘟囔道 像我这种年轻人 每天少睡半个时辰 白天要睡两个时辰 才能补回来 众人都是嘴角直抽 这狗东西 简直懒出天际了 这时候 一个小太监 端着人参汤就过来了 秦末接过人参汤 在嘴里咕嘟了一下 竖了竖口 这才不紧不慢地 吃起早点来 在他的面前 摆放着七八样吃食 都是礼乐几个人打的 一人给两样 看起来就很丰盛 吃饱喝足后 中宫门大开 一个太监站在那里大喊 上朝觐见 众人才放下手中的碗筷 鱼灌而入 这一次 秦末没有站脚落头 而是选了一个中间位置 锦鱼 到老夫这来 程三府冲着秦末招招手 见秦末不搭理他 蒲扇般的手 一把薅住了他的肩膀 随即一拉 秦末就被他给拉了过去 你小子 干嘛躲着老夫 上次让你帮帮忙 你小子小气巴拉的 秦末知道这老狗事多 索性抿着嘴 一言不发 程三府都气笑了 没良心的 以前一口一个程伯父 现在都用鼻孔看老夫了 你他娘少废话 吵死人了 李道远瞪了程三府一样 一把将秦末拉倒了自己的身后 锦鱼 站这里 以后离这个老狗远一点 天天就知道打打打 也不看看自己的精良 程三府长嘘短叹的 心情也是低沉得很 秦末不帮忙 看来是没戏了 真以为他愿意没脸没皮的 还不是他家儿子多 就在这时 李士龙来了 他扫了一圈 一眼就看到了李道远身后的秦末 不由地点点头 看来推迟半个小时 还是挺明智的 这狗东西 居然站得这么摆着 众人参拜后 斗悬陵上前 陛下 臣有本奏 说 陛下推迟半个时辰朝会 本是体恤臣民 设立食堂 更是英明之举 然有些人大肆浪费粮食 实在可耻 秦末首当其冲 一人要吃七八种食物 浪费了许多 大小朝会 都有几百个臣民 一年下来 还不知道朝廷要浪费多少银子 臣请陛下惩处秦末 同时严格按照朝会人数来制作早点 设立纠察官 若有浪费 上报 从他们荡月的俸禄中扣除 秦末都无语了 一来就参自己 景云 玄灵说的可是真的 父皇 是真的 小旭愿意受罚 秦末道 浪费粮食可耻 请父皇处罚 望他人引以为戒 不要刚吃饱饭 就铺斩浪费 众人都是一愣 秦末居然乐呵呵地接受了 就连李世龙都觉得不可思议 可随即一想 这说不定是秦末有意为之 其实他设立食堂的时候 就有想过这个问题 秦末虽然憨 但是对待粮食 还是非常珍惜的 所以 他今天肯定是有意为之的 想到这里 他说到 朕最恨铺张浪费之人 虽说去碎粮食大丰收 可仍不是浪费的理由 朕就罚你 赢百两 两百十 捐给皇家慈善协会 同时设立纠察官 日后若是发现浪费 罚银千两 两千弹 发现一粒 朕就惩治一粒 绝不姑息 是 父皇 豆玄陵也看了秦末一眼 心想 这小子 怕是有意为之啊 只不过 这效果很好 银千两 两千弹 对秦末不算什么 可不划算啊 还有没有揍 父皇 小婿有本揍 秦末手执护板出列 这护板可不是拿着玩的 而是用来记录的 再好的记性 也有遗忘的时候 若是有本奏 可以把题要写在护板上 而且 它还有一个最大的作用 那就是遮连 要是今天碰上麻烦事了 皇帝问 大家有没有办法 那么就可以用护板遮连 跟上课时候 老师提问一个道理 这一下 众人纷纷侧目 秦末入朝也多年了 上奏的次数 三根指头都算得过来 但是每一次 都搅得朝堂腥风血雨的 公孙无忌眯着眼睛 心里想着 秦末又打算搞什么事情 他要么不揍 揍本 就必然有了个全套的计划 而且上下呼应 你挡都挡不住的那种 说 李世龙道 小婿最近去 妇女儿童保护协会走了一遭 发现 发现受救助者众多 可保护者却很少 遭受家暴的妇女 和被遗弃的孩子加一起 约有万人 然而 只有寥寥不到百人救助帮扶 平均每个人要帮扶百人 小婿觉得不可思议 早在去年 小婿便听闻 皇后娘娘总领协会 朝廷有意正式承认 这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的地位 可至今 这协会的地位 依旧悬而未决 致使万余人 难以得到有效的帮助 小婿也不知道 是哪些狗东西反对 他们不协助援手也就算了 还在那里阻碍 想到这里 小婿是心痛不已 所以 小婿思索再三 恳请陛下向弱势者立法 正式承认妇女儿童保护协会 设立其为正规的朝廷办事机构 同时设立官员 多聘仪女官 不单是京城 樊州府县衙 都要设立这妇女儿童保护协会 此后官员升迁 将家暴 遗弃 列为升迁考核标准之一 樊家暴妇女者 遗弃孩童者 买卖妇女 买卖孩童者 都应定义重罪 秦莫声音很大 众人这才明白 他揍的是什么 居然涉及到了后宫 李道远看了杜敬明和于博师 看来这小子 还是听进去了 公孙无忌叹了口气 心想 这是打算完善后宫法了吗 他率先出列道 陈反对 若将妇女儿童保护协会正规化 那就涉及到后宫干政的问题 这是绝对不能开放的底线 陈复义 窦玄凌出列道 这件事 不是针对秦莫 而是他也觉得不妥 他想 秦莫上朝奏本 皇帝必然是知道这件事的 为什么不先商议 为弱者立法是好事 可是后宫干政 就是大事了 秦莫的话 激起了千层浪 反对者居然有大半之多 秦莫 我不知道你是何居心 让后宫干政 你是要被钉在大前的耻辱墙上的 秦汉子 你是不是离婚证又犯了 要是犯了 就去太医署 不要在这里胡言乱语 坏我大前朝纲 秦莫扫尸一圈 昂着脑袋 谁不同意的 站出来 咱们去外头比划比划 揍不死你 老子不姓秦 秦莫秦子撸的老高 当浪 一个老大的狼头 从他的秀管里 掉落在地上 众人目自欲裂 这狗东西 竟然还携带了武器 虽说到了秦莫这个地位 都可以佩戴宝剑上朝 但是带着狼头 是不是太嚣张了 那些耿着脖子的老匹夫 看到狼头的一瞬间 顿时缩了缩脖子 特别是诸葛岁 秦子撸的老高 他早就想跟秦莫做过一场了 看到这一幕 也是默默地放下了袖子 毕竟 脑袋没有狼头硬 李世龙生气地道 狗东西 你上朝带个狼头做肾 你要捶谁 敢动手 看朕能不能饶了你 父皇 这些人大老爷太气人了 欺负母后 一个弱女子 我这个做女婿的 不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还以为我是软柿子呢 秦莫滴溜着大狼头 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你不服气 大狼头直接放在了一个文官的脑袋上 没有 服气服气 那文官脑袋直冒汗 连连摆手 他娘的 我不在京城 都敢欺负到我母后头上了 你们有心吗 你们天天高居庙堂 有没有弯腰下去看过 还有利不 老杜 你说改制改制 改了个什么名堂出来 好几年了 刘官智到底有没有搞定 这些个大老爷 有几个下放过了 不是说利改吗 改得怎么样了 秦莫转动着大狼头 他现在不玩火药了 还是这个得尽 小锤四十 大锤八十 锤锤不落空 杜敬明也是被火烧身 苦笑一声 这狗东西 就是池塘里的大年鱼 平日里没什么 一有事 就在大家屁股后面追着咬 他用眼角余光 看了一眼李世龙 发现他并没有太愤怒 想必之前被大家联合驳回 他也有点恼火 毕竟皇后的贤名 是世人公认的 变法以来 最委屈的就是皇后了 李世龙早就先补偿他了 好不容易给皇后找点事做 他们还不许 再让你们恨 这下好了吧 把这条大年鱼给炸出来了 刘关志 历改 都乃大事 虽再变 可变法有度 不能一蹴就成 你不是常说 步子太大 容易扯着蛋 杜敬明道 三四年过去了 观改观改不行 历改历改还不行 你们干什么行 家暴女人行 一切孩童行 欺负我母后行 此话一出 众人纷纷败倒 陛下 秦汉子离魂症又犯了 又开始胡言乱语犯憨了 臣等对皇后娘娘只有尊敬 何来欺负一说 李世龙都没有搭枪 这些人不温不火的 有些时候 能把他气个半死 也是这两三年 秦末都不在 他们可能觉得 朝堂的氛围太好了 衙门又有钱了 都不愿意动了 整个朝堂开始盛行虚服之风 得让这狗东西 狠狠收拾一顿才行 诸葛老狗 我听说就是你叫嚣得最凶 我母后 只是想为孤苦无依者 提供庇佑怎么了 她一不干政 二不用朝堂拨款 三不把控兵权 所需所好 都是我母后府库里拨的前吟 你们一口一个皇后娘娘 母仪天下 却只愿意 让她在后宫支部 管理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 她都出不去宫 怎么母仪天下 秦末提着狼头 直接冲了过去 诸葛碎魂都要下枚了 秦末 你住手 她猛地后退 咣当一声 狼头砸在了汗白玉地板上 火星四溅 那狼头几乎擦着诸葛碎的 胸前的衣服落了下去 要不是她躲闪得快 这一狼头下来 她当时就脑袋开花了 诸葛碎吓得浑身直冒汗 诸葛老狗 休走 老子今天不锤的 你叫爸爸 就不姓秦 秦末直接冲了上去 旁边有文官下黑手 黑脚 秦末可不惯着 狼头捂得虎虎生风 擦着就伤 砸中就废 陛下 救命 诸葛碎大叫着 可下一秒 就被秦末纵身一跃 给骑在了身下 当 狼头就落在了她的眼前 还没等她吃痛 砂锅大的拳头 就落在了她的脸上 让你欺负我母后 让你眼里没百姓 你是吃饱了 你的夫人是不用被人欺负 你的孩子是有人赡养 可还有很多人不是的 秦末打得诸葛碎嗷嗷叫 文官武将 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李世龙已经好些年 没看到这种场景了 虽然对秦末的表演 还挺满意 但她还是装出一副 怒不可遏的样子 别拦着 让他们打 打死一个算一个 震道要看看 他们有几条命打 李世龙这句话一出来 李道远他们就兴奋了 要是陛下真的大发雷霆 早就让静卫拉开 然后一人赏几十大板 那里会让他们继续打 陛下 拉开吧 再打真的要出人命了 几个文官上前哀求 这个狗东西 正是管不到了 让他打 打死了 朕让他去偿命 李世龙狂拍暗毒 公孙无忌就很聪明 压根就不吭声 他后面才回家的 这事跟他也没关系 而且 皇后多些权力 对他们家 也是有好处的 最起码现在是这样 要不然 秦末那狗东西 真敢拿着狼头 追着他打 秦小狗 你再打老夫跟你拼命 秦末 别打了 景云 老夫错了 别打了诸葛碎眼睛 都肿得快睁不开了 此刻心中更是羞愤欲死 就是剑 秦末催了一口 这才起身 将狼头扛在肩膀上 扫了众人一眼 还有哪个不长眼的狗东西 要跟我讲道理的 一并过来 讲道理 讲个屁的道理 众人是又愤怒又无力 碰上其他人 还有理可讲 碰上秦末 有理也变得没理了 机智圣剑状 也是连忙站了出来 陛下 臣以为 让皇后娘娘 统领妇女儿童保护协会 是顺应天命的 以往历朝历代 对皇后的权力并不清晰 以至于常常出现 后宫干政之举 是否干政 常常凭借个人感觉 此乃模糊之正眼 若清晰皇后的权力 则可以更加有效地防止 后宫干政 其次 可以更加有效地统领后宫 可以让皇后娘娘的贤名 照耀大前 机智圣现在已经完成了 对姬家儒学的整改 贯彻有教无类 南区学院里 女学生入学的数量 是年年攀升 有些女学生 真的是才华横溢 半点不输男子 甚至 某些方面还要胜出 这也让机智圣 改变了以前的看法 以往 她都是被迫改变 可用心去教育之后 她的确发现了诸多的问题 特别是吸收了 新学的一些优点后 她觉得机家儒学 更加地无懈可击 她也是时常看爆的 学生学成之后 能够检阅成果的 便是一份赖以营生的好工作 难道 那万千女学生 学成之后 都只能嫁人 相夫教子 天天居于后院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那她们学习的意义在哪里 就为了给男人繁衍后代吗 那她们努力地传授知识 又是为了什么 让她们重新走上 大多数女性的老路吗 都不是的 众人都诧异地 看着机智圣 她不是从来跟秦末不对付吗 怎么突然帮秦末说话了 陛下 这父女儿童保护协会的事情 臣恰好在报纸上看过 撰稿的作者写了一句话 臣记忆犹新 上面说 男人的手 是用来打天下 手四方的 而不是用来打女人的 男人的威严和强大 也不是靠打女人来体现的 一个真正的男人 尚不愧国家朝廷 终不愧妻儿父母 下不问心有愧 此 方为大丈夫业 若家暴良妻 遗弃亲子 此等人都不去惩治 那我大前惶惶大事 岂不是驴粪担子表面光 所以 臣恳请陛下 正式册封父女儿童保护协会的 合法性和正式性 让这些弱势者 在皇后娘娘的庇佑下 得以喘息 即使盛道 设立女官虽乃先例 可千年前 夫人的出现不也是先例也 女子本弱 千百年来 都是男人的依附也 但并不妨碍 他们终君爱国 也不妨碍他们 贡献自己的力量 何为百姓 百家之姓 这世上不是男人 便是女人 可又有哪个男人 不是女人所生也 姬之圣这一番话 就连秦末都没想到 老姬 说得好 秦末大不上前 拱手道 父皇 老姬说的这番话 绝对是良心话 也是大前有数几个愿意为弱势者发声之言 小旭恳请父皇为弱势者立法 这弱势者不仅限于被家暴的女人 被遗弃的孩子 还有肢体有残缺的人 被儿女弃养的老人 口不能言 耳不闻声 智力低下 秦末一口气说了十来个弱势群体 请父皇恩准 话落 李道远 杜敬明几个人率先出列 请陛下恩准 公孙无忌和公孙明也站出列 臣 父义 而臣 父义 李月初列道 李星看了一眼秦末 知道他是为了公孙皇后好 初列道 臣 父义 有秦末牵头 机智圣垫底 文武巨头也纷纷初列父义 那些反对的声音都不重要了 驱途拔砸了砸舌 上前搀扶诸葛岁 温良兄 我扶你 诸葛岁心里一阵悲凉 他娘的 之前秦汉子没回来 你们可不是这样的 一个个叫得比谁都还 现在倒好 挨打的就他一个人 不起来 我要让陛下平脸 朱葛岁四脚朝天地躺在地上 将鼻血涂抹得满脸都是 然后不断地挨忧 他娘的 吵死了 诚三夫小声骂了一句 不动声色地挪到了朱葛岁旁边 直接一脚 将朱葛岁给揣昏了过去 再看你怎么叫唤 旁人都瞪大了眼睛 一个个心里都骂开了 娘的 这诚黑子真狠 说下脚 是半点不含糊 驱途拔砸了砸嘴 算了 当没看见好了 这风向一阵一阵地 跟着风向走 准没错 李世龙皱起眉头 缓缓点头 折子呢 有吗 秦末连忙将奏折递了上去 李世龙认真看了起来 虽说秦末被揽 但是涉及到正式 还是非常靠谱的 这个折子 就写得很好 他把折子放在案头上 稍晚些让丽部看看 一起拿个章程出来 还有 妇女儿童保护协会册封的事情 朕准了 京城女官任命 暂时由皇后和吏部指认 京城之外 由吏部指认 父皇圣名 秦末连忙道 杜敬明也出列道 臣遵旨 这个妇女儿童保护协会 以后就是辅助性的衙门之一了 别的不敢说 未来肯定是各位夫人 小姐必去之处 所以相关的法案也要尽善尽美 除此之外 行不 礼部 要配合礼部 另立新法 李世龙淡淡道 从今日起 诸葛岁不再担任户部尚书 转任礼部尚书 公孙无忌 担任户部尚书 交接好公务 不要懈怠 虽说礼部最贵 可现在户部是真的有钱 公孙无忌悬崖勒马 在岭南干了两年后 回来看似平调 实则暗生 手中的权力 不知道比之前大了多少 微臣 遵旨 公孙无忌 不动声色谢恩 嗯 温良呢 李世龙皱起眉头 怎么不说话 人群分开一条道 驱吐拔道 陛下 诸葛尚书 他昏过去了 李世龙大怒 还不快叫太医过来 他连忙走下殿堂 看着满脸是血的诸葛碎 直接抽出腰带 二话不说 朝着秦末抽了过去 哎呦 这一腰带抽的秦末 直接蹦了起来 父皇 是你让我们打声打死的 快 拉住他 这狗东西 震惊天非揍死他不可 话落 程三府一把就抱住了秦末 还假惺惺地在秦末耳边道 景云 没事的 挨两下 就完了 你要跑 屁股肯定开花 哎呀呀 程老狗 你到底哪边的 程三府一正言辞道 老夫是陛下这边的 你公报私仇 你等着 程三府咧了咧嘴 陛下 快打 这憨子太有蛮力了 微臣快抱不住了 说着 他抢过秦末手中的狼头 递了过去 陛下 用这个敲 只要一下 就能让他老实 李世龙看着递来的狼头 一时间竟不知道 要不要接过来 秦末那个气啊 这成黑子 小肚鸡肠的 不就是没帮他吗 至于吗 他反手就是一种 可程三府是谁 早个十来年 天天在朝堂干假 各种黑招是得心应手 秦末一种 直接被他给挡住了 随之而来的就是李世龙雨点般的腰带 还是李月上来求情 李世龙才收手 别看秦末身上都是印子 最多两时称就能全消了 但秦末还是不住的挨勇 那叫唤声都把人脑瓜子听疼了 这一次就算了 李世龙道 回家面壁思过两个月 罚你三年的俸禄 看在你奸言的份上 又是护殴 朕就法外开恩 要是再有下一次 你自己收拾东西 去大理寺待满半半个月 李世龙本想说半年的 可想想还是不行 那不是处罚 是奖励啊 陛下 打架不是降级吗 有人提醒道 他现在除了个驸马头衔 半点官职都没有 你要朕 把他贬为庶民吗 李世龙哼了一声 众人都是苦笑 说狡诈还得是秦末 以前打架还降级 现在半点官闲都没有了 打了也白打 就那点俸禄 秦末看得上吗 面壁思过 对别人是乏 对秦末算个屁啊 他还不在家里偷着乐 别叫唤了 再叫唤 朕让你把你嘴缝起来 李世龙回了龙椅 诸葛遂被抬去了太医鼠 还有没有本奏 父皇 小婿有本奏 秦末再次初恋 众人头皮一阵发麻 这狗东西 还有本奏 不少人心都提起来了 他揍一次 抬下去 一个诸葛遂 再揍一次 又是谁被抬下去 而且 诸葛遂可是平调暗详了 敢说这里面 没有秦末的影子 这狗东西 就够奸华了 再加上一个皇帝 那还不是被吃得死死的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事儿 真就跟秦末没有半点关系 诸葛遂这个人 原则性很强 但是搞经济 真的不行 大钱发展这么快 户部却始终没有太大的涨进 这点李世龙非常不满意 所以 公孙无忌回京后 他第一个就想到了他 又有什么事 李世龙道 小旭去南帆的时候 苏皮投诚 无意中寻到了北州大敌长公主 逸臣公主 逸臣公主 回国之后 深感天恩 找到小旭 说皇礼之志 远胜北州 民心归父 百姓安居乐业 冰封之盛 千古未有也 逸臣公主还说 皇礼结束乱世 为天下百姓主持公道 得国正统 然民间人有明治未开之名 言皇礼得国不正 逸臣公主 想为大钱证明 为皇礼证明 秦末话音刚落 在场的人都倒吸了口凉气 逸臣公主还活着 不是说逸臣公主已经死了吗 怎么会 这件事 知道的人不多 李道元几个人是知道的 他们也很是感慨 人家打战就打战 秦末打战 都能碰上前朝公主 还他娘的 能够劝赴人家 为大钱证明 李元也好 李世龙也好 为了这件事 不知道做了多少功夫 可依旧没有太大的进展 逸臣公主 在民间的声望是很高的 每年逸臣公主出生的日子 都会有百姓自发祭奠 甚至还有一臣娘娘庙 香火无数 李世龙也是演技派 表情从先是惊恶 到震惊 最后到激动 当真 小旭不敢说谎 此刻逸臣公主 就在小旭的府上 秦末道 你这个狗东西 这么大的事情 居然现在才告诉朕 李世龙故意骂了一句 表现得特别激动 逸臣公主 乃朕的阿姨 实乃血清眼 当年他出嫁 朕还特别地怅然 得知他的噩耗 更是伤心不已 没想到 他居然还活着 这眼界 真的亮 秦末忍不住扎舌 好在老六也没有演得太过分 要不然 他真会吐的 无忌 你带人 去把丽华阿姨迎镜 说着 他又道 算了 还是朕亲自去迎接他 他匆匆走下殿堂 小跑着离开太极宫 众人一看 皇帝都跑了 也连忙小跑跟了上去 秦末才懒得跑 慢悠悠地在后面走着 李月还蒙在鼓里呢 憨子 你真行 又立宫了 送上门的 我想不要都不行 秦末探声道 皇爷爷跟父皇 一直都挺想让这些人低头的 可一直不得 就算是柴哨 也是软硬兼尸 李月小声道 你这功劳 送到父皇心坎里了 秦末无奈摇摇头 心想 要不是你这个狗东西 之前太拉垮 这功劳 本来就是你的了 还搁这里高兴呢 不过 他也是替自己高兴 虽然傻是傻了点 但是对自己是真心好 也听自己劝 人嘛 总是有缺点的 他秦某人 最大的缺点 就是太俊 太能立功 太招人女孩子喜欢 改都改不掉 这时候 李星走了过来 锦鱼 谢了 谢我作甚 谢你为母后所做的一切 李星由衷道 那是你母后 也是我母后 有问题 没有 李星笑着摇摇头 有你跟老八在 我就能安心地去天象国了 后天我就要走了 走之前 可以请你 去我家吃顿饭吗 不会又给我挖坑吧 别怕 我不吃人 李星大笑道 大哥 欢迎我不 当然欢迎 李星道 这一别 恐怕又是好几年 只不过 这一次 我要把荣儿带走 家里的孩子太小了 还是要留在京城 锦鱼 到时候 要拜托你帮忙教育一下了 你真会打算盘 秦某都无语了 你跟你老婆去外面 过二人事件 把孩子留给我 怎么 我是你家奶娘 你要当奶娘 我也不拒绝 李星大笑了起来 交给别人我不放心 交给你我不担心 不求他们大富大贵 只求他们能懂 做人做事的道理 我自己做人 都没做明白呢 别这么说 你这个大钱第一纯效 是公认的 我李星 也认 你少给我戴高帽 秦某道 我们又不是朋友 你信不信我把你孩子 交成恶棍 那我也认了 靠 你以为你吃定我了 秦某火了 说请我吃饭是个台阶 就是想把孩子塞给我 是吧 我家那几个崽子 我都管不过来 我管你的 一只羊是敢 一群羊也是敢 没什么区别的 李星道 我给你准备十船宝贝 当我一双儿女的拜师里如何 我秦某启示哪等贪财之人 你说的船是多少料的 百料 千料 还是三千料 亦或是最新的钢铁轮船 李星脸都绿了 那钢铁轮船它是知道的 是照着宝船坊的 足有万料 据说搭载的 是最新的蒸汽机 取代了人力僵守 不过下水时间略长 要五到十年 两千料 石船 如何 李星咬牙道 才两千料 秦某切了一声 算了算了 看在大嫂的份上 就勉为齐男答应了 还勉为齐男 一艘两千料的海船 满载珠宝 价值少说二百万辆 石船就是二千万辆打底 等同于秦某攻灭了 一个中等国家 他还一脸嫌弃 不过 想到秦某那通天的手段 石船珍宝 似乎也不算什么了 钱与他而言 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他若不答应 就算是百船珠宝 又如何 他不知道的是 秦某把大量的金子 都投入银行了 现有的货币制度 还是太麻烦了 未来统一铸币 发行纸币 和新式钱币 才是趋势 不过 秦某现在还不想搞 先把周边国家的钱币制度 统一了再说 再慢慢割韭菜 那晚上来我家吃饭 李星说了句 就匆匆走开了 李约道 你小子 不声不响 又赚了石船珍宝 我差那点珍宝吗 秦某道 他去天象国 估计好些年不回来了 带孩子过去 心里又没底 大嫂娘家人为了避嫌 不是下放穷乡僻壤 就是在外镇守 这俩孩子谁管 让母后管 名不正言不顺的 时间一久 大家还是会说 我真是上辈子欠了你们李家的 劳碌命 很快 众人就来到了定远郡公府 李世龙带着大臣亲自进去 柴少站出来为萧玄机 雁名正身 其实好些人没看过萧玄机 当然 看过的也是有的 只不过年线太久了 记忆都模糊了 但 柴少是绝对不会拿这件事来开玩笑的 好些人看到萧玄机 也是一下子就认了出来 李世龙再次上演了一出相认的戏码 萧玄机特别给面子 也是泪眼婆娑的 秦末全程都在角落里没吭声 相认的戏码结束后 萧玄机跪在地上道 萧丽华乃前朝遗孤 感谢陛下收留 丽华阿姨 快起来 李世龙去掺她 却没有掺起来 让我说完 萧玄机道 我流落在外三十年 见识了草原的动荡 也看到了草原对中原的觊觎 从一开始的侵扰 到现在的寸步不敢南下 乃至草原分裂 南番几乎归前 你让中原的百姓 过上了好日子 表兄鞠躬至尾 你鞠躬至尾 我萧丽华代替百姓 向你父子二人由衷道谢 大前德国正统也 非谋逆篡位 非以下刻上 乃人心归父之举 是顺应天命之举 大周失其路 大前收之 是众望所归 萧丽华 愿为大前祈祷 为大前皇帝陛下祈福 愿 大前江山万年 众人听后都是眼神复杂 谁能想到 前朝的大嫡长公主 居然亲口承认了大前的正统 不少人都看着秦末 极度的牙齿 都要咬碎了 狗东西 真贪娘的能力功 动辄就是颇天大功 不给人半点活路 压得满朝文武 都抬不起头了 再看那丝 还一脸都无所谓 拽拽地昂着头 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李世龙这下是彻底松了口气 他真怕萧玄机会瞎说 好在 一切顺利 比他想得还要好 他连忙将萧玄机搀扶起来 立华阿姨 这些年龄受苦了 在苏皮保护九居之名二十多年 应该是正感谢你 他拉着萧玄机的手 看着众人道 一成公主 乃朕阿姨 金国英雄也 加封金国公主 封地蓝田 十亿千户 赐黄庄十座 奴仆千人 金银五十万 俸禄千诞 赐金国公主府一座 良田万亩 这是重赏 大前公主户三百 长公主加六百 且大姐长 哪也不过是六百到九百户 萧玄机十亿千户 封地蓝田 蓝田可是个好地方 李世龙都没舍得 封给自己的亲闺女 而且 以金国为封号 也是少见 金银五十万 俸禄千诞 重赏公主府 可见李世龙对他的看重 单单是奴仆千人 就把李玉树 都给比了下去 叩谢陛下 萧玄机想要下跪 却被李世龙给拉住了 丽华阿姨 不必多礼 萧玄机给了他想要的 李世龙加倍还给他 从今以后 李世龙再也不用 费尽心思地扭曲历史 搞什么意识形态了 史官必然会把这一天记录 大洲的大敌长公主说 大前德国正统也 李世龙心情大好 他跟李玄 想了二十二年了 终于叛到了 众人纷纷开始拍马屁 说李世龙文成武德 千古一地啥的 锦鱼 你过来 来了 秦莫快步跑上前 在丽华阿姨公主府落成之前 就暂时在你府上歇脚 你给我好好照顾丽华姨 听见没 李世龙道 知道了父皇 我肯定会照顾好姨奶奶 秦莫冲着萧玄姬眨眼 马上就是她师娘了 如此一来 她就跟老六 这是超级加倍啊 想到这里 秦莫浑身一震 脸上也露出了真挚的笑 李世龙把众人挥退 又陪着萧玄姬聊了许久 这才离开定远军公府 出来之后 李世龙连下几道命令 其中就有修缮北周皇陵 和赦免周阳帝的恩令 赦免另一出来 众人都赞李世龙宽宏大量 就连史官都露出了笑容 从今以后 就不用再再追捕前朝余孽了 他们皆为大前之名 多年以后 历史上将这一天 称之为历史拐角点 而许多历史学者 将秦莫称为历史的推手 萧玄姬为李前证明的消息 已经传出天下皆振 要说萧玄姬的名声 在大前还是非常响亮的 但是一城娘娘庙 京城就有不下十座 每逢初一十五 香火鼎盛 而紧随着萧玄姬之后 一个接一个前朝孤魂野鬼 站出来为大前证明 有前朝的大儒 也有前朝的薰贵 李世龙的嘴都没有合拢过 也就是这一天起 才彻底撤销了对柴家的监视 只是知道的不超过三个 李源躺在温泉里 不住地道 景云啊 也要谢你啊 又圆了也一个心愿了 老爷子 说谢多见外 我也是恰逢其会 偶尔为之 秦莫笑着道 你这偶尔为之 可比我们爷俩二十多年 处心几率强多了 李源本以为是李世龙 故意搞出来的事情 所以亲自见了萧玄姬 验明了他的真身 就是萧丽华无疑 李源心里高兴得很 虽说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 可颠倒黑白的历史 不过是掩耳盗铃罢了 现在好了 这些个人站出来证明 大前德国之正眼 日后 再也没有谁敢在这件事上 攻劫他们父子二人 老爷子 其实我一直挺好奇的 杨帝真的杨吗 这个嘛 李源捋了捋胡须 似乎在想该怎么回答秦莫 好一会儿 才开口道 此人 功过参半 前期雄才大略 后期刚愎自用 当年杨帝 为何三争高丽 你可知道 因为高丽拽呗 挑衅大舟 只可惜有内鬼 本来稳赢的 秦莫道 那还一方面 李源道 另一方面是因为当时 他太想解灭世家了 世家何其贼也 满朝文武 大半都来自世家 怎么灭 所以他就盯上了高丽 三争高丽 三争而不得 发百万大军 打一个弹丸之国 焉油打不下来的道理 又不是没有大将 又不是粮草不充配 你要知道 大前立国来 至今 那几个前朝留下来的粮仓 都不曾用完 要知道 高丽的军备跟大周 完全不是一个层面上的 为什么说 周扬帝想通过战争 消耗世家 同时用覆灭高丽 来提升自己的威信 但是世家消灭了吗 并没有 死的只是百姓而已 连年蒸发摇曳 增加赋税 对世家而言 半点伤害都没有 就算他指定征兵 可百万大军死完了吗 他太刚毙自用了 前些年才挖了大运河 挖大河是好事 是连通南北的桥梁 可是他第二年 就乘坐大船去游玩了 当一个人自以为无敌的时候 他耳边是听不到真话的 秦莫点点头 说白了 就是膨胀了 对 就是太膨胀了 李源道 此人手段是有的 但失了明星 更失去了门法的支持 当年爷为什么要喊出 和世家共治天下 不是也不知道各种的坏处 要不是这句话 也不可能几年 就打败十八路反王 定顶天下 也原来也是世家人 知道这些人何其的高傲 他们的士族制 将皇里分为第三等 爷心里比谁都难受 他们通婚 也不许 结果世家门法的势力之大 深入人心 反而让他们 以娶世家门法之女为荣了 也是到了二郎 朝廷才开始制衡世家 等到你 世家已经被杀得七零八落了 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 都被你收射得七七八八 在南城气候 大前再无门法一说 说到这里 李源满脸都是笑 周扬帝要是压服了世家 那他就是千古一帝 可惜他没有 爷死也能闭眼了 昔日他们 在朝堂上呼风唤雨 也只能一而再 再而三地退让 那光景再也不会有了 秦莫懂了 是非成败转头空吗 不过 李源对杨帝的评价 还算重肯 最起码秦莫当面 没有一味地黑他 能说出功过参半 已然是李源 对他最好的评价了 他本来 还想试探地问问 能不能改适后 现在不用自讨无趣了 下个月 你就要出征了吧 应该是吧 秦莫挠挠头 我出去 您可要按时锻炼 按时让 赞银过来 给您检查身体 晓得 李源道 这一仗打完 也没什么战可打了 就算有 你也让其他人去打 别天天在外面吓跑了 我也这么想 等这一仗打完 就在家里写写书什么的 秦莫道 陪爷去岭南 还是在海边思路清晰 李源起身了 走 也来灵赶了 写书去 秦莫黑得一笑 来咯 三月中旬 秦莫正在督工 小六子飞快地跑过来 少爷 来了 苏皮的伤队进京了 秦莫跟刘万彻说了句 飞快跑了过去 这娘俩要是再不来 就得下半年才能见面了 而此时 苏皮末节坐在马车里 看着窗外的繁荣 她手里还抱着一个肉嘟嘟的小东西 小东西也一岁多了 大眼睛好奇地盯着外面看 在她的印象里 还从来没看过这么多房屋 天高 这就是你阿爸的故乡 苏皮末节给孩子起的小名 不是典型的苏皮名字 因为苏皮没有自己的文字 一般起名都按照南方人的习惯来起名字 她害怕孩子名字太怪异 显得她跟其他的兄弟姐妹格格不入 就让萧玄机提前起了几个名字 这个天高她很喜欢 意味天子骄子 心胸宽广的意思 这天高是小名 大名还得让秦莫来起 这是她作为父亲的权利 也是害怕秦莫会心生芥蒂 阿爸 阿爸 小东西说话还不利索 说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 对了 一会儿要是见到你阿爸了 可要嘴巴甜一点 苏皮末节眼中闪闪发光 她拿出一面小镜子 把孩子抱给了侍女 旋即检查起自己的妆容来 确定没有问题后 她才放心 也不知道秦莫看到自己后 会不会高兴 王 大前的官员说 要把我们引去红卢寺 一个苏皮女官过来禀告 你告诉她 我们是秦府的家眷 不去红卢寺 直接引我们去秦府就行了 那红卢寺的接引官都猛了 苏皮女王是秦府家眷 哪个秦府 没听说苏皮女王在京城还有亲戚 一时间 接引官有些犯难了 女王 按照大前令 翻国使臣入京 第一时间要引入红卢寺 我们的红卢寺亲 已经恭候多时了 要不 您派人通知您的亲戚 来红卢寺接您 苏皮末杰 心里有些不适滋味 他满心欢喜 拔山涉水带着孩子来京城 结果秦莫人影 都没看到 正想着呢 一行人蹬着自行车就过来了 为首的男人 撂下自行车 三两步走过去 天高 跌得好大 看到这男人 苏皮末杰原本的委屈 请客间也没了 但还是忍不住地道 我还以为 你不要我们娘俩了 小东西被秦莫抱过去 大眼睛里满是惊恶 不明白这个黑状的男人 为什么要抱着他 亲了又亲 说什么傻话 就是路上堵车 来晚了点 秦莫搂住苏皮末杰的细腰 直接就是一个深长的吻 苏皮末杰大胆热情 虽说从小接受萧玄机的教育 但骨子里的烂漫 难以泯灭 他勾住了秦莫的脖子 是旁人如无物一般 接引官瞪大了眼睛 好家伙 感情是秦莫家的 真行 在大街上就啃上了 这有伤风话啊 本想提醒一下 可这位爷谁啊 秦莫 也是他能够说到的 当下束手站在一旁 身子微微弓了下去 见过秦驸马都尉 啥也别说了 先见里吧 秦莫也不踩他 他一招手 叫上几个红炉寺的人 当起了人墙 让他们肆意啃着 两人都有些忘我了 还是小东西的哭声 让两人反应了过来 苏皮末杰脸红得厉害 心跳得更厉害 只觉得浑身软绵绵的 一双大眼睛里 水汪汪的 秦莫擦了擦嘴上的胭脂 大儿子 跟爹回家 见你阿祖 说完 他拍了拍接影官的肩膀 你叫什么名字 接影官连忙到 卑职叫霍西 是红炉寺接影官 不错 有前途 我记住你了 秦莫抱着儿子 搂着苏皮末杰的细腰 就上了马车 霍西连忙让开了路 看着车队离开 霍西扎舌 不愧是秦莫 搞得不是公主 就是女王 意识到自己说话太狂浪 他连忙捂住了嘴 殊不知 就是他今天这一档 让霍西平步青云 最后官拜红炉四清 马车上 秦莫道 这后面 车子里都啥 没什么 就是苏皮的特产 给公爹 婆婆还有几个姐妹 孩子们带的 他也没带什么值钱的东西 就是千头牦牛 两千匹骏马 黄金 黄铜 摄箱等东西 秦莫也没太在意 看着天高 心里还是很高兴的 这小东西哭泄了之后 大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秦莫 似乎他脸上长了花样 长得不算白 跟牛犊子特别像 特别是哭起来的时候 两兄弟一个模子刻出来一样 百分百秦莫的种 但还是有点苏皮人的特征 天高 这是你阿爸 叫阿爸 苏皮末杰连忙引导他 小东西眨了眨眼睛 阿爸 大前话说得很正吗 秦莫笑了起来 回去爹翻翻谱子 给你起个好听的名字 苏皮末杰见秦莫 这么喜爱天高 悬着的心 也是彻底放下了 对了 萧先生来找你了吗 在我府上呢 一会儿我带你过去 然后再进宫去见见陛下 你的身份来京城不去觐见 说不过去 我听你的 苏皮末杰意味着秦莫 心中的不安和焦虑 彻底没了 回到秦府 秦家人也是清扫门厅 张灯挂彩 你就不能穿得板正点 秦秀英骂道 人家第一次上咱们家 你就穿得这么随意 秦相如无语道 女王又咋样 咱们家还有三个公主呢 随便一点更好 太隆重了 显得客气 说完 他又忍不住骂道 这王八犊子 真行 娶公主也就算了 连一族的女王都不放过 真是半点活路 都不给老子 看看这一大家子 郡主公主女王齐活了 一家的险贵 再险下去 身后都要险佛光了 有本事你也娶娶 秦秀英哼了一声 老夫就不敢怎么了 秦相如昂着脑袋 我专情 我骄傲了吗 李玉兰等人 也见怪不怪了 都无嘴偷笑 几个毛孩子 也是打扮的立正 从小到大 一字排开 站得鼻挺的 郡主 来了 车队来了 管家满脸惊喜地 跑进来道 走 出去接他们 秦相如一马当先走了出去 这一大家子 二三十人呢 当苏皮末节 走下马车的时候 都被这隆重的场景 给吓了一跳 秦墨手里抱着天高 拉着他的手 别紧张 我跟你好好介绍一下 这我爹 这我姑 实际上是我姨娘 这是三姐 李玉兰秦墨挨个介绍 苏皮末节挨个见礼 见着苏皮女王这么懂礼 又看到秦墨手里的娃娃 秦相如脸上的褶子 都笑一块去了 又是孙子 她秦相如最喜欢孙子了 要不是不好意思 她直接上手了 苏皮末节 打量他们的同时 李玉兰等人也在打量她 这苏皮末节 生得是浓眉大眼 满脸的阴气 眉宇间却又透着一股妩媚 深段曼妙 声音也很清丽 也难怪秦墨会喜欢了 宫殿 姨娘 诸位姐姐 苏皮穷屁 也没什么太值钱的东西 我这次来 就带了一些特产过来 苏皮末节连忙让人卸车 当车上的东西卸下来后 众人都有些发愣 白两一定的黄金就有签订 黄铜就不用说了 是黄金的十倍 设乡就有三马车 还有牦牛骏马 直接把秦向如给惊呆了 乖乖 这莫不是把苏皮的国库给掏空了 秦墨走过去 合上老秦的嘴 爹 小炒面 别太惊讶 这全是给咱家的 陛下那边呢 什么给咱家的 就是咱们的家的 这是你儿媳妇 知道不 秦墨将天高塞进老秦的怀里 这是我第八子 你的第八个大孙子 小明天高 这小子跟小乘驼似的 秦向如接住后 咧嘴笑道 好孙子 跟你爹小时候一样壮 苏皮末杰的到来 秦家上下都特别地欢迎 李玉兰几个人 倒是不排斥苏皮末杰 因为他最终 还是会回到苏皮 倒是天高 最是受欢迎了 当天中午 族长秦向贵 就带人过来询问 要不要把苏皮末杰纳入族谱 当然 天高是肯定要纳入族谱的 秦向如想了想 族谱肯定是要进的 只不过还要先进宫一趟才行 而且 他们两个还没有办婚礼 礼数不全 这礼数到时候 还要补上才行 秦向贵点点头 是这个礼 不过可能又要重开一本了 人家到底是女王 未表尊重 我还是单独给他开一本 到时候 他的子嗣传承 记得也更清楚 像李玉兰 李玉树 李立真 乃至李雪 李静雅 都是单独开的族谱 就连柴丝田 也母瓶子贵 牛犊子虽小 却备受恩宠 在收回了秦末爵位的同时 又给了牛犊子一个爵位 所以 也是单独开了族谱 还有苏我姓子 目前还是 沃州名义上的女王 等她的孩子出世 也是要单独重开一本族谱的 至于初蕊他们 是没这个资格的 那就麻烦族长了 情相如道 不麻烦 这是好事啊 郡王一脉 都是人中龙凤 来我情足大兴之兆啊 毫不夸张地说 就秦末娶的这些老婆 单独另一个出来 都值得人羡慕 郡主 公主 女王 家一块有七个 柴丝田是二品告命 初蕊几个人 也是五品夫人 贵不可言 秦香贵走后 秦末就带着苏皮末杰跟孩子 来到了定远郡公府 离别一年多再次跟萧玄姬见面 苏皮末杰也是不住地哭 这一对 虽然不是亲生母女 却胜似亲生母女 足足谈了一个多时辰 苏皮末杰才舍得离开 随后 秦末才带着她进宫 李世龙对苏皮末杰 表情倒是淡然 给了不少赏赐 当面承认了她的身份地位 苏皮的国座 也算是保住了 要离开的时候 李世龙叫住了秦末 狗东西 你真行 不声不响 就把苏皮女王给收了 父皇 那也是权宜之计 要不然 苏皮哪有那么快投诚 李世龙也不是真生气 这事儿 他早就知道了 他只是弃秦末 居然不第一时间带着她进宫 他现在给你生了个儿子 以后 你打算让你儿子继承苏皮王位 李世龙冷哼道 啊不 苏皮是女权国家 儿子 是不能继承王位的 女儿才行 秦末道 苏皮那地方穷哈哈的 就算我生了女儿 我也不舍得他们过去受苦 文言 李世龙脸上好看了一点 你跟朕这么说没事 那你让别人怎么想 他们肯定会认为 你儿子会去继承王位 你怎么这么不知足 娶了朕三个女儿 又娶了一个皇室女 还娶了一个国公女 身边已经有一个 倭州女王 还不够 还要盯着天罡的徒弟 现在 又把苏皮女王给收了 你这么贪心 好处都让你一个搂完了 父皇 三姐他们同意的 秦末一脸无辜地道 朕是不是还要夸你 李世龙火得很 你要纳妾 朕不管 但是你要注意点影响 父皇 萧萧妾 我已经够克制了 想当初 那些世家拼了命 把他们的女儿往我身边塞 我看都没看一眼 李世龙一时无语 的确 当初王家 裴家 各种唐一炮弹 还要把嫡女嫁给秦末 秦末里都没理 这一点 就说明秦末心里是向着他的 你别觉得朕小切 那苏皮末杰 怎么说也是一国女王 你未经朕允许 擅自婚配 王小了说是不尊敬朕 王大了说 扣你一个叛国资敌又怎样 李世龙忍不住踹了秦末一脚 才刚立点功劳 又给朕闯祸 不过念在你劝苏皮末杰 弃暗投明 就算你功过向底了 朕下旨 将他许给你 但是你儿子不能继承苏皮王的位置 若有女儿 过去继承岛也无妨 儿子跟女儿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李世龙心里很清楚 要不然 秦家两个王 怎么搞 贵也不是这么个贵法 还是说将苏皮封 给秦末当封地 苏皮就那么点地方 就算要封 也是把高丽半岛 尽数封给秦家 父皇 其实没必要 等打完了北奴 南藩也该归钱了 到时候南藩也好 苏皮也好 都要重新划分周府 以留官制管辖 就算允许他们自立心法 那也是在大前的督促下完成的 李世龙想了想 南藩归钱 今年正好是第四年 今年打完北奴 明年南藩归钱 一切都恰到好处 明年南藩不归钱 看朕怎么收拾你 李世龙哼哼道 朕这两年就退休了 你不让朕顺心 等朕退休后 有的是时间收拾你 秦末缩了缩脖子 我告老爷子 说完 撒鸭子跑开了 看着秦末的背影 李世龙也是无奈 当天晚上 秦末跟苏皮末节 重温草原之旅 这匹野马 虽然被秦末给驯服了 但是一年多不曾驰骋 而今撒开了缰绳 狂野得很 这种狂野 一直持续到四月初 苏皮末节的野财 重新被洗涤驯化 清明之后 秦末披上了重甲 李世龙御驾清征 为三军大元帅 统领全军 李道远 成三府 还有刚调回来的苏韵 也跟着李世龙一起离京 李月临时授命监国 十五 十六皇子 辅助监国 三位皇子同时监国 这是非常罕见的 不少人都秀出了异样 这分明就是李世龙的考教啊 明眼人都知道 打完了北奴 大前就没有敌手了 新北奴是瓮中之鳖 西北奴远顿西域 高丽更是砧板上的鱼肉 皇帝身体大不如前 皇子又长起来了 看来是要为帝国挑选合适的继承人了 公孙无忌原本想着陪皇帝御驾清征的 但是他现在是户部尚书 需要配合兵部调度粮草 就留在了京城 如此倒是可以想办法取信李月 大势至此 不变 迟早会被淘汰的 公孙无忌 比谁都清楚 4月15 丰和日立 移出征 祭祀 时隔多年 李世龙再次呈上了御驾清征的御年 随行的是五万大军 龙幼那边二十五万大军 早就在等候了 秦相如对秦末道 这一次大将多得很 你就不要冲了 让他们多了一些功劳 给爹点活路 行不 爹这辈子 能当世袭网替的郡王 就很高兴了 实在是没那个命当亲王 秦末很清楚 老秦嘴上这么说 心里还是担心他鲁莽 还有啊 你那一大家子 可都指着你活 知道了 爹 我就跟着老六 哪都不去 肯定没事 秦末上前拥着老秦 拍了拍他的背 老秦到底是老了 几倍都没有以前高大了 以前还有雄心壮志 去沙场冲杀 现在只想在家里抱大孙子 憨子 该走了 豆一爱过来道 爹 走了 秦末摆摆手 回到了马上 高腰则是紧跟其后 至于方纯 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溜走了 继续化身大胡子 守在秦末的身边 为此 秦末懊恼得很 只以为是苏皮末节的到来 让方纯生气了 本想去找方纯 却又正好卡在出征的关头 他也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只盼着出征回来后 师姐能听他解释 儿臣 在京城攻营父皇凯旋 李月常拜到地 朗生道 他这一拜 众人纷纷道 助陛下凯旋 咚咚咚 上百类鼓手雷动打鼓 一人高声喊道 及时道 出征 悠扬的号角吹响 所有士兵抽出了横刀 拍在了自己的甲咒上 陛下万岁 大钱万圣 百姓家道相送 李世龙回头看了一眼成天门 李元站在上面 冲着他挥手 他的前方有百姓 身后有亲人 李世龙笑了笑 仿佛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征战沙场的时候 那时候 他带着将士冲锋陷阵 每次父亲都会在后面 看着他的离开 直到再也看不到鱼影 这一次 展银也跟来了 秦莫让展银 重新给老爷子 安排了一个保健医生 那医生也是展家人 虽然没有展银的名声大 医术却不见得比展银差 他尽可能地做到万无一失 这一次 他们的目的地是宿州 路程两千七百里 李世龙的身体 一天能走个一百五十里 就很不错了 也好在立志道已经通向了隆诱 赶一点半个月应该能到 因为一路走的是大路 沿途站点又多 所以一路上倒也没吃什么苦 秦莫天天在李世龙眼皮子底下晃悠 能不出营就不出营 危险的事情 他是肯定不会干的 一开始 他就是这么想的 程三浮 你领兵三万 进攻弃星 除此之外 还要防备君臣反水 他们已经打到了乔巴山附近 李四讯来报 说君臣最近有点不听话 一定要小心提防他 反咬我们一口 如果有什么不对 就把君臣一起收拾了 也免得朕浪费口水 李道远心想 陛下这是打算把君臣部给提前收拾了 但是无端攻击盟军 就会落一个不好的名声 李世龙也不说怎么搞 就给他三万人 让他操作 这有点难办 程三浮 朕给你一万人 去秋辞跟徐洛他们会合 李勇猛 程大宝 程小宝会过去配合你 你要防范医治邪 同时还要截断莫毒逃亡的路线 要是莫毒逃跑 朕拿你是问 李世龙道 程三浮苦着脸道 陛下 你让俺老成当乌龟 那不是难为我吗 我愿意领一万人 指导北奴龙亭 让你去就去 少废话 李世龙哼了一声 程三浮欲哭无泪 老天 为什么要这么对他 先锋不是他 主攻部队依旧不是他 他还怎么立功 李世龙暗示李道远 他怎么会听不出来 君臣部距离大前太近了 虽说他们现在老实 可谁知道 以后他们老不老实 趁着现在 一并收拾了 万事大吉 要不我也去搞一只鞋 不行 改过县南 已经去天象国了 陛下显然是想让一只鞋 打月之河大石 我去动一只鞋 那不是打乱了陛下的计划 程三浮苦着脸 跟亏了几百万两似的 苏远 你为先锋 赠给你五万大军 你从宿州入境 直击北奴龙亭崖 李世龙道 苏远连忙道 微臣遵旨 他压力很大 李世龙之所以把程三府放在一边 只是因为他年轻 也算是年轻一代比较能抗的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陛下在培养年轻一代的将领 老一代的将领 主要还是一辅助为主 还有没有需要补充呢 李世龙扫了一眼 发现秦末正缩在角落里吃东西 眼睛顿时眯了起来 景云 你觉得镇这布置如何 好 尿 棒 秦末连忙将口中的糕点咽下 就没了 这布置挺好的 面面俱到 一个月内如果能打赢这一战 不足都是小事 一个月要是打不赢的话 打不赢会如何 君臣肯定会反的 他又不是傻子 你过来说 说清楚 李世龙道 这 父皇 你就别考教我了 横王他们都在 我说 不是班门洞府吗 他们肯定早就看出问题了 废话少说 你快说 李世龙道 公孙敏看了一眼秦末 说实话 这几天 李世龙布置战局有些草率 他跟着秦末的时候 参谋部一天 要用沙盘演练几十遍 把所有可能碰到的极端问题 都演练一遍 李世龙这种排兵布局 已经有些落伍了 要是当时在船上 他们敢这样随意 肯定被秦末骂唇珠 但是这话谁也不敢说啊 我说错了 不怪我吧 秦末道 不怪你 你快说 李世龙心里有些突突 这小子向来语出惊人 莫不是他这个布局 真的有大问题 那 大家作证 是父皇逼着我说的 秦末本来是不想管的 他就是来当混子的 要是他话多 搞不好又被弄去当先锋了 你快说吧你 急死人了 李道远急得想用脚踹他了 父皇 恕我直言 您这个战略布局 真的很拉紧 李世龙脸都黑了 房间里众人鸭雀无声 公孙明苦笑起来 这秦末 真敢说啊 就算陛下的战略布局有问题 你就不能委婉一点 见李世龙就要冒火 秦末连忙道 不许发飙 是您逼我说的 李世龙押着火道 行 今天你要不说个一二三出来 看朕怎么收拾你 父皇 其实你的战略布局是好的 三路突击 基本上可以把莫读那老东西给抓住 而且咱们武器这么好 赢的概率是很大的 但是草原这么大 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打战嘛 肯定要尽可能地杀盘演练 各种极端的情况 说实话 您的布局有点草率了 更像是一拍脑袋就做的决定 这是统领三十万大军 不是三万大军 面对的是草原雄鹰 莫独 此人几十年的时间 就统一了草原 让北奴之名重新飘荡 不是弱手 秦末挠挠头道 如果对方远顿大漠深处如何 追还是不追呢 如果追不到 那岂不是斩草不出根 东南方向的君臣 您想打就直说 不要让横王猜 要是他傻一点 没有揣测出您的意思怎么样 这是打战 又不是过家家 还打鸡风 要是队伍衔接上出了问题 咋搞 那不是平白给自己树立大敌 虽说有急蛇和势单钳制 但这种时候 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外人身上 李道远觉得 秦末说的有道理 要是他猜错了李世龙的心思 贸然把君臣给搞得反叛了 延误了战机 那他就醉过了 一时间 背后满是冷汗 李世龙皱着眉头 朕什么时候手要打君臣了 朕就是说 要小心防备君臣 有说错吗 得了 您就嘴酱吧 打就打呗 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 三个北奴家一块 可战之兵不超过六十万 北奴中庭 撑死二十五万大军左右 新北奴不足十五万大军 西北奴几万大军 折损在了南藩 此时也是伤筋动骨 不敢再踏足南藩一步 但是我觉得 两面开战 不是个明智的选择 完全可以打下北奴隆亭后 再随便让人说 君臣暗中跟北奴隆亭勾结 企图背赐大前 然后再让君臣来宿州请罪 不来 就说明他心里有鬼 就君臣那耸包性子 绝大部分概率是不会来的 但是呢 咱们打下了北奴隆亭 威严之盛 他心里也是害怕的 所以 更大的概率是 他会把他的儿子什么的 送过来做质子 要么就是把女儿 送到大前来和亲 这些都是 咱们要考虑的范畴 咱们占据中庭 几乎就把西北奴给包围了 以后要怎么宰割 那也是咱们说了算的 他要是蠢 那咱们这一次就一起收拾了 要是聪明 那咱们就在制定一个 三年计划什么的 慢慢蚕食西北奴 让西北奴和平地融入大前 速度是慢了点 但是伤亡小 咱们的士兵金贵得很 岂能随便让他们死伤 众人听后 都是不住地点头 这的确是老成谋国之言 而且考虑问题 方方面面都特别地聚到 就连李世荣都陷入了沉思 不得不说 这狗东西说得有道理 还有啊 高丽也该收了 诸国公去渤海湾 把高丽半岛那三个国家 一起给收拾了 彻底切断了西北奴的后路 叫他君臣 上天无路 下地无门 至于西北奴 五年内都不用管他 给他一百个胆子 也不敢再过来搞事 五年后 咱们只会更强大 到时候自东向西 连城一片 他拿什么跟咱们打 一旁的成三府 好似看到了希望 不断地冲着 秦末眨眼睛 似乎秦末多帮他说两句话 可秦末直接无视了他 君臣不用太担心 倒是医治邪 要多防备一些就是了 不过 医治邪过来的概率也不大 大战略方向 基本上是没错的 但是要截断他们的后路 防止莫独 陶盾至大漠深处 要派一支万人的急性军 从草原穿插过去 守在必经之路 这战略才算是万无一失 当然 这就是我的一点小意见 最重要的是沙盘演练 要反复地提出问题 然后想办法解决 以前的作战方式 已经被淘汰了 咱们要与时俱进才行 要用最少的伤亡 实现最大的战略目标 这才是一场合格的战役 不少老将看着秦末 心里突然有一种 跟不上脚步的感觉 他们打了一辈子仗 领老了被人说落伍了 想不服老都不行 可关键新一代打仗 的确有两把刷子 比如秦末这狗东西 就是屡战屡胜 无论是三日下涡洲 还是天象国骑袭 都令人叹为官职 1500人打退秋辞五万大军 这也是秦末手下的人 干出来的事情 南藩攻略就不提了 现在南藩基本上 就是大钱的后花园 不过李世龙脸上 有些挂不住 他问道 你们觉得这个战略如何 李道远臣应道 微臣觉得 有待商榷 还不错 主要是陛下的大方略很好 承三府道 苏运也道 想必陛下早就知道这些问题 通过秦驸马都尉之口 来考教我等 实在是惭愧 卧槽 这三人真不要脸啊 特别是苏运 舔得不行 父皇 你要考教我就直说吗 真的是 秦末有些抱怨的道 李世龙眼中的胸光隐去 点头道 朕有心考教你 算你说得有点道理 这些问题 朕自然是知道的 众人听了一阵牙酸 但是没人敢戳穿他 没办法 皇帝面子还是要给的 让皇帝下不来台 那就是找不自在 他们又不是秦末那个憨大胆 道远 你记住了 君臣部要安抚好 到了那边后 想办法联合集舌和士丹 联手对君臣部形成震慑 让他不敢反水 是 微臣遵旨 李道远连忙道 至于景云 李世龙道 你最后补充的那个办法很好 赠给你一万五千人 你去阻断北奴人的退路 万不能让莫独逃顿大漠深处 秦末顿时猛了 我 我不行的 完了完了 这老六居 让他干这么危险的事情 待人穿插战场 被发现了 那不是要来一场遭遇战 万一碰上敌军主力怎么办 立大功什么的 他真的不想啊 而且 他是真的不愿意出营 哪有跟着老六叔父 天天在他面前晃悠 拍拍马屁打赢了仗 小功劳就到手了 这御驾轻征灭北奴 必然是大功 他秦末也混个名流轻史 不痛快 朕看你行得很 谁提的意见 谁去办 李世龙道 父皇 您再考虑考虑 我去防止医治邪 让承大将军去怎么样 这种大事 还是要今年老将才行 我没有经验的 秦末道 承三府激动了 陛下 这事儿 俺老臣有经验 保证生情莫毒 李世龙邪腻了他一言 锦云活捉了窝王 活捉了天象国国主 活捉了尼泊罗王 他经验比你丰富多了 承三府甘笑一声 心里憋屈得很 想反驳都不知道该从那里说起 父皇 多给老年人一些机会 我还年轻 以后有的是机会 再推迟 朕当你违抗圣命了 在军营里可是大罪 不是打板子就能接过去的 李世龙哼了一声 这狗东西 半点都不能体会他的苦心 秦末要助他成为天客汗 这种成就历史的感觉 他只愿意让秦末跟他一起见证 其他人都没资格的 秦末罩着自己的嘴啪啪 就是两下 让你多嘴 这下好了 怕什么来什么 主公他都不怕 穿插战场多危险啊 急行军是肯定要出其不意的 那就要提前阻断他们的后路 被发现 绕后就有失败的可能 搞不好碰到敌军主力 就要来一场遭遇战 军功他是半点不想要 生情莫毒 那就是泼添大功了 回去老秦还不骂死他 可老六逼着他立功 他不去都不行 最后只得无奈到 小叙遵旨 李世龙这才满意的点头 都下去休息吧 离开房间后 李道远勾住了秦末的肩膀 景云啊 刚才多亏了你 要不然 老夫这一次 搞不好要闯祸了 秦末反勾住他的肩膀 横王 咱俩谁跟谁啊 总之你这一次突袭气心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 也别有太大的压力 北奴现在就是筛子 咱们的情报体系 远比你想的牛 干就完事了 你也要注意点 再有个几天 咱们就要分开了 上了战场 一定要小心一点 你也打了不少硬仗 迄今为止都没有败过 这一次也不要败 每一代人 都要树立一个榜样 你就是很好的榜样 咱们这一代 是柳城虎 还有你爹 这一代就是你 第二个 就可能是苏运了 苏运能力不错 但是战功远不如你的 这一战你就看苏运表演就行了 懂了吗 秦末秒懂 老六想要树立榜样 他无疑是最好的人选 但是吧 他又是外妻 家里还有个郡王位置 太显赫了 偏偏他最厉害的是战功 大前以战功为贵 年轻一辈 没有一个人跟他齐头并进 他之前还觉得奇怪呢 这么多老将 为什么要用苏运当主公 现在李道远的一番话 让他彻底反应了过来 想起李存公去天象国 跟他说的一番话 一个让他打败仗 一个让他不要输 说起来都没错 对他都是爱护的 谢了横王 又学到了 秦末笑着道 大家互相帮助了 李道远拍了拍秦末的肩膀 早些休息 你的任务可比我们难多了 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回房间后 秦末还没躺下呢 高时连就过来 说李世龙叫他 秦末都无语了 又给他开小会 说 又怎么了 高时连苦笑道 不清楚 不过陛下 好像有重要的事交代你 秦末叹了口气 只好再次过去 父皇 你找我 李世龙这会儿 正看地图呢 过来 饿了吧 陪朕吃点 哦 秦末走了过去 也不客气 直接上手 出门在外 不是在宫里 朕也不能让人开火 就将吃点 等活着了冒毒 朕亲自给你烤羊吃 李世龙道 秦末道 父皇 有什么您就直说吧 你这样 我心里没底 李世龙又好气又好笑 朕对你好 你倒不自在了 是不是朕非要骂你两句 你就舒坦了 我这个年纪 还有长辈骂 那也是一种肤浅 狗东显 你才多大 这话能这么用吗 李世龙笑骂道 等你到朕这个年纪 再说才很难 合适 嗯 这下舒服了 秦末黑黑笑道 他之所以耍宝 还是希望李世龙消气 毕竟刚才的确 有点不给他面子 这也就是老六了 换做其他皇帝 他早嘎了 朕让你去断后 心里不舒服 李世龙问道 也不是不舒服 行军打仗 哪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 秦末道 你小子明白就好 李世龙看着地图 探声道 李道远不危险 苏运不危险 你带大军穿插 才是最危险的 朕很清楚 可朕没办法 你是朕的女婿 这些人中 朕最信任的就是你 若把你放在 捡功劳的位置上 难免让人觉得 朕处是不公 朕把最危险的任务 拍给你 能够堵住他们的嘴巴 任谁都不能说朕 朕也不想听到 他们说 你是真的女婿 才有如此后代 你可懂 小婿明白 秦末道 明白就好 李世龙道 有记得 几年前 你告诉朕 你要帮助朕当天克汗 这事 朕一直记得 虽然很少提及 但你也一直在用实际行动 帮朕做到这件事 现在 是朕距离天克汗最近的一次 所以 朕希望你亲手把末读 抓到朕的面前 让他在朕的面前跳舞 这可是你亲口许诺的 朕没忘记 如果朕是天克汗 那你就是天克汗最器重 最得力的女婿 你我翁绪一场 缔造一场佳话 日后也给后辈子孙打个样 让他们看看 皇帝跟驸马之间 该怎么相处 李世龙不担心秦末 他当然很担心 看着地图 几乎没有什么合适的传差点 被发现的概率很大 失败的概率也很大 这是个吃力不讨好 还危险的任务 但是没办法 谁让秦末是自己的女婿 李世龙指着地图道 你要传插到古力干和侠家寺中间 才能够断了他们的后路 可这过去 要深入草原千里 非常的危险 而且没有援助 所以 你要想好要带的队伍和武器 秦末道 还有时间得我考虑 想要不被发现 还是以清齐兵为主 山地炮我带走三百门就行了 带一部分新式的压缩干粮 给马补充营养 草原上最不缺少的就是草了 干粮也主要带压缩干粮 炮弹 弓弩 子弹 这些小序都要 而且 想要避过去 肯定得晚上行军 这样最稳妥 秦末心里 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计划 这一次作战 同样很危险 但是李道远会先行一步去弃星 这样一来 会转移北奴龙亭的注意力 倒是让他压力稍小 其实 秦末心里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穿插断后 还不如指导龙亭 战争从来都不会百分百 按照设想的方向走 但是秦末也没说 主要还是看情况吧 实在不行 他绕后突袭 将他们逼着往前走也行 既然他们要立榜样 那就把苏运捧起来 到时候追究起来 一句战况瞬息万变 就能掩盖过去 秦末在心里盘算着 如果顺利 六月说不定就能解决战斗 不顺利 那就要延后到七八月份 这一次 朝廷这么大动静 北奴不可能坐以待毙的 你写个条子上来 朕让人去给你准备 李士龙道 谢父皇 下去休息吧 明天一早还要赶路 李士龙也有些困倦了 以前就算三天三夜不睡都没什么 现在到点不睡 就头脑昏沉 秦末离开后 回房 躺在床上 辗转反侧 少爷 有心事 重大会议 高要是没资格去听的 所以他还不清楚 秦末要带队穿插断后 小高多点一些拉住 把地图摊开 秦末洗了把冷水脸 睡意全无 高要健壮 忍不住道 少爷 您又要领兵上阵 嗯 秦末点点头 小高 怕不怕 不怕 高要道 不怕就好 这一次 少爷带你去抄后 把莫独老家给偷了 秦末黑黑笑道 见秦末说得轻巧 高腰神情却特别的凝重 一旁的画作大胡子的方唇 更是眼皮直跳 将军 这一次 咱们要带队突袭北奴隆亭吗 那倒不是 就是让咱们提前穿插到北奴隆亭后面 阻断他们的退路 那要是被发现了 岂不是很危险 方唇担心地道 危险是有一点的 别怕嘛 大不了干就行了 秦末道 北奴这些年过得不好 此时已经虚弱至极 莫独年老 君臣和医治邪接连的背叛 已经让这个草原雄鹰 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能不能压住北奴那些家族 还两说呢 就算压得住 只要败相一线 估计内部就要乱了 哦 那到时候 卑职就守在您边上 方唇道 你这大胡子 倒是忠心 秦末还是非常欣赏大胡子的 说道 等这一次赢了 我给你挑选几个 北奴贵族的女人 让你也当当老爷 方唇脸有些发烫 可好在 他现在脸涂得屈黑 倒也看不出来 只是憨笑道 我还是喜欢咱们大钱的姑娘 细皮嫩肉又吃假 你这夯货 要求还挺高 秦末摸了摸下巴 那行 到时候 我给你介绍个秦庄的姑娘 但是人家能不能看上你 我可不敢保证 方唇挠了挠头 看不上就看不上 大不了光棍一辈子 耸求祸 秦末笑骂了一句 然后认真地看起了地图 又拿来白纸 写写画画的 一直忙活到凌晨 才休息 见秦末一脸疲惫 高腰更是心疼 他小声地道 少爷本来说 他这次是来混日子的 却没想到 陛下还是让他领兵穿插 太危险了 假太监 咱们这些日子停战 一切以臭家伙的安全为主 方唇道 等打完了仗 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哼 我现在才没心情跟你这个骗子斗 高腰道 骗少爷 你要天打雷劈的 你不说他怎么知道我骗他 再说了 我不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他 方唇咬牙道 说我骗他 你还不是一样 高腰气鼓鼓地瞪着他 随即两人气气哼了一声 扭过头去 谁也不大理 两天后 队伍来到了关内道最北面 再往上 便是银州 银州过去 便是新北奴 途径数个城邦 便可直抵弃心 李道元领了三万大军 直奔草原 而李世龙带着其他人 继续向西走 终于 紧赶慢赶 在出征半个月的时候 抵达了甘州 李思逊带着拢右一众王族 百官出城迎接 微臣 参见陛下 皇礼出自拢西 李思逊更是拢西郡公 深受李世龙的信任 都平身吧 李世龙过去拉住了李思逊的手 跟阵一起进城 李思逊顿时感觉受宠若惊 虽然被李世龙拉着 却不敢跟李世龙并行 而是慢了他半个身位 甘州 元氏重镇 夹在土玉魂和北奴的中间 现在 土玉魂成了大前的领地 甘州针对的 只有北奴 连带着 整个拢右都宽松了许多 不似以前 天天害怕被打 而且 这边是龙兴之地 要是丢了 那就最大了 进到甘州 李思逊设了宴 但是李世龙却没有心情吃喝 甘州过去 就是宿州 到时候他镇守甘州 余下大军前往宿州入境 而宿州过去 便是沙州 而御门关 就在那里 其实从御门关直到龙庭 最好不过了 但甘州过去 还有个居沿海 居沿海过去 就是峡山口 那里 北奴有几万大军镇守 不把这个重镇吃下来 偷偷潜入 很容易被两面包抄 千年前 居沿海叫居沿泽 是祖籍北奴的前沿争地 千年后 仿佛又轮回到了原点 李世龙让李思逊详细地说明 拢佑的情形 李思逊道 居沿海约有五万大军 而且近期 北奴大肆地掠夺牧民 这些牧民从小在马背上长成 是天生的骑射手 稍加训练 便是英勇的战士 而今镇守在居沿海的北奴兵 不下十万 众人神情都是一领 北奴地域大 但是人少 为什么能有这么多空闲之事 就是因为这些牧民 假使北奴中庭有十万户 算他三十万人 他们就敢说 自己有三十万的空闲之事 而实际上 北奴是没有自己的人口统计的 因为北奴本族的人口稀少 融合的五湖 铁爵 契丹等等族不加一块 估计接近百万人 除去老弱富如 撑死五六十万的空闲之事 再加上草原人短命 成熟得早 估计十四五岁的少年 都拉上战场了 也就是说 居沿海新增的五万人 很可能把中庭部族给搜刮干净了 如果输了 直接可以宣告北奴中庭灭亡 而且是种族灭亡的那种 秦末想到了另一个世界 铁爵被划分了二十二州 有些州居然只有一千多人 最后因为人口太少 被迫取消了州府 因为这点人 根本不值得驻兵镇守 但现在这十万人 是实打实的 如果前沿放了十万人 那战线就拉得长 除此之外 赤后汇报 他们甚至连年轻的女人 都被拉上了战场 似乎要把北奴的一切都给压上了 硬生生将可战之兵 弄到了三十万 李四讯道 把女人弄上战场 那不是闹着玩吗 不过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程三府毫不在意地道 也不怪程三府小乔 女人和男人的力量 先天有差距 打起来 就跟大人打小孩似的 那也不尽然 李四讯道 莫独疯狂地狠 将他们的家人为要挟 勒令 要么在战场上拼杀 要么杀光他们的家人 本来就是破釜沉舟一战 莫独已经不在乎了 穷徒比见 垂死挣扎罢了 李世龙道 莫独真的会干这种蠢事 本来北奴内部就不和谐 弱大一个疆域 分裂成三国 他不好好的拉拢 反而干这种蠢事 怎么看 都有问题 秦莫摸着下巴 这他娘的 不会是调虎离山之计吧 不一定 秦莫开口道 居沿海虽然很重要 但不至于让他们 把一半的可战之兵 都压在居沿海 因为居沿海 距离龙幼太近了 而距离北奴的龙亭崖 差不多一千一百多里的距离 他们怎么会把战线 拉到一千多里呢 傻子都不会干这种事情 别忘了 除了居沿海 还有一个靠近关内道的赫兰山 虽说这一块 现在是新北奴的地盘 但对方是北奴人 他们要是假意装成 自己是新北奴的人 还是很有可能蒙混过去的 从赫兰山 便可知从关内道 然后南下 众人看着眼前巨大的渔徒 神情都是无比的严肃 秦莫没有停下 接着道 赫兰山也是个重镇 必然有重兵把守 如果对方冲不过这些关爱 在居沿海布置重兵 要么就是真的傻 费尽心思搜刮中庭的部落 把战线拉长千里 要么就是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东面有军臣 有吉舌和士丹的部队 他们从那边突击 自找没去 南下就更别说了 咱们几十万大军横在这里 硬碰硬 也是愚蠢的选择 那么他们 有没有可能向西 毕竟西边有医治邪 如果借到从后面 杀一个回马枪呢 对医治邪而言 他只需要借 又不用担太多的风险 若我们输了 对医治邪也是有好处的 任后责问起来 他只需要说自己把大量的战兵 调去了土火罗 自顾不暇 甚至说自己也死了不少人 你怪他又有什么用 秦末这一提议 让不少人都陷入了沉思 这种可能性不小 苏运连忙道 陛下 如此说来 西边不得不防 如果真如秦将军所言 对我们而言 是非常危险的 铤而走险 从后面突击 必然是突击主力 比如陛下所在 也只有这样 才能够迅速地结束这一仗 咱们拖得下去 可北奴拖不下去 贝加在中间的北奴中庭 紫园不足以供养他们 程三府眼珠一转 如果真如秦末所说 那他岂不是有大战打了 陛下 微臣守在西边啊 必不让北奴狗进一步 李士龙看着地图 此时 他已经觉得 战局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若阵势莫读 把半数战兵压在这里也数正常 人少了不经打 只要拖住大军就好 若不敌 输了 千里战线 反倒是缓冲 可以让他们有足够的时间 来调整应对 逃跑也好 反击也好 时间都足够 李士龙道 不过 西边也要防备 程三府 赠多给你一万人 你带两万人过去镇守 程三府苦着脸 是 俺老成遵旨 秦末也不再多说 这种事情上 提醒一下就行了 在不知道北奴情况的前提下 瞎说延误战局就是大了 现在的局势还是挺明朗的 一切都立好大前 众人商议了足足两个时辰 李士龙才下旨开宴 只不过 不许喝酒 也不许歌舞 一切从简 事业 秦末收到了六扇门探子的急报 是秦黑发来的消息 这小子策反了军城后并没有回京 而是继续在草原打探情报 最近草原风声收尽 他们在草原的工作也很难做 特别是那些被策反的胡人 都被强行征走了 一个部落里 往往只有老人 和比车孤陆还矮的小孩 而秦黑的急报中说 他们将老玉和老首杀死 以冲作军粮 节省粮食 搜刮有散部落 一切能吃的食物 秦末只觉得 胃里一阵翻涌 这让他想起了 东汉末年的的杰族 这个残暴的种族 行军打仗 不准备粮草 因为准备粮草 要浪费时间 还需要用很多人来运送 所以他们就杀人为食 杀的还是汉明 他们将汉明女子抓住 白天作剑 晚上杀之为食 也是杀狐令出来后 唯一一个被彻底灭种的族部 直觉告诉秦末 北奴人有诈 如此作态 看似拼死一搏 可他们杀了老人 把女人赶上了振钱 这是要绝种吗 可是现在情况不明 明天 他就要带兵前往御门关 等苏运大军押上 前往居沿海 然后直奔草原 要从这些部族的中间 穿插而过 危险重重 北奴人到底想搞什么 秦末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把自己所知道的计谋 都想了个遍 最终确定了几个可能 他把这些可能 牢牢地写在纸上 然后把每一种 可能发生的情况 都做了大量的分析 和应对方式 做完这些 天都黑了 秦末也感觉 大脑一阵阵地发昏 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 高腰早就让人 备好了大量的食物和补品 只等秦末开门 就送进去 他跟着秦末多年 了解秦末的习惯 每次碰到想不通的问题 他就会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一遍又一遍地想 哪有什么不败的战绩 只是他们少爷 把自己往死里逼而已 吃饱喝足 秦末直接蒙头大睡 什么也不管 李世龙差人过来 让秦末过去 都被高腰给拦下了 李世龙得知之后 也没有生气 反而道 朕心里没底啊 他现在居然睡得着 那就说明心里有底了 让他好好休息 李世龙很清楚 兔子逼急了 还要咬人 更何况是莫毒呢 要是莫毒铁了心压上一切 这一仗 还是很难的 第二天 秦末起来的大早 跟程三府一起出了城 这一次跟随秦末的 仍然是斗一爱和柴荣 这一万五千人 都是亲戚兵 而且这一次 他们只待了二十天的口粮 这无疑再次增加了行军难度 秦末算过距离 就算半个月抵达目的地 口粮也不足以 支撑到大战结束 除非杀马 那倒是能够再支撑一个月 除此之外 就是用麦夫 骨夫 混合豆子 青磕 盐 等高营养的压缩马粮 草原上不缺草 但是只吃草 战马会吊标 无法支撑长途奔袭 和接连的大战 这些粮草 人也是可以吃的 所以关键时候 这些马粮 能让人填饱肚子 程伯父 别过了 几天后 秦末抵达沙州 大军在这里分道扬镳 程三府亲看到 你小子 自己注意安全 你这任务 可是最难的 按老臣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陛下就不该让你 去执行这任务 虽说你是驸马 必须以身作则 但这也太危险了 一旦敌人发现你 很有可能将计就计 围困你 你千万记住了 虽然咱们武器远胜过他们 但一万骑和十万骑是两回事 一旦发起冲锋 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万不要掉以轻心 能不能活捉莫毒不重要 活下来 最重要 程三府虽说喜欢坑秦末 可关键时候 还是爱护秦末的 在背后编排皇帝 要是秦末是个二五仔 反手把他卖了 程三府哭都来不及 可这也说明 程三府是将秦末 当成自己人的 这才毫不避讳 程伯父也要注意 程三府深深看了秦末一眼 牵着缰绳 调转马头 走了 大军离开了沙州城 而秦末 则在沙州城做最后的修整 再次补充凉凉草 检查军备确定没有问题 直奔御门关 御门关 一直都是通往西域的门户 也是个极为繁荣的地方 而这里鱼龙混杂 肯定有北奴的探子在这里 所以秦末特意绕路 趁着夜黑绕过了御门关 朝着草原进发 而此时 苏运带着十万大军 兵临威元首捉城 此地守兵不过千人 距离居延海 也不过百余里 居延海 此时被北奴人霸占着 大军安营扎寨后 大量的探子回来禀报 报 将军 镇守在居延海的主将 是忽眼尤之子 忽眼安达 还有阿什的部首领 阿什纳师 忽眼安达和阿什纳师 都是北奴署的招的猛将 属于有勇有谋的那种 苏运压力不小 但是大前的军备远胜过北奴 他们没理由输的 徐洛一千五百人 打跑了一只鞋几万人 他们十万人 难道还搞不定十万人 优势在他 让大军休整 继续探 让人提前去买地雷 地雷买好后 派五千人去撩拨他们 把他们往地雷镇上引 苏运跟秦末分开之前 也跟秦末商讨过 他本人 也复盘过秦末突袭天象国的 全盘战略 秦末的战略也好 战前布置也好 都比他们之前的作战方式 要新得多 往往能够以最少的伤亡 达成最大的战略目标 苏运觉得 这点很好 是 将军 此时 居沿海旁边 忽颜安达正和阿什纳斯 坐在那里钓鱼 两人的脸上 看不出丝毫的慌张 直到探子回来禀告情况 两人脸上的表情 才有了波动 哦 已经到微元首捉成了 看来这几天就要见真章了 忽颜安达笑着道 让他们赢呗 一时的输赢又能如何 如果能够重挫前军主力 从他们的手里缴获武器 便是我等反攻之时 阿什纳斯眼中透着贪婪 就是不知道 他们会不会上当 赢会让人上瘾 没人会喜欢说 我也一样 忽颜安达道 我已经做好了 折损几万人的准备了 只等他们上钩 阿什纳斯摇摇头 虽说这一切 都是为了迷惑前人 但是蝉鱼不应该杀了这么多人 内部已经有很多人不满了 放心吧 所有的不满 在重挫前军之后 都会消失的 忽颜安达道 要不是君臣和医治邪狼子野心 蝉鱼也不至于破釜沉舟 背水一战 说来说去 这都是前人卑鄙的阴谋 先下去吧 让百长带着小谷骑兵去侵扰他们 不要跟他们打 侵扰完就走 阿什纳斯对着探子道 要搅得他们不得安生 是 又有大都爱 探子下去后 忽颜安达收了肝 走吧 咱们在这里守了几个月 是时候干点正事了 阿什纳斯伸了个懒腰 等赢了 就把你阿爸给赎回来 事业 苏运刚歇下 就被赤后的急报给惊醒 怎么了 苏运道 报 将军 有小谷北奴骑兵来袭 被赤后队给打退 杀敌三十余人 我方无人伤亡 赤后道 苏运皱起眉头 没全肩吗 没有 他们来时天色已晚 并不好追击 再加上当时正在布置地雷阵 害怕暴露计划 这才没有继续追击 你怎么知道 地雷阵没有被他们给发现 苏运神情凝重 他娘的 北奴人真他娘的鸡贼 已有的 地雷阵不要管了 重新选择其他地方布置 主要苏运在等秦末那边的消息 他要为秦末争取时间 等秦末进入草原 他肯定发动攻击 是 将军 赤后离开后 苏运让人做好巡逻防护 结果刚睡下不到一个时辰 赤后再次来报 又有小谷骑兵来犯 直到天亮 苏运也没有睡上一个完整的觉 跟着苏运的是李思勋的儿子 李安康 他上前道 北奴人在学咱们的十六字真言 就是想侵扰我等 让我们疲于应付 苏运心里不免有些烦躁 可他很清楚 这种时候焦躁 只会让自己乱了分寸 当下便说道 他们不是喜欢侵扰吗 那就比比谁更厉害 耗死他们 李副将 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是 将军 李安康拱了拱手 便走出了军帐 随后 苏运又叫了几个来混功劳的勋儿带过来 这些人就没有秦末带的那批人机灵 更傻子似的 陛下让他们过来 除了锻炼他们之外 还想让苏运把这一批人给给拉起来 可是他越看越窝火 一个个蠢得跟猪似的 逮住几个人骂了一顿后 苏运冷静了下来 他承认自己没有秦末战功高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比秦末差 他苏运出道以来 也是无一败计 他只是缺一个机会而已 这一仗 就是他证明自己的机会 双方一直互相侵扰了近七天后 苏运收到了秦末那边送来的急报 看完急报 苏运忍不住笑道 好 时机成熟了 把李安康他们叫过来 很快 李安康等人进入了营帐之中 按照自己的官职坐下后 苏运道 是时候对居沿海的北奴大军发起进攻了 谁来做先锋 李安康当然不让道 将军 卑职愿当先锋 其他人也是嗷嗷叫着 要当先锋 苏运却道 先锋好做 但是这一战 却是要输 而且要输得像真的才行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锦锁眉头 一人不解道 为何要输 居沿海过去 就是峡口山 这峡口山北至张叶和 区取过同城镇至峡口峰 总三千七十八里 山市雄起险峻 孤峰耸立 山体威夷绵延 曲折往复 有马不双配 车不双驾之势 一旦他们退至峡口山 这一战就难了 明白吗 苏运道 就算我们有枪炮之力 对方占据地力 也是尽可攻退可守 难度大大增加 众人这才明白 苏运的苦心 可是 北奴人有这么容易上当吗 李安康道 除非用兄弟们的性命做诱饵 否则 他们绝对不会轻易上当的 苏运皱着眉头 这些天 双方拉扯 北奴那边死了近千人 他们这边也死伤了三十余人 这种侵扰 让苏运也是越发的焦躁 前期展现出来的强悍战力 要是贸然输了 北奴人肯定不会信 这不可能 咱们大前将士 每一个都是无价之宝 岂能轻易舍弃性命当诱饵 苏运摆摆手 既然如此 那就再拖一拖 但是这之后 战斗要以输和平局为主 要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侵扰起了作用 众人也是无奈 这些人占据的位置太好了 只能继续拖着 而此时 李道运已经越过了新北奴 来到了北奴中庭 和新北奴的中介线上 再往前 就是阎洪达井 这里是 昔日铁绝留下的一个重镇 过了阎洪达井 就是汽兴 汽兴部 是以姓氏为地名的大部落 是北奴龙亭 仅次于北奴贵族四姓 和阿什的部 最骁勇的部落 其部落首领 汽兴永立 在草原上 也是威名赫赫 狠王 君臣派人过来了 之后来报 让他进来 李道运道 很快 君臣派来的使者进了营帐 看到李道运 他行李道 尊敬的横王殿下 我是君臣 蝉鱼坐下右股黎王 阿什纳土门 我代表蝉鱼向您问好 作为君臣的心腹大将 君臣得到大前册封后 也是把他提拔成了右股黎王 右股黎王不必多脸 请坐 阿什纳土门入座之后 李道运道 这一次攻击汽兴 我需要蝉鱼的帮助 那汽兴部 是大部落 这一次 我只带了两三万人 恐怕不能将汽兴部一网打尽 蝉鱼在乔巴山附近 距离汽兴很近 我希望蝉鱼能够先攻 他也是毫不客气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阿什纳土门 心里都骂开了 太贼了 本来他们去年就可以进攻汽兴部了 但是前人心思多 迟迟不让他们出兵 再加上士丹 急舍几万大军横在头顶 绝了他们北上的路 经过一年的封锁 北奴中庭虚弱到了极点 已经出现了以人为食的情况 多好的机会啊 他们要是出兵 必然能够吃下绝大国土 可惜 大前不让 现在他们一句话 就想让他们当垫脚石 哪有那么容易 横王殿下有所不知 去年大战 我心北奴也是损失惨重 军备更是折损无数 照理说 当先锋亦不容辞 可是手中没有衬手的兵器 身上没有厚重的铠甲 经过一个寒冬 连战马都饿得掉镖 实在是心有余 而力不足 阿什纳土门喊穷道 李道远心中冷笑连连 当他傻子呢 既然如此 那就算了 那我就让吉蛇和士丹当先锋了 日后打下来的土地 就分给他们好了 阿什纳土门愣了愣 这里道远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 真把这些土地分给两国 那岂不是彻底把新北奴 给包饺子了 横王殿下 他们两国距离弃心太远了 还不如让他们去鼓励干 拦截莫独的退路 阿什纳土门道 我原也是这么想的 不过又古力王说 你们损失惨重 军被折损严重 我也不能逼着你们去送命不成 原本 我想着攻下了弃心 就向陛下奏请 将这块高于的土地 赐给新北奴 现在看 倒是不用奏请了 李道远一脸的可惜 算了 拼一拼 应该也能拼过的 就烦请又古力王回去 跟君臣缠于转述 到时候 士丹及和大军过境 还请行一下方便 言下之意 就是送客 阿什那土门屁股 都没有做热闹 他观察李道远的表情 见他不似说假话 心里也是焦急 他们在乔巴山待了快一年了 早就想挪窝了 本来想借机捞点好处 可李道远不按套路出牌 而且 他看了这一批前军 装备之精锐 看得他眼红不已 那假皱乌黑泛着冷光 一看就是最上等的金刚之城 箭矢难穿 还有那一门门雷霆炮 恨不得全都抢走 横王殿下 急蛇是单两国军队 距离气星太远 这一来一回耽误时间不说 还容易延误战机 我们虽然损失重 但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希望横王殿下 能送我们一批军备 我们立即发兵 李道远却忽悠道 主力在后面 我们怎么可能携带 大批量的军备 如果大军来了 也就不需要军臣不当先锋了 我们大前 向来是不会亏待功臣的 等战事停歇 必然会论功行赏 今年 君臣不寸功未利 张口便要军备 这要是传到陛下耳中 你让陛下怎么想 这些年来 大前的粮草 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北奴 让新北奴过上了衣食无忧的日子 再看看急蛇和士丹 可从来都不会提前问我们要军备 该给的赏赐 我大前不会吝啬分好 不该要的 也别伸手 说完 李道远起身 先开了帘子 又鼓励王 请吧 阿什纳土门进来 连口水都没有喝 再看李道远 脸上带着一丝不耐 显然是生气了 李世龙御驾轻征 几十万大军在边境 这种事后激怒李道远 要是事后算账 太不划算了 北奴没有分裂 大前尚有实力对抗 现在北奴分裂成这个鬼模样 怎么打 想到这里 阿什纳土门咬牙道 三万先锋部队 可行 李道远道 多少兵力随你们 只要你们能钳制住气心部三天即可 到时候 我们双面包抄 吃下气心部落 我算你们守宫 陛下一高兴 少不了你们的功劳 到时候 无论是军备 还是粮草 都不会少的 好 我信横王殿下 但口说无凭 不如横王殿下写一封信 我向蝉鱼也好有个交代 阿什纳土门道 李道远脸色这才稍微好看点 他放下了帘子 也罢 那本王就写封信 又鼓励王一路舟车劳顿 也辛苦了 我这就让人埋锅造饭 一会儿咱俩喝点 说着 就坐上去 开始写信 阿什纳土门坐在一旁等候 小兵也端来了上等的香茶和点心 他这才松了口气 心里则是在想 李道远身后 到底有多少主力大军 因为李世龙御驾轻征 所以边界线主要要道 都开始封锁了 新北奴这些人想探听消息 也变得更难了 李道远随后胡扯的一句 阿什纳土门真信了 半点好处没捞到就低头 也是害怕秋后算账 写完了信 用火气封好 李道远把信递了过去 阿什纳土门检查了一遍 确认没有破损 才塞进了衣服里 走 右股利王 咱们今天必须喝上一杯 李道远拉住阿什纳土门的手 满脸是笑 变脸之快 令人叹为观止 阿什纳土门喝得微醺 也没多待 带着信就离开了前军驻地 一阵风吹过 阿什纳土门清醒了不少 他回头看了看 冲着自己挥手的李道远 不由道 我是不是被忽悠了 第三天 阿什纳土门回到了乔巴山驻地 军臣立马召见了他 跟前军谈得怎么样 阿什纳土门舔了舔有些军烈的嘴唇 把这一次会面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前的主力部队还在后面 李道远说 有十万人左右 在甘州 宿州 都有七八万大军 这一次 他们足足动用了三十五万大军 骑兵就有二十万 雷霆炮万门 步枪二十万支 手雷人手五个 子弹都有四五百万发 阿什纳土门 每说一句 军臣脸上的血色 就少一分 雷霆炮万门 步枪二十万支 子弹四五百万发 手雷人手五个 这要是上了战场 一人来一枪 就没几个人能站着了吧 秦黑曾经带了几门雷霆炮过来 那威力 他是见过的 万门 他都不敢想了 那毁天灭地的场景 只是想想 就觉得遍体生寒 假的 大前人肯定夸大其词了 军臣说道 这是蛊惑人心之言 用来吓唬敌人的 阿什纳土门苦笑一声 可是 黎道远带领的先锋部队 援手一把步枪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一种短枪 虽然没有步枪威力大 但是射程同样很远 威力比弓箭要强不少 雷霆炮看了一眼 恐怕不少于千门 那手雷一箱箱的 堆成了山 这都是陈和其他人 亲眼所见 军臣头皮发麻 本来还想骂阿什纳土门的 现在却改口道 你做得很对 不能让吉蛇和士丹出兵 否则这两国把北方给占据了 咱们新北奴 就彻底被包围死了 这两国 有大前的驻兵 还有大前的新式武器 战力不容小觑的 他在营帐中走来走去 你亲自带三万骑兵 前往气心 拖住气心部 这一战手工 我新北奴必须拿下 阿什纳土门连忙道 是 微臣遵旨 等阿什纳土门离开军帐后 秦黑掀开帐篷进来 谗鱼 您找我 秦先生 快请坐 君臣拉住秦黑的手 道 你说让新北奴那副大前 不会国夺新北奴国号 可是真的 自从新北奴成了大前附属国后 君臣无时无刻不处在被秦黑的恫吓下 秦黑恫吓也不是那种小人得志的嘴脸 而是潜移默化的 在君臣的心里 种下了大前天威不可抗拒的种子 这一次 阿什纳土门的话 直接把君臣心里的种子给催上了 而且 去年新北奴去年派人去了新北奴朝贡 使者把这一路上的所见所闻 说给君臣听 跟秦黑说的是半点不差 甚至有些地方 秦黑说的还低调了 使者回来后 君臣足足两个晚上 没怎么睡着 秦黑拿南帆来举例子 南帆的人口比北奴还要多 现在怎样 还不是被打得丢掉了大量的土地 而且 南帆即将内赴 一旦南帆内赴 大前瞬间就多了几十万的可战之兵 新的赞谱 可是大前皇帝的外甥 君臣都骂了 前两年 他还有点傲气 现在是半点傲气都没了 有些时候一想到大前 就觉得坠坠不安的 觉得心慌得紧 秦黑见君臣皱着眉头 眼里满是慌张的样子 心下大定 书爷的主意真好 这君臣果然惶恐了 上兵伐谋 乃攻心之术 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连忙拍了拍君臣的手臂 缠云莫慌 这件事 听我细细与你分析 好 君臣坐在了秦黑的对面 就听秦黑道 此次我大前发兵三十多万 算上盟友的兵力 是十打十的近五十万 这还没有算上运送粮草的名夫 如果算上 那十打十就是六十万 要知道 北奴撑死也不过百万人口 除去老弱妇孺 至多四五十万的空闲之事 这要是以前 的确是势均力敌 可现在大前的武器更新了几代 缠云心里是清楚 人数优势 已经不算什么了 大前英国公二子 徐洛 率领一千五百人 攻陷了三五万人的秋辞 这是实打实的 我们秦郡王之子 率领几万人 就攻陷了两千万人口的天象国 难翻就不用说了吧 这两年就要归入大前了 上面都已经谈好了 到时候保留赞普的统治权 跟大前一起立法 跟大前荣华富贵 再也不用愁吃穿 更不用担心外敌侵扰 去岁 我们大前粮食大丰收 及时的粮食 大前人加一块 几年都吃不完 以后每年都有这么多的粮食 禅于您想想 大前人口多 武器好 粮食不愁 凭什么会输给一个资源贫瘠 吃不饱 人口少的国家 说实话 草原这么贫瘠 无遮无拦的 完全靠天吃饭 天天追逐着水草走 有时候牛羊繁衍太多了 把草场给吃得一干二净 来年就不怎么长了 还要带着族人四处在茫茫草原上迁徙 说到这里 秦黑叹了口气 说实话 我意外人都觉得苦 觉得累 若是北奴也能像大前一样繁荣 蝉鱼您觉得自己还需要在劳碌奔波吗 说句大逆不道的话 谁不是为了那点权柄 享受一下荣华富贵 大前这两年难道亏待蝉鱼了吗 想想这两年的大雪 您不足可还有人穿不暖 吃不饱 冻毙于风雪之中 这都没有 君臣摇摇头 想想这几年 真是这些年来 他过得最舒坦的日子 有些事不需我说 蝉鱼心里都明白 秦黑笑着道 我之前也跟您谈过 为什么中原王朝千百年来 都占据着中土 而草原各族 即便赢了一时 也不可能入主中原 就是因为 一个是农耕社会 一个是游牧社会 农耕社会稳定 潜力大 游牧社会虽然也能活下去 但碰上天灾人祸 直接亡国灭种 天花您知道吧 咱们大前现在已经不怕天花了 有治疗天花的药 但是 您能受得住吗 大前人要是把天花 投入您的亡庭之中 您的部落族人 要死多少人 我说的保守一点 死个一半不过分吧 要是这时候 再派人来打你们 你们死不死 这项决策 被陛下给否决了 认为投天花 有伤天和 要不然 一个天花 就能整垮整个北奴 听到这里 君臣身子不由自主地一颤 他想起了一些往事 其实 天花也在草原流传过 要是一个部落得了天花 基本上就被狼神给遗弃了 运气好侥幸不死 也丢掉半条命 所以 大前要对付北奴 其实办法太多了 您防不胜防的 但是我说的这些办法 您知道 却没有任何办法去对大前施展 这就是文化的差距 所以蝉鱼 现在您眼前有一个机会 让您缩短这个差距 大前有一种倾注法 可以让牧草储存一年 要是碰上寒冬 有了这倾注法 便可以将倾注喂养牛羊 再也不用追逐水草 过那些流离失所的日子 其次 我们还可以种植牧草 这些大前同样掌握了技术 也可以一并传给蝉鱼 有了牧草 种植技术 哪怕这一片草地被吃光了 有了种子 来年还是能长得郁郁葱葱 而且还可以教你们制作肥料 增加地理 解决了牛羊马过冬无食的问题 那么算是解决了北奴千百年来存在的头疼问题 其次 这君账虽然好 但是郁寒能力一般 蝉鱼难道不想住上大房子 大前能帮你们做到 同时 还可以修建牛羊马棚 让他们冬天免于冻死 更可以免于被饥饿的草原狼咬死 如此一来 牛羊马也好 人也好 再也不用担心吃不饱 穿不暖 最后 大前会在草原上修建城邦 就像边界线上 那些住进城中的牧民一般 有宽广的大马路 有吃不完的粮食 大前的稀奇玩意 会源源不断地进入新北奴的千家万户 那些部落 只会歌颂蝉鱼的英名 日后两国再无界限 新北奴人会成为大前的新北奴族人 而蝉鱼会成为新北奴族人 唯一被大前认可的领袖 大前不灭 蝉鱼不灭 荣华富贵 千年万年 那日子只是想想 就觉得美得不行 蝉鱼觉得呢 君臣已经愣住了 秦黑描绘的世界 令人垂涎向往 他拉住秦黑的手 再三地问道 秦先生 这些 当真能实现 不是能不能实现 是必然能实现 无论是技术还是时机 都已经成熟了 秦黑笑着道 蝉鱼 您也是个了解历史 博学多才的人 要是这时候 跟大前犯魂 那日子可不好过的 我知道 北奴龙体那边派了人过来 想接到 但是您拒绝了 君臣脸色顿时变得尴尬起来 新北奴和北奴不是同一国 本蝉鱼自然不会听信他们的话 我这么说吧 如果他们侥幸不死 逃遁到了大漠深处 那种贫苦 想必不好受 蝉鱼应该也知道 大漠深处的贫困 秦黑探声道 所以 您要不要那副大钱 决定全在您手中 是一战奠定自己的地位 还是继续游离 和大钱虚与尾夷 都由您说了算 大钱不会强迫 另外 我还可以再跟您说个小道消息 什么消息 事单何吉蛇 也有那副的意思 秦黑扯虎皮拉大齐道 您自己想想吧 说到这里 秦黑不再说话 而是默默拿出一根情子 递了过去 君臣眼神有些呆滞地接过情子 以前他可爱抽着玩意了 此时却未如嚼辣 事单何吉蛇 居然也要那副 那副和附属国 还是有区别的 附属国 就是大家 认同一个宗主爸爸 那副 就是直接并入大前 以后大家就是彻头彻尾的自己人了 事单何吉蛇 实力还是不错的 他呼出一口烟气 最终还是做了决定 好 我那副 但有条件 我鸾滞市必须世世代代为蝉鱼 鸾滞市是蝉鱼的姓氏 这姓氏沿用千年 内附之国 拥有独自立法的权利 享有合法的统治权 但是法案必须和大前方面共同商议 到时候 大前会派遣官员过来治理新北奴族 新北奴族人也可以去往中原认官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分彼此 我秦某人可以保证 鸾滞市和大前共存亡 君臣彻底动心了 一咬牙 好 那我现在就写信 麻烦秦先生 转交给大前皇帝陛下 秦黑却没有一口答应 而是迟疑道 蝉鱼不跟大臣们商议 不须他们同意 本蝉鱼可做主 君臣就是喜欢搞一言堂 秦黑却道 不可 蝉鱼 姿势体大 我虽然很想让新北奴融入大前 却知道此事急不来 不如说服众人 大家才能齐心协力地 把这件事做好 若是离心离德 大战将起 岂不是平天事端 秦黑说的 也是在秦在里 君臣心中更是信任他 拉住秦黑的手 感叹道 秦先生 你事事设身处地地为我着想 真叫我感动 那副大前 必然会有许多人 说我君臣数点望祖 背弃狼神 但是秦先生放心 我意已决 新北奴只有那副大前 才有出路 这草原太平洁了 不掠夺就活不下去啊 跟中原王朝斗了千百年 虽有小圣可屡屡碰得头破血流 这草原上出现了多少种族 最终都落得个灭族的下场 大前已经崛起了 冰封之盛 远超历朝历代 名帅大将 更是如天上璀璨的星辰 数之不尽 天克汗陛下的威望 震骨朔金 我君臣服了 他走到暗读前 写起了那幅书 最后加盖上了大前赐给他的保印 确定无误之后 说道 秦先生 若可以 我想与你结交 封你为玉帝 秦黑愣了愣 玉帝 他连连摆手 万万不可 我秦某人何德何能 能跟禅于结交 秦先生是瞧不起我 君臣洋装愤怒 心里却很清楚 只有把秦黑绑在新北奴 这架战车上 才能获得更多的好处 而且这秦黑 是秦族人 秦族可是京城第一大族 秦向儒 秦末 都出自秦族 有秦族人背书 他也能掌握更多的主动 君臣把话说到这个份上 秦黑想了想说道 玉帝不敢当 大前西游记 禅于也看过 这本书中的陛下 是秦驸马都尉以陛下 为蓝本写出来的 我不敢当这个玉帝 是我没想到这一点 君臣哈哈大笑 说道 那就委屈秦先生 当一当左骨骊王了 我再给你一万旗 这一万旗 就归贤弟使花了 秦黑也是没想到 君臣居然会给他一万旗 可转念一想 他就明白了 给这一万旗 是表明他内附的决心 要是皇帝知道了 肯定不会怀疑 当下 便常败到地 谢禅于 秦黑必不辜负禅于信任 君臣将他掺了起来 笑着道 不能叫禅于 要叫兄长 秦黑连忙拍了拍自己的嘴 瞧我这嘴笨的 谢兄长信任 哈哈哈哈 好 得一贤弟 人生一大喜也 君臣道 今天 定要跟贤弟 不醉不归 秦黑醒来的时候 身边还躺着俩女人 这俩女人 是君臣的妾室 还是比较受宠的那种 想起醉酒后的荒唐 秦黑也是摇头 不过草原人的确比较奔放 他们就信这个 以此来表示彼此的亲近的关系 被秦末宠信了之后 这两个妾室 就是秦黑的了 他必须带走 不带走 就是瞧不起君臣 好在 这两个女子 姿色还不错 起身的时候 那两个妾室 连忙起身 伺候秦黑 秦黑也毫不可及 任由他们俩个古道 穿戴立正后 秦黑出了营帐 就看到君臣背后背着长枪 手里 还拿着一把短枪 看到秦黑 君臣把枪丢给了侍从 下马道 贤弟 昨晚休息得可好 那两个女人伺候得如何 谢兄长 我休息得很好 秦黑拱手道 哈哈 那就好 君臣拉着秦黑手道 这新出的手枪 太棒了 居然可以连发 过瘾 虽然没有步枪那么大威力 但是也不是弓箭可以比拟的 若是贴身交战 可以迅速地掏出来 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我这一次 还带了一些枪械和子弹 应该可以让兄长成立一个贴身护卫队 有了这护卫队 谁敢不从 兄长直接击杀 君臣大喜过望 他现在爱枪械 远胜过女人 这玩意的威慑里 可比弓箭强多了 谢了贤弟 为兄再送你两个女人 而此时 阿什纳土门带着三万大军直奔弃星 还不知道自家的铲鱼 连带着整个新北奴卖给了大钱 三万青旗 也就三日不到 就赶到了弃星部 弃星部是个五万人的大部落 被莫独打下来后 就献上了自己的忠诚 部落首领弃星永利 也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 穿着生铁锻造的盔甲 单单是那一身盔甲 就重于八十斤 手中的武器 是一把长柄的狼牙棒 重约七十斤 他是弃星部的第一勇士 也是莫独清风世袭网替的左大当户 左大当户跟左右古离王 左右大将都属于北奴世袭的官职 报 首领 新北奴率军前来 赤后匆匆来报 弃星永利正在擦拭自己的狼牙棒 问道 领兵的是谁 有多少人 领兵的是阿什纳土门 对方号称有六万人 赤后回道 哼 叛徒走狗 弃星永利冷哼一声 穿上盔甲 叫上狼们 狙击这些叛徒走狗 相比大前 他更恨阿什纳土门这些叛徒 这些人的出现 完全就是脚屎棍 很容易破坏 莫毒缠鱼的计划 可是大敌当前 除了御敌 也没有任何办法 弃星部骁勇善战 可战之兵 约莫三万五千人 而此时守在这里的 只有两万人 其余人都被调去了龙亭 这两年 大家过得太难了 连年的大雪 连年受灾 有些小点的部落 都一子而食 他上了战马 看着整装待发的部落战士 说道 阿什纳土门来犯 务必将这些狗贼 击杀于草原之上 不让他们前进一步 杀死这些狗贼 狼神会审判这些叛徒的 剑士器可用 弃星勇力点点头 冲锋 行军十五里后 弃星部的人 碰到了阿什纳土门 带领的三万大军 狭路相逢勇者胜 阿什纳土门不慌不忙 奔射 他们的剑士 都是大钱制作的 威力比他们之前用的 要强不少 而且还是铁胎工 这铁胎工 无论是北奴还是大钱 那都是勇力过人 和身份高的人 才能使用的 而现在 他们足足有五千把 为了方便更好的开工 这铁胎工 也是经过了一定的简化 拉起来也没有那么吃力 要不然拉个几件 手臂都要拉废了 剑足在金枝里滚过 一旦擦伤 被感染的几率 将大大增加 放 搜搜搜 剑士冲上天空 划过了一道弧线 最后以下坠之势 狠狠地冲进了 敌方的阵营之中 金刚制作的剑足 轻易地洞穿了 他们生铁打造的盔甲 剑足入肉 生不如死 铁胎工制作的长弓 射程更远了 威力更大了 而弃星族使用的 还是北奴弓箭 他们的剑士 在足夜上穿有小孔 剑足的下方 带有钻孔的鼓球 射出后裕风发响 故称鸣笛 他们的制弓技术 在这之前 的确要胜过大钱一些 可现在 这技术已经被超越了 但是 成批量的剑士 依旧是最可怕的战争武器 有效射程超过30杖 最远射程50杖至80杖 弃星勇力怒火中烧 催动战马 一马当先杀将过去 阿史纳土门 此时也非常的冷静 他们武器好 必须把这个优势 发挥到最大 而且 他们的盔甲 也是新式的前式盔甲 剑士难以射穿 虽然装备的不是很多 但他们的战刀 都是大钱生产的 刀刃脆了金刚 锋利无比 只可惜 大钱人舍不得 把他们的末刀给他们 要是用末刀队 必然能够杀的 弃星部片甲不留 第五轮 剑士射完 双方短兵相交 阿史纳土门抽出了横刀 杀 杀 君臣部的战士 抽出了脆了金刚的横刀 这刀可比他们 之前用得好太多了 不仅重 而且锋利坚韧 借助战马冲击的力量 甚至能够破开他们的盔甲 强横着 甚至一刀 将对方拦腰斩断 这些叛徒走狗 居然连战马都穿了甲剧 弃星勇力挥舞着狼牙棒 心中是忌愤怒 又觉得羡慕 那甲剧一看 就是上等金铁 阿史纳土门人数比他们多 武器比他们好 已经站在了上风 他突然有些后悔 这么轻敌了 阿史纳土门平日里并不出众 远不如阿史纳苏密和阿史纳乌墨 所以 先入为主之下 他觉得 自己这一战必胜 击杀弃星勇力 赏战马牦牛个白痞 烧刀子五十斤 女人一个 官升三级 阿史纳土门高声道 这句话 直接让军臣部的战士 激动地嗷嗷叫 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好处 凭借着兵器之力 甲咒之防护 这些人冲杀起来 更是不要命 原来 李道远让阿史纳土门 拖住弃星部 却没想到 这一仗直接把气星部给压了下去 而且 气星部似乎并没有清朝出动 阿史纳土门一剑 击杀了一个气星部的战士 喘息着粗气 快 粘住他们 他们要逃 两军相交 拼的 就是必死的决心和勇力 败事显露 如果继续拼杀下去 那就是大面积的逃窥和伤亡 气星勇力虽然不甘心 却也明白 此时如果继续下去 很有可能全部折损在这里 虽愤恨 却也无能为力 前方的战士拖住了敌人 他们再次搭弓上弦 几轮仰射之后 距离就拉开了二三十丈 想逃 没门 阿史纳土门见状 怒声道 追击 那可是气星勇力 杀了气星勇力 他阿史纳土门 就是草原上数的招的猛士 他也没想到 自己会将拖延战 硬生生达成了追击战 追了几里之后 一个副将道 又鼓励王 他们会不会有诈啊 那其气星勇力 战功赫赫 怎么会一个照面 就被我们给打败了 而且 他们这一次带的人这么少 说不定背后有援军 只是洋装失败 将我们引诱过去 还是谨慎一些的好 阿史纳土门正在信头上 听到这话 此时也是冷静了下来 思来想去 觉得副将说得有理 不甘心的道 不要追了 回去清理战场 清点伤亡 该死的东西 真该死 气星勇力 逃回部落之后 身上还插着两根箭矢 即便鲜血不住地躺 他依旧毫不在乎 手中的狼牙棒 带着一些骨肉 鲜血从上而下滑落 将气星勇力的手 染成了红色 部落里的巫医道 首领 我要拔箭矢了 您忍着点 气星勇力推开巫医 攥住胸前跟腿上的箭矢 直接拔了出来 箭足勾带了一片血肉下来 直接留下了一个坑洞 他脱下了甲皱 伤口里正密密地流出血液 巫医连忙往伤口上撒药 首领 这箭矢上滚了金汁 千万要注意 这几日是不能再战了 咱们还是回龙庭吧 气星勇力脸色阴沉 闭嘴 我现在回去 岂不是怕了那叛徒走狗 而且 现在连前人还没看到 我就这么回去 计划岂不是全盘打乱了 巫医不敢再说话 气星勇力又到 损伤轻便出来了吗 负责这一块的族人都不敢说话 还是气星勇力逼问下他才说到 回首领 这一战 我们折损了5790个弟兄 听到这话 气星勇力双目圆瞪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为什么会折损这么多 首领 那军臣部的叛徒们 得到了大前的资助 兵器精良 而且这两年白灾 有大前的供养 没有丝毫损伤 赤后来报说 军臣部过得很好 大前人甚至还带去了 大量的郎中和兽医 去帮助他们 这两年 军臣部就有四五千个孩子诞生 除去先天夭折的孩子 竟无一个孩子死伤 那人苦笑道 首领 北奴没希望了 不要再负于顽抗了 只是军臣部我们都打不过 若是大前人的主力来了 我们怎么打 他们的兵器 可比军臣部的还要厉害 住口 气心永利大骂 您就算杀了我 我也要说 莫独产于老了 没有以前英明了 他杀老人冲作干粮 逼女人上战场 这个国家没希望了 咱们气心部 本就不是北奴的部落 军臣作为北奴左贤王 他都能想 为什么我们不能想 继续替北奴卖命 我们有好处吗 你给我住口 气心永利气喘如牛 双目充满了血丝 我气心部不做二姓家奴 君臣叛徒狗贼也 以后所有草原的汉子 都会嘲笑他 讥讽他 唾弃他 首领 难道带着整个气心部灭亡 就是忠臣了吗 一行人跪倒在地上 求首领为了族人考虑 为大局考虑 莫独老了 后继无人 继续跟着北奴 就是死路一条啊 气心永利脸色特别难看 加上受了伤 脸色轻一阵白一阵的 我此时若降了 那一万多兄弟 还有两万多妇孺 就不管了吗 气心永利骂道 一群蠢笨不堪的东西 莫独禅瑜说是戒调 实际上就是怕他们出功不出力 逼着他们死战 而这么久了 他也不知道龙婷的情况 首领 我看莫独禅瑜 就是想拉着我们一起去死 君臣依治邪逃判 他后继无人 四大家族 难道会效忠一个没有后的禅瑜 就是 他们躲在后面 让气心部 阿什纳部 阿什的部当前锋 这不是摆明了 想让我们消耗敌人 我再说一遍 给我住口 气心永利沉着脸道 你们怎么知道 部落里没有叛徒 要是叛徒 把你们今天说的话传回龙婷 我们同胞会如何 你们知道吗 我们已经被逼得没有退路了 懂吗 在这里好好镇守着 首领 我们不能坐以待毙 莫独不把我们当人看 那我们也不为他效力了 不如偷偷派人去找前军 暗中投降 然后再去龙婷 杀他的翻天覆地 救回咱们的族人同胞 如此大功 前人肯定不会亏待我们 再不计 也不会杀了我们 说不定还能像军臣部那样 封首领当个王 把气心这一块地盘 永久地划分给我们不足 日后天寒地冻 有了大前的公养 再也不用没有目的迁移 多好 气心永利不说话了 也逐渐心动 可是此时阿什纳土门追得这么紧 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打上来 前人在哪都不知道呢 首领 不要再摇板了 北奴没希望了 带着族人活下来 才是最重要的 气心永利长叹一声 说道 可是阿什纳土门追得这么紧 这两天肯定还有大战的 这好办 派人去找阿什纳土门 找不到前人 那就把这个功劳 让给阿什纳土门 气心永利张了张嘴 又想到了莫毒缠鱼的计划 这计划真的能行吗 舍弃这些人 重击前军主力 能做到吗 事业 李道远带着三万大军来到了颜红打井 这里不过驻守了千余人 直接被李道远给绞杀了 他甚至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直接将这一批气心人给削手 割下了他们的耳朵 算上时间 军臣部的人应该已经跟气心部的人打上了 输赢暂且不知道 只等赤后来报 在颜红打井补充了水后 李道远重新选择了一个一守南宫的地方做驻地 快的话 明天早上应该能收到赤后的消息 结果后半夜李道远就被吵醒 恒王 赤后回来了 副将提醒道 李道远瞬间清醒了过来 从睡袋里爬起来 这个睡袋既保暖又轻巧 容易携带 睡着了很有安全感 他拍了拍脸 走过去 前方如何 禀恒王 昨日卫视中 阿什纳土门率三万大军 在气心部十几里外杀敌三千余人 俘虏两千余人 重创气心部 赤后回道 哦 李道远拖长了声音 这倒是很让他意外 第一仗居然就重创了气心部 没想到啊 这阿什纳土门有两把刷子 知道气心部内部的情况吗 不敢靠得太近 但是看得出来 气心部人不多 应该不会超过两万人 赤后道 有可能是被北奴隆亭给抽掉走了 李道远瞇着眼睛 不管是不是被抽掉 这都是个好机会 这第一仗就让君臣部拿走了 他这个先锋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开婚呢 通知下去 叶行军 李道远看了看时间 不过丑时左右 速度快的话 明天一早就能够抵达气心部 君臣部在东边 他们绝对想不到 前军的先锋部队在这里 收到命令 赤后小队先行探路 大家从睡袋里起来 折好睡袋 顺手就放在了马上 拿出干粮 默默地啃了起来 战马在睡觉前 已经喂养过了 此时体力正充沛 月光下 三万骑兵在草原驰骋 而此时 气心部 手领营障 气心勇力发起了高烧 即便乌衣涂抹了药粉 可剑足带下的血肉太大 滚了筋之后 感染力太强了 不过一夜的时间 伤口就化浓了 浓血浸透了果部 散发着一股腥臭味 气心勇力斜靠在床上 他这种状态 别说打仗了 就连狼牙棒都挥舞不动 不仅头昏脑胀 还特别地恶心想吐 他连忙把部落的人叫了过来 我 我病得这么厉害 短时间是无力在带领你们了 速度拔债 去 去龙亭求助 部落的人万分不解 首领 就算我们去了龙亭 也是被当马前卒 您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气心部没人统领 莫独铲鱼 更不会把我们当回事 气心勇力的情况特别差 众人担心不已 要是这个档口他出了事情 气心部基本上 就是群龙无首的状态 而且 小首领还在龙亭里 我们没退路了 但是可以派人 去找阿什纳土门 我们可以选择当内营 但是要救回我们的同胞和亲人 气心勇力疲惫的道 要是这几天 我没有撑下来 就让我儿子当首领 他会代替我 带领气心部 首领 您会没事的 巫医神情宁重道 如果能够找到前军 以前军的手段 说不定能够治好您 我听说大前的郎中特别厉害 来 来不及了 气心勇力虚弱的道 天马上就要亮了 快点通知下去 拔债 咱们去龙亭 让气心勇达 带领百人 拿着气心的祈道 阿什纳土门 告诉他们 我 我们投靠君臣部 到时候 我们为内应 里应外合 一起捣回北奴隆亭 气心勇达是气心勇力的亲弟弟 见兄长如此 气心勇达一咬牙 单膝跪地 兄长放心 我这就去 他冲出营帐 看着营帐上 被风吹得烈烈作响的 此时天地昏沉 一道金光滑开了天地 笔直地照射在祈道上 气心勇达手握弓箭 只一箭 其甘硬声断裂倒下 气心勇达扯下了祈道 走进营帐中 单膝跪在地上 兄长放心 等去了龙亭 我一定会把小侄子救出来 扶持小侄子 当气心勇的新一代首领 好 我没有看错人 气心勇力点点头 心中很是欣慰 昨天那些人劝详他 气心勇达一言不发 他心中特别地担心 今天他故意说 让自己儿子当下一代首领 其实也是想看 气心勇达的反应 他若是有野心 哪一箭射下的 就不是祈道 而是他的脑袋 现在 他就算是 也能放心了 天亮了 气心勇达带上祈道 带着百人 离开了气心族地 而其他人也开始拔营 他们要离开气心 去往龙亭 气心勇力躺在马车上 巫医给他换了药 说毒已经入血 说不定已经进入肺腑了 他很清楚 自己这一次八成是逃不过去了 他只希望自己能够活到龙亭 最后见莫毒缠鱼一面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让莫毒缠鱼念及旧情 放松警惕 给气心部争取更多的时间 就在这时 外面一下子传来了惊呼声 事后歇斯底里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嫡袭 一下子 正在收拾营地的气心部 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他们愣在了原地 眼中满是迷茫 气心勇力听到声音 挣扎着爬起来 掀开了马车的帘子 扯着嗓子道 是阿什纳土门带人来了吗 事后从马背上下来 连滚带爬跑了过来 不是阿什纳土门 是 是乾君 什么 乾君怎么一下子就到气心部了 严达红井那边的人呢 为什么没有提前 把消息传递过来 气心勇力想到了一种可能 那就是那边的驻兵 全被大前人给杀了 他放眼看去 就看到了南方滚滚沙尘 这可是水草最肥美的时候 骑兵居然能够踏出滚滚沙尘 说明兵力起码在两万以上 如此 反复践踏草地 才能够形成这种沙尘 快 让他们上马 气心勇力歇斯底里地道 这时候 巫医冲过来道 首领 好机会 乾君既然已经到了 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 派人去告诉他们 我们气心不投降了 您就有救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的 您要是再得不到救治 就真的没希望了 巫医咬牙道 您还年轻 还能继续带领我们气心部二十年 这种关头 小首领不行 您弟弟也没有能力 带我们走出困境 只有您才能够 让我们气心部逢凶化吉 所以 我得罪了 巫医在部落里 是享有很高的声望的 他们不仅是巫医 还是萨满祭司 气心部原是铁绝部落 所以信奉的是萨满骄 巫医越祖带袍 点了几十个人出来 让他们分为几个批次过去 人太多了 会让大前人以为 这是反攻 人太少了 又怕大前人不重视 他还扯下了许多白布 用箭矢刺穿 让他们带着白布过去 虽说大前人看起来很近 实际上还是有段距离的 足够巫医做这些举措 做完了之后 这些被点到的人 也是鼓足了勇气 迎头而上 就这还不够 巫医害怕大前人不幸 直接下令让他们丢掉手中的弓箭 跪在地上 虽然屈辱 但是面对汹汹而来的大前猛士 被重创的气心部 实在是没有一战的能力了 毕竟大前人 可是有步枪和雷霆炮的 那些神秘莫测的武器 远不是军臣不能够比拟的 李道远正带头冲锋 看到对方十几个人冲了过来 也是一头雾水 这不对啊 气心部人傻了 也不列阵冲锋 怎么让十几个小卡拉米过来啊 战马奔腾的状态下 视线也不是很好 只觉得身边的东西 快速地掠过 但是模糊间 还是可以看到远处 气心部的人 并没有重装上阵 相反 他们似乎在原地等死 李道远更是诧异 连忙叫停了奔腾的大军 见大军停下来 会说大前话的气心人高声道 大前的将军 我们是气心部的 我们气心部愿意投降 请大前的将军 不要再动兵戈了 此话一出 众人都是一愣 这就投降了 不应该啊 李道远这心里 也不是滋味 他娘的 自己奔走千里 就斩首千人 这批大典功劳 还不如君臣部呢 传到陛下那里 多丢人 本想着偷袭 斩杀他的万人 说出去也有面 大家伙都等着战功 回去升官发财呢 大前的将军们 我们气心不详了 事后从马背上下来 跪在了地上 手里还高举着白旗 看着如狼似虎的 大前骑兵 他们心里还是非常畏惧的 这时候 李道远身边的副将道 横王 气心部的人手里 都拿着白旗 跪在那里呢 李道远连忙拿出千里镜 这一看 还真是如此 这他娘的怎么回事 继续杀 为了战功杀翔 这不合规矩 去 把那些人抓过来问清楚 李道远一挥手 一起小队冲过去 将这些人抓了过来 一番询问之后 李道远才知道 气心部是真心投降 他娘的 一仗 就被君臣给干趴了 这也不行啊 李道远 骂骂咧咧的 这不是闹着玩吗 但是现在杀是不能杀了 要是他们真心归附 那还是有大用的 走 过去看看 气心永利看着前方 只觉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 猛地向前栽倒 便失去了意识 再次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 气心永利看着营帐 口干舌燥的 旋即想到了什么 猛地坐起 撒满 大前军队呢 一旁的乌衣 也在守着气心永利 见他醒来 乌衣大喜过望 感谢自然神 首领总算醒过来了 帐篷里围坐着不少人 见气心永利醒来 也是大喜 纷纷围了过去 首领 您感觉如何 太好了 首领总算醒过来了 大前人果真有 活死人肉白骨的能力 看着他们 气心永利连忙问道 大前人呢 他们在哪 禀首领 大前人在外面 是大前人给您智商 这才让您逢凶化吉 醒了过来 气心永利愣了愣 低头看着胸口和大腿上的伤口 用的是洁白的纱布 伤口也没有之前那么疼了 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也不发烫昏尘了 他一边穿衣服 一边询问自己昏迷后的事情 前人过来后 并没有大肆杀戮 只是牵走了咱们部落的战马 搜刮了兵器 救治首领后 大前的军医 还帮助治疗受伤的部落兄弟们 说到这里 不少人都是眼神复杂 他们是敌人 哪怕投降了 可他们居然能够马上摒弃前嫌 为他们治疗 好些人眼看撑不下去了 结果被大前军医硬生生给救活了 我弟弟被射穿了肚子 眼看是不成了 结果下午就吃了一大碗牛肉 整个人精神都变好了 首领 大前人似乎并不坏 气心咏力下了床 一蹶一拐地出了营帐 便看到那些大前人 正忙碌地给气心部的战士治疗 原本只能躺着等死的同胞 此时也不叫唤了 只是感激地看着他们 为首的将领坐在那里 不怒自威 气心咏力快步走过去 推金山倒玉柱一般地跪在地上 感谢李将军救命之恩 气心咏力感激不尽 李道远看着气心咏力 起身将他掺了起来 大前是正义之师 不杀降兵 气心部原是铁爵部落 铁爵在北周时期 便和中原交好 只可惜被北奴给侵吞 卫贼孝力 也是无路可走 莫读此聊 在草原道行逆施 以女人 孩子 为志 必遭天谴 气心咏力哪里不知道 李道远是给他台阶下 一时间是羞愧难当 他再次跪下道 气心咏力 愿臣服大前 为大前笑死 快起来 李道远道 大前欢迎每一个 弃暗投明的人 既然已经做到这一步了 李道远自然要继续 把这个好人做到底 气心咏力起身 看着忙碌的大前军医 忍不住道 我气心部为北奴 拼死拼活 到头来 还要落得如此下场 也没想过 救我的人 会是曾经的敌人 真叫我回死也 莫读塞外野人 无大意 不知天命 李道远道 既然气心部现已归降 那我就自作主张 将气心部 立为气心军 依旧由首领统领气心军 等日后平定了北奴 我必然为气心军请功 此话一出 气心部落众人 连忙单膝跪地 愿为李将军驱使 李道远点点头 好 都起来 本将军可以向你们保证 日后战事平定 气心部若想留在草原 可继续留在气心祖地 若愿意前往中原生活 必然有大家一席安生之地 气心部落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现在听到李道远的承诺 最后一丝担忧也是没了 李道远是大前横亡 地位崇高 说话自然能让他们幸福 李将军 北奴龙亭有诈 万要小心 这时候 气心永利也不再保留 说出了北奴的阴谋 李道远认真听着 你是说 伊智邪会来会员 是 莫独是这么说的 气心永利道 其实西北奴分裂 是伊智邪跟莫独善良好的计谋 目的就是为了让伊智邪 骗取大前的军备 从而放松大前的警惕 等大前主力进来后 伊智邪从后面杀过来 从而包抄 李道远眯着眼睛 伊智邪这会儿 不是在攻打月之和大石吗 横跨三四千里 跑到这里来援助北奴龙亭 怎么听 怎么不靠谱 但也不是完全没可能 程三浮守在西边 但不可能深入北奴中亭 伊智邪完全可以绕道过来 如此一来 镇守在峡口山的大军 是用来吸引注意力的 一旦大军深入 伊智邪从背后杀过来 还真有可能打苏运 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想到这里 李道远连忙写了一份急报 让赤后发去诉周 气心首领 既然气心部已经收编 那就麻烦 你在我麾下做个偏降 我已经写了急报给陛下 等正式任命下来 再给你正当的官职 现在就委屈你了 李道远说道 不委屈 气心永利姿态摆得很低 来时 我借你们拔债 可是要去北奴隆亭 李道远还没有完全信任 气心永利 是 因为我们家人都被莫毒给调走了 所以我就让我弟弟气心目达 去向阿什纳土门投降 然后里应外合 气心永利也是没有藏着掖着 把自己的计划说了出来 李道远道 这计划很好 就是有点危险 但也是 最能取信莫毒 就回家人的计划 如此 还是继续沿用这个计划 李道远想了想 决定将计就计 他叫了一万人 换上了气心部族人的服饰 甚至还剃了气心族人的发型 每个人都配备了手雷和白领手雷 进到龙亭之中 必然能够杀他的翻天覆地 气心永利也觉得这个办法好 他更清楚 自己还没有完全取信李道远 这万余人跟着李道远 也可以让他心安 驻守在几十里外的阿什纳土门 得知李道远中途截胡 也是无能为力 原本多大的功劳啊 就这么没了 他更后悔自己没有追击 要不然 昨天那一仗 就彻底把气心部给干趴下了 此刻纵然肠子毁清了都没用 而此时 苏运还在跟居沿海的人胶着缠斗 这些人特别的鸡贼 面对苏运的示弱 毫不上当 一时间 战局陷入了困顿 苏运也是出师不力 心情越发地焦躁 而秦末这边 绕过玉门关 直奔金山 过了金山 往东是葛罗路 然后便是乌山 北奴的龙亭 就在乌山东侧 沿着瓦昆河 就能够找到北奴的龙亭 只不过 这一路肯定是重兵把守 突袭风险很大 但是为什么不从旁边绕过去呢 从峡口山到北奴龙亭这一块 是千里空白的缓冲区 完全可以直倒龙亭 秦末纠结得要命 可想了想 自己要是生情了莫毒 苏运不就抓瞎了 到头来 又是他守宫 别人都没得完了 想学冠军侯 还要考虑别人的心情 算了 打赢了还好 打输了 所有的过错都是他的 他秦末人可不能在这时候贪功 高腰看出了秦末的纠结 少爷 咱们是越过金山继续北上 还是向东 北上 秦末道 去涛家 这一次 他秦末要封狼居须 大前也有这种说法 但秦末要去的 不是狼居须山 而是小海 贝加尔湖 直接把狼居须山 往前推了几百里 他要在小海放马 洗澡 撒欢 写上秦末道此一游 这一路 秦末白天 拍出赤后探路 晚上行军 入境后 只用了三天 就越过了金山 西侧是波西密 这也是原来铁绝的部落 这个部落和葛罗路对立 中间是一条长千里的大河 这就是绕后最难的地方 秦末都愁得不行 渡河是一大难题 想要神不知鬼不觉渡河 难上加难 几乎不可能 除非从金山往西绕路 行程几乎增加了一半 他带的口粮根本不够 最后 秦末做了决定 从波西密偷偷借到 要是发现了 就干他压的 他在金山窝了两天 让赤后搞清楚路线图 在偷偷地行军 波西密也算一个大部落 只不过赤后回报 波西密的人不算太多 可能只有几千人 秦末顿时便想到 莫独调人的事情 莫独应该把各大部落的人都调走了 人少才好 第三晚 秦末带着大军 从波西密的部落 东侧行军 相距不过二十里 特别的刺激 好在这一夜特别的顺利 第二天一早 便赶到了大河的末端 这里是一个巨大的湖泊 而且是咸水湖 正当秦末打算一鼓作气 饶过这个大湖的时候 事后冲冲来报 报 将军 西北方向 二十里外 有大股骑兵 人数不少于三万人 三万骑 从哪来的 秦末脸色一变 这里可是西北部靠近西北奴的地方 这边按道理 不会有大股骑兵过来的 就算有 也是镇守在前线 难道是自己 被发现了 快 找制高点 准备作战 赤后赢再探 既然撞上了 那秦末也不会惧怕 大不了一鼓作气 把这些人给全灭了 秦末一刀命令 全军上下都戒备了起来 他们找到了制高点 将炮架固定好 将子弹上膛 这个位置很好 居高临下 一手难攻 秦末也不是第一次作战了 并不慌张 只是想着 该怎么应对接下来的战局 可等了大半个时辰 却依旧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 报 将军 敌军往乌布苏湖去了 赤后焦急来报道 秦末愣了愣 他在这里摆龙门镇 他们居然去乌布苏湖了 那乌布苏湖 是北奴第一大湖 同样是咸水湖 距离他这边 也不过百里之地 再探 一定要小心 不要被发现了 是 事后离开后 秦末摸着下巴 难道这些人并没有发现我们 而是去北奴龙亭的 那么 这批人来自哪 北奴龙亭精锐 最多只有十三万 硬凑了到二十多万人 峡口山就有十万人 这一批人不少于三万 而且赤后说 应该是北奴的精锐 这就奇了怪了 直觉告诉秦末 这里面有问题 而且是大问题 他连忙下令 让人收了武器 如果对方再乌布苏湖歇久 那就可以断定 这些人并不知道他们在这边 也许晚上 可以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想到这里 秦末有了主意 很快 天黑了 赤后再次回来禀报 禀将军 敌军在乌布苏湖安营了 好 这些人果然不知道我们的终结 秦末大写 这可是送上来的战功 不要白不要 通知下去 去乌布苏湖 咱们给他们送拨大礼 事业 雅尔金带着五万大军 驻守在乌布苏湖旁 他心中其实万分地不情愿 将军 咱们为什么要来滩浑水 一个副将问声问气的道 大前这么强盛 咱们过来不是送死吗 你闭嘴 你以为我愿意过来 雅尔金满脸晦气的道 也不知道禅瑜是怎么想的 非要援助龙亭 大前为了这一战 准备了两年 要人有人 要粮草有粮草 要是打输了 咱们都要陷入万劫不复 老老实实地去西域不好吗 打赢了还好 对外还可以说是 北奴龙亭足智多谋 打输了 就等着大前讨伐吧 另一个副将道 我明白禅瑜的意思 就是想拖延大前 为咱们西北奴 争取更多的时间罢了 行了 不要再说了 雅尔金看了周围一眼 压着声音道 小心隔墙有耳 要是让旁人听去了 咱们可要遭殃 谁敢说 我弄死他 副将哼了一声 喝着烧刀子 照理说 行军途中喝酒 容易耽误大事 不过 这里属于北奴腹地 又是两个大户的中间 东边还有波西密部落 倒也不用担心敌人突袭 要是敌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这里 那他还不如去摸龙亭 来 喝酒 雅尔金也是满肚子火 医治邪就跟疯了一样 非要让他把精锐拉出来 好了伤疤忘了疼 虽说大钱给了他们援助 为他们更新了武器 但雷霆炮 手雷 步枪 才是最重要的 再好的盔甲 都扛不住雷霆炮的轰击 雅尔金到底是主将 喝得微醺 就不喝了 等到后半夜 营地里憨声四起 只有巡逻的士兵 在营帐外巡逻 月光皎洁 湖面波光零零 说不出的漂亮 秦末也是在后半夜 丑事中的样子 才感到的乌苏不糊 远远的 就看到他们驻扎的营地 秦末拿出一块肉干 默默地吃了起来 炮兵营加炮 骑兵两亿包抄 不要放跑一个人 他们对面是乌苏不糊 三面围攻 插翅难逃 这绝好的地形 老天都在帮助秦末 如此大的营地 人数估计有四五万人 主力 肯定是主力 就是不知道从哪来的 管他哪来 轰死再说 骑兵拿出高营养的马粮 默默地为着战马 他们也拿出压缩干粮吃了起来 补充着体力 这些日子 着实把他们憋得够呛 那种小心翼翼 让他们提心吊胆 随着秦末一声令下 二百门雷霆炮齐发 砰砰砰 密集的声音响起 几息之后 远处传来了剧烈的炸响 煞世间火光冲天 骑兵冲锋 呼啦 万人骑兵分成两队 从两侧包抄 截断这些人的退路 战马都是经过训练 并不惧怕爆炸声响 相反 听到这爆炸声 他们跑得更加的兴奋了 秦末也是安安庆幸 如果自己从中间过去 没有绕路 很有可能被这一拨人 从后面突袭 误打误撞 也让他斩获先机 他这一次出来 带了四百门便携式的雷霆炮 威力虽然没有重型的雷霆炮要强 但是黄火药的杀伤力 依旧巨大 为了节省弹药 秦末只架设了两百门雷霆炮 三段式交替轰击 确保火力不间断打击 将杀伤力最大化 突然炸开的营地 也是让不少人在睡梦中 直接见了狼神 猛烈的大火 顿时升腾了起来 将营地映照得透亮 主营内 雅尔金猛然惊醒了过来 什么声音 恰好这时 副将冲进了营帐 一脸惊恐地道 将军 炮击 是乾军啊 这里有乾军埋伏 你说什么 雅尔金魂飞天外 这里可是乌不苏湖 乾军是如何来到这里的 他来这里之前 还跟波西密部落的人沟通过 确保安全 难不成这些乾军长了翅膀不成 可是那密集的爆炸声 和士兵的惨叫声 战马的嘶吼声混杂在一起 让雅尔金不由地想到了 在秋辞那一夜 大前人翻越昆仑山 犹如天兵一样降临在秋辞外 要不是他命大 运气好 那一晚就死在秋辞了 快 快召集众人 逃 往哪儿逃 当然 是往西北奴逃 难不成还逃向龙亭 这么密集的爆炸声 说不定是大前的主力部队杀过来了 我们继续在这里 不是等死 雅尔金怒骂着 哆哆嗦嗦地将甲咒穿好 大步离开军帐 外面已经变成了火海 犹如人间炼狱一样 副将牵着战马过来 将军 上马 雅尔金上了马 一头都雾水 他娘的 连敌人在哪个方向都不知道 甚至不少人为了逃命 跳进了乌苏不胡中 为什么非要跟大前人作对 这不是作死吗 雅尔金恨极了 连忙召集残步 也不管还有多少人 朝着营地外而去 就在这时 天空中陡然亮起了一道光 将周围的映照地透亮 隐约间 他们看到了前方列队的骑兵 砰砰 密集的枪声传来 子弹犹如鬼魅一样 击穿了他们的盔甲 在他们的胸膛 脑袋上 炸开了一朵绚丽的血花 雅尔金头皮发麻 及时勒马掉头 可后面也升起了亮光 完了 前后左右都被前军给包围了 雅尔金浑身不住地发颤 狼神啊 您是要抛弃您的子孙了吗 这些大前人 太欺负人了 雅尔金双目充血 心中也是又愤怒 又害怕 紧绷的情绪 一下子就崩溃了 他催动战马 来到了乌苏布湖边 扑通一声跳了进去 可跳进去的时候才想起来 他身上的甲咒 还没有拖下来 救我 咕噜咕噜 快救我呀 雅尔金死命扑腾着 被冰冷闲湿的湖水呛了几口 顿时清醒了过来 他真是被大前人吓破胆子了 穿着甲咒下水 这不是送死吗 好在副将还在岸上 冒着危险 将他给拉上了岸 雅尔金死里逃生 趴在岸边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可泪水 却不经意间从眼角滑落 狗娘养的大前人 太欺负人了 这万般的算解 又有什么用 在大前面前 不过是幼稚的儿戏罢了 雅尔金的视线里满是大火 也许从他带兵离开西北奴 就已经被大前的斥候给发现了 他们特意在这里等自己呢 这一路上 他非常的小心警惕 就是害怕自己阴沟里翻船 却没想到 大前人已经洞悉了自己的路线 之前徐洛一千多人 尚且能够杀的他们丢盔卸甲 而经三面围攻 人数远超当初 已是插翅难飞 将军 咱们拖了甲咒逃跑吧 副将道 趁着夜色 咱们还能逃顿 这可是百里大湖 逃得掉吗 雅尔金的水性并不好 或者说 草原人的水性都差 跳进湖里淹死 多憋屈 在战场上拼杀 死了 还好听便 实在不行 还能归降 留一条命 想到这里 他深吸口气 扒着岸边 身子泡在水里 大火虽然离他有点距离 可热浪却烤得他皮肤干裂 他也害怕炮弹落自己身上 在这边这么久 少有炮弹落水里 所以 这边相对安全点 副将健壮 也学着雅尔金 就像是王八 他在岸边喘息 身子泡在水里 只露出个王八脑袋 两百门雷霆炮 轰击了八轮后 秦末下令停止炮击 秦末带着三千亲戚兵压了上去 照明诞生上天空 一地的尸体 有人冲过来 秦末端着步枪 黑暗中就是一发子弹 这里无遮无蓝的 他们连躲都没地儿躲 凑在一起 就是喂子弹的份 骑兵缓缓向中间靠近 逐渐呈现半圆形 以避免子弹误伤自己人 要是白天 面对这些人 肯定会有许多人逃走 可这是晚上 大家睡得最沉的时候 天时地利人和 全都在秦末这边 他们逃不走 就算跳进大湖里 那也是死 草原人大多不善水性 他们连洗澡都很少 更别提游泳了 将他们逼在大火边缘后 还不算 剩下的两千人 则开始打扫战场 防止有人装死逃走 这批北奴军 已经彻底被杀破了胆子 他们灰头土脸地跪在地上 祈求着饶恕 窦一爱抓了两个千人将过来 一脚将他们踹翻在地 狗娘养的 快说 你们是哪来的 那两个千人将跪在地上 看着秦末 我们是西北奴来的 西北奴 秦末眼神变得凌冽起来 狗东西 老子就知道 西北奴不老实 却没想到 你们居然真的派兵过来了 他当初想得没错 北奴果然有诈 要是苏运的队伍 在峡口山 碰到了这一批赶来支援的 西北奴骑兵 很有可能被他们从后面包抄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领头的主帅是谁 你们这一次有多少人 秦末抽出手枪 对准了旁边一个千人将 扣动扳机 直接打爆了那个千人将的脑袋 吓得另一个千人将速速发抖 是雅尔金大将 这一次出了五万人 五万人 你们西北奴 还真是舍得下本钱 秦末冷笑一声 给你们一条活命的机会 把雅尔金给老子找到来 谁找到雅尔金 我就饶他一命 不仅饶他一命 我还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虽然本来也没奢望过西北奴老师 但这一次 一只邪的所作所为 把秦末惹毛了 这凭空多出来的五万人 就算不去偷袭苏韵 逼近龙又可以吧 很快 雅尔金就被从人从水边找到了 雅尔金跪在地上 看着秦末 尊敬的大前将军 雅尔金向您问好 雅尔金 你也算的聪明人 当初一只邪在秋辞诗里 还是你带人去苏皮坛的 现在居然为虎作娼 雅尔金急忙道 不过 我们这次过来 是援助大前的 并不是帮助龙婷 秦末掏出手枪 连开了三枪 其中两枪打在了他的膝盖上 还有一枪击中了他的肩胛骨 雅尔金歇斯底里地嚎叫着 别杀我 将军 我也是被一只邪逼着来的 这一次几乎无人过来 我也劝说过他 可他根本就不听 说 莫毒跟一只邪到底有什么阴谋 我耐心有限 能不能活命看你自己了 秦末把子弹压进弹夹 这一次完全就是运气好 若是错开 战局会如何 他也算不准 后面还有没有援军 没有了 雅尔金投摇的波浪鼓式的 阿史纳苏密 阿史纳乌默接连战王 折损了几万精锐 当初又被龙婷抽掉了几万大军 已经让一只邪伤筋动骨 再加上大军还在攻打月之和大石 这五万人 几乎是所有可用之兵了 见秦末还在鼓刀手枪 并且对准了他的脑袋 雅尔金浑身直冒冷汗 医治邪让我们到龙婷来 并没有说详细的计划 我们奔袭了几千里 早就是疲惫之兵 也不知道战场上的情况 不可能贸然动手的 请将军高抬贵手 饶我一命 他不认识秦末 但是此人杀伐果断 是个真正的杀神 他带了五万人过来 现在只剩下这一圈人了 怕是不会超过万人 还算你老实 但是 草原人应该知道 受伤的老狼 会被队伍驱逐出队伍 要么就是被同伴捕食吧 秦末最恨叛徒了 果断开枪打爆了他的脑袋 我这人心善 提前送你去见狼神 免得你这么痛苦 狗活也是浪费空气 周围跪在地上的北奴军 都吓得浑身发颤 这个大前人 简直就是魔鬼 秦末看向他们 咧嘴一笑 自我介绍一下 我 是秦末 他们本就怕 听到这话 就更怕了 秦末何许人也 南番人称之为秦末 北奴就是在他手上四分五裂的 那个徐洛 只是秦末手中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将 就杀了他们几万人 丢盔卸甲 现在 落到这个魔鬼的手里 他们还有得活 有些胆小的人 甚至吓尿了 半点不夸张 北奴人现在最惧怕的 还真就是秦末 秦将军饶命 我们愿为秦将军赴死 他们不住地跪在地上求饶 秦末坐在马背上 淡淡道 咬人的狗不能要 更何况是狼呢 对于北奴人 单纯的利得是没有用的 得杀到他们胆寒 让他们每每想起 都会浑身不自觉地发抖才行 慈不长兵 秦末可不是来当圣母的 这五万人 秦末是一个活口都没有留下 直接在乌布苏湖边 雷起了金罐 在乌布苏湖修整了几个时辰 这五万多头战马 极大缓解了战马的压力 不仅如此 还缴获了大量的粮草自重 这对秦末而言 是一个极大的补充 有了这批粮草和战马 在后方守两个月也没问题 但是波西密部落的人 还有乌布苏湖以北 还有个都波布 都是回到这边来放马的 所以时间紧迫 这金罐一旦被他们发现 肯定会上报到北奴的龙亭 秦末是半点不怕 甚至还让人弄来了大石头 写上了秦末到此一游 做完这些后 秦末带队顺着唐鲁山 向着东北方向前进 这一路上都没有什么部落 终于在三日后 赶到了北奴龙亭的大后方 库苏古勒湖 这里距离北奴龙亭 也不过三五日的行程 这不还没有到库苏古勒湖呢 事后匆匆来报 报 将军 前方遭遇小谷骑兵 人数约莫千人 秦末皱起眉头 这里怎么会有千人骑兵 往我们这边来了 是 赢敌 不要架炮 不过是千人 骑 用雷霆炮太浪费 接到命令 骑兵迅速做出反应 也就两克钟左右 千里进的视线里 出现了赤后口中那对千人骑兵 看他们似乎并不是发现了秦末 而是在执行什么任务 又或者是在护送什么东西 秦末最喜欢的就是伏击战 省时又省力 等到这对千人骑进入攻击距离后 秦末毫不犹豫地下令开枪 万敢步枪齐发 寝刻间就有百人栽倒在地上 突如其来的袭击 让这对千人骑也是猛逼了 为首的将领急忙勒马 随后两翼就出现了敌军的骑兵 他扯着嗓子喊道 敌席 快撤 然而已经晚了 也就小半时辰 战斗结束 千人骑兵 斩首六百 俘虏四百 为首的将领是阿史德布的千人将 看着这一对前军心惊胆战 前军怎么都摸到北奴的大后方来了 为什么沿途没有半点消息 震惊归震惊 但是前军严行拷问 开始撬开了他的嘴 原来 这一支队伍 是去迎接雅尔金的 莫独单于 让雅尔金突击峡口山 这一点 果然跟秦莫想得差不多 可这里是酷苏古乐湖 已经属于北奴隆亭大后方了 距离北奴隆亭好几百里 这批千人队 也不应该出现在这边 他娘的 这狗东西说谎 斗一爱这两天杀疯了 手里提着个横刀 嚷嚷着 要砍下这千人将的狗头 你等等 秦莫皱着眉头 叫住了斗一爱 玄机再次问道 这千人将 你说龙亭让你去迎接雅尔金 那你们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那千人将满脸的纠结之色 实话告诉你 我大前正义之师 已经尽数进入北奴 妄图抵抗 不过是躺臂当车 你要是实话实说 我还能饶你一命 秦莫道 阿史的布 原来也是铁绝的部落 此时却效忠于北奴 原来你们 可是对北周很是忠心的 既然可以效忠北周 为何不能效忠大前 死人的忠诚 一点都不值钱 更何况 你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千人将 死了便死了 半点价值都没有 只要你归降 我便重用你 让你过上 比在北奴好百倍的日子 秦莫的话 最终还是说动了这个千人将 阿史的布 阿史那布留在了北奴龙亭 蝉鱼已经带着大部队 转移到了小海边 这一次西北奴的援军过来 就是要打得前军主力 一个措手不及 然后把你们骗到龙亭 三面夹击 操 我就说这里没有诈 秦莫直接骂开了 心里也是一阵后怕 这莫独老奸巨华 什么以人肉为粮 逼着女人孩子上战场 要跟大前战至最后一兵一族 都他娘的是烟雾弹 是骗人的 目的就是为了把人骗去北奴龙亭 他要是傻乎乎的 守在酷酥古乐湖 保不起哪天晚上 就被人一锅端了 你是个聪明人 我喜欢聪明人 带着残暴 你就归入我们了 把你们知道的所有详细消息 还有北奴龙亭的兵力排布图 都说出来 秦莫道 憨子 为什么留着这些祸害啊 斗一爱不懂 追了上去 在乌不苏湖 五万人 你说砍就砍了 怎么几百人你还留着 那些人是狼 这些人是狗 狗可以训 狼怎么训 秦莫解释了一句 玄机叫来了赤后 快速写了一封密信 交代道 你们多带一些战马 日夜兼程 务必以最快的速度 送到苏韵将军手里 是 卑职遵命 赤后小队一人三骑 带着密信飞快地离开 柴蓉道 秦大哥 万一这些人说谎怎么办 应该是真话 派赤后小队去查探就知道了 咱们找地方藏好了 等赤后小队来信 秦莫道 如果莫独的主力部队在小海 那咱们就摸上去端了他们 你不是说 要给兄弟部队机会 斗一爱挠头道 你懂个屁 兄弟部队还在千里之外 跟敌人缠斗 等他们过来 黄花菜都凉了 战机稍纵即逝 秦莫脑子里想的 不是如何摆脱功劳 而是如何打好这一仗 这是老天都在给他机会 原本 他只是想着守在大后方 却没想到 莫独老狗奸哗得很 居然设下了这么大的局 要不是 他误打误撞 端了雅尔金的队伍 又碰到了这一支千人骑 肯定一头扎进了莫独设立的圈套里 不仅仅是他 其他主力部队都会钻进去 很大概率 可能会阴沟翻船 那后果 大前接受不了 秦莫更接受不了 想到这里 秦莫拍了拍胸口 说道 天命在我们 老天爷都在帮我们 饭都喂到嘴边了 要是还推走 可是要遭天谴的 那咱们怎么搞 斗一爱听到打仗 都兴奋了 憨子 到时候 我把莫独抓你面前跳舞 把他的妻女全都送给你 你想我死之说 秦莫一脚射了过去 要献也是献给陛下 你献给我做肾 嫌我活得太久了 斗一爱揉着屁股道 怕什么 完完再献给陛下不就行了 秦莫一时语色 柴蓉连忙把斗一爱拉了过来 道 秦大哥 那咱们是等斥后消息 然后再突袭莫独对吗 嗯 秦莫道 酷苏古乐湖距离小海 一来一回一日半最多了 只要确定 莫独确实在那边 就说明千人将没说错 现在西北奴的援军 已经全军覆没了 苏韵对付峡口山那十万人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东西方向还有横王寨 君臣部 吉舌 士丹 直接阻断了莫独向东部的路 阿什的部 阿什那部在龙亭伏击 人数也就在五万人左右 所以 莫独龙亭人数最多 不超过十万人 那些女人孩子 肯定被他放在了原来的龙亭里 用来造成人数众多的假象 等我们开完了炮 冲过去 他们再从后面杀过来 我们有六至七成的概率 会输 这种战败 不是我们能接受的 秦末分析着战局 在地上把大家的方位都画了出来 只可惜 莫独没想到 我们胆子会这么大 会派遣突击队绕后 要不然 他这个布局 真的很厉害 不愧是重新让北奴 屹立在草原之巅的雄鹰 秦末还是挺佩服莫独的 北奴 在大漠深处狗了千年 在铁诀等部落肆虐的时候 硬生生统一了草原 这也就是碰上了大钱 要是换做一个弱点的中原王朝 搞不好 直接弄一个另类版的大猿出来 众人都围着秦末 听着他分析情况 一个个都在心里后怕 但凡出错一步 或者他们运气差点 现在都有可能被雅尔金给打散了 或者被人给包了饺子 小豆 小柴 到时候 你们两个率领骑兵 从左右一包抄 千万不要放跑莫独 余下的人 务必做到精准炮击北奴龙亭 秦末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作战计划 既然老天追着喂饭 不为自己考虑 也为这一万多个弟兄考虑 在临近酷苏古乐湖的旁边的一个背鹰山脉中 躲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下午 赤后来报 莫独的龙亭果然在小海旁边 不仅如此 兵力分布也跟那个千人降收得差不多 秦末点点头 急忙下令行军 现在是丑时末 速度快的话 明日一早就能够抵达小海 在草原窜了快一个月了 这会儿 草原也进入了夏季 要紫时才会彻底天黑 六月中旬的草原 也不热 甚至晚上还有点凉 这种时候赶路是最舒服的 而此时 小海旁 北奴隆亭内 莫独看着妻子咽试 即便妻子已经年老色衰 可莫独依旧深爱着自己的妻子 可惜见切年老色衰 已经不能为蝉鱼诞下子嗣 淹室抱着莫独蝉鱼 眼中满是可惜 你已经为我生了儿子 我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新北奴的蝉鱼 一个是西北奴的蝉鱼 我死便死了 最起码北奴的血脉 还没有断绝 莫独到 我老了 激进花甲 在草原上 很少有人能活到我这个年纪 虽然我的两个儿子背叛了我 可这就是草原的法则 头狼中就会被新一代的狼王给替代 然后被新狼王啃食 他的一切都会被新狼王给继承 面对医治邪和君臣的背叛 其实莫独并不怎么伤心 这是常态 中原人所谓的副辞字孝 在草原上 是维持不下去的 蝉鱼是草原的英雄和雄鹰 是北奴的忠心之主 岂能如此丧气 燕士说道 间切相信 蝉鱼一定会赶走大前人 再次一同草原 你倒是对我挺有信心 莫独笑了笑 心里特别地明白 他老了 爪牙已经退化了 震慑不了狼群了 只是用残忍的手段 逼着他们前进 那是自然 蝉鱼再见切心里 就是神 燕士看着莫独 眼中依旧有少女般的崇拜 莫独眯着眼睛 很是享受恶事的崇拜 他这一次打退了大前之后 就把北奴中庭让给医治邪了 相比君臣的软弱 他更喜欢医治邪的狡诈和阴险 这是一头合格狼王 所要具备的品质 医治邪就挺合适的 就是不知道他的大军 为什么还没来 不过算时间 也就是这几日就要到了 医治邪攻打西域久久不下 哪有现成的北奴隆亭来得好 到时候 他就配合医治邪来一场驳位 医治邪明面上 已经投降了大前 可信还是向着他的 虽然这也是医治邪的计谋 但莫独很欣赏 在自己弱的时候 适当的低头 为自己换取大量的好处 是正确的选择 那时候 大前总不好再继续攻打北奴了吧 所以 莫独心里算计得明明白白的 只可惜 君臣太蠢笨 居然真的给大前当了走狗 要不然 他也挺合适的 想到这里 莫独怡然自得 老了又如何 死了又如何 他搂着妻子 说道 等我死了 你赔我吗 阎氏愣了愣 以为莫独说的是自然老死 便说道 贱妾也不年轻了 等禅余死了 贱妾自然也死了 到时候就跟蝉鱼葬在一块 好啊 莫独倾抚着妻子的头发 你放心 你我肯定是葬在一起的 烟士低头妩媚一笑 钻进了褥子里 莫独眯着眼睛 嘴里喃喃道 李世龙 李世龙 你我打了一辈子 最终还是我胜你一筹啊 你等着 就算我死了 我的儿子 我的子子孙孙 还依旧会在草原上 终有一天 我的子子孙孙 会负灭你的大钱 天克汗 狗屁的天克汗 只有我莫独 才是真正的天克汗 他大笑着 烟士听到莫独的话 也更是卖力 就像是当年 莫独每每作战回来 第一件事 就是拉着他进入营帐 也不管浑身的血污 绣着丈夫身上的血污气 他总觉得特别安心 这一夜 莫独睡得特别的踏实 甚至还做了一个美梦 梦中 他击退了大钱主力 甚至还亲自带领 大军冲到了大钱 生擒了李世龙 逼得大钱割让了土玉魂 重振北奴雄风 只可惜 这只是一场梦 他睁开眼睛 银杖中蜡烛已经烧到了末尾 他舔了舔有些干裂的嘴唇 只觉得腰酸腿软 到底是老了 不胜年轻时的雄风了 什么时辰了 他喊了一句 就有侍女跪在地上回话 饼单于 已经是银食中了 再有一会儿 天就该亮了 莫独再次闭上了眼睛 小海这边冬天冷得要命 也就夏天才愿意过来 只不过 晚上子时都不黑天 到了银食末 就天亮 不怎么好休闲 但好处也很明显 白天时间长了 要是有人突袭 也不容易 侍女过去 蝉扶莫独起来方便 一旁的恶事还在熟睡中 她是真的太累了 更衣 莫独道 侍女道 禅于昨夜只休息了两个多时辰 还是多歇息一下比较好 莫独年纪大了 绝也没有以前多了 便说道 少说废话 侍女也不敢再多嘴 急忙伺候莫独更衣 等莫独穿戴整齐后 草原上也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天空渐渐露出了鱼堵白 走出营帐 威风拂面 让人不由的精神一震 营地之中依旧酣声如雷 莫独也没有吵醒他们 巡逻的队伍看到莫独 也是急忙地行礼 莫独摆摆手 你们继续巡逻 我走走 就在莫独在军营里闲听信部的时候 不远处的山侧旁 却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秦莫拿出水壶猛灌了一口 从丑时一直赶路到银石墨 整整六七个时辰 行军一百多里地 他咬着肉干 趴在草地上 观察着前方的营地 好 他们这会儿还没醒 秦莫咽下肉干 心中说不出的振奋 他秦莫 今天也要学一学冠军侯 小豆 小柴 准备作战 是 豆一爱跟柴蓉连忙拱手 带着自己的队伍 做战前最后的检查 高腰则是跟在秦莫的身边 心中也有些紧张 方唇手握住刀柄 这一路上 他都特别地紧张 这一路上太顺利 顺利道 就像是有如神柱一样 可越是如此 方唇心中就越发地不安 伏无双至祸不单行 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 虽说他紫微心算 没有入门 但是一些基础的东西 还是知道的 这一战尤为重要 他必须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来 小高 大胡子 一会儿打起来 你们要跟紧我 困兽犹斗 这些人很有可能会狗急跳墙 记住了 能用枪的地方 绝对不用刀 能用刀 绝对不用手 除非对方趴在地上 或者死了 否则绝对不要大意 知道吗 秦末是非常惜命的 放心吧 少爷 高腰心里也是紧张 这可是北奴龙亭 莫独就在这里面 大前最大的敌人 不是南帆 而是横跨在大前北方 二十多年的北奴 而现在 秦末就要亲手终结 北奴人带给大前人的恐惧 四百门雷霆炮排开 秦末只有一个要求 打完所有的炮弹 报告 一队猎阵完毕 二队猎阵完毕 秦末手里拿着千里镜 恰好这时 一道阳光滑开了天际 照射在湖面上 刺得秦末眼睛有点疼 他一挥手 开炮 四百门雷霆炮 依旧是两段式的炮击 窦医埃跟柴蓉 在炮声响起的一瞬间 就带着骑兵 向着两翼包抄 突如其来的响声 让正在营地中 散布的冒毒脑瓜子翁的 一片空白 前方炸开的火花 升腾而起 战马的提声 从远处传来 莫毒愣了愣 旋即怒吼道 嫡西 快吹号 莫毒身边的护卫 连忙拉着莫毒往里走 说实话 众人都猛了 这里可是小海 是北奴真正意义上的大后方 怎么突然会窜出敌人 由不得莫毒多想 他急匆匆地冲进了龙亭里 将一旁的甲咒穿在了身上 巨响也惊醒了恶事 他坐在床上 看着莫毒 馋鱼 怎么了 嫡西 你快些穿起来 莫毒背上剑袋 将宝刀斜挎在腰间 嫡西的号角吹响 实际上 不用吹号角 这爆炸的响声 就足够惊醒他们了 现在是银石莫 正是人睡得最沉的时候 不少人都一脸的迷茫 可本能还是驱使着他们 穿戴甲咒 秦莫不断地 让他们调整方位 因为距离太远 第一轮好些炮弹都落空了 快 继续往前 弓兵速度挖坑 秦莫大声吼道 炮兵扛着滚烫的雷霆炮 飞快地向前跑去 以求火力做到全面的覆盖 如果打在外面 炸得再响 也白打 众人都在争分夺秒 秦莫心里很清楚 打完了这一战 北奴就彻底完了 至于西北奴 同是五万精锐 还是大前的对手吗 等死就行了 秦莫有些焦急 手里拿着千里镜 焦急地走来走去 此时 窦一爱和柴蓉 已经冲到了军营的两边 截断了他们的退路 雅尔金五万大军 死得稀里糊涂 莫独选什么地方不好 偏偏又选在湖边 找死 窦一爱抬枪 朝着北奴的营地里 就是一枪 天亮了 都他娘的给老子瞄准一点 不要对着打 也不要对地 虽然窦一爱很憨 但是上了战场 就是真正的拼命三郎 他所有的天赋 都点在了纳切和打仗上 听到窦一爱的吼声 众人都是缩了缩脖子 由胡乱放枪 变成了精准点射 经过三轮的炮轰 炮兵找准了最终的轰击位置 炮弹精准地落入了北奴的营地里 一时间 浓烟滚滚 北奴龙亭变成了人间炼狱 秦莫攥着前头 突袭两千余里 成败就在今朝 既然老天要让他变成神话 那干就完了 老六不是让他见证吗 那他就一手把老六推上神坛 让他看看 他秦莫 说话 从不吹牛逼 开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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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莫高声怒吼道 随即 他上了战马 握住了横刀 骑兵营 准备冲击 两千炮兵 正在源源不断地炮击 秦莫带着剩余三千人 准备冲锋 虽然携带的是便携式的雷霆炮 但是炮弹却不轻 面对雅尔金的时候 已经打完了三分之一的炮弹 余下的三分之二 仅足够全力开火七轮 进攻到第六轮的时候 秦莫高举横刀 骑兵 冲锋 杀 行军六七个时辰 众人都有些疲惫 然而此时 却是无比的亢奋 捣毁北奴隆亭 生擒莫毒 蝉鱼 就在今朝 大前人想了整整二十二年 这一刻 一个个犹如打了鸡血一样 催动战马 眼珠子都红了 对务北奴人而言 莫毒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更像是北奴人心里的支柱一样 而现在 秦莫要亲手毁了这个支柱 他穿越过来也整整六年了 人生又有几个六年呢 捣毁龙亭 生擒莫毒 一马小海 风狼居须 擒莫高声吼道 一马小海 风狼居须 众人拿出了身后的步枪 一字排开 此时 第七轮炮弹已经停歇 尚没有被炸死的北奴骑兵 此时也发疯式地冲了出来 射击的枪声绵绵不绝 就像是冰雹砸在地上一样 子弹撕裂了空气 击穿了他们的盔甲 带走了他们的生命 也埋葬了莫毒的野心 三面包抄 一万三千人 四百门雷霆炮 七轮的炮轰 直接把这些人给杀得胆寒了 拔刀 冲锋 莫毒双目通红 他不清楚 这批人是哪来的 但是他可以肯定的是 这批人绝对是大前人的骑兵 居然能够横穿千里 神不知鬼不觉地摸到这边 他的北奴龙亭 居然被大前人侵蚀成这样了 不甘 愤恨 无奈 复杂的情绪流转 最后有消失于无形 北奴四大姓守在莫毒的身边 冲锋 他们已经跟鸾迪士绑在了一起 密不可分 此时已经没有了退路 被收拢的队伍 不过两万多人 其余人不是被炸死 就是被炸伤 要么就倒在地上身影 更有甚者 直接跳进了小海之中 一些人冲散了 不知所踪 入眼都是大火 呛人的浓烟滚滚 让人不敢呼吸 这两万多人 甚至好些人 连盔甲都没有穿戴整齐 他们将莫毒围在中间 丘陵士带头冲锋 拦奴到 冲破大前人的包围 保护铲鱼逃出去 北奴还是有中心的人的 他们已经老了 是跟着莫毒一步一步打到现在的 北奴倒也不完全是冷血脚诈的狼 狼群总是会有狼王的铁杆支持者 他们就是 可他们面对的是上万杆步枪 他们还没有靠近 就被无情的子弹给击落 然后又被后面的战马 无情地给踏碎 虽然现在还没有造出马克庆 但是秦氏步枪 足够对这些残兵造成压倒性的杀伤力 就算是拼杀 大前人也从来不缺乏勇气 秦末看着他们大部队朝着自己冲过来 几乎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窦一艾跟柴戎 已经包围了过来 他又看了一眼 身后工兵正在努力地埋地雷 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靠近的时候 准备白领守雷 用大火隔断他们的 然后把他们吸引到地雷阵 然后散开 还是炮弹太少了 要是有攻打天象国时的火力覆盖 这些人根本不可能活着冲出来 之所以 没有击溃这些人 无非是狗急跳墙 莫独老了 后继无人 北奴已经彻底走向了衰亡 他们已经被时代给抛弃了 既然都是死 为什么不拼杀呢 这是秦末的理解 事实也跟他想的一样 莫独看着一个又一个人倒下 心中无愤痕 甚至无杂念 他只想杀死眼前的前军 眼看就要进入攻击距离了 这些大前人突然改变了方向 掉头就跑 这些鼠辈 只敢偷袭 无正面交锋的勇气 丘陵士怒声道 追上去 窦一爱跟柴蓉看到秦末后退 心里顿时明白了 秦末的战术变化 连忙下令往后退 给这些人足够的空间 借助步枪之力 只要子弹充足 完全可以拉开距离消耗他们 一而再再而三 打不到 摸不着 会逐渐消耗掉他们的耐心 该死的东西 我们根本摸不到他们 莫独愤怒不已 他们北奴人最引以为傲的 就是他们的明哲宫 然而此时 却无法对敌人造成有利的杀伤 不断地有人丢出白领手雷 虽然距离太远 无法对他们造成杀伤 但是灵火燃烧 犹如复古之趣 战马还是害怕的 这可以拖延足够多的时间 正面拼杀 自然快以恩仇 但秦末不要无谓地牺牲 英雄不是这么当的 看着前方燃起的汹汹大火 不少战马甚至放慢了速度 冲过去 丘陵士高声道 然而那火 根本不是他们以前认知的那般 这火碰上 瞬间就燃烧了起来 战马的皮毛顿时被点燃 战马吃痛 受惊将背后的战士颠簸下马 这到底是什么火 这些人已经被折磨得发疯了 莫独眼中满是挫败 他知道这是什么 是前军的秘密武器 白领手雷 粘汁即烧 直至骨肉分离 这恶魔般的武器 简直太令人恐惧了 队伍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们周边燃起的大火 就像是孙猴子给唐僧化的保护圈 他们一时间 全不得出去 在这个包围圈里 他们成了火把子 秦末炮弹带的不多 但是子弹足够 人手70发子弹 老六到底是疼他的 任务最危险 军备也很充足 秦末咬牙响 打雅尔金 干了30多万发子弹 剩下的70多万发子弹 难道还干不死这些人 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打出去 足以把这些人打成蜂窝煤 莫独打了30多年的仗 却从来没有如此憋屈过 看着自己的精锐一个个倒下 他却无能为力 让他急火攻心 几乎吐血 他取下了自己的宝弓 这把弓是正儿八经的铁胎弓 是他年轻时候 用来练臂力的 就是靠着这把铁胎弓 有十数个不足的领袖 死在了这把铁胎弓之下 射程 几乎是他们现在使用明哲弓的一倍 就连箭矢都是金铁打造 他老了 开不动几次了 但这一次 他要取敌军上将的首级 他虽然老了 可墓力还不错 一眼就盯上了人群里的秦末 这弓很重 年轻时莫独可以连开数十弓 而现在 最多开两弓 便会历劫 也正是借助 这把长弓之威 数次率先斩杀了敌手 才有了如今的北奴 见莫独拿出了自己压箱底的宝弓 四大师的人 摒弃宁神 莫独拉动着弓弦 手臂肌肉紧绷 他昨晚太过尽兴 竟是开一弓 都觉得十分勉强 他瞪大了双目 那紧绷的弓弦 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 弓箭逐渐被拉完 莫独死死地盯着人群里的秦末 给本禅于死 蹦 搜 长弓飞窜了出去 而此时 秦末正指挥着众人精准射击 一旁的方唇心计万分 眼皮也是狂跳 他没油的焦躁 也不知道 这焦虑从何而来 直到 一道黑影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着秦末而来 方唇浑身的汗毛 一瞬间竖了起来 将军 小心 方唇想要伸手去拉秦末 可两人之间的距离 却成了一道天前 秦末听到方唇的呼喊 心中没油的一凉 猛地一回头 就看到大胡子 朝着自己飞扑了过来 将军 闪开 秦末从马背上跌落 那一瞬间 黑影如鱼而至 直接射穿了大胡子的身躯 秦末来不及吃痛 瞳孔猛地一说 大胡子 这箭矢 起码跨越了八十丈的距离 即便如此 依旧射穿了方唇的盔甲 刺入了他的后背 剧烈的疼痛 让方唇再也无法维持男人的声音 他张着嘴 一张黑脸 也透着苍白 他趴在马背上 疼痛让他失了声音 而此时他最关心的不是自己 而是秦末 他从嗓子眼里挤出声音 臭太监 保护好他 高腰在方唇扑过去的一瞬间 就挡在了秦末的马前 看到重剑的方唇 和跌落马背的秦末 高腰心慌地要命 少爷 他急忙翻身下马 将秦末搀扶起来 一旁的骑兵也大惊失色 飞快地将秦末围在了重剑 秦末只是摔了一跤 并没有大碍 他摇着头对高腰说自己没事 看着马背上的大胡子 心中焦虑万分 挺住 大胡子 没事的 你一定会没事的 小高 快点把大胡子送到后方 让军医医治 秦末是主将 大胡子受伤 他比谁都着急 但是他这个时候 要是离开前阵 必然会军心涣散 他们肯定会觉得自己 这个主将出事了 大好的局面 说不定瞬间就没了 此时 他强忍着担忧 让高腰护送大胡子离开 而方唇刚才的师生 也因为枪声太过密集 以至于跌落马背的秦末 并没有听得太清楚 高腰看了看秦末 一咬牙 上了秦末的马 催动战马 将方唇带离了前线 秦末则是骑上了高腰的战马 对方有神剑手 这一次 要不是大胡子反应及时 他真的要去见佛祖了 秦末双目赤红 接连几次都有如神柱 居然在最后关头 差点阴沟翻船 但是他更清楚 愤怒无用 战场上理智最重要 大胡子已经受伤了 他不能让更多的兄弟 冒着生命危险冲杀 他要一点一点 将将这些人折磨崩溃 而秦末倒地 也让莫毒大喜过望 中了 敌方的主将中剑了 快 穿过火线 就算用尸体堆 也要堆过去 莫毒的话 也算是给周围人 打了一记强心针 他们变得更加疯狂 他们用战马和尸体 堆在了火线山 然后践踏他们的尸体 越过了灵火 秦末拿着千里镜 躲在骑兵后面 看着被众人簇拥的莫毒 在六扇门的情报里 有关莫毒的画像 早就传开了 特别的细致 秦末让随行的副将 拿来了一把枪 那是一把秦末特意制作的枪 这枪上装着瞄准镜 应该算是当时第一把狙击枪 但是人群太密集 击中的概率太小 秦末看他们这么疯狂 也是继续之前的战术 将他们往地雷阵那边引用 人群向后撤退 这更加确信了莫毒心中的想法 他真的一剑将大前的主将给射死了 不愧是他的宝宫 再一次立功了 打败了这些人 缴获他们的武器 拥有了这等神兵戾气 就算碰上大前主力 他也不怕 莫毒雄心大阵 下令加速追击 虽然那些人还在丢着手雷 可胜利已经遥遥在望了 突然 前方那些人队伍变得分散 莫毒高声道 他们已经彻底乱了阵脚了 向前冲杀 他们从绝境中杀出来 看着前方的高地 心中说不出的激动 然而 等战马踏足到了那一片空地的时候 等待他们的 却不是胜利 而是剧烈的爆炸声 砰砰砰 爆炸声音密集又猛烈 冲锋的势头 瞬间被遏制住 身后的人躲闪不及 直接冲了上去 那一瞬间 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甩下马背 重重地砸在了地上 紧跟着又是爆炸 直接将他们炸得四分五裂 那些战马 则是被炸断脚 被炸开了堂 花花绿绿的肠子留了一地 战马思鸣 无力地倒在了地上 一时间 阵形大乱 莫毒甚至都被甩下了马背 铲鱼 蓝奴大惊失色 连忙乐停了战马 下马观察莫毒的情况 周围人迅速形成一个包围圈 莫毒是草原长大的 自幼被摔下马背的次数太多了 本来他是极有技巧的 然而 爆炸从地下传来 直接让他措手不及 他愣愣地看着跟着自己征战的宝马 不断甩着脑袋 肚子上不断地躺着血 他又看了看自己的脚 他的脚掌 不知道何时已经被炸穿了 因为爆炸的太突然 以至于一开始 根本感觉不到疼痛 而跌落马背之后 那种疼痛才开始蔓延 若不是战马 为他遮挡住了绝大部分的伤害 此时 他估计就去见狼神了 快 快叫停他们 这是大前人的计谋 这面地里埋着魔鬼 他们是故意引诱我们上当的 莫毒大喊着 然而已经太晚了 爆炸声连绵起伏 眼前的空地上 已经变成了躺了一地 可是还有人被直接炸死 都是受伤倒地 躺在地上哀嚎 此刻 他们就是戴载的羊羔 拦奴将莫毒掺了起来 将他重新搀扶回马背上 忽掩式的大将 一脸痛苦地道 赢不了了 我们已经彻底被包围了 那些分散的大前骑兵 又再次回来 他们手里端着枪 子弹无情地射击在他们的身上 手雷就像是冰雹一样 砸在地上 这些爆炸声音 一点一点地摧残了 他们内心所有的防线 已经由北奴的士兵崩溃 他们抱着脑袋 捂着耳朵 别炸了 我认输了 别杀我 莫毒看着自己人 一个又一个地倒下 大好的局面没了 他的野心 也在这一生生的爆炸中 被消磨殆尽 他回头看了一眼 冉冉升起的太阳 太阳不刺眼 但是照射在大前士兵的身上 却异常地晃眼 莫毒抽出自己的宝刀 指着长空 北奴人永不为大前之奴 哪怕站至最后一兵一卒 也要跟大前人比较高下 话音刚落 他顿时感觉胸口 被什么东西中击了一样 啪 胸前的甲咒 连带着护心镜 都在这一瞬间炸裂开 莫毒呼吸一致 瞳孔猛然放大 那一瞬间 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他从马背上滑落 周围人都围了上来 然而他胸口 却源源不断地渗出血液来 铲鱼 兰奴看着倒地 嘴巴努力开河 却无法发出声音的莫毒 那一瞬间 北奴四星人心中的支柱 瞬间垮塌了 莫毒紧紧地攥住了兰奴的手 努力地想要说话 可是太痛了 痛得要命 他纵然是老了 可依旧能开宝宫 此时却连说话都费劲 周围的人围了上来 他们冲着自己喊叫 可是声音却逐渐变得空旷起来 眼前的一切多了重影 开始拉长 过往的一切 似乎都在眼前回放 直到眼前一片漆黑 铲鱼 北奴四星的人 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这一刻 他们甚至都握不动刀 莫毒倒下 生死未卜 北奴人的天 在这一刻 彻底地垮塌了 秦末收回狙击枪 丢给了随行的副将 莫毒中了这一枪 不死也没了半条命 北奴人 已经没戏了 收尾吧 他们再不成气候了 若有顽强抵抗者 杀之 秦末看着后方 有心想过去 可现在还不是时候 越是关键时候 越是不能掉以轻心 窦一爱跟柴蓉带着人围了上来 一地都是尸体和哀嚎的伤兵 他们挥动着横刀 帮助这些可怜的北奴伤兵 结束了痛苦的一生 割下来的耳朵 还能为他们提供战功 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放下武器 趴在地上 响者不杀 众人高声喊道 这些北奴人 已经被杀破了胆子 他们甚至不敢离开原地 谁也不知道 他们往前一步 地下会不会又炸开 万鱼人就像是被施了定身法一般 竟然无一个人敢动 响了 我们响了 别杀了 他们将刀和弓箭丢得远远的 趴在地上 等待着大前军队的验收 直到这一刻 秦末才彻底松了口气 他连忙让后面的军医过来 帮助自己人治伤 轻伤的北奴人 随便包扎一下即可 重伤的 就别浪费医药资源了 至于末独的死活 他半点不在意 能救活救救 就不活就死 反正功劳已经到手 秦末催动战马 飞快地来到了阵营后方 大胡子怎么样了 下了马 秦末飞快地跑了过去 然而 军医却有些作辣 叫 将军 他不许我们智商 谁 军医指着营帐中 表情有些古怪 秦末皱着眉头 掀开临时搭建的手术营帐 就看到大胡子躺在那里 整个人虚弱地不行 大胡子 你疯了 你受了伤不让军医治疗行吗 秦末看到大胡子这样 心里特别地难受 这个大胡子 跟了他也有两三年了 一直寸步不离的 他是非常信任的 这一次替他挡箭 他心中更是感激万分 少爷 他 他 高腰咬牙道 大胡子是方唇 是你师姐 秦末愣了愣 直愣愣地看着大胡子 又看了看高腰 脑袋犹如江湖 你说什么 大胡子是臭女官伴的 这两年 他一直都以大胡子的身份 留在您身边 高腰解释了起来 秦末看着大胡子 怎么也没办法跟自己看似凶巴巴 却过分可爱的师姐联系在一起 可是看着大胡子敞开的衣服 他顿时反应了过来 脑瓜子更是一片空白 师姐 他的声音在颤抖 身子更是抑制不住地发颤 妙愚 我 我 没有撒谎 我一直都在你身边 只是你不知道 方唇拉着秦末的手 呼吸越发急促 我伤得太重了 不用救了 我就想好好跟你说些话 秦末的心 就像是被劈成了八半 那痛 几乎让他窒息啊 他嗓子眼里 就像是呼了一堵墙 是 是 师姐 别说话 没事的 你一定没事的 我不会让你有事的 我还没娶你呢 你还没有给我生娃娃呢 秦末硬生生憋住了泪水 军医 快进来 军医啊 快点进来 他抱住方唇 师姐 不怕 师弟陪着你 这世界太美了 没有你 就少了太多滋味了 你要是没了 我这辈子可怎么活 我是要生生一辈子 活在自责中啊 军医提着药箱 飞快地进来了 将军 救好他 救活他 求你 秦末很少这么无助过 他眼神中带着哀求 军医忙声道 请将军放心 卑职一定尽力 他们都是攒影手下出来的 拥有大量的手术经验 此时看到那箭矢 说道 我们需要学 大量的血 敢问他是和血性的血液 他是第三型的血液 跟我一样 抽我的血 高腰连忙道 之前在天象国做了体检 军医给他测了血型 快 去把第三型号血的士兵叫过来 受伤的就不用来了 秦末大声道 他感觉到 怀中的方唇体温正在下降 心中慌乱的不行 可他这时候不能乱了阵脚 万千的苦楚和疼痛 他都要忍着 妙愚 让我好好看着你 方唇看着秦末 我这会儿 不是不是特别丑啊 不丑不丑 我师姐在我心里 一直都是天下有数的大美人 秦末抱着他 别说话了 军医给你用麻沸散了 你睡一觉 等醒来 就好了 到时候 我就带着你回大前 咱们去见师父 当着漫天神佛 各路祖师的面 把你娶回家 也许是受伤过重 也许是麻沸散起了作用 方唇眼皮 变得特别沉重 要是我走了 你别怪我食言 你别自责 这是我的命 秦末小心地 让他躺平 此时帐篷外面 一个又一个 第三型号血的战士 排队在哪里等候 军医 抽我的 我的血多 多抽点 我的血好 用我的 听着他们的话 秦末死死咬着牙 一巴掌又一巴掌地 扇在自己的脸上 秦末呀秦末 亏你还说自己聪明 你师姐在你身边两三年 你还像他傻子似的不知觉 高腰被抽了几管血 军医就不肯再抽了 他摁住了抽血口 走到秦末身边 没事的少爷 女官服大命大 肯定逢凶化急 秦末看着高腰 为什么不告诉我 高腰浑身一颤 眼泪几乎要掉下来 他不许 说是这样可以 心无旁骛地跟着你 保护你 秦末深吸口气 知道现在不是责怪的时候 拍了拍高腰的肩膀 我口气重了 别往心里去 若不是高腰 几年前元宵节爬灯树的时候 他不是被烧死 就是被摔死了 他进到帐篷里 看着手术刀划开方唇的肌肤 心里难受得要命 几年前 他就在秦庄 给铁柱做了开膛手术 取出了剑足 而现在 他只是看看 都觉得不忍 军营也是浑身冒汗 因为条件有限 只能通过人工缓慢地 将血液注入方唇的身体里 打开胸腔 里面都是血液 被感染的血液 只能一点一点地抽出去 秦末不敢看 只是握住方唇的手 坐在地上 无助得很 好在第三行血的人很多 因为血液补充及时 再加上攒移研发的药 配合针灸 再历经整整三个多时辰 军医才将划开的伤口缝合 减了线后 军医几乎虚脱 将军 性不辱命 伤口已经缝合好了 该用的药也用了 只不过这一件伤及肺部 很是凶险 必须要人不断地鼓动 这个简易的送氧装置 否则 他很有可能窒息而死 几年前还没有氧气这个概念 众人只知道 不呼吸就要死 随着秦末提出的概念 不断地被验证出来 这种手动鼓动送氧的装备 也被设计了出来 虽然很简陋 虽然还不能制作纯氧 但是还是有效果的 辛苦了 秦末看着一地的被染红的纱布 心中稍稍安定 然而 手术成功 只是第一步 能不能扛过这几天 同样重要 秦末只是庆幸 自己想尽办法让仔银弄出了青霉素 弄出了头包类的药物 要不然 只能像当时的铁柱一样 靠运气 高腰守在帐篷里 心里也是万分的担忧 虽说平日里跟方纯斗嘴不在乎 可看到方纯在死亡边缘 心里也跟空了一块一样 两人相识了几年了 一直跟着秦末 他这一辈子 还真没有什么朋友 转头才发现 自己最好的朋友 似乎就是这个臭女官了 而军营里 也很忙碌 大家似乎并没有捣毁龙亭的激动 军营出了营仗后 什么都没说 但是大家心里都清楚 秦末那无助的喊声 谁都听得出来 窦一爱手里提着刀 焦躁地走来走去 说 是谁射得的哪一剑 狗日的 说着 他直接就是一刀 将眼前的匈奴千人 将给削手 柴蓉也没有阻止窦一爱 这一战 他们伤亡狠手 但是那种喜悦却没有 在接连砍杀了十来个将领后 有一个忽掩式的将领下不住了 说道 是蝉鱼 是蝉鱼用他的宝弓射的 对 是蝉鱼射的 他那宝弓 射成远超我们的箭矢 听到这话 窦一爱转头就朝着墨独走去 墨独被地雷炸 甚至挨了一枪都没死 而是被军医给救活了 柴蓉连忙抱住了他 大哥 冷静点 冷静个屁 我要剁了那狗东西 替汉子出气 动别人行 敢动秦末的人 弄死他 就算要杀也是秦大哥亲自动手 柴蓉道 你要是不高兴 继续去那边杀那些人 全杀了都没关系 柴蓉心里很清楚 杀莫毒这件事 不能让窦一爱来 这事 轮不到他 窦一爱也觉得有道理 直接把那些骑兵逮住骂了一顿 你们怎么保护的 狗东西 有的人挨了鞭子 都缩着头 不敢吭声 发了火之后 窦一爱这才去到秦末所在的营帐 可现在营帐 就看到秦末握住方唇的手 肩头不住地耸动着 师姐 我在我身边这么久 我却找了你两三年 小高说 在岭南的时候 也是你一直暗中保护我 去沃州的时候 你在渤海湾的海岸边 等了我一年 你说你干嘛呀 对我这么好 看你这样 我心都疼烂了 此时无人 秦末才敢哭出来 他一边鼓动着简易的送养装备 一边哭着道 人生有几个三年啊 我这个人吧 就是有点花花肠子 你得尽快好起来 得管着我 时刻让我耳提灭命 我要是不听话 你就打我 揍我 将我管得服服帖帖的 我秦末要是有半句不适 就叫我秦末不得好死 我这辈子 就扶你管 谁叫你是我师姐呢 从一开始 就是你管我 那你可不能管到一半 就中途撒手不管了 那我找谁说理去 我都习惯挨你的揍了 要是以后挨不到你的揍 我浑身不自在怎么办 这没人管着 我不得上天了 秦末哽咽着道 所以你必须得好起来 我得好好弥补你 你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守着我 护着我 日后换我来守着你 纵使日日给你洗脚捶腿 跪搓一板 我也甘之如頤 柴蓉心里听了 太不识滋味了 他可从来没看过这样的秦末 在他的印象中 秦末天不怕地不怕 这世上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难倒他 斗一爱想进去 却被柴蓉给拉走了 秦大哥这会儿正难受呢 咱就别进去烦他了 斗一爱烦躁地挠了挠头 低着头就离开了 秦末也不敢离开方纯 虽然龙亭被捣毁了 末独也被抓住了 但这场战争 仍然还没有结束 他在军帐里 排兵布阵 让赤后去送信 加强了周边的防御 这一战 足足击杀了六万八千人 俘虏仅剩下万人 那些受伤的 根本没救治 直接被送去见狼神了 大前人的狠 深深地印在了这些北奴人的心中 让他们再也生不出 半点反抗的心思 北奴的精锐 被彻底地击败了 他们的脊梁 也在这一战中 彻底被打断了 然而大前人对待他们 依旧很恶劣 动辄打杀 让他们衣不避体 甚至不给他们吃的 整个营地 充斥着怪异的肃杀之气 他们脸上看不到喜色 每个人都在找茬 但凡找到了问题 刀子毫不犹豫地 就落在了他们的脖梗之间 这让他们更是恐惧 日夜都被死亡笼罩着 下午 一直高烧不退 秦末连忙拿出了 攒银秘制的救命药 据说是用许多昂贵的药材制作的 关键时候能救命 用温水花开后 他小心翼翼地 让依旧处于昏迷状态下的 方唇送服下去 然后一边用温水 给他擦拭降温 方唇为了秦末 吃了太多的苦 受了太多的罪 秦末每每想起 都觉得心里揪着疼 他脸上的涂料 已经被擦拭干净 半点血色都没有 军医给他输了多少血 秦末不知道 但他估计 不会少于上万毫升 几乎将他浑身的血液 换了两遍 秦末特别地庆幸自己 未雨绸缪 发展医学 否则 现在只能瞪着眼看着 老天 我过来这边 也六七年了 虽然杀了很多人 但是救人更多吧 也算是改变了 这个国家的命运了吧 不说功劳多大 最起码也算是活人无数了 你让我师姐活下来 真的 我感谢你八辈祖宗 秦末心急如焚 针也打了 药也吃了 怎么就是不降体温 少爷 此时了 您白天大战一场 至今滴水未沾 休息会儿吧 高腰说道 来 小高 你来古风 我吃点东西 秦末其实半点胃口都没有 但他必须吃得饱饱的 他要守着方唇 直到他醒过来 如果把自己熬垮了 还怎么照顾世界 高腰连忙过去 接替了秦末 秦末胡伦吞咽起来 又灌了一口水 这才作罢 小高 让我来 少爷 你已经忙了一天了 我来吧 您休息会儿 高腰红着眼睛道 是我不好 没有保护好少爷 没能及时反应过来 跟你没关系 是我太大意了 不用什么过错 都往自己身上来 没有你 少爷我 几年前说不定就隔屁了 秦末拿过他手中的装置 说道 刚开始觉得他太可恶了 欺负我 压榨我 还揍我 不仅矫情 还特傲娇 所以我就故意弃他 作弄他 可到了后面 我听不到他唠叨我 管我 揍我 我这心里啊 就跟少了什么似的 别提多难受了 小高啊 我知道你怕少爷怪你 可是我师姐这个人执拗得很 有时候我都说不服他 他不让你告诉我 也很正常 我秦末这辈子运气很好 能有一个你这样舍生忘死的兄弟 还有我师姐这样的爱人 我很满足了 等师姐这次醒了 我以后就不气他了 我就让他管 要是以后我师姐揍我 骂我 甚至让我跪搓一板 你可千万别跟他顶牛 我怕他气得沸腾 你看我岳父 中了一刀 身子都不行了 咱让着他点 知道不 高腰吸了吸鼻子 嗯 小高以后不跟他做对了 这就对了 咱们俩兄弟 能伸能屈 这才是大丈夫吗 秦末笑了笑 又盯着方唇 小高 你说 我师姐咋这么漂亮 这睡美人 谁看了不迷惑 臭女官是挺美的 就是傲娇 其实心里可喜欢听少爷夸赞了 每次都偷着乐 被人发现了 又故作镇定 高腰擦了擦眼泪道 少爷 我后悔气他了 我跟他本来可以相处得很好的 以后机会多的是 秦末说道 等我师姐醒了 我就一直牵着他 不松手 再也不让他从我眼皮子底下逃走了 秦末难受啊 他总算明白 方唇当初问他 如果骗了自己会如何 他心甘情愿啊 秦祥林都憋了一肚子话 没地儿说去 争气点 咱得活着 这一夜 秦末没有闭眼 一直忙活到凌晨 方唇才出了一些细腻的汗 就是这一丝汗意 让秦末欣喜若狂 发汗了 终于发汗了 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看着方唇 一天一夜了 也该醒了吧 他连忙叫来了军医 军医把脉后说道 脉相还是很乱 这一次伤得太重了 但现在发汗 如果能把烧退下来 就说明再逐渐好转 这几天还要继续用药 只要伤口不化浓 逐渐愈合 肯定会转危为安的 秦末点点头 用最好的药 无论如何救活他 只要你救活他 我保你家三代 平不清云 军医可太知道秦末这句话的分量了 可秦末是谁 不说他在朝堂的地位 从医学上来说 他终结了天花 攻克了风寒 发扬外科医学 妇产科 就值得每一位从医者的尊重 您言重了 这是卑职分内之事 军医给方唇用了药之后 退出了营帐 而秦末 则是继续守在帐内照顾方唇 整整两天两夜 秦末没有合过眼睛 在第三天的凌晨 方唇第六次发烧降下去之后 终于阴明了一声 随即缓慢了睁开了眼睛 他看着双眼布满血丝 满脸疲倦的秦末 用沙哑的声音道 妙云 我做了一个好长的噩梦 这个噩梦太真实了 方唇是被吓醒的 师姐 你终于醒了 方唇仿佛的高烧 都快把秦末给折磨疯了 他握住方唇的手 就趴在边上 亲吻着方唇的额头 眼睛 鼻子 吻你三千遍 爱你三千遍 感受到秦末的嘴唇的温度 甚至 他觉得自己的脸上 有些温热 他努力看了过去 就看到秦末的眼泪 顺着下巴落了下来 妙云 上一次见秦末这么难受 是什么时候 就算是大师姐死的时候 他都没有这么伤心 他压抑的喜悦和恐惧 在这一刻 似乎爆发了出来 吻完了方唇 秦末道 师姐 可不可 饿不饿 我为你吃东西 旁边的小炖钟里 一直都在炖着 给方唇准备的食物 两个就换 火咕嘟咕嘟地炖着 香味很浓 可是方唇此刻 却没有太多的胃口 他只觉得胸闷 前胸后背都隐隐作痛 呼吸都有一种撕扯感 我没死吗 呗呗呗 什么死不死的 你还活得好好的 到时候还要嫁我 给我生一堆的胖娃娃 秦末高兴得不行 方唇努力伸手 可他实在是太虚弱了 白手都有些费劲 秦末就蹲着 将自己的脸凑过去 师姐 揍我一下解解气 这世上哪有我这种纯笨的人 你躲在我身边这么久 我居然都没发现 想想也是 大胡子这个粗糙的人 怎么可能不喜欢女人 方唇抚着他的脸 轻轻地帮他擦拭眼泪 你没事啊 太好了 我总算可以放心了 秦末心里难受得不行 师姐是拿命爱他的 亏他以前还觉得 方唇会找别人 他真的太不识东西了 我没事呢 被你保护得可好了 秦末捂着脸 然后努力挤出微笑 师姐 我炖了你最爱吃的东西 我为你好不好 我 我做了一个很可怕的梦 梦里 我没有救下你 我看着你躺在床上 军医在给你做手术 可是伤势实在是太重了 你的血怎么都止不住 后半段方唇说不下去了 梦里秦末口吐鲜血 拉着他的手说 下辈子再娶他 下辈子还让他欺负 让他揍 让他管着 只不过 换他守着他 说完这句话 秦末就在他的怀里闭了气 那场面直接让他崩溃 他就抱着秦末 知道秦末的身体变凉 这一仗赢了 北奴彻底被消灭了 皇帝知道秦末生死 悲痛欲绝 大病一场 下旨屠灭北奴 人畜尽灭 八皇子更是亲自带兵 屠灭了西北奴 他将秦末带回了家 穿上了大红嫁衣 在祖师的见证下 嫁给了秦末 他随着秦末去了 他特别后悔 为什么不能早些告诉秦末 自己就在他身边 他痛恨自己傲娇 也没有好好 让秦末欺负 好在 这是一场梦 他终是替秦末 挡下了最后的杀劫 没事的 我命运得很 秦末道 一旁的高腰吸了吸鼻子 擦了擦眼泪 将炖中里的食物盛了出来 走过去 声音沙哑地道 女官 吃点东西吧 少爷寸步不离地 守了你三天三夜了 你不吃东西 他不安心的 臭 臭太监 你 你就不知道劝他 方唇看向高腰 见高腰也是眼眶通红 心中也是一暖 我哪里劝得动少爷 在这里 只有你能劝得动他 高腰道 秦末在方唇的身后 垫了用牛皮和羊绒缝制的枕头 然后接过碗 小心翼翼地将食物吹凉 这顿的特烂虎 你都不用嚼 抿一口 就顺着喉咙下去了 看着体贴入微的秦末 方唇张开嘴 一双眼睛再也挪不开了 梦里的画面 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他这辈子 再也不想做第二次这种噩梦 秦末也看着他 心疼得道 这我师姐都瘦完了 本来就苗条 现在可好了 一把皮包鼓了多 得大补特补才行 方唇吃了一点 就吃不下去了 秦末也没逼着他 少吃多餐 元气大伤是这样的 将养一段时间 就知道饿了 你刚才说 爱我三千遍 是真的吗 方唇问道 假的 我说少了 应该是爱你一万遍 秦末道 那我还问你三千遍 还爱你三千遍 方唇苍白的脸上 多了一抹红润 以前 他是绝对说不出这种话的 可能是死了一次了 也可能是那个 梦太可怕了 他不想再囚禁 自己的心思了 那我加倍爱你 秦末就坐在地上 握住他的手 真的 以后你揍我 骂我 管我 罚我 我都认了 但是你不可以偷偷跑开 人一辈子才几年 这两三年都荒废了 你要在我身边 这两三年 咱们婚也结了 说不定大胖小子都生了一窝了 我是老母猪吗 方唇脸上扫得慌 秦末黑黑一笑 行了 师姐 你别说话了 现在以静养为主 方唇也的确有些累 说话牵动着伤口 也挺疼的 他抿着嘴 瞪大了眼睛 看着憔悴的秦末 冲他使了个眼色 示意他睡觉 秦末却摇摇头 不困不困 我多看看你 可旋即 方唇变得气鼓鼓的 眉头也皱了起来 行行行 我投降 我怕你行了吧 秦末直接趴在了边上 一开始 只是是假模假样的 想骗方唇 故意装睡 可这一闭眼睛 就不受控制了 也就二三十息的时间 憨声就响了起来 方唇将手放在秦末的脑袋上 轻轻地抚摸着 尿晕 师姐不会再离开你了 高腰小声道 女官 你不知道少爷这几天流了多少泪 删了自己多少巴掌 你可要好好的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少爷心会碎的 咱都好好的 方唇回道 高腰点点头转身离开 可走到营帐外的时候 他说道 以后我会多让着你的 谁要你让了 假太监 听到这话 高腰掀开帘子走了出去 外头阳光正好 微风拂面 吹走了心里的忧愁和不安 高腰伸了个懒腰 今儿天气真好 这一觉秦末直接睡到了下午 醒来的时候 方唇还在沉睡 他甩了甩有些发麻的手 摸了摸方唇的额头 松了口气 只要不持续发烧 伤口不恶化 没有引起其他的并发症 维持下去 肯定能康复的 这几天 可是把秦末给熬透了 但一切都是值得的 他又叫来军医询问了一番 确定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便叫高腰守着方唇 这里毕竟是小海 北奴大后方 战争尚未结束 他这个主将还需要出来主持大局 莫独醒了吗 秦末问道 醒了 在营帐里呢 柴少见秦末走出帐篷 就知道方唇肯定没有大碍了 不由也跟着高兴了起来 这老小子挨了一枪 居然还能活下来 命挺硬啊 秦末冷哼一声 走进了莫独所在的营帐了 莫独身上有两处伤口 一处是左脚脚掌 另一处就是胸口了 只不过他运气好 盔甲外加护心镜 抵挡了大部分的杀伤力 否则这一枪直接就让他隔屁了 这也跟狙击枪威力不够有关系 要是能弄出巴雷特 一枪就把他的胸枪给打出一个大洞来 什么盔甲 护心镜来了都不好使 莫独光着膀子躺在床上 胸枪缠绕着纱布 脸色看起来还行 看到秦末过来 他扫视了一番 你是秦末 老狗 居然知道你爷爷的名讳 秦末冷声道 我很早前就听过你 可当时我并没有在意 直到我反应过来的时候 大钱的软刀子 已经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莫独眼中闪过一丝悔恨 你真狠 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我的国四分五裂 输在你手上不冤枉 我就是想不通 你是怎么打到这边来的 我怎么打过来的你不用管 秦末一招手 斗一爱将一把大弓提了进来 看到这把大弓 莫独眼前一亮 这是我的宝宫 追风 不过很快 他又道 可惜了 我应该把他给折断的 但是落在你手里 也不算蒙尘了 追风 这名字不好听 秦末接过大弓 入手很沉 一般人拿起来都费劲 更别说拉动他 秦末虽然没有太多的武艺 但是冲锋陷阵打来打去 就那么几个实用的招式 而且 他秦某人身材高大伟岸 当顽固的时候 能够打遍金城无敌手 靠的就是那骨子永利和蛮劲 要不然 那些薰贵二代 都是从小打熬的金骨 秦末怎么干得赢他们 柴蓉连忙将金铁制成的箭矢递了过去 接过箭矢 将其搭在弓弦之上 莫独眼中闪过一丝惊慌 你要做什么 你要杀我 虽说莫独不怕死 但是死过一次后 他感觉还是活着好 而且 他心里一直在想着 医治邪过来 说不定时局有反转 小柴 你说着 弓叫杀狗如何 杀狗弓 这个名字得尽 杀狗就得用这弓来杀得好 柴蓉笑着道 秦末点点头 猛地将弓弦拉动 他手臂的肌肉紧绷着 直到弓弦满月 莫独感觉到了强烈的杀意 你不能杀我 我是北奴缠鱼 我活着比我死了更重要 蹦 碰 金铁制成的弓箭 直接钻入了他的脑袋 巨大的动力 直接射穿了他的脑壳 连带着箭尾 冲江出去 射穿了他身下的墓床 见识半数钻进了土里 莫独浑身不住地颤动 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里的光彩逐渐消散 他怎么也没想到 秦末没说几句话 直接开弓射杀了他 而且 用的 还是他的追风 何其可笑也 哟 难怪能射这么远 这威力真不错呀 秦末看着死不瞑目的莫独 将大弓丢给了窦一爱 莫独重伤不治亡 削其手 将其身子烧毁 北奴四姓 不留一人 灭其国 王其种 窦一爱抽出自己的横刀 朝着莫独的尸首 翠了一口 旋即一刀 将其消首 抖东西 你死不死 秦末知道 老六想要活得莫独 但是那又如何 他要杀的人 谁都拦不住 不杀他 师姐不就白受伤了 莫独一死 北奴四姓 也彻底遭了殃 燕士看着莫独的尸首 投进了火种 大哭不止 馋鱼啊 他想起了昔日的种种 最后痴痴一笑 趁着看守的士兵 不注意 转身投进了老火海之中 但 那又如何 一个年老色衰的 蝉鱼夫人 谁会在意吗 近八万人 最后只剩下了万人不到 这些人并不是北奴人 而是铁爵 燃柔等部落的遗留 总要带一些战俘 回去挖山开路 让老六的面子上好过一些 做完了这些后 秦末想了想 让柴蓉带着一万人 去北奴隆亭 彻底破灭莫毒的阴谋 这三天来 赤后也传递了不少情报 而在乌苏不胡时 派出去的赤后 现在估计 已经把秘姓 送到峡口山那边了 这么算的话 北奴残余的大军 应该不超过十三万人 做完这些后 秦末就派人去东北方向 吉舍和士丹的盟军戒兵 而他就在小海守着方纯 方纯伤势过重 七天内是绝对不能动身的 而他也不能罔顾战局 和将士们的安全 不妨是必须的 他还没有被儿女私情冲昏头脑 事后已经带着莫毒的头颅走了 老六看到莫毒的脑袋 估计会惊掉下巴 谁能想到 他秦末一个穿插部队 居然能够一仗捣毁北奴龙亭 击杀莫毒 灭了北奴四姓 这几乎让北奴中亭 纯种的北奴人绝种 咱们是不是该走了 方纯道 我没事的 不能因为我一个人 耽误战局 没事 我全都安排好了 肯定没问题的 秦末轻声道 你就在这里安心养伤 你什么时候能走了 咱们在什么时候动身 天塌了 有我在呢 方纯很享受秦末的轻浮 此时就像是小猫一样 妙云 你不气我的时候 真好 那当然了 我可是你的亲亲未婚妇 那我骗你 你不气吧 我心甘情愿 甘之如疑 求你多骗骗我 而此时 辖口山 苏韵已经将北奴人的大军 逼到了辖口山 他最不想发生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连续两天强攻而不下 这里的地理位置 实在是太好了 一手难攻 苏韵火冒三丈 都过来快一个月了 居然还没有击垮这些人 这让他感觉特别的丢人 如此 只能安排人夜晚强攻了 苏韵也有些无奈 去往辖口山的路小而陡峭 甚至连雷霆炮都没有落脚的地方 根本无法形成有效的火力压制 这么多天下来 军营之中 怀疑之声剑气 都在质疑他 这个主将的能力 毕竟 横王打掩护 程三府帮忙拉扯 秦莫打突击 而他还在峡口山久攻不下 任谁都会怀疑他的 只有苏韵清楚 这一战有多难 先是掩护秦莫穿插 然后将北奴人 从居沿海打退到了峡口山 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个必争之地 从来就不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这些北奴人 有多鸡贼呢 甚至将沿途的道路给决断了 除非他们能飞 而这一次 什么队伍都带了 就是没带滑翔部队 前几天 甘州那边来了书信 问他是否遇到了困难 需不需要帮助 他能怎么说 说需要帮助 那不是承认自己不行 可说不需要帮助 久攻不下 那也是打自己的脸 真的太难了 再拖下去 秦莫危险 李道元搞不好 也会很危险 那时候 他就是罪人 想到这里 苏韵道 今天晚上 无论如何 都要拿下峡口山 李安康道 将军 若是强攻出现了大量的伤亡打仗 哪有不死人的 怕死的 就从军营滚出去 苏韵是铁了心要强攻 李安康闻言 也不敢再多说什么 十夜 强攻部队正在整装待发 晚上强攻本来就难 但是好在 他们有照明弹 上半夜 大家都在休息 到了下半夜 强攻部队 朝着峡口山冲锋 而此时 峡口山营地内 吹响了号角 呼掩安达和阿什纳师 瞬间惊醒 这些天 前军先后强攻了不下十次 但是他们都借助地势之嫌 守了下来 好在这一块都是山林 没有滚木 随时都可以砍伐 更不缺石头 只要守住主要的道路 不断地往下面滚木 滚石 即可 就是对方的雷霆炮 太恶心人了 这些天 他们也是伤亡很重 这些日子来 他们足足伤亡了七八千人 呼掩安达飞快地出了营帐 快 上去 一定要守住 娘的 这些大前人 简直没完没了了 白天攻不下来 就晚上进攻 阿什纳师大骂了一句 这些天 他也是被搞得神情憔悴 这都多久了 为什么援军还不来啊 也没有人过来通报消息 龙亭那边 也同样没有信息 他心中非常的焦虑 照理说 不应该如此的 呼掩安达道 不要抱怨了 先守住这一波再说 要是让他们冲上来 我们都要完蛋 阿什纳师道 如果冲上来 我们就撤 正面就靠我们 很难打得过他们 就按照之前说好的计划 拉长了战线跟他们打 等援军到了 抄他们的后方 呼掩安达点点头 爬上了高地 前方陡然升起了一道亮光 煞时间将周围的一切照得透亮 只不过 他距离太远 看得并不真切 该死的 这又是什么武器 阿什纳师咬牙切齿 为什么我北奴没有这种武器 呼掩安达没吭声 武器这一块 他们的确差得太远了 快 把石头放在炮车上 他们不擅长制造投石机 这些炮车 还是以前缴获的 属于老掉牙的物件 但是投出去的石块 还是能够造成 比较可观的杀伤力 得益于这几架炮车 让他们守观的能力 大大增加 放箭 因为他们位置高 射箭能够形成不错的压制 就算前人穿戴的盔甲很好 这么高的落差 也是能够击穿盔甲的 阿什纳师 努力观察下方的情况 就看到一些黑影 从下面爬了上来 天空中的光亮消失 旋即又是一道亮光升腾 将周围的树木草丛 映照出影子 让人看不真切 还以为四面八方 都是前军 你不要草木皆兵行吗 忽掩安达无奈地道 小心无大错 阿什纳师道 真被攻破了峡口山 被人追击的感觉可不好 我刚才想了一下 龙亭那边没有消息 援军也没有消息 一旦我们这边被攻下 会很危险的 还是收到消息后 咱们再按照原计划来 最为稳妥 忽掩安达没吭声 他心里其实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明天过后 就足足一个月了 这期间 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消息 那种感觉 就像是他们被抛弃了一样 见忽掩安达不说话 阿什纳师道 行不行 你给句准话 毕竟你是主将 如果他们攻上来了呢 你说这些 又有什么意义 忽掩安达不耐烦的道 有这个时间啰嗦 还不如想办法守好峡口山 阿什纳师哼了一声 转头就下了高地 忽掩安达也不去管他 看着下方 隐隐绰绰的影子 心里也是发毛 而此时 李安康也在带人冲锋 苏印下了死命令 无论如何 都要在今晚攻下峡口山 这已经跟他们之前定下的战略 背道而驰了 可是没办法 久久攻不下这鬼地方 大家承受的压力都很大 身边不断有人被滚木 和滚石砸落 还有人被从上面落下的 箭矢击伤 有经验的老兵 在背后准备了一块木头圆盾 前后包裹上两层牛皮 绑在自己的后背 虽然会降低灵活度 但是却能够防止 上面落下的箭矢 有效地保证他们的安全 冲锋的号角响彻山口 大大的振奋了士兵的气势 而北奴人占据高位 山谷里回荡的号角声 却让他们心里发毛 开炮 炮兵营的将领 在后方摆阵 没有路 他们就用人扛着 滚烫的炮管 剧烈的声响 呼啸的炮弹冲上了天空 落在了峡口山之上 轰隆 炸开的火花 让众人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将军 前军疯了 他们正在疯狂地进攻 雷霆炮打上来了 他们似乎找到了落脚点 将军 咱们的人站得太密集了 炮弹落在我们中间 死伤无数啊 峡口山不大 一手难攻 但是同样也有问题 那就是峡窄 虽然纵身挺长的 但是总不能站着人吧 炮弹落入人群 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他们到底是怎么落脚的 阿史纳斯大发雷霆 山下是什么情况 难道你们不清楚吗 下方的情形 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地方 给他们射击的位置 步枪也好 雷霆炮也好 在这里施展不开手脚 也难以对他们造成太多的伤害 而现在不一样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几发炮弹落到了人群中 并且源源不断地打上来 爆炸的地方哀嚎不断 让人听了 心里发寒 呼掩安达站在高地上 就有一发炮弹险些落入他的脚下 吓得他直接趴在了地上 爆 将军 东面快被前军给突破了 守住 就算拿尸体堆 也要给我压退他们 呼掩安达脸色特别难看 从前军发起攻击到现在 都不到一个时辰 如果被突破了 会对他们造成何等的打击 阿史纳斯摸了过来 咬牙道 先提前让人撤走吧 要不然等他们摸上来 我们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呼掩安达很不甘心 甚至是愤怒 即便占据山关之险 依旧无法抵抗前军太多 撤吧 让后方阵营的人悄悄地撤退 不要声张 呼掩安达道 守在这里的 大多都是被抓来的牧民 只是守官这样的事情 并不需要多强的战斗力 只需要他们有力气 能拉得开弓箭就行了 阿史纳斯点点头 他最怕的呼掩安达脑袋一热 说不走了 要跟前军死战到底 还好 年轻归年轻 还是直进退的 他飞快地跑到了阵营后方 指挥大军陆续撤退 可刚撤退到一半的时候 前方就传来了枪声 淒厉的喊叫声响起 前军攻破防线了 听到这话 阿史纳斯浑身一颤 站在高处的呼掩安达飞快地下去 副将已经安排了战马 至于抵抗 他是半点不响了 如此险要的关口都守不住 跟别体打了 上去 冲上去 把前人逼退 胆敢后退者 杀无赦 想想你们的妻女 你们的父母 不想他们死 就冲上去 忽掩安达砍掉了几个想要逃跑的人 震慑住了他们 听到忽掩安达的话 那些人无奈的同时 不得不提刀上去冲杀 然而大前人冲上来 就是一发白领手雷 根本不跟他们比比 大火炸开 很快火势就在人群中传开了 阿 淒厉的惨叫声传遍四眼 相比被大前人砍死 用枪打死 被这种可怕的灵火烧死 是最痛苦 也最令人畏惧的 还不敢碰 一碰救着 一着了就灭不掉了 这种狭长的关口 人又密集 白领手雷一惊炸开 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 快 上来 速度快点 打头阵的人 将北奴人打退之后 为身后的战士 开了一条通道 生腾的燃烧弹 照亮了狭口山的天空 大火 子弹 爆炸 是这些北奴人 此生最恐惧的情形 他们被彻底地打败了 什么父母家人 都没有逃命来的重要 他们不顾一切地向后逃去 也不知道是谁说了句 将军他们逃了 哗 这一下 众人的恐惧更甚 不仅恐惧 还有愤怒 他们都反应了过来 一边让他们当炮灰 一边自己却偷偷逃 不要逃 带上我们一起 然而 前方突然大火生腾 直接阻绝了他们逃跑的希望 不少人崩溃地 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忽掩安达让人用大火隔断了退路 他们甚至连粮草都没有带走 只带走了一些口粮 大火太大了 根本没人刚冲过去 也隔绝了他们生还的希望 忽掩安达听到他们的咒骂声 心中却没有太大的波动 快走 不过是一些马前卒 五万精锐还好好的 有着五万人在 他什么都不怕 大军陆续退离了狭口山 那一场大火 为他们争取了宝贵的撤退时间 李安康冲上关口时 忍不住仰天长笑 这个狭口山 折损了太多的弟兄了 报 将军 狭口山已攻陷 报 北奴人的粮草着火了 主将忽掩安达和阿什纳师 已经逃离了狭口山 闻言 李安康知道 现在想要去追 是追不到了 清点战货 看看兄弟们的伤亡 把消息传至大营 告诉将军 我们胜了 很快 所有的战货都清点出来了 事后带着消息 离开了狭口山 而此时 苏韵也没有睡 为了显得自己淡定 他手里 拿着一卷兵书 正在挑灯夜看 当大杰的声音 传遍营地的时候 原本安静的大营 顿时沸腾了起来 报 狭口山大杰 我军突破狭口山 杀敌两万一千七百余人 战俘两万二千余人 主将忽掩安达 阿什纳师率领残步仓皇逃顿 听到这消息 苏韵再也绷不住了 好 太好了 总算把狭口山攻下来了 他攥着拳头 心中喜不自禁 整个草原的险地 屈指可数 攻下了狭口山 就等于攻下了敌人的咽喉 随时可以北上直取大脑 苏韵一刻也等不住了 看了看时间 再有两个时辰就天亮了 现在收拾 过去 天亮的 能够抵达狭狭口山 等到了狭口山 战略就能全面铺开 他连忙粪笔集书 写了一份信 让斥后送去甘州 陛下知道这个消息 肯定会非常的高兴 等天亮 苏韵站在狭口山往下看 才知道 这地方有多么的险要 虽然拿下了这个重关 可三天的强攻 也让他们损伤了六千多人 但好在 一切都是值得的 战俘被押去了宿州 到时候 肯定是要来一场献服的 正当苏韵想着 又有斥后来报 报 秦将军急报 这么久了 秦末那边总算来急报了 他连忙将密信拿了过来 让人解析 不多时 解析完的密信 送到了苏韵的手里 什么 遭遇西北奴大将雅尔金 屠灭西北奴五万精锐 苏韵先是惊讶 秦末屠灭西北奴五万精锐 然后便是愤怒 该死的西北奴 居然敢被赐大钱 认真看完了秦末的信后 苏韵将将领全部召集过来 挨个传阅 都说说 接下来怎么做 苏韵脸色不是很好看 如果西北奴支援 那龙庭肯定有诈的 将军 卑职愿意率领一万人 前往金山山脉 阻挡西北奴的进攻 李安康道 秦将军一战屠灭 雅尔金五万精锐 西北奴就算再支援 也不会有太多的援兵 纵然龙庭有诈 咱们兵多将广 装备精良 有了提前的防备 让赤后做好情报查探 必然能够将北奴人的阴谋诡 扼杀在摇篮之中 李将军言之有理 卑职愿陪同李将军一道 阻击西北奴援军 另一个将领道 苏运点点头 这的确是个不错的应对之法 也多亏了秦末提前 发现了雅尔金这伙人 要不然 他肯定会深入追过去 算上时间 正好能够从他的后面包抄 那可是五万大军 如果突然从背后杀过来 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里 苏运背后一阵阵地发凉 纵使他不愿意 也不得不承认 这一次 他欠了秦末一个天大的人情 若是主力部队 被狙击出现大量的伤亡 他就是大前朝的罪人 同时也再一次 被秦末的战争能力 感到不可思议 带领一万五千人 穿插草原 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 遭遇了雅尔金部队 一仗屠灭五万大军 就跟听故事一样 果然 猛人到了那里 都一样的猛 他攥着拳头 心里是福气的 但还是想跟秦末一笔高下 只要能够捣毁龙亭 生秦莫毒 那他这一次 还是守宫 一念至此 他道 好 李安康听令 本将给你一万人 千万金山山脉 阻击西北奴援军 若无援军 扫灭草原上出现的部落 是 卑职领命 李安康不太愿意跟着苏运 他心里其实最想跟着秦末的 可是他爹觉得 穿插部队太危险了 不许他去 现在看到秦末立下大功 心里都毁得不行 其他人原地休整 留下五千人 在峡口山镇守 余下的人 随本将追击 忽掩安达的残部 苏运道 是 而另一边 李道远换上了北奴千人 这样的服饰 将头发梳成了北奴人特有的样子 他留了一半人在气心部 剩下的人 则跟气心部的人混在了一起 从气心部 距离北奴龙亭很近 速度快些 也就是三日左右的路程 考虑到气心永利的身体 特意放慢了速度 经过三四日的休养 气心永利 又变得生龙活虎起来 将军 过了前面那座小山 三十里之后 便是北奴龙亭了 气心永利道 要不原地修整一下 李道远点点头 下令休息 这一次 不亚于火中取力 很危险 稍有差池 都有可能会兵败 我担心打起来 你的族人会受损 李道远道 这一次作战 最棘手的 就是气心部落的族人 谁也不知道 他们混在哪里 我会去拜见莫独 找到我族人所在的位置 气心永利 紧了紧身上的照明弹发射枪 等我找到之后 我就发信号 将军便可发动攻击 我在内部里应外合 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李道远点点头 可能会出现伤亡 这不是大钱的错 气心永利道 当初莫独一剑 射杀了克汗之后 我气心部就沉浮了 这么多年来 忠心耿耿地 即便北奴 到了灭国的边缘 我也不曾想过反叛 只是他拿我的亲人 和家人来做要挟 实在是令人心寒 李道远拍了拍 他的肩膀 瞎子眼睛恢复明亮的 第一件事 就是丢掉自己手中的拐杖 气心永利愣了愣 细细地琢磨这句话 对北奴来说 我们终究是外人 李道远啃着肉干 笑了笑 心中却有些担忧 也不知道 消息有没有传到甘州 要是医治邪派兵援助 那么最有可能碰上的 就是秦末 他心中开始担心起秦末来了 那小子带着一万五千人 从草原中间穿插 危险重重 一旦遭遇了西北奴的援军 而他又不自知的话 很有可能会摔一个大跟头 想到这里 他眉头紧锁 想起了之前秦末说 要防备西北奴的话 李世龙却却并没有太放在心上 虽然给程三府多加了一些人 可并没有什么用 也许一开始 他们就猜错了 景云啊 可千万千万要小心了 李道远心里这么想 这茫茫草原 也不知道他此时在哪里 有没有顺利地穿插到 北奴龙亭的后方 啃完了肉干 李道远起身 众人也休整完毕 马也喂饱了 精神头正足呢 启程 大军朝着北奴龙亭的方向而去 三十里的路 也就两个时辰就到了 看着龙亭 众人的心里都有些紧张 气心勇力 已经提前让赤后去禀告了 所以 大部队来到龙亭边缘后 并没有太多人关注 李道远等人 被气心部的人围在中间 以避免有人用北奴话盘问 而不自制 气心勇力翻身下马 看了一眼人群里的李道远 给了他一个眼神 示意他放心 玄机带着族人 进到了龙亭内 李道远手心也是微微出汗 如果气心勇力搞事 凭他们的装备 肯定能够杀出重围 不过 他看人还是很准的 气心勇力 应该不至于反复 毕竟他还有人在自己手上 想到这里 李道远暗暗激动了起来 谁能想到 一只大前精锐 就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地 摸到了北奴龙亭 不出意外的话 莫独此时就在最上方 那个高大的牙掌之中 他李道远 要先主力部队一步 生情莫独了 这手工 是他的 而此时 接待气心勇力的 是阿史德部的大将 阿史德元贵 气心勇力 你怎么带着族人回营地了 蝉鱼不是说了 没有他的旨意 不能回来吗 气心勇力冷声道 我回来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跟我说就行了 阿史德元贵道 你算了什么东西 就算要说 也是跟你们首领 阿史德昆图说 气心勇力感觉有些不对 虽说北奴隆亭 还是跟以前一样 可处处透着诡异 他居然没有看到 象征着蝉鱼的清军 这显然不合理 阿史德元贵 眯着眼睛道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违抗蝉鱼的命令 擅自离开气心部 这可是会坏了蝉鱼的计划的 你少他娘的 给老子扣帽子 气心勇力一把 攥住了他的衣服 再拦着老子 耽误了大事 老子一刀剁了你 他推开阿史德元贵 大不留心地 向着牙杖走去 然而 一根箭矢 却插在了他的脚边 气心勇力停下了脚步 转头怒视着阿史德元贵 你找死 蝉鱼有令 谁也不见 你有什么急报 告诉我 我转述 转述完你就可以走了 阿史德元贵冷笑一声 身后突然多了 几十个部落的士兵 都用弓箭对着他们 气心勇达拉拉拉 气心勇力 阿兄 有问题 气心勇力轻轻地 应了一声 何止是有问题 简直是有大问题 这青天白日的 蝉鱼为什么不见外人 联想到蝉鱼青军并不在此 他心中顿时了然 蝉鱼不在牙掌之中 而这边看似人多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精锐 其中多是女人 糟糕 上当了 气心勇力明白了 这是计谋 天大的计谋 他总算知道 莫独为什么要把各个部落的女人孩子调走了 就是为了充人数 给敌人一种 他就在龙亭里的错觉 杀老人冲作干粮 让女人当战士 统统都是假的 都是借口 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计谋 也就是说 他的族人不单单是质子 更是诱饵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这附近肯定有大军埋伏着 只等敌人上钩 想清楚之后 气心勇力心中愤怒到无以复加 恨不得一刀剁了阿史的原贵 手撕了莫独 可为了族人 他生生忍了下来 行 但是你不能看 我去写信 气心勇力冷哼一声 带着人原路返回 并且大声地对气心勇达道 去看看阿爸他们在哪 气心勇达连忙点头 带着人就走去了另一个方向 要不要把他们叫回来 阿史的原贵的副手道 不用了 气心勇力这一次 带了一两万的精锐回来 显然是那边发生了什么大事 肯定是球员来了 阿史的原贵冷笑道 让他看了家人 逼他走 把敌人引诱过来 一网打尽 而此时 李道远看着气心勇力 去而复返 连忙小声询问道 怎么了 气心勇力脸色不太好看 小声地将自己的猜测 说了出来 李道远脸色微变 你确定 十有八九 气心勇力道 若非如此 阿史的原贵 不会守在路上堵着我 不让去见莫独 而且 禅于清君不在牙障 这就更奇怪了 李将军你看 这龙亭之中 大多数都是女人 男人也不是很多 也有不少孩子 龙亭的布防我不知道 就算把那些人 埋伏在周边主要道上 龙亭内的精锐 也不会少于三万人 而我刚才走了一圈 这里的守军 恐怕连五千人都没有 远远的看人很多 如果我们突袭龙亭 也不会怀疑 莫独就在龙亭内 李道远 但疼不已 原以为 医治邪暗中援助 就是莫独的计划 却没想到 莫独老奸巨华 比他们想象的更为狡诈 如果莫独不在龙亭内 那这一战又有什么意义呢 解救七星部 想到这里 李道远有些胶着了 能想办法找到莫独吗 有 抓住阿什的原贵 想办法逼问他 兴许能够知道莫独的下落 这里守军不多 若打起来 我们肯定赢的 等我弟弟找到了 七星部的助手地 我们就发动攻击 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但是要速战速决 我怀疑那些大军 就助手在周边 打赢了 咱们就去找莫独 找不到就退回去 另想办法 如果被对方包围 咱们人太少了 很危险 原本他们计划 让气星勇力去见莫独 就说他说服了军臣 跟军臣部合作 联手狙击大前军队 故作失败 让军臣部打赢战争 迷惑大前人 然后跟军臣部 前后夹击大前 可现在 制定的计划全都无用了 李道远知道 现在不是优柔寡断的时候 一咬牙 也只能如此了 他连忙将命令传了下去 虽说中途更改计划会增加危险 但是战场上 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作为主帅 最重要的便是因地制宜 而不是死脑筋 那无疑会带来灭顶之灾 随后 气星勇力假模假样地 用牛皮写了一份密信 交给了阿史的元贵 一定要亲手交给蝉鱼 非常非常重要 放心吧 阿史的元贵道 先出去等着 蝉鱼有回复了 我会让人来通知你 气星勇力冷哼一声 你最好不要耍花招偷看 否则我跟你没完 阿史的元贵 看着气星勇力的背影 不懈地撇撇嘴 一个转身 就把急报给看了 气星勇力 全说服了君臣 阿史的元贵皱起眉头 若真如气星勇力写的这般 这无疑是个顶好的计划 可现在莫读又不在 没人拿主意 想到这里 他连忙对副手道 快 去把这个信送给首领 让首领尽快回复我 我怕气星勇力看出端倪来 副手点点头 将急报塞进怀中 悄悄地离开了龙亭 阿史的布 就在距离龙亭二十里外的一处山坳里 这一次 缠于破釜沉舟 设下了连环计 定能叫大前人 有来无回 很快 信就送到了阿史的昆徒的手里 看着急报 他眯起了眼睛 告诉元贵 答应气星勇力 这功劳 咱们阿史的布 要了 等气星勇力 收到答复的时候 已经日落西山了 阿史的元贵 慢悠悠地走过来 缠于刚刚睡醒 看完了你的急报 让我过来通知你 这个办法不错 就按照你这个计划 把大前人骗过来 事成之后 算你手工 气星勇力 故意皱起眉头 缠于没说见我 走吧 缠于偶感风寒 现在谁也不想见 阿史的元贵 趁夜出发 不要耽误时间 你们白天也休息够了 一 气星勇达火冒三丈 冲过去 就要跟阿史的元贵干架 气星部跟阿史的部 同为铁绝部落 但是两部关系 向来不怎么好 也算是今年的恩怨了 气星勇力拦住了弟弟 说道 我们赶了三天路 就不能让我们 在外面休息一晚吗 我们部族 还有万余人守在那里 不会有大问题的 我是无所谓 只不过 这可是缠于的命令 难不成 你要还想违抗 缠于的命令不成 阿史的元贵冷笑道 气星勇力 拳头捏的作响 定是你这狗贼 在缠鱼面前胡言乱语 阿史的元贵冷笑一声 今晚月色不错 赶路很方便 不过走之前 可以先把战马喂饱来 阿史的元贵离开后 气星勇力对李道远道 我气星部就在龙亭的西北角 咱们先拖延一下时间 也趁机休息一下 时间一到 咱们直接杀进去 李道远点点头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 莫独不在这里 那么就出气星部的人 把这里捣毁就行了 他要尽快把消息传回去 避免苏运上当 不仅仅是苏运 秦末那边也很危险 牵一发而动全身 要是苏运中了陷阱 秦末孤立无援 恐怕也难以为继 说不得 北伐就彻底失败了 晚上 虚实中 明月高挂 李道远等人已经做足了准备 照明诞升上天空 气星勇力率领部族 率先攻杀了进去 龙亭内的人怎么也没想到 气星部的人居然会倒戈相向 李道远大吼道 杀光这些北奴人 营救气星部族人 伪装了这么久 李道远满肚子的火 本以为自己能够拿头功 结果却一头扎进了 北奴人的奸绩里 好在还不算晚 还有挽回的余地 李世龙御驾轻征 怎么说也不能以失败收场 那肯定会影响 大前对周边地区的掌控 突然的倒戈 让龙亭内的守军猛了 阿时的原贵 还在营帐中大口吃肉 听到外面的声响 不越道 去看看 发生什么事了 这么吵 副手黑着脸走出去 刚掀开帘子 就看到了令他惊恐的一幕 树到亮光腾空而起 将整个龙亭映照得恍如白昼 密集的声响 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 让他失了神 气星部反叛了 快逃啊 逃窥的守军大喊着 让副手反应了过来 他看着阿时的原贵 惊慌失措地道 将军 气星部 反了 阿时的原贵愣了愣 旋即浑身一颤 眼中满是惊恐 他们赶 可是外面传来的爆炸声 也让他瞬间反应了过来 快 去求援 说完 他带着人冲出了营帐 入眼 是漫天的大火 和女人孩子哭泣的声音 守军四处逃溃 面对骑兵的追杀 他们根本无力抵抗 他本想冲过去 可是看到汹汹而来的气星部人 魂飞天外 气星勇力若是抓住了他 肯定不会饶了他德 所以 他想也不想 亡命地狂奔着 他心里后悔了 早知道就不这么撩拨气星部 他早该知道的 蝉鱼拿他们的家人为志 很多人心里是不满的 特别是大前人正在攻北奴 很多人心思动荡 阿史的元贵 你秀走 气星勇达手握长弓 目光锐利 锁定了人群里的阿史的元贵 他取出一只箭矢 搭在了弓弦上 中 蹦 搜 箭矢入流星 直中阿史的元贵的后心 扑 明哲箭矢击穿了盔甲 阿史的元贵后背一痛 惨叫一声 直接跌落在地上 气星勿达带着部族冲杀过去 将沿路阻挡的守军 砍杀得七零八落 来到阿史的元贵身边后 他一把将其抓住 说 莫毒缠鱼在哪 阿史的元贵怒骂道 胆敢反叛 你们不得好死 气星勿达宁笑一声 直接一刀剁了他的双手 再不说 死 剧痛让阿史的元贵几乎崩溃 可他眼中藏着极深的愤痕 就在西北方向 二十里处 破 气星勿达 直接一刀削掉了他的手机 然后快速地返回 气星勿力身边 阿兄 阿史的元贵让我杀了 死前他说 莫毒就在西北方向二十里处 气星勿力皱起眉头 不宜有他 将逼问来的消息告诉了李道远 李道远做事稳重 并没有马上相信 而是派遣赤后小队去探厅 二十里一来一回 不会超过两个时辰 如果是真的 那就突袭 如果是埋伏 也能够及时撤退 整个龙亭大乱 守军死伤大半 这些女人孩童 气星勇力不会管 他只要气星部落的族人 当族人被解救的时候 不少人跪地痛苦 气星勇力大声道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快上马 离开这里 跟我回家 女人 老人 孩子 纷纷上了马 在这里 他们不知道遭受了多少罪 那些守军 自意地凌辱他们 将他们践踏在脚底下 犹如牛羊一样 将族人解救之后 气星勇力一把大火 将营地给点燃 至于其他部族人的死活 他毫不在意 将军 我部族的人已经就出来了 现在当如何 气星勇力问道 李道远道 让你弟弟带领三千人 护送他们离开 我们在这附近埋伏 等候斥候回归 是 气星勇力拱了拱手 连忙交代气星勇达 让他护送族人离开 气星勇达 虽然很想跟着兄长一起杀敌 但这些族人的安全更重要 等到众人离开 李道远忍不住去了缠于牙障 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的确没有没读的人影 他不由叹息道 天命 不眷顾老夫啊 而此时 阿史的昆徒也收到了 气星勇力反叛 阿史的元桂被击杀 龙亭沦陷的消息 该死气星勇 我早就知道他们气星蔽翼 阿史的昆徒大骂着 连忙召集部下 支援龙亭 阿史的部是个大部落 部族一度接近十万人 在峡口山 有部族两万多精锐 随着医治邪去了几千人 又被莫独调去了几千人 部族可用之兵 也才两万左右 他带着众人 向着龙亭而去 顺便向旁边的阿史那部求助 阿史的部和阿史那部 较为团结 如果气星部反叛 不将这些人留下来 一旦对方投靠了大前人 蝉鱼设下的计谋 全盘尽毁 阿史的昆徒 心脏狂跳 带着人狂奔 气星部的人营救族部 速度肯定不快 只要能够追上他们 那些老弱妇孺 会直接拖垮他们 只不过 前后有近两个时辰的时差 必须在天亮之前追上他们 否则万事皆休 很快 他们就靠近了龙亭 老远就看到了 滚滚的浓烟和大火 在月光下 犹如一团火炬 阿史的昆徒冷着脸 心沉入了谷底 完了 整个龙亭全被毁了 如果敌人过来 看到这破败的样子 会相信蝉鱼在这边吗 他脑瓜子嗡嗡作响 一旦事情传到蝉鱼那边 阿史的布还不遭殃 他疯狂地催动战马 然而 就当他们靠近龙亭边缘的时候 地下陡然传来爆炸声 哄 突如其来的爆炸 直接让阿史的昆徒猛了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 瞬间就将冲锋的阵营给炸散了 步众的惨叫 战马的嘶鸣 爆炸声 混杂在一起 阿史的昆徒心中一颤 扶置心灵 猛地大喊道 上当了 咱们上了气心勇力的大当了 他不是临时谋反 而是有意谋反 他早就投靠了大前人了 这肯定是大前人的武器啊 可是 当他想要退出去的时候 却发现自己 好像一头撞入了巨网之中 所有人都乱了 根本就没有逃出去的路 而此时 一侧的山鹰出 李道远带着众人冲锋 没有抓住莫毒 总要让他多杀一些人吧 深入草原千里 到头来就杀了几个小喽啰 他李道远不要面子的 气心部的人 也是卯足了劲 当忠诚化作背叛 他们的屠刀就加持了愤怒 气心勇力速度很快 一马当先 带着众人冲了过去 他需要用战功 来为气心部 寻求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现在 无疑是个好机会 不管这批人是哪个不足的 消灭他 俘虏他 打碎他们的膝盖 让他们跪在李道远的面前 别乱 原路返回 后退 阿史德昆徒歇斯底里地喊叫着 可他们根本就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场景 没人敢继续往前走 谁也不知道 自己再走一步 地下会不会继续爆炸 可不远处 战马奔腾的声音 让他们目自欲裂 狄 听到这声音 阿史德布的人彻底慌了 他们手忙脚乱地握住了弓箭 从箭袋中拿出来箭矢 可第二轮打击已经来了 他怕 李道远让众人尽可能地散开 形成火力压制 照明弹再一次照亮了天空 一旁是照明弹 另一旁是汹汹燃烧的龙亭 一时间 竟让人分不清楚 是白天还是黑夜 他们只知道 自己人就像是被鬼魅附体了一样 从马背上倒下 亦或者是被战马甩下马背 地下时不时响起的爆炸声 让他们心惊胆寒 这场追击战 从他们踏入地雷阵的那一瞬间 就已经宣告失败 阿史德昆徒第一次感到这么无奈 他好不容易退出了那个可怕的地段 可随之而来的 是明哲剑的打击 弃心勇力带人绕开了地雷阵 犹如一把利刃 直接将阿史德布的阵营 从中间劈开 李道远连忙下令停止开枪 避免误伤自己人 他拔出了横道 杀 杀 万人齐齐吼叫着 体内的血液在这一刻被点燃 大军直接撞了上去 将挡在前方的一切给撕碎 脚烂 半个时辰后 大战停歇 李道远以微乎其微的伤亡 获得了这一场埋伏战的胜利 阿史德布几乎被全灭 阿史德昆徒被俘虏 弃心勇力将阿史德昆徒踹翻在地 一脚踩在了他的脸上 拱手道 将军 此人是阿史德昆徒 阿史德布首领 此番出战两万人 只活了五百余人 好 此战本王给弃心军祭手功 谢将军 弃心勇力心中一喜 连忙道 不过此时不是庆功的时候 阿史德纳布的援军 很可能就要到了 闻言 李道远深吸口气 将滴血的横刀一甩 重新将刀归翘 阿史德纳布有多少人 可战之兵 不会比阿史德布少 如此一来 莫都的计谋已经了然 只等一致邪援军抵达 将我军主力引诱至此 再三面夹击 打我军一个措手不及 李道远点点头 这个弃心勇力 还真是个人才 无论是战争眼光 还是作战能力 都是很强的 如果能够收入麾下 的确是一名难得的将才 此番彻底洞悉了 莫都的计谋 弃心部功不可没 只不过 现在地雷已经尽数被用尽了 只有手雷和白领手雷 外加几万发子弹 再加上经历了两轮大战 众人都是疲惫不堪 好些人连刀子都砍得卷刃了 是继续埋伏 还是离开 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就在李道远为难的时候 弃心勇力拱手道 将军 此时我等如果撤退 不仅疲惫 还很容易被敌军追击上 此消彼长 对我等不利 不如一鼓作气 趁着士气可用 一举将阿史纳布消灭 彻底破灭 莫读在龙庭的计划 我弃心军愿意为诱饵 引诱阿史纳布进入陷阱 将军可以射陷埋伏 以枪械 手雷 狙击阿史纳布 必然能够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只知我弃心不反叛 却不知道 我们早就弃暗投明 身后靠着的 乃是大前的正义之师 李道远愣了愣 这他娘是个绝顶的好主意 弃心勇力主动当诱饵 倒是省去了李道远不少口舌 他其实也想让弃心勇力当诱饵 当人家才立了大功劳 转头就让人家当诱饵 弃心军的人会怎么想 一口一个好兄弟 转头就把你卖了 可现在弃心勇力主动开口 谁也说不出半点不是来 我李道远 必让天下知道 弃心不知勇 谢将军夸赞 弃心勇力笑了笑 今夜 他要彻底让弃心部 成为大前的弃心军 君臣也不过是依父 而他要彻底带着弃心族离开草原 李道远也没有废话 带着人跑去了山英处 而弃心勇力带着族人 一边给喂死的阿史的布族人补刀 一边削下他们的耳朵 即便他们浑身是血 也丝毫不影响他们啃肉干 弃心部跟阿史的布有旧仇 所以杀起来是毫不留情 阿史那布跟阿史的布 是穿一条裤子的 也该杀 弃心部的族人道 首领 这次之后 大前人应该能接受 咱们了吧 那是自然 弃心勇力点点头道 今夜之后 我弃心部将彻底被大前人接纳 弃心部众人都是点头 心中有高兴 也有迷茫 和对未知的恐惧 就当他们清理完战场之后 赤后匆匆来报 首领 东南方向有大批骑兵赶来 可算等到了 弃心勇力将狼牙棒握在手中 而狼们 阿史那布的援兵来了 今天咱们薪酬救贺一起分 好 他们夸坐在马背上 一开始并没有动 而是等到阿史那大军靠近 才做出一副手忙脚乱的样子 而此时 阿史那布的首领阿史那师 并不在此 带队的是他的儿子 阿史那蒙突 战局不明 也不知道阿史的布有没有打赢 此番看到这些人在那边 也不敢贸然进攻 生怕误伤了自己人 可就在这时 前方那些人 突然仓皇逃跑 阿史那蒙突大声道 是弃心部的人 快 上去 拦住他们 弃心部的人还活着 那阿史的布 必然是遭殃了 弃心部可战之兵不算多 跟阿史的布势均力敌 就算胜利 也是艰难险胜 此番他们突袭龙庭 又跟阿史的布大战一场 必然伤亡惨重 疲惫不堪 他必须要捉住 弃心勇力 否则莫独禅于怪罪下来 阿史那布可吃不消 阿史那布众人 在背后紧追不舍 弃心勇力 也没有跑得太快 给他们一种 战马力竭的错觉 可是想追 一时半会又追不上来 越是如此 就越是让阿史那蒙突焦急 快 加快速度 他们完命地抽着马鞭 战马吃痛 速度也是越来越快 弃心勇力回头一看 双方的距离 也不过二三百米 弃心部众人 全都跑进了山鹰处 这几千人 顿时消失在了阴影之中 而躲在山鹰处 准备的李道元等人 也是做好了准备 弃心部众人 跑进来后 就纷纷绕开 这里有剃刀线 有临时挖出来的线马坑 不需要多身 战马突然冲过来 巨大的落差 必然能够拗马蹄 踏踏 踏踏 战马奔腾的声音 越发地近 下一秒 马蹄声在耳边乍响 为首的战马高高跃起 从光亮处 踏进了阴暗之中 人从光亮处 陡然闯进黑暗的地方 瞳孔会变大 从而调节适应光线 也就是说 有个短暂的适应过程 特别是战马奔腾时 周遭的一切都快速地掠过 视线其实会变小 他们在前面 追上去 阿什纳蒙突大喊道 这正中了李道远的计谋 战马狂奔至山鹰中断处 黑暗之中的剃刀线 直接割入了战马的脖子 陷马坑高低不平的落差 更是直接让马蹄扭断 冲锋的势头被遏制 可身后的人 还在前赴后继地狂奔而来 一时间数以百计的人 倒在了地上 被战马踩死 被摔断脖子 踩碎了脑袋 阵形大乱 也就是这时 李道远瞅准了时机 将所有的白领手雷 全都给我丢过去 呼啦 数以千计的白领手雷 投入了人群之中 炸裂的火花 犹如绚烂的烟火 阿什纳部的人来说 这是地狱之火 是世间最可怕的东西 丢完了白领手雷 他们开始丢手雷 直接炸得他们人羊马翻 而气星永利 听到了爆炸声 看着被灵火照亮的山鹰 也是喘着粗气 可怕 真的太可怕了 这三战 气星部虽然功不可没 但是绝大部分的伤害 都是李道远周万余人打出来的 当草原人还在沾沾自喜 觉得自己的明哲剑 天下无敌的时候 大前人甚至已经开始 将弓箭给淘汰了 他们连炮车都造不出来 千百年来 就没有几个草原部落 能够掌握这种技术的 靠着战刀和盔甲的时代 好像已经过去了 想到这里 气星永利心中 对草原最后一丝不舍也没了 大前人说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他要去更高的地方 首领 咱们要过去吗 气星部的族人问道 不用了 气星永利道 咱们的功劳已经够多了 那人点点头 有些向往的道 首领 你说我们去大前后 是不是也能使这些武器啊 我觉得 那步枪太厉害了 比弓箭厉害失败 倘若 你用不了呢 气星永利道 那么你握在手里的弓箭 永远都是你最好的朋友 他当然想使用那种武器 但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 不能丢 要是有一天 他们再被赶回草原怎么办 他们还是得依靠手中的弓箭 半个时辰后 黎道远派人去把气星部的人叫过来 对于气星永利的董事 他非常满意 知进退 明事里 就算再大前 也绝对是一员将帅之财了 放在草原着实可惜 气星永利带人过去 看着满地交错的尸体 有些甚至已经烧的 只剩下骨头渣子 连盔甲都烧变形了 那味道 闻过一次后 就会铭记终生 全死了 气星永利不自绝咽了咽口水 李道远笑着道 还有几百人活着 这位置太好了 他们又将所有的白领手雷投掷出去 直接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只不过 这灵火太厉害了 很多人耳朵都烧没了 李道远心疼得很 那可是实打实的战功啊 气星部的人 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 而此时嗅着这股胶肉味 没忍住 纷纷跑到一边狂吐起来 气星永利 脸色也是发白 这味道 就算平住呼吸 也能够钻进来 他也觉得 胃部一阵阵的翻涌 心中更是觉得 大前人可怕 呀 气星部的人 还需要多练练 这种场面见多了 以后就不会再吐了 李道远笑着摇摇头 拉着气星永利 站在了顺风口上 可即便如此 他身上染上了这种臭味 也挺让人难受的 等清理完战场 天色浮小 将军 我有一事不减 可否解惑 气星永利恭敬道 何事 那阿使的元桂说的话 您为什么一眼 就能看出来是假的 这个简单 李道远道 莫读狡诈 他既然不在龙亭里 那也不可能在龙亭周围的 狡兔三窟 他是不会把自己置于危险之地的 所以我可以肯定的是 阿使的元桂说的位置 应是元军所在 而且 来之前 我们就已经做过大量的战前分析 北奴人口就那么多 峡口山就有十万大军 除去你的气星部 还有镇守西边的那些人 还能剩下多少人 医治邪支援 肯定是从西面中部过来 直插战场 目的是为了配合 峡口山的北奴军主力 绕后包抄 以达到战略目标 所以 这是连环计 如果是我 这连环计失败后 我肯定要为自己找一个退路 峡口山是一线 从峡口山到龙亭千里战线 是缓冲地 也是为了给医治邪援军充足的时间 一开始 我们也分析过 可现在知道了莫读的计划后 就更清楚了 他必然在北方 更后面的地方 只可惜 这些人嘴太严了 而且 他们不是不说 是真的不知道 就像你也是后知后觉 他心中是真的担心秦末 无论是碰上医治邪 还是一头撞到大后方 碰上了莫读 都是危险重重 只可惜 他也不知道 秦末现在处在那个位置 不过那小子 是他这辈子 见过最狡猾机灵的人 肯定能逢凶化吉的 气心勇力点点头 北奴隆亭被捣毁了 阿什的布和阿什纳布也被消灭 莫了这五万人 莫读的计划 算是彻底失败了 也不尽然 那不是还有医治邪的援军 和峡口山十万大军吗 李道远道 你跟我回气心部调集大军 把军臣部的人叫过来 然后南下 直击峡口山 为什么不北上 也许能够追击到莫读 气心勇力微微皱眉 莫读很重要 但是打赢这一仗更重要 灭了这些精锐 莫读就算抓不住 北奴也彻底输了 他带去的那些人 已经彻底没戏了 李道远啃完了手里的肉干 站了起来 一切以稳为主 此战 优势在我们 突袭虽然有可能会赢 但同样也有很大的风险 李道远到底是老了 以稳为主 而且鬼知道莫读在那个地方 茫然寻找 只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 还不如回房原住峡口山 说不定能配合苏韵 全灭了这些人 那时候 这一仗基本上就胜利了 莫读再也无法掀起风浪 谢将军指点 气心勇力 也是受益匪浅 走 时间不等人 李道远拍了拍他的肩膀 旋即翻身上马 而狼们 该走了 而此时 秦莫正在小海边 抱着方唇 风有些大 但好在六月底的风不冷 温度正适合 只是 方唇手脚有些冰冷 他就弄了个毯子 将他们两个人裹在里面 方唇整个人躺在秦莫的怀里 被他紧紧地包裹着 看着波光灵灵的湖面 不由地眯起了眼睛 妙云 我喜欢这里 我也挺喜欢这里的 秦莫道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 以后等立直到通道这边 咱们就隔几年来一次 我只想跟你来 方唇道 我也没说带别人啊 秦莫看着天上云卷云疏 今天是方唇醒来的第七天 受伤的第十天 经过他的悉心照料 起色也是好了不少 方唇再也带不住帐篷了 他这才带着他来这边 妙云 我想在这里嫁给你 方唇突然说道 秦莫一愣 在草原上 咱不办到婚了 你不想让师父证婚了 在这里也能罢啊 至于师父 回去告诉他就行了 方唇道 回到京城 你是很多人的 在这里 你是我一个人的 我这个人 心眼有点小 大概率以后 跟你那些亲亲老婆们 相处不好 毕竟我独来独往惯了 他们都是大家闺秀 金枝玉叶 我一个女官 怎么能比 我不高兴 不自在 也不想跟他们比 秦莫懂了 你就是你 你何须跟别人比 在我心里 你从来就是独一无二的 你不高兴 那就继续在紫薇心门里 你不自在 那就少去秦府 但是以后若是有了娃娃 你得让他们回家 跟家里的兄弟姐妹 打成一团才是 方唇柔媚地 白了秦莫一眼 就你会哄人 师姐 我秦莫向来都是 天不怕地不怕的 可我唯独怕你 秦莫握住他的手 道 我秦莫最怕人家真诚 最怕人家温柔 最怕人家真心待我 你用这三招 杀得我是丢盔卸甲 溃不成军了 凡这么对我的人 我都是输家 半点赢面都没有的 那你说得可够多的 方唇爷于道 哪有人能赢一辈子 我秦莫 这辈子输得多了 低头的时候更多 秦莫低头擒住了他的嘴 然后再抬起头 一脸坏笑地道 你看 我又低头了 方唇脸上有些微红 那你说 你要不要在这里娶我 娶 必须娶了 秦莫道 我想这一天 都不知道想了多久了 既然方唇想要一个独一无二的婚礼 那秦莫必须满足他 只不过 要确保将士们的安全 现在莫独已死 雅尔金五万大军覆灭 算了算 死在他手里的北奴金锐 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苏韵十万对十万 应该不至于打不过吧 他都提前给了信了 应该能放手猛攻了 西南方向不是还有横王吗 算上时间 士丹和吉舌的援兵 这几天也要到了 如此一来 就能确保万无一失 想到这里 秦莫将方唇抱了起来 想叫我可以 但是必须等你伤痊愈才行 起码也要一个多月 现在是夏天 方唇又年轻 代谢快 只要伤情持续好转 不出现反复的情况 一个多月 应该没大问题 然后再好好敬养一两年 到时候就能给他生大胖小子了 一个多月 方唇道 在这里会不会不安全 没事的 莫毒都死了 半数的精锐都被我打没了 他们还能翻天 秦莫自信地道 这不是还有苏韵他们吗 十来万人 不至于连另一半都搞不定 那你不回去复命了 这么远的路 我晚点怎么了 秦莫道 我要是马上回去 肯定烦得不行 你想 我阻断了西北奴援军 破灭了莫毒的阴谋 现在更是杀了莫毒 这手工就是我的了 其他人杀再多人 那都比不过我 我一会去 老六肯定大风特封我 那多高调 我得让老六先回去 到时候我就说 在这里扫尾 既不会那么高调 又显得我老成稳重 到时候他要赏我 我人不在 也不好赏 所以 肯定是让我爹 带我接受封赏 这封头 就让我爹出好了 他年纪大了 多出点封头好啊 就你歪里多 方唇道 这怎么是歪里呢 我杀了莫毒 现在头等大事 就是娶你啊 秦莫道 到时候回家 咱再补办一个婚礼 要不然不像样子 不用了 这样就挺好的 方唇才不在乎那些 就算没有婚礼 他心里也早就把自己 当成了秦莫的妻子 他只是向来自由惯了 不想跟那些个女人争夺宠爱 但是 我告诉你 就算我嫁你了 你也不能剥夺我的自由 方唇道 否则我就不嫁你了 那不会 我这个人 最是疼老婆了 只要是合理要求 必须答应 秦莫道 方唇哼哼了两声 就被秦莫抱回了营帐 把方唇哄睡了之后 秦莫让高腰守着 高腰心里羡慕他 小声道 这下好了 你得偿所愿了 第二天 士丹和吉舌的 带着三万大军 赶到了小海 这三万人一到 秦莫心里就有数了 柴荣已经带着一万人 直奔龙亭 也不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了 士丹和吉舌的大军 守在这里 倒也不怕没有军备 莫独留下来的资重 足够五万人吃上一年 可以说 这些资重 几乎把整个草原 给搜刮干净 他们守在这里 倒也让秦莫放松了许多 而此时 柴荣带着万人 赶到了北奴龙亭 看着被摧毁的龙亭 还有赤后打探到的 两处战场 他看到了大前军队的影子 报将军 发现了大量的弹壳 和手雷爆炸的痕迹 同时还有白领手雷灼烧的痕迹 赤后将捡来的大量弹壳递了过去 柴荣皱起眉头 这么说 苏将军已经到这边了 不过仔细想想 又觉得不对 苏运可是主力 说不定是横王的队伍 到底哪方赢了 在草原上 就是这点不好 消息闭塞 能不能在附近找到火口 柴荣想了想 去找找 北奴龙亭被摧毁成这样 肯定是有队伍过来偷袭了 很大概率是赢了 只是他们去哪儿了 赤后小队四散分开 柴荣看着满地的尸骸 空气中仍然散发着那股焦臭味 这里还有陷马坑 和断裂的剃刀线 应该是夜战 如果是白天的话 这么明显的陷阱 不会上当的 所以 柴荣等人分析之后断定 这里发生的战斗 都是在晚上进行的 应该是突袭战 然后驻军回援 最后落入了陷阱里面 柴荣也是拍手叫绝 必是大胜 一旁的副将道 马蹄还很清晰 血液都没有凝结 肯定就是这两天发生的战斗 花音落下 就有赤后焦急来报 将军 西北方向有一只骑兵 快速袭来 柴荣脸色一变 北奴人 他们穿着北奴人的服饰 人数约莫三五千人 赤后道 柴荣急忙道 快 准备作战 然而 就在他准备作战的时候 对方阵营却慢了下来 随后便有人朝鸣枪 不仅如此 对方还拿出了大前的旗帜 挥舞了起来 最后拿出千里镜 解析对方的旗语 将军 对方好像是咱们的人 自己人 柴荣都猛了 那为什么会穿着北奴人的服饰 他拿出千里镜 看到了对方的大前旗帜 真是自己人 不会有诈吧 不少人都愣住了 直到对方派遣了几个赤后过来 一眼就认出了柴荣 并且单膝跪地 向他说明了事情经过 柴荣这才彻底放下心来 你说大战是三天前发生的 是的 赤后道 横王已经去调集大军 去支援峡口山了 我们这边只有两千守军 是防止莫独大军回防的 莫独大军 医治邪大军 柴荣苦笑一声 医治邪的援助大军 已经被我们覆灭在乌苏不胡了 至于莫独 也被秦将军给活捉了 只不过 重伤不治而亡了 赤后都猛了 一时间有些转不过弯来 莫独死了 这消息也太劲爆了吧 你让领头的将军过来 柴荣道 让他把消息传给横王 我估计 北奴所有的精锐 应该只剩下峡口山那边了 我现在带人南下 你们守在这里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还不如跟着我一起南下 赤后那里能做决定 连忙跑过去 告诉了领头的将领 一时间 所有人都梦了 莫独死了 怎么跟天方夜谈似的 当李道远收到消息的时候 整个人都是懵的 他此时已经带着弃星军 以及阿什纳土门的三万大军 过了严红打紧 此时听到赤后说 莫独死了 医治邪援助大军全灭 除了苦笑 还是苦笑 老天爷啊 我辛辛苦苦冲到了龙亭 连莫独的影子都没看到 秦莫只不过是带队穿插断后 却能够灭了莫独 不公平啊 得知秦莫无事 还斩杀了十一二万北奴精锐 心中是既高兴 又觉得羡慕 这一战的首宫 非秦莫莫属了 虽羡慕 却嫉妒不起来 从金山冒险穿插乌苏不胡 遭遇雅尔金五万大军 然后直奔小海 又碰到了在小海驻扎的莫独 这时运气 更是老天的眷顾 要不是秦莫掀灭了雅尔金大军 这一仗估计够悬 本以为自己才是首宫 转头才发现 自己是个弟弟 弃心勇丽也好 阿什纳土门也好 也是愣在了那里 莫独就这么死了 他们二人对视了一眼 心里都有些不敢相信 这个纵横草原三十年的枭雄 就这么死了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一仗北奴彻彻彻底底输了 再也没有希望了 不仅如此 西北奴估计也要倒大霉了 大前是不会饶过他们的 将军 那咱们接下来 还要继续追击吗 倒不如守在北奴龙亭 等着忽掩安达自动上钩 弃心勇丽复杂道 阿什纳土门心里有些气气然 大前人居然这么厉害 从发兵到莫独死亡 也就一个多月吧 秦末覆灭了十一二万人 黎道远也斩杀了五万人 这里就十七万人了 算上峡口山十万大军 足足二十七万大军 这是要彻底让草原人绝肿 这已经不是战争了 而是纯粹的屠路 想到这里 阿什纳土门后背都湿透了 幸好他们缠鱼没有搞事 要不然大前人真的会把他们斩尽杀绝的 开宫没有回头见 都到这里了 回去我是不想了 而且柴蓉已经带人南下了 我们如果回去 连汤都捞不到 李道远道 加快行军 把剩余的敌人收拾了 是 将军 而此时 苏运带着几万大军沿途追击 呼掩安达 这些人狡猾如虎 而且 他们对草原地形熟练 这也是他们的长处 一连追击了五日 此时已经距离峡口山六百多里 距离北奴隆亭也不是太远了 苏运站在一个小山包山 拿着千里径观察周围的地形 他只希望能够捣毁隆亭 生情了莫毒 可正当他打算下令继续追击的时候 后方斥后追赶了上来 秦将军急报 苏运皱起眉头 这是秦末第二封急报了吧 难不成战况有变 他连忙让人解析密信 可解析出来的信息 却让苏运呆若目击 不 这怎么可能呢 他只是一个穿插部队而已 一万五千人 怎么能够杀灭十几万精锐 活捉莫毒了 他一脸茫然地拿着信 周围人都是一脸猛逼 他们这个主力 攻下峡口山 就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 算上秦末送信的时间距离 差不多就是他攻下峡口山前后的时间 也就是说 他都还没有走到草原上来呢 这仗基本上就结束了 游戏已经彻底进入了垃圾时间 苏运气地将千里净摔在了地上 我们算辟的主力 十万人就斩杀了两万多人 人家一万五千人 斩杀了十几万人 可人家他娘的是 穿插部队啊 是去断后的 军营里 众人净若寒蝉 苏运心态 已经彻底崩了 不是很秦末 而是气自己这么惨 他想到了秦末三日下涡洲 几千里突袭天象国 都是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姿态 摧枯拉朽地赢得了胜利 他甚至在想 陛下是不是一开始就打算以气制胜 是了 肯定是这样的 秦末最擅长的就是齐谋 陛下怎么可能会让他去断后呢 让他为主力 是以吻为主 让秦末突袭 是以其为主 如果齐不行 那么吻肯定不会有错 他太蠢了 居然现在才参透这一层计划 将 将军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众人都觉得索然无畏 攻破峡口山胜利的喜悦 荡然无存 他们折损了几千人 还在沾沾自喜 结果 人家折损的人数 跟他们临头差不多 轻轻松松就干趴了莫毒 灭杀了十几万人 还俘虏了万人 太丢人了 能怎么办 追击呀 苏玉怒声道 逃跑的敌人不是敌人吗 抽掉三万人 日夜间呈给本江去追击 务必将忽掩安达等人彻底留下 他们知道 苏玉心态炸了 谁也不敢在这时候出他眉头 是 将军 而此时甘州城内 李世龙正在处理军务 顺便把拢佑这边的情况梳理一遍 打下北奴之后 拢佑的驻军就要往北上了 他要把拢佑李世这些人 全部都赶出拢佑 去各地镇守 变法以来 虽然大量的王族出世 但是仍有不少人留在拢佑 不干正事 天天斗鸡遛狗 祸害百姓 要么就是便招罚抢占土地 六扇门收集的罪证 都堆成小山了 正想着该怎么处理 事后就进城了 报 草原大劫 秦末将军在小海擒沙磨毒 斩杀六万余北奴人 俘虏万人 事后骑着马 在甘州城内狂奔 来往的行人听到这话 都是一愣 玄机纷纷大喜 原本安静的甘州城 瞬间变得热闹起来 李思逊收到消息后 飞快地跑到李世龙所在的行园内 看到李思逊 李世龙放下了手中的笔 思逊 你来得正好 朕有事找你 李思逊难言脸上的喜色道 陛下 微臣过来 是有天大的喜讯 哦 李世龙道 什么天大的喜讯 李思逊从怀中抽出急报 攻着身子 将急报双手奉上 恭喜陛下 秦驸马都尉 继乌不苏湖 斩杀雅尔金五万大军后 在小海擒杀了莫毒 斩首六万余人 俘虏万人 这一仗 我大前 完圣仪 此后 大前再也北奴之幻眼 听到这话 李世龙呼吸急促了起来 一张脸激动得通红 他焦急 拿过李思逊手中的急报看了起来 随即仰天大笑 好女婿 真是真的好女婿啊 当秦末的第一封急报 传入甘州的时候 李世龙心里就明白 自己战略上出错了 他也特别地庆幸 当时大家都不敢吭声的时候 是秦末站出来 说他的战略有问题 并且指出了问题所在 要不然 这一仗 就显了 击杀了西北奴五万大军 让李世龙捏把汗的同时 也非常地担心秦末 此番他深入草原一两千里 是最危险的 每日都期盼着秦末能发来第二封急报 却没想到 时隔几日 这第二封是天大的捷报 李世龙激动得不行 在行园内走来走去 这臭小子 当真有冠军侯之勇 四逊 朕的女婿 勇不勇 秦驸马都尉之勇 冠绝大前野 李四逊心中也是后悔了 早知道当初李安康嚷嚷跟着秦末的时候 他说什么也不会拒绝 跟着苏运虽然稳 可到现在 也没什么大功劳 秦末倒好 全灭了西北奴援军 稳定了战局 又洞悉了莫独的计谋 擒住了莫独 斩杀了十一二万北奴的金锐 一万五千人的突击部队 打出了主力十万人 都没有打出的霸道 只不过 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 莫独被抓 半数金锐被屠戮 再加上 苏运已经攻下了峡口山 这一仗已经接近了尾声 哈哈 的确乃我大前第一用 从大前出征以来 他就在想 多久能够结束这一场战斗 他定下的时间是三个月 到五个月左右 却没想到 秦末一个月的时间 就视如破竹地 把北奴的阴谋 给彻底地粉碎 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伤亡 均被损耗 大大的增长了他李前的威风 李世龙已经想到了 莫独在自己面前跳舞的画面 他心中想 这大前万千人 只有锦云懂我 那日晚上跟他说的话 他听进去了 父皇说得没错 这小子被揽是被揽 可是长辈的心愿 都是会不予一力地帮助 一旁的高士连眉开眼笑 奴婢祝贺陛下 功盖千古 大前国作万年 几乎一瞬间 这行园内 众人都跪地恭贺 李世龙大笑不止 把这消息传回去 让所有人都高兴高兴 传令苏运 让他加快进度 他心里对苏运 其实还比较满意 毕竟峡口山那个地方 的确算天险 但是跟秦末一对比起来 就差事了 无论是统战能力 还是战略目光 都差了秦末一大截 十万人的主力 硬生生被他打成了辅助 看来 帅才是天生的 李思逊离开后 李世龙又招来了六扇门的人 这六扇门的确好用 比他之前成立的任何情报机构 都要好得多 特别是其中的谍战司 大量的情报递上来 而这些情报 都是经过分析筛选之后 城上岸头的 去 把急报发往京城 李世龙掐着指头算日子 按这种进城 最多再有一两个月 就可以回京了 这边战士 基本进入了扫尾阶段 高丽那边 也不能再拖了 六扇门的人拿了急报离开后 李世龙走到院子里 烈日高照 他说 高世连 你说大钱像什么 高世连回到 奴婢不知道 但是秦驸马都尉曾经说过 大钱就是黄黄大日 大钱的荣光 终有一日 会照射到这个世界每一个角落 太阳升起处 都会有大钱龙气飘扬 朕让你说 没让你重复那狗东西的话 奴婢没什么文采 只觉得驸马都尉说的话 振奋人心 让人一听 就觉得浑身是劲 高世连笑着道 这倒是事实 李世龙笑着道 也不知道这狗东西 什么时候回来 震想他了 你说 他回来的时候 震该奖励他什么呢 这高世连眼珠一转 苦笑着道 驸马都尉不求名利 况且 这是陛下和驸马都尉的约定 谈赏赐 似乎有些太见外了 尤记得早些年的时候 驸马都尉就说过 自家人给自家人办事 谈不上功劳 就驸马都尉那性子 陛下若是讲他前吟或者封诀 他说不得还不高兴 奴婢倒是有个不成熟的想法 只是害怕陛下会骂奴婢不懂事 李世龙道 说 震慑你无罪 驸马都尉不爱当官 不爱前吟 但爱美人 元奸正之徒 也是相貌端正 更难能可贵的是 其忠义 驸马都尉远征难翻之时 便守着 害了天花 还不惧生死照顾秦驸马都尉 陛下不如成人之美 将其赐婚 可驸马都尉这功劳着实太大了 仅仅是赐婚 怕是朝中上下又有流言蜚语 说陛下苛待了功臣 倒不如再将驸马都尉的家眷挨个封赏 追封其足 再多赏赐一些丰硕的嬷嬷 给秦郡王 最后 给秦驸马都尉一个长假 如此 驸马都尉必然对陛下 感恩戴德 高世连能不知道秦末的心思 他必然是要帮他的 现在李世龙高兴得不行 脑袋一热 搞不好就要把秦家的郡王 往上提一提 提到秦王 那不行的 到了秦王 等八皇子上位怎么赏 必不能让陛下往这方面想 李世龙也没多想 高世连说的 的确是个办法 可仔细一想 还是觉得不妥 就怕父皇又说朕小气 这臭小子 也的确争气 不贪图功名利禄 就是桃花太旺 天刚的徒弟 朕也是知道的 的确忠义 是个良缘 可锦云那妾 朕也不好插手吧 就秦末家的情况 早就乱得不行了 而且 李世龙跟袁天刚的关系 他嫁徒弟 自己肯定也要赏赐的 丑死他了 算了 看那狗东西想要什么 李世龙也懒得去费脑筋了 你刚才说的那些 也有点道理 你对秦家熟悉 把秦府家眷的名字和关系 都写下来 震晚点 来写赏赐 高世连心中一喜 知道李世龙听进去了 是 陛下 奴婢这就准备 这也就是在外面 在京城 非要扣高 是连一个干政的大帽子不可 李世龙坐在摇椅里 心里想着 就这狗东西的功劳 都足够进武庙了 进武庙 那是一个武将最高的荣誉 秦末这几年 打下的疆域 都超过大钱了 秦柱莫独 等南帆回归 这功劳 往千数千年 都不会再有了 千年前 皇帝会怀疑冠军侯吗 不会 他也不会 更别提他是自己的女婿了 秦氏一门 不是门法 虽然有钱 却不受土地 从秦氏教材就能看出来 不是以前那些门法传授的一门 一户的私人之学 不行啊 进武庙还太早了 也没有人活着的时候 就进武庙的 李世龙愁啊 秦末他不怀疑 但是要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有些时候 皇帝也很为难的 进文庙 也不行 那小子虽然文押大钱 可也没什么拿得出手的著作 就算有 现在也进不了啊 李世龙长须短叹的 那些个小说 可不能当作剧作 著书列传 是非常严肃的事情 非文采非凡 德高望重之辈 不可著书列传 否则就是笑话 也没什么人来捧场 就在这时 李世龙灵光一闪 既然进不了文庙 也进不了武庙 但是他可以弄一个类似云台阁 用来悬挂文臣武将画像 用来表彰他们的功劳 这个好 不仅够光荣 还有面子 说出去 还能够堵住天下悠悠众口 想到这里 李世龙心中的忧愁全没了 他快步走到暗读前 提笔写下三个大字 乾坤阁 来人 把这三个字拿去刻扁 而此时 京城 礼乐坚国之时 都是在偏殿之中 就算是赵剑大臣 开朝会 都是在偏殿中 绝不见悦一分一毫 每日都是勤勤恳恳地 在这里批阅奏折 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这日 他批阅奏折到赏武 酷暑难耐 七月的京城 热得不行 看着趴在暗读上呼呼大睡的李仙和李轩 他摇摇头 走过去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该吃午饭了 李仙睡得迷迷邓邓的 抬起头 啥 要施肥了 不是昨天才刚施过肥 李月苦笑一声 这十五 满脑子都是浓事 我说 该吃饭了 吃完午饭 你去京郊观察一下周围的蓄水 真的 李仙顿时清醒了过来 谢八哥 天天坐在宫里 我屁股都生疮了 李轩则是兴趣缺缺地道 这么热的天 晒死你 八哥 你下午放我回实验室吧 我是真不喜欢看这些奏折 看得我眼疼 头疼 浑身都不得尽 父皇让你们在这里学习处理正事 你们两个能不能上点心 李月无奈道 八哥 我们对这个根本不感兴趣 别逼我们了 李仙道 我们俩就根本不是当皇帝的料 这种苦差事 你来就行了 有这时间 我还不如去做新肥料 想办法制作杀虫剂 提高作物产量 树叶有专攻 你这个我玩不来的 说着 他脚底抹油 一溜烟地跑出了偏殿 嘴里还喊着 我往后都不来了 有什么事去地里找我 李月头疼不已 他好不容易把他从地里逮回来 结果又跑了 父皇要是问起来 他怎么回答 十六 你让八哥省点心成路 八哥 我天生就不是当皇帝的料 我的梦想你是知道的 是造出大轮船 更高效的蒸汽机 未来还要造姐夫老师口中的内燃机 还有飞机呢 你这不是浪费我时间吗 我的时间很宝贵的 当皇帝有什么意思 不就是跪拜的人多点 用的暗毒大一点 睡的女人多一点 那又怎么样 死了还不是躺棺材脸 就算把陵墓修建得跟皇宫一样华丽 又有什么用 就能死而复生吗 当皇帝 真是半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我实话告诉你 就算父皇求着我当 我都不稀罕 天天窝在宫里 半点长进都没有 根本不知道外面日新月异 就算能出去 也不过是在京城周边 去远点 还要劳民伤财 找各种理由 烦得要命 李轩昂着头 将自己面前的图纸收了起来 夹在了叶下 拱了拱手 辛苦了八个 老你受累 当一当这个皇帝 反正我是不感兴趣 说完 一甩头发 拽拽地走了 姐夫老师说了 做人要有个性 做科学家 更要个性 皇帝 狗都不当 十六 你 李月苦笑连连 怎么皇帝到了他口中 就半点不值钱了呢 不过 这俩兄弟 一个专心农士 一个专心格物置之 的确非常的重要 他想了想 也就由他去了 逼着也没什么用 如果父皇问起来 挨两句骂得了 正想着呢 外头就传来了声音 草原大劫 擒驸马都尉小海 生情莫毒 斩首六万余人 俘虏万人 听到这声音 李月一愣 旋即狂喜 飞奔出去 就看到赤后急匆匆地跑了过来 单膝跪地 禀越王 草原大劫 驸马都尉生情莫毒 大破北奴 李月接过捷报 仔细看了起来 他激动不已 好好好 汉子 哥们就知道 你肯定能行的 看着捷报中 有关北奴人的计谋 联想秦莫第一封捷报 他也是一阵阵的后怕 不愧是我兄弟 我就知道 这一战的手工 必然是你的 秦莫功劳越大 他的声威就越高 谁都知道 秦莫是他的人 是从小跟他穿同一条 开裆裤长大的 不过 这捷报下面 还押着一封信 他不由问道 这什么信 禀越王 这是陛下的信 李月神情变得正色起来 你先下去好好休息 来人 将捷报传遍京城 与名同乐 说完 他转身回了偏殿 拆开了李世龙的信封 认真看了起来 首先 就是肯定了 他在京城监国期间各项举措 然后又说了 有关于李先和李轩两兄弟的事情 直说 他们不愿意批乐奏折 就放他们去做 自己想做的事情 看到这里 李月也是松了口气 看来 父皇也知道他们的志向 可看到后面 他眼前一亮 心中也是暗暗激动 是时候对高丽动兵了 他心里很清楚 父皇早就想动高丽了 现在秦末大破北奴 一马小海 对北奴之战 基本上已经赢了 一些无关紧要的残敌 已经影响不了最终的胜利 这才多久 一个多月 算上草原到京城的时间 就算是八百里加急 也要十几天 不愧是憨子 这速度快的 甚至都没有给他准备的时间 李世龙在信中说 他要等北奴战事彻底平定之后 军事不防后 然后会带着北奴俘虏回京 快则一两个月 慢则三四个月 这就是给他作战的时间 时间很紧迫 虽然对高丽用兵 大家心照不宣 可话从他的嘴里说出来 是不一样的 毕竟从法理上来说 他还不是太子 只是奉旨监国 贸然开战 风险很大的 而且 开战也需要找到借口才行 否则 就是好战之君 保证各种大帽子就扣过来了 这一次 憨子也不在 也没太多人给他出谋划策 李月心里很清楚 这是父皇留给他的一道难题 怎么搞 李月有些心烦 要是憨子在 肯定有办法的吧 他走出偏殿 没有去找那些大臣 而是去了立正殿 向公孙皇后 禀告这个好消息 随后 他都没顾得上吃午饭 就出宫 去了秦庄 亲自找到李源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 黄爷爷 锦云在小海生情了莫毒 大破北奴 这一战 我们大前赢了 李源这会儿 正在大树下乘凉 这树是 秦莫花了大功夫 让人栽种到院子里来的 躺在树下 恰好有些许山风 凉爽至极 李源高兴得道 也就知道 这一仗 锦云肯定会大放光彩 是啊 作为穿插部队 居然两战奠定了胜脸 李月道 总感觉这世上 就没有他打不赢的仗 哼 你看你父皇 都那样了 还急着亲征 还不是仗着锦云是他女婿 李源道 他女婿才是他的胆 要是没有锦云 他这一次 必然是不会亲征的 还有啊 他居然让锦云带队穿插 多么危险啊 四支队伍 只有锦云最凶险 你父皇是堵住别人的口了 却不想这有多危险 稍有差错 锦云就危险了 第一封捷报回来的时候 李源差点没气死 哪有这么混账的东西 偏偏就把最危险的任务 交给了秦莫 随后 苏运攻破峡口山 他内心其实是觉得 李世龙战略有问题的 苏运稳是稳 可这一次 要不是秦莫 这十万大军 估计都得折在草原了 千亿发而动全身 到时候 李道远要遭殃 秦莫同样要遭殃 十几万精锐都要折了 而北奴人 要是搅和了他们的武器 反攻起来一如反掌 就算不反攻 拥有这般武器 大前还敢轻易进攻吗 他把这个分析给李月听 李月也不敢作声 毕竟这是埋怨自己的父亲 他一个做儿子的人 怎么好说 干嘛不吭声 错了就该说 他战略有问题 还不许人说了 要不是景云胆大心细 他欲驾轻征 就成笑话了 李元哼了一声 黄爷爷 战局瞬息万变 再好的战略 也不能应付突发情况 李月道 行了 你别提他解释了 李元道 也得亏了景云没事 景云要有事 我跟他没完 李月摸了摸鼻子 黄爷爷 那孙儿就先去秦家报喜了 你等等 李元叫住了他 现在北奴战事快平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 对高丽用兵 抓紧点 你丈人不是已经在 渤海湾待命了吗 你爹在有几个月就回来了 回来之前 你总要扫灭高丽吧 要不然 你这监国监的 也太没意思了 李月收住脚 说道 孙儿也想打 可是贸然开战 恐怕 恐怕什么 你怕个什么 李元道 吉舌 士丹都有驻兵 窝州都是自己人 君臣部也臣服了 都是自己人 高丽就是问中之鳖 你丈人从渤海湾过去 也就十几天的海路 以他的能力 不用两个月 必然有捷报传回京城 扫灭高丽 平定了半岛 你爹就是千古一地了 景云都知道帮他丈人 你不知道帮你爹 离开秦庄后 李月一直在反复咀嚼李元的话 突然 他身子猛的一阵 我知道皇爷爷的意思了 帮助父皇成就千秋伟业 这便是最好的理由了 邪大义 谁敢说不 父皇让十五十六辅助我一起监国 不单单是考验我这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两个人来帮助我分担压力 若这件事 让我一个人提出来 所有的压力便在我一个人身上 如果十五十六一起站出来 就算我不是太子 我也有了大义和正当的名声 不仅分担了我的压力 还不至于让我扣上一个好战之君的名声 父皇苦心 我居然现在才得以参透 李月知道自己处理正事不如李星 聪慧也不如李志 但是他能听劝 会反思 有错就改 这就是他的长处 他回头看了一眼李元的房子 心中说不出的感激 皇爷爷就是皇爷爷 一眼就看出了问题所在 直指根源 他还是太嫩 还需要更多的精力才是 从李元这边离开后 李月没有回宫 而是跑去了李仙的试验田 这小子正坐在树下 旁边还有许多的农学生 记录着各种数据 看到李月过来 李仙把腿就跑 哥 你饶了我吧 不是说了 不让我回去了吗 你怎么出而反而啊 李月见李仙撒鸭子狂飙 也是一愣 旋即也追了上去 十五 你回来 我不是来抓你回去的 爹来了信 说了你以后跟十六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我再也不逼你了 听到这话 李仙停了下来 他天天在天地间奔走 跑步可是他的强项 你发誓 说你没骗我 真的 我没骗你 快过来 我有件事想让你帮忙 是很重要的事情 李月跑得肚子疼 这家伙跑得也太快了吧 李仙见状 你要是骗我 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相信你了 李月也是头疼 好说歹说 才把李仙哄了过来 说吧 什么事 让我回宫 肯定是不行的 你把我抓去 能够得到我的人 也得不到我的心 李仙咬牙道 没什么 我要打高丽 明天正好是小巢会 我起头 你答应就行了 李月勾住他的肩膀 干完这件事 父皇回来前 你都不用进攻了 真的 就这事 李仙松了口气 我还以为什么大事呢 你派个人过来 跟我说不就行了 打高丽 不是大事吗 北奴 都被咱们给干完了 高丽算个屁 李仙这方面 还是很骄傲的 稳赢的 干就是了 李月顿时尴尬了 他还以为自己 要费一番口舌呢 没想到 李仙根本就不在意 还有事不 没事别耽误我学习 以后一点小事 就别自己来了 免得我同学怀疑 李仙在外都是用化名的 也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他还是更喜欢这种 质朴简单纯粹的生活 我走行了吧 李月叹了口气 那明早的小巢会 你可别迟到了 知道了 八哥 你真是太事了 李仙跑了回去 他同学问道 你个找你 你跑啥 哦 我怕他抓我回去 继承家业 很烦的 李仙坐了回去 行了 别管他了 我们继续 众人也没多想 只以为李仙是商人的孩子 现在朝廷对他们这些农学生 是非常优待的 课业成绩优秀 未来是可以直接当农官的 直接去公布报道的那种 商人是有钱 但是哪有官位好啊 俗气 李月从李仙这边离开后 又去找了李轩 结果连人都没见到 他只能在外面说话 最后从门下面丢出来一张纸条 知道了 回去吧 别耽误我做实验 这事儿 就算是说好了 李月叹了口气 果然打弟弟要趁早 等弟弟大了 就没那么好收拾了 回到宫里 已经是丑时了 李月饿得前胸贴后背 正打算吃点东西 垫垫肚子 公孙无忌就过来了 臣 见过岳王殿下 舅舅免礼 李月糕点吃了一半 连忙放下 舅舅 有事吗 这一次大破北奴 陈过来是想问问岳王殿下 是否有宴请群臣的打算 上任户部之后 他公孙无忌 又成了文官第一人 地位比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个 不太合适吧 李月心里 其实还挺忌讳 这一块的 有些越界的事情 能不碰绝对不碰 大姐应该与百官同乐 与万民同乐 不妨将皇后娘娘 请过来主持 合理合规 公孙无忌提醒道 李月想了想 父皇在时 樊大姐 必宴请 那就麻烦舅舅了 我这就去立正殿 询问母后的意见 晚些时候 再把皇爷爷请回宫来 与众人同乐 李月谨慎地道 公孙无忌这些日子 一直在想办法 获取李月的信任 不谄媚 不刻意奉承 只是干时事 替他补露时宜 效果很好 一开始 李月是很忌惮他的 透着隔阂 而现在 这隔阂和疏远 已经很淡了 那微臣告退了 舅舅且慢 李月叫住了他 并上前拉住了他的手 有件事 外甥还想请教一下舅舅 公孙无忌连忙道 沉洗耳恭听 李月端来了一条凳子 说道 渤海湾传来消息 黄罗不敌高丽和万计 派遣使者向大前求助 你说 我是否要应下来 文言 公孙无忌就明白 李月是想打高丽 他沉音片刻道 黄罗可有任我大前当宗主国 这个 不曾 既然不曾 那我们又有何理由出兵呢 公孙无忌提醒道 既无理由 无端出兵 便是无意之师 这一点 李月倒是没想到 那舅舅有何高见 此时父皇北伐 已经奠定了胜利之机 我不想 让父皇回来的时候 听到高丽作乱的消息 公孙无忌想了片刻 那高丽早先在渤海突袭我等 只是当时大前正值天灾人祸 无力去管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 是时候替当初惨死的将士们报仇了 高丽 万恶以 犯下了诸多罪恶 必须灭其王储 破其国 将高丽之名尽数迁出 接受劳动改造 洗刷他们身上的罪念 公孙无忌 就是公孙无忌 三言两语 就找到了合适的开战理由 只是李月不能来提这件事 最起码不能让他来开口说 要打高丽 这是最基本的玉下之道 舅舅言之有理 这高丽 着实可恨 李月愤怒地道 必须让他们知道 大前天威 不可触犯 既然如此 那就趁着这次机会 讨伐高丽 等父皇回来后 若知道高丽平定 必然高兴 我们这些做臣子的 也要为君父考虑 到时候 把盖苏文等叛逆禁术抓来 让他们在父皇面前 磕头忏悔 岳王英明 公孙无忌心里透亮 这是提醒他上奏 皇帝一个多月 几乎平定了北奴 回来也就是这几个月的时间了 留给李月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要尽快 明天正好是小朝会 是个好机会 而且 李月几乎是明示他了 他要做父皇的好儿子 而他要做替君上分忧的好臣子 不错 经过这些年的历练 李月的确有了几分诚服 做事也越发地老练起来 掌握了几分帝王心术的精髓了 所谓帝王心术 就是明示不点破 猜对了 算你本事 猜错了 自然倒霉 这也是他想要的 李月让他上奏 那便是说明 会用他 做好这件事 李月必不会疏忽了他 即便李月不是他的亲外生 也会重用他 弃重他 当个三朝元老 可再保公孙家三代人的荣华富贵 臣这就回去写奏队 公孙无忌起身 那臣就不打扰殿下处理公务了 舅舅慢走 劳烦舅舅舅通知一下其他人 晚上记得暗时赴宴 就在太极宫中 臣 尊旨 公孙无忌离开偏殿 嘴角不由露出了微笑 陛下 您还真是处心积虑啊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李世龙在为李月扑路 这也是李月的道远 谁能想到 一个树出不受宠的皇子 能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位置 李星在位时 都只见过一次国 而且还设置了诸多的限制 现在 李世龙近乎将权柄都给了李月 先是三道大总管 帮助这三道恢复名声 使得李月在南方享誉名声 贤王之名传扬天下 手上要人有人 要钱有钱 要权有权利 要功劳有功劳 如果攻下了高丽 就补全了李月最后一块短板 军部由柳城虎压着 新一代更是有秦末扛大旗 这都是李月的人 心法已成事 心学更是主流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李月有心要搞事 现在摇臂一阵 李世龙就得下来 可惜 李月不是李星 李世龙心态也变了 时也命也 说来说去 都是因为秦末 以小事扭转大事 每每都能够准确地切入时机 从而扭转乾坤 硬生生将不是天命之人的李月 给抬了上来 想到这里 公孙无忌笑着摇摇头 大步离开了皇宫 事业 太上皇坐镇 公孙皇后只是露了个头 就回了立正殿 毕竟前些日子 后宫干政的风波才消下去 他不适合多露面 李月坐在下方 只不过 坐的位置很耐人寻味 他既没有坐在武将之列 也没有坐在文臣之列 而是坐在了中间 龙亭之上 除了龙椅最高 还有一个平台 一般是皇后或者太子坐的 李元也没有坐龙椅 而是坐在了平台的左方 李月则是坐在了台阶之下的 正中间的位置 既不偏武将 也不偏文臣 是李元让人布置的位置 李月还不是太子 还没有东宫的布置 偏文臣 或者偏文臣都不合适 坐在中间最合适 也免得下者揣摩上者的心意 众人都是老狐狸 不免惊叹 李元处世之老辣 大宴之后 李月离开了皇宫 已表示对皇帝的敬重 并没有住在自己昔日的宫殿内 得到了众人一致的夸赞 李月的声望 一时间变得更高 第二天 小朝会 公孙无忌上奏 一时间便有数十人附和 李月无所不允 李仙 李轩也是同声附和 只用了两课钟 就确定了对高丽用兵 讨伐高丽 是明星所向 是大势所趋 李月坐在片殿中的上方 两边还坐着昏昏欲睡的 李仙和李轩 哲令 诸国公 点兵五万 讨伐高丽 月王英明 众人纷纷败道 而此时 小海边正在举办婚礼 秦末穿着喜服 虽然不是到婚特有的服饰 可草原上物资贫瘠 也没那么多要求了 今天是七月十日 日子不算太好 但是方纯执意选择 今天嫁给秦末 因为今天是他的生日 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年月 只知道 这天是师父将他抱回去的日子 秦末穿得喜气洋洋的 肃杀的军营之中 也多了些许的喜色 大前的士兵 和吉蛇士丹的士兵 勾肩搭背地 围坐在一起 中间燃起了巨大的篝火 草原上最不缺的 就是牛羊 一只只肥瘦的牛羊 被架在了火堆上 吉蛇 士丹的士兵 跳着他们民族特有的舞蹈 唱着祝福的歌 虽然听不懂 但是歌声悠扬 透着真诚 带着祝福 秦末准许他们喝酒 虽然 一人 只有两口的量 但也足够 让大家快活了 谈不上过瘾 但是配上秦末 用秘制酱料烤制的牛羊 一个个大块朵頤 秦末不是第一次结婚了 心里却格外地着急 憨子 你别急啊 豆一爱道 你看我 多淡定 靠 是我结婚 又不是你 你懂个屁啊 秦末特想看看 方纯着新衣 涂胭脂的样子 没人比我更懂结婚 豆一爱拍着胸脯道 我也是那了二三十个小妾的人了 这一点 我比你强多了 我儿子比你多 一句话 就把豆一爱的骄傲 瞬间瓦解 然后 就蹲到角落里 默默地抽烟 拔着草地上的草 太扎心了 那腾往哪戳 不一会儿 那一块就被豆一爱给拔突撸了 而此时 营帐之中 高腰正在为方纯梳洗 半装 你说你 还没好透呢 这么着急作甚 不要命了 我知道你很想嫁少爷 总要把自己身体要好来不舍 贾太监 你知道吗 想要嫁一个人 是迫不及待的 看着铜镜里的自己 方纯笑着道 况且 这里是小海 是草原深处 谁也不知道 敌人会不会过来 我怎么能让他在这里冒险呢 我自己的身体 我很清楚 经过这半个月的修养 行路是没问题的 就好像你 估计就算你死了 都不愿意让妙云受伤吧 高腰沉默了 他看着掠尸粉呆的方纯 是那样的阴气逼人 只不过 这阴气碰到秦末 就被打磨的圆滑 变得更加的温柔 就连笑起来 都更加的柔媚 这一刻 方纯笑得特别幸福 哪个女人不怀春呢 他真的好羡慕方纯 贾太监 如果和平了 你会不会告诉他真相 我 高腰投腰的波浪鼓似的 我不行的 你不说怎么知道 方纯道 妙云说 他要封心了 你要是再不说 可就没机会了 高腰心猛的一紧 然后故作漫不经心的道 我是奴 他是主 干爹将我送给少爷 就是希望 我能够时刻保护少爷 少爷一生平安快乐 我就知足了 至于我是以什么身份 跟在少爷身边 守着少爷 哪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能继续跟着少爷 那便是我的快乐 方纯感受到了 婢子梳头发的速度加快了 也不再多说 只是道 你这手艺 如果恢复真身 肯定把自己装扮得 飘飘亮亮的 妙云看到你 怕是会挪不开眼睛 高腰则是心有气气然 有些期待 可更多的是迷茫和害怕 你这女官 好不讲理 明明今天是你的婚礼 何故怂恿我 你就这么希望我离开少爷 我还未痊愈 妙云联系我 必然不会动我的 今夜是个好机会 你可要把握住 他对秦末秦义无双 高腰更是 就连他都是比不过的 只是高腰太自卑了 就像曾经的他一样 所以 他想帮一帮高腰 北奴平了 以后就没什么太多的战争了 师父说了 妙云过了这个节 以后就顺风顺水了 高腰心怦怦跳 脸骚得通红 你 你好不知羞啊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他脑袋晕乎乎的 跟着秦末出生入死这么久 什么场面没见过 却被方唇一句话 给弄得手心出汗 你听得懂 方唇笑着道 就当帮我一个忙 可好 哪有人帮这种忙的 荒谬 荒谬至极 高腰的声音都在发颤 你这女官 太不知羞了 你想不想 不 不想 高腰道 是吗 这是最好的机会了 不把握住 就真的没机会了 方唇偷偷笑了起来 方唇的笑声 让高腰如同被踩尾巴的猫一样 跳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 我就这么让人可怜 需要你的施舍 妙云的感情是东西 是施舍就有用的 那你未免也小看妙云 小看我了 方唇哎呀呀地道 反正话我都说出去了 听不听是你的事情 要不要帮忙 也是你的事情 脚掌在你的身上 这胭脂水粉 也有 女人的衣服也有 换不换衣 化不化妆 谁也强迫不了你 说着 他顿了顿 又道 毕竟我这个人 向来都是素面朝天的 也从来不喜欢化妆 这次能飘飘亮亮地嫁给妙云 还要多亏了 你这个假太监 随身携带着这些胭脂 还有香水 否则 我这浑身的药味 血腥气 哪个男人看了喜欢 就我这张脸 半个月了都没有点红色 并奄奄的 用了你的胭脂后 就好看多了 我要谢谢你 用你的胭脂 叫我的爱人 你 高腰都要气死了 臭女官 要不是少爷说 让我多让着你 我早就动手了 我现在不是你的对手 你动手我就叫我的狼娟 看着方唇茶里 茶气的样子 高腰气得咬牙切齿 行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 以后你嫁给少爷 就是主母了 我就不能跟你吵了 想到这里 他心中悲戚更深 方唇见状 也是暗暗叹息 这傻逆子啊 是把自己困死 在这个假太监的身份上了 他随身带着胭脂水粉 还有香水 明白着 他心里 是期望恢复真身的 那你以后就伺候我吧 我就跟妙云说 把你要过来 到时候天天欺负你 你要是帮了我这个忙 我就不欺负你 毕竟大喜的日子 我也不想让我的郎君失望 你能理解吧 高腰红着眼睛道 不能理解 你再说 我就出去了 见高腰渲然欲气 翘脸煞白 他不仅没有收手 反而变本加厉的道 你敢出去 我就告诉妙云 你可以试试 方唇做出一副恶人的样子 你大可以告诉妙云师姐的事情 反正是你跟着我一起做的 妙云肯定会原谅我的 但是不一定会原谅你 你知道的 他最恨别人骗他了 到时候一气之下 就把你赶走了 不要你了 你说再多 去求你的干爹都没用 大不了 我到时候装的委屈点 抱着妙云大腿撒撒娇 他纵失有再多的火气 也肯定没了 文言 高腰眼泪速速地掉 一想到秦末把他赶走 不要他了 那他还有什么意思 所以 听我的 帮我这个忙 反正你我身形相仿 吹了蜡烛 妙云不知道的 我用了你的香水 香味跟你是一样的 至于伤口 你有果胸 妙云不会查探的 方唇寻寻善诱道 高腰低着头 泪珠一滴滴地砸落在地面 我帮你 但只有这一次 好 你帮我这一次 以后我不欺负你 也不要挟你 我方 纯说话一言九鼎 见高腰还在哭 他连忙道 你别哭 要是妙云看到了 还以为我欺负你呢 把眼泪收回去 高腰连忙吸了吸鼻子 擦干了眼泪 这一刻 他委屈到无以复加 想哭又不敢大声哭 眼泪硬生生憋了回去 只恨以前没有好好欺负 这臭女官 今天才着了他的道 任他搓圆搓扁 可又能怎么办呢 人家现在是主母 而他 只是一个假太监 见高腰那受气小媳妇的样子 方唇满意地点点头 记住了 给我装得像一点 要是坏了我的计划 看我以后怎么欺负你 高腰默默承受着 帮方唇梳洗打扮 却不敢怠慢 我不是怕你 我只是害怕离开少爷 高腰哽咽道 臭女官 你欺负我就欺负我 以后少欺负点少爷 他这人爱面 你不要动不动打他骂他 揪他耳朵 要是有什么气 往我一个人身上 撒就行了 听到这话 方唇更加地感慨 这世上 哪有这般痴情忠心的人 真是把自己的心 自己的魂 自己的人 都奉献得半点不剩下了 那要看你今晚的表现了 方唇笑了笑 只要妙云满意 我就满意 正说着 方唇就看到帐篷上 透着一个人影 就听秦莫道 好师姐 我能进来瞅瞅不 不 不行的 少爷 新娘子还没化好妆 在这之前是不能见面的 你要遵守规矩 高腰飞快地擦着眼泪 努力让自己的声音 听起来正常 帐篷外的秦莫搓着手 心里那个急啊 行 小高 你可要把我师姐画得 漂亮些才行 秦莫偷偷掀开帘子 却被高腰给拉住了 他信信一笑 后退了几步 这时候 窦一爱哼哼道 你那里是想看新娘 你分明 是极着想入洞房 去去去 你懂得篮子 秦莫见他一脸委屈的样子 道 行了 我到时候 让老咱搞个生儿子的秘方给你 行了吧 窦一爱飞快地抱住秦莫的大腿 大哥 你最好了 起开 秦莫太清楚窦一爱的嘴脸了 一脚 将他踹翻在地 窦一爱拍了拍屁股 道 憨子 这些俘虏了 有好些北奴贵族的女人 一个个长得脸圆定大 一看就是生儿子的料 我去弄几个来 今天晚上伺候你们俩 你给我回来 秦莫攥着拳头 上去就是蓄意轰拳 打得窦一爱抱头蹲了下来 狗东西 哥们要当好男人了 你还逼着我做渣男 我怕你不行 想让人在后面推你 秦莫鼻子都气歪了 你给我省点心吧 你怕他们推得不好 没关系的 我会出手教他们 秦莫又气又无奈 可转电一想 上天给了他那妾 宋七 打仗的天赋 必然会给他关上一扇门 你要喜欢 就选两个 带回京城 少在这里点我 窦一爱嘴都咧到耳后跟去了 谢谢憨子 说完 他撒鸭子跑开了 等到下午 喂食墨 方唇总算出来了 秦莫守在门口 窦一爱跟一众将领当伴郎 高腰牵着方唇的手走出来 窦一爱高声道 新娘俊不俊 俊 众人高声喊道 随后窦一爱又道 你们喜不喜欢 喜欢 众人咧着嘴笑道 别看秦莫平日里不正经 但是在军中威望特别的高 甚至一度盖过了柳城湖 特别是这些新军 几乎是秦莫一手打造出来的 平日里 谁敢跟秦莫开玩笑 也就这个时候 大家逮着机会 抓住秦莫开涮 想不想把嫂子娶回家 想 那一声响 众人歇斯底里地喊道 方唇没有选择盖盖头 而是手里拿了一把扇子 虽然遮住脸 可侧眼也足够这些军中之狼流口水了 但是没人敢有非分之想 对于方唇的忠义 他们心中都是无比地敬佩的 我尼玛 爱嫂子 秦莫笑骂着 上前牵住了方唇的手 这可是我老婆 你们自己不会娶去吗 列阵 窦一爱再次高喊 三方的将士站成一排 为两人扑了一条路 地上的红毯 是东拼西凑而成的 看起来简陋 也不华美 却是众人的心意 走吧 秦莫笑着道 两人走在红毯上 不断地有人祝贺 祝秦将军 方姑娘 百年好合 那一声声的祝福 让两人牵手 走到了红毯的尽头 红毯的尽头 摆放着一张香案 没有刮过 就放着牛羊马三生的脑袋 以及天帝君亲师的牌位 窦一爱这会儿也正经了 两人先是祭拜天帝 然后祭拜师祖牌位 最后夫妻对拜 一般来说 还要做小游戏之类的 但是方唇有伤 众人也不敢胡来 高腰端着一碗面过来 吃了这碗同心面 夫妻白手不相离 来 师姐 我喂你 秦莫接过碗 看着方唇 师姐 你真美 我想过许多次 你这婚姻的样子 却没想到能这么美 方唇深情地看着秦莫 张开了嘴 吃着秦莫喂的面 只觉得 此前吃的万般苦 全都止了 这一刻 他突然懂了所谓得爱和自由 海鸟和鱼 不是海鸟抓住了鱼 就是鱼将海鸟拖入了海底 爱和自由并不冲突 不困于心 不乱于情 这道婚很简陋 但方唇却很满足 师姐 我秦莫 秦妙云 对着漫天的神佛 紫薇星门历代祖师启示 今日迎娶方妙唇为妻 从此无论贫穷富贵 顺境秘境 我都将爱你 护你 疼你 宠你 若有违背 叫我秦莫不得好死 我方妙唇 对着漫天神佛 历代祖师启示 今日嫁给秦莫为妻 无论贫穷富贵 生老病死 我都对他不离不弃 生死相随 若有轮回 我愿永生永世 都为他的妻 说得好 逗一爱急忙拍掌 这道婚有意思 这小词儿说得一套一套的 以后也要想办法找个女官 他也要搞到婚试试 众人也是纷纷交好 有甚者 更是起哄到 亲一个 对 亲一个 方唇面子薄 秦莫道 老子亲媳妇 能让你们看 去去 少在这里起哄字 还在口中 方唇便勾住了秦莫的脖子 点起脚尖 吻了过去 秦莫都愣住了 连忙微微下蹲 免得方唇吻得费力 一记绵长地吻后 众人都冲着秦莫挤眉弄眼的 将军 天黑了 该洞房了 你们放屁 天这么亮 那里黑了 小海就是这点不好 白天俱长 晚上俱短 不到此时不黑天 他总不能青天白日的 就给大家伙 来一场个人秀吧 那多不好意思 方唇低着头 红着脸 现在的确不能动防 他瞥了一眼旁边的高腰 高腰看起来平静 可眼神却是无比的纠结 一双手 攥着衣服 纸节都发白了 众人也清楚 于是各个使出了浑身解数 十八般武艺齐上 看得众人是连连叫好 一直到了虚实中 方唇送入营帐 而秦莫还没有那么快进去 被窦一爱拉着 大家伙便招法折腾秦莫 偏生秦莫还不能生气 只能由着他们了 而营帐之中 那些个拉来冲作侍女的 北奴贵族女人 都被方唇赶出了营帐之中 他对高腰道 再有一个时辰 天就要黑了 妙云还没那么快进来 你还有一个时间梳妆打扮 记住了 要梳给我一样的头发 高腰心慌得很 我 我我什么我 快去 方唇故意板着脸道 你不会要出而反而吧 我没有这个意思 那你是什么意思 方唇装作不越道 你可要想好了 不按照约定 会有什么后果 高腰死死咬着嘴唇 都渗出血来了 不许咬嘴唇 要是景云尝到了 你嘴上有血 他必然会点蜡烛 方唇一个细节都不肯放过 高腰连忙松开了牙 呼吸都急错了起来 一想到自己 一会儿要礼带淘江 代替方唇 他就感觉心都 跳到了嗓子眼里 真的能行吗 可是夫人们 会讲故事 少爷会不会也让他讲故事 他提出了自己的疑虑 如果少爷 让我讲故事 那我不就暴露了 还有啊 我 我 我似乎比你啊 跳什么 方唇促起秀眉 高腰低头看了看 又看了看方唇 差了一两个层次 方唇脸也是一红 可玄机心里 又觉得不服气 你怎么知道 差了一两个层次 少爷送你的别急尺码 我都知道 高腰难为情的道 少爷很聪明的 你放心 我有伤 他不会毛手毛脚的 就是讲故事 的确有些麻烦 方唇是知道秦末的 之前去南帆剃了光头 就天天拉着他 蒋郡和尚小莫的故事 还有少年小莫和女官的故事 版本又多 还非让他记着 真能把人给做件死 是吧 我就说了 肯定不行的 高腰害怕了 那这样 你把你衣服脱给我 我穿你衣服 到时候我在一旁伺候就行了 他问你 你别吭声 我来 方唇咬牙道 天黑了 我不点蜡烛 他不会知道的 高腰瞪大了眼睛 这 这样也行 总之 你听我的就行了 方唇道 他们肯定在灌妙云酒 等妙云喝个微醺 反应肯定没有平时那么敏锐 他又这么相信你我 肯定不已有他的 高腰被逼得没办法 只能把自己的外衣脱了 然后一头扎进了旁边的营帐 愁愁不定 他摘下了帽子 解开了自己的头发 任由青丝散落 鼻子将有些打结的发丝疏散开 即便不湿粉带 即便阳光将他的皮肤晒得有些黑 可清秀就是清秀 俏丽就是俏丽 并不会因为你便呵而改变 甚至 常年跟着秦末在军营之中 反而有了一丝寻常女子不曾有的刚毅 要吗 高腰紧张得很 因为紧张 浑身都在发产 终于 日落西山了 秦末被灌得有些头疼 但没有很醉 一是害怕突发情况 二是 害怕自己喝醉了 弄伤了方唇 他还下令 帐篷内三十米内 不许有人 免得方唇不好意思 进到营帐中 他有些诧异 师姐 小高呢 哦 我让他晚点再过来 秦末只以为方唇不好意思 也没多想 没人更好 反正这里是军营 几万人守着咱们 谁来也不怕 他坐在床边 却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只是心疼地摸着方唇的脸 我本来想带着你在草原策马奔腾 还想带着你在湖面泛舟 可你太急了 我本想 等你好透了 再给你办个更好 更盛大的婚礼 那些什么时候 都可以做 可我的生辰 一年只有一次啊 方唇道 这一次 不会再害怕我跑了吧 不怕了 秦末抱住他 剑脸贴在他的肚子上 师姐 我可算把你娶回家了 方唇轻轻摸着秦末的头 心中无比的安定 你上来 今晚换我伺候你 不行 师姐 你听我的 方唇红着脸道 不许说话 不许让我讲故事 不许点蜡烛 不许使坏说这话 他瞥向营帐之外 那些人肯定会来听墙角 你得给我留点面子 否则以后 我都没脸跟他们见面了 秦末见方唇一脸害羞 担忧得道 可是你身体 我从小跟着师傅练习武艺 身体强健 伤势虽重 僵养之后 却不是什么大碍 我不希望今晚留下遗憾 我同样不希望你遗憾 方唇吹灭了蜡烛 营帐之中 顿时陷入了黑暗之中 你在这里等着 我把小高叫来守着 秦末无奈 这种时候 也不好跟方唇争 他高兴就好 没办法 师姐这个人 就是太拗了 方唇走到营帐口 小声喊道 小高 可以过来了 听到方唇的呼喊 高腰浑身一颤 此时 他已然恢复了女儿身 小高 来 来了 高腰硬着头皮回了一句 转身吹灭了蜡烛 一头扎进了秦末的营帐之中 刚进去 方唇就拉住了他的手 一摸 手心全都是汗 他附在高腰的耳边 小声交代道 我已经跟妙云说好了 不许他说话 不许他逼迫我讲故事 不许点蜡烛 整个过程都很安静 你别紧张 不紧张才怪了 高腰身子不住地颤 而秦末见方唇还不过来 问道 师姐 你们两个嘀咕什么呢 我交代小高 谁敢过来 就乱棍打走 方唇哼哼道 哦 秦末道 你过来吧 我都准备好了 秦末还是第一次这么安静 以前方唇也不这样 肯定是太紧张的缘故 快去 方唇推了高腰一把 然后就坐在了营帐门口 这里有秦末给高腰准备的躺椅 她心里难受吗 说不难受 是假的 女人嘛 总是口是心非 但是同样是女人 她更能明白 高腰的苦 若今天高腰不主动争气一些 日后会更麻烦的 而且 她心里其实还藏着一件事 这件事她一个人做不了 得让高腰帮忙才行 她这辈子也没什么好友 高腰算是她唯一的好朋友了 再加上 她现在的确不方便 伤势 其实比秦末想象的更重 她今天是 强撑着办完了这场婚礼 现在 总算可以休息了 高腰站在原地 脚下犹如灌了签一样 师姐 秦末看着黑暗中模糊的人影 拍了拍床 别紧张嘛 大不了咱们回京城再说 高腰恨不得现在把腿就跑 可是听到迎战口方唇咳嗽的声音 又不敢 此时的她 进退两难 犹如热锅上的蚂蚁 嗨嗨 方唇再次咳嗽了几声 提醒高腰 甚至咳嗽的声音都带着一丝丝威胁的意味 高腰艰难地转过头 一步一驱地走到了床边 她配吗 她不禁问自己 正想着 她就感觉自己身子一清 秦末竟是 直接将她横抱了起来 她正想惊呼 想起了方唇的胶带 连忙捂住了嘴 秦末嗅着她身上的香味 她真是爱死了方唇身上的香味 随即小声地道 别怕 师姐 有小高手着呢 谁敢来 揍死他们 来 我帮你把头发给剪了 秦末此时有些激动 但是酒一上头 手脚也变得笨拙起来 摸到了方唇的发饰 轻手轻脚地解了起来 乖乖师姐 别怕 小莫伺候你 高腰听到这话 又紧张又害怕 死死地攥住秦末的衣服 她已经很努力克制自己 不让呼吸急促 可是秦末温热地呼吸 撒在脸上 让她脑瓜子嗡嗡的 连带着 身子都不受控制地站立起来 她不由自主地 低声哼了一句 也就是这哼吟 直接让小莫激动了 秦末解开了方唇的发饰 师姐 今天是你最美的日子 真想一直看着你 高腰心中一慌 紧张地要命 这是要点蜡烛吗 可她转念一想 连忙装着胆子 揪住了秦末的耳朵 也不敢用力 就让秦末感觉到一丝疼痛 才撒手 秦末故意呲牙咧嘴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不说话了行吗 师姐 我其实也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害怕碰到你的伤口 守在营帐口的方唇 也是一脸的无奈 这个臭东西 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喜欢 花言巧语的 这算盘 她坐在这里 都听得一清二楚 见方唇不吭声 甚至还将双手放在了身前 似乎有些抵触她 秦末顿时清醒了不少 也不敢再吭声了 当高腰感觉 嘴唇有些温润的时候 就像是被雷劈了似的 整个人僵硬地不行 心都要跳出嗓子了 甚至眼泪都出来了 脑袋昏沉 心跳加快 四肢乏力 就像是被抽空了力气一样 她木讷地不敢动弹 任由秦末施围 她很早前就决定 要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秦末 可真到了这一天 她发现很难受 不是因为秦末亲近自己而难受 而是觉得自己太可悲了 今天可是方唇的婚礼 她却成了女主角 是可怜她 对吗 若今日得到了这种幸福 日后再得不到怎么办 她会贪心的 会不满足的 索性还是不要得到 就让她以一个假太监的身份 待在秦末身边 跟她称兄道弟 听着她说 那些主母都不曾听到的心里话 她看过秦末所有的情绪 那是不曾在外人面前流露的复杂情绪 自己触碰过秦末心底最柔软的一部分 也只有她了 她就小心翼翼地 把专属于她的这一份空间给守好了 就行了 她终究只是个身份卑微的小太监 即便她的干爹是高士连 当她感觉秦末更加清静的时候 她急忙推开了秦末 哎呦 秦末被方唇一推 身形不稳 直接从床上掉落在地上 不偏不倚地 正好磕中了脑袋 师姐 是不是我弄你伤口了 秦末呲牙咧嘴 直抽凉气 高腰却不吭声 飞快地合一 一溜烟跑了出去 守在门口的方唇还没反应过来 高腰就没了身影 她愣了愣 这假太监临阵逃脱了 她都气笑了 自己辛苦忙活一大堆 又是做局 又是委屈自己的 她居然跑了 这不是闹吗 师姐 哎呦 秦末脑瓜子有点昏 在地上叫唤了几句 勉强爬了起来 可紧跟着 就发现帐篷那亮了起来 就看到方唇衣衫不整地站在那边 咬着嘴唇 眼中有些恼怒地看着自己 叫你别喝那么多酒 自己手劲多大 没点说呢 方唇故意装出一副 被他弄疼的样子 轻轻地捂着伤口 秦末也顾不得脑袋上的打包了 吓得连忙跑过去看方唇 我看看伤口 是不是崩裂了 方唇拍掉了秦末的手 没事 就是刚才太疼了 不行 这不是开玩笑的 秦末这会儿也清醒了不少 执意要检查方唇的伤口 做戏做全套 方唇也就由得他去了 确认伤口没问题后 秦末才松了口气 一巴掌抽在自己脸上 让你猴急 让你喝酒 见秦末一脸自责 方唇道 行了 不早了 歇息吧 这一下秦末老实了 也不敢再动手动脚 就小心翼翼地抱着方唇 师姐 等你彻底好了 回京城再说 这里人多 咱们放不开手脚 等回去了 我想让你说 小莫跟女官的故事 方唇在方唇耳边 低声殃求着 方唇脸红得不行 作戒死人 但 没能给秦末一个圆满的婚礼 方唇心里也过意不如 玄机小声地道 从前有个女官在小唇 长得天真又可人 她家住在紫薇新门 一心修道 直到有天 小莫来到了这里闻言 秦末激动得不行 方唇也骚得慌 但是故事还没彻底说完呢 耳旁就传来了憨声 这臭东西 是真的累了 她提秦末椰好了褥子 穿上秦末 用睡袋给她做的睡衣 走了出去 高腰并不在营帐里 她急忙叫住巡逻的士兵 看到方唇 士兵都是一愣 连忙行礼 大扫好 小高将军 是不是给秦将军做吃的去了 方唇问道 是 她怕吵到将士们休息 把东西弄到湖边去做了 一个巡逻士兵担心得道 嫂子 您身体还没康复 这边晚上风大 您注意点 今天也是您跟将军大喜的日子 有什么事情 尽管使唤我们 你们将军喝醉了 头头 我去给他弄些醒酒汤 辛苦你们了 说完 她就走向湖边 看着方唇的背影 巡逻士兵也是不住的感慨 嫂子真贤惠 不仅情义无双 受了重伤 还要给将军熬醒酒汤 以后我找媳妇 也要照着嫂子这样的找 少做梦了 哪位兄弟尿黄 咨醒她 而此时 方唇呆呆地看着大湖发呆 湖面波光凌凌 时而有大鱼跳跃出湖面 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一滴一滴的 她紧了紧自己的衣服 摸了摸自己的嘴 又摸了摸自己的脖子 不用看她也知道 这里被少爷盖了印章 就那么一会儿 她就感觉自己变得贪心了 可干爹说了 不是自己的东西 不能要 能跟在少爷身边 她已经够幸运了 做人不可以太贪心 什么都想要 听到后面的脚步声 她连忙擦干了眼泪 回头一看 你是来骂我的吗 方唇没说话 而是坐在了她的身边 月光很亮 有可见她脸上的泪痕 和肿胀的眼睛 你这么胆小 骂你有什么用 方唇叹了口气 做碗醒酒汤吧 很快天就亮了 我知你在可怜我 但是被人施舍的东西 不是我的 高腰道 从小干爹就教我 如果别人不是真心给你的 不能要 方唇直接躺在了草地上 看着满天繁星 你说我不是真心给你 又有哪个女人这么大方 舍得让别的女人 来分享自己的男人 我只是觉得 我很难照顾好妙云 相比我 你更体贴入微 你深知她的喜好 我爱妙云 我也爱自由 你不一样 你只爱妙云 你的自由和欢喜 都是妙云给的 三公主也好 七公主也好 她们之间的故事 我都清楚 我也明白 想从她们那里 夺走妙云全部的爱 是个奢望 谁叫我爱的男人 是个盖世英雄吗 这世上 又有哪个女人 不爱英雄呢 方唇有些累了 便闭上了眼睛 说道 我从不施舍别人 紫薇新门的宗旨 虽然是造福百姓 但感情是个人的 而且感情是不能施舍的 你不妨找个机会 跟妙云坦白 有些事情 越是深入 想要抽身出 就越难了 高腰指示道 风大 你该回去了 受了风寒 会加重你的病情 我不想看到 少爷为你发愁 贾太监 你太胆小了 也许 你应该胆子再大一些 方唇也没继续留着 缓缓起身 紧了紧自己身上的睡衣 戴上了帽子 只觉得再大的风 都不能让他感到寒冷 等秦墨醒来 天已经亮了 看着身旁的方唇 小高 正端着早膳和醒酒汤进来 少爷 秦墨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示意高腰不要说话 他低下头 偷偷啄了一下方唇 这才捏手捏脚的起来 高腰心里羡慕 可他觉得 这才是他的人生常态 他的幸福 就是看着秦墨幸福 在角落里守着他 注视着他 他就满足了 小高 辛苦了 秦墨知道 高腰守了一夜 见他双目红肿 神情有些憔悴 便说道 去休息吧 今天没什么大事 高腰点点头 离开了营帐 秦墨则是回想昨晚的事情 心中有些遗憾 又有些自责 其实想想 也知道的 师姐受的是贯穿伤 那里受得住折腾呢 吃完了东西 秦墨穿戴好甲皱 离开了营帐 换来北奴贵族的女人 让他们守着方唇 来到军中大仗 秦墨正打算处理军武 事后急忙来报 将军 大劫啊 柴将军南下 正好碰上了逃亡的 呼掩安达和阿什纳斯 双方在草原上 发生了交战 最终柴荣将军一战 击溃了敌军五万大军 斩首两万三千人 俘虏两万六千余人 我方伤亡一千六百余 秦墨急忙拿过急报 看了起来 他来这边这么久 这还是第一封发回来的急报 这一看 秦墨便得知了前因后果 没想到柴荣居然碰上了 横王的部队 这一战打得漂亮啊 横王也很给力 在北奴龙亭 力错伏击部队 几乎尽数歼灭 这么算 整个北奴彻底完了 再加上柴荣截断了 呼掩安达的残部 北征彻底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只不过 苏运这一波硬生生 从主力变成了辅助 程三辅 更是连口汤都没有喝到 他这个穿插不对 反倒是成了主力中的主力了 烦死了 一不小心 又是手工又是主工 这么大的功劳 老六该怎么赏他 他必然是要想办法 耐掉这功劳的 头疼 他急忙着急了所有的将领 将喜讯传递 北征之战圆满结束 北奴精锐 以尽数被歼灭俘虏 然 我们还不能掉以轻心 草原上还有那些残留的部落 还需要规整 不要给北奴人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 所以 我宣布 在这里 开展为期数月的扫屏行动 直至地图 再无北奴人 众人都是大喜 这才七月中 就已经结束了对北奴的作战 来时 没人想到会这么快 而且 他们还是穿插部队 却打了最硬的几场战 他们这一次赚大发了 秦末这一下也彻底安心了 战争结束了 那他正好留在这里收尾 理由合适又正当 又能让师姐在这里好好休养 他连忙写了几封信 让赤后急送甘州 做完这些后 整个营地都是一片欢欣鼓舞 秦末也是下令 让众人唱饮 杀牛宰羊 再歌再舞 那欢喜的气氛 也将方唇给惊醒 他昨夜睡得太晚 以至于一觉醒来 已然到了赏午 只不过一睁开眼睛 便看到秦末守在旁边 妙云 外头 怎么了 秦末连忙过去 也没什么 就是咱们彻底打赢了 这一场北征 结束了 甘州方面来信了 秦末笑着 将捷报递了过去 方唇一看 也是高兴不已 太好了 将士们可以回家了 还不行 我们在小海这边 还要扫灭残余的部落 这一次 不能再给北奴喘息的机会了 现在是七月中 估计要八九月离开 正好十月左右 就能回京了 秦末最是被揽了 他什么性子 自己能不知道 方唇很清楚 秦末是为了让他好好休养 才会借口扫尾 在这里多留些时日 我没事的 这两日就可以回家了 不要让将士们 继续在草原奔波了 方唇心里很是过意不去 总要有人留下来镇守的 就算回去 也要等新队伍过来 换房才是 小海 北奴隆亭 峡口山 这些地方都是重要关口 必须要有人镇守的 咱们就安心在这里等着 等你好些了 我就带你再去封郎居须 秦末豪气道 我们已经乐食燕燃 现在也在小海 就差最后一个了 乐食燕燃 是在乌苏布湖旁 一马小海 也是武将最高荣誉之一 但世人公认最高荣誉 还是封郎居须 那是男人的事情 跟我有什么关系 方唇道 我的功劳有你一份 没有你 我早就隔屁了 秦末拥着他道 呸呸呸 什么隔屁 方唇用手指点了点他额头 心里却甜滋滋的 就你说话好听 我这人 从来只说真心话 秦末黑黑一笑 旋即将他抱了起来 就是一顿猛青 嗯 还没漱口呢 八月初 大军陆续押送战俘 回甘州 重将也是昂首挺凶的 李道远拉着气心布 带着战俘 趾高气昂的 走在大道中间 那样子拽得不行 柴蓉就比较低调了 拉着两万多战俘 走在中间 苏韵搭拉着脸 虽然同样抓了两万多战俘 可他娘的他心里憋屈的慌 他辛辛苦苦攻下了峡口山 结果呢 真正的精锐 居然便宜了柴蓉 还是一万对五万 以一千六百余伤亡 打下了这场大胜仗 他呢 仅是攻下峡口山 伤亡就超过了六千人 狗日的秦末 带着穿插队伍 一万五千人 灭杀了十几万人 伤亡也不过攻击 峡口山的三分之二 这是史无前例的大胜 纵观大前立国一来 这一场战役 都是排得上前五的 其中 明月山飞天骑袭 三天下窝州 岭南评判 扫灭门阀 天象国千里突袭 都排得上号 崩了 苏运心态彻彻底底地崩了 既生末和生韵呢 连带着苏运的主力部队 大家都搭拉着脑袋 没有半点高兴 有功劳是不错 可跟李道远和秦末比起来 那就是 孙子到父亲 再到爷爷的区别 宪服一事上 李世龙也穿得特别的骚包 李四逊和王族们 也是喜气洋洋 从今以后 北方无战事 龙幼也可以真正意义上 休养生息了 这一仗打得太牛了 一个月不到 奠定胜利之机 两个月大军就班师了 昔日的大敌 此刻在大前的铁蹄下 催枯拉朽地被击垮 微臣柴荣 奉秦将军之命 突袭峡口山 路途碰上了 忽掩安达率领的残军 伏击攻之 斩首两万余人 俘虏两万余人 缴获资重无数 战马八万匹 我方伤亡一千六百元 柴荣说完 紧跟着 李道远出列 丹西下跪 陈李道远 杀敌四万八千六百余人 俘虏三千余人 北奴人老幼 三万余人尽数被迁出 弃星部迷途知返 弃暗投明 率领四万余族人 归赴大前 臣擅自做主 让弃星部成立弃星军业 期间 君臣缠于麾下 又古离王阿什纳土门 也是出力颇多 望陛下恩赏 令此战 共计伤亡两千四百余 说着 他学着柴荣 将自己的军服置于头顶 苏运骚得慌 柴荣也好 李道远也好 军备和人数 也远不如他们 特别是柴荣 是秦末队伍里的 秦末在接连几场大战之后 军备消耗严重 就算如此 柴荣也是以极小的伤亡 打赢了这一场战斗 虽是伏击 却也是人家的本事 想到这里 他直接跪在了地上 微臣苏运 愧对陛下信任 率领十万大军 近一个月 才攻下峡口山 伤亡六千余人 斩首两万余 俘虏两万余 作为主力 微臣既不如横亡 更不如秦驸马都尉 所获所得 不可相提也 请陛下责罚 他将脑袋抵在地上 将象征着主帅的虎符 拿了出来 他实在是没脸啊 峡口山天显野 一守难攻 无立足之地 久攻不下 也属正常 一旁的李四逊 连忙出列道 请陛下开恩 此战非苏运将军之过 实乃横亡 秦驸马都尉军功 太过耀眼眼 若无苏运将军 拖住敌军主力 击溃主力 这战局 也不会如此轻易打开 他看着苏运 心里很清楚 李世龙是想培养他 做军中第二人的 前两天 李世龙就找了他谈话 暗示了他 所以 他必须站出来保苏运 苏运看向李四逊 也是暗暗地感激 这种时候 也只有他站出来 替自己说话 李世龙点点头 此战 你无罪也 就不要请罪了 你若请罪 你知那些出生入死的 将死于何地 他们的死 便没了价值 战争不是谁杀的人多 就一定是大功 苏运哽咽道 谢陛下开恩 苏运必会反省 日后定不会辜负 陛下的期望 李世龙点点头 他心里也是叹了口气 李道远也好 秦末也好 都是战功赫赫之辈 这还是他特意 支开了成三府 否则 苏运真的连口汤都喝不上 是他期望过度了 若是把这十万人给秦末会如何 怕是早就结束战争了吧 想到这里 他不游得到 对了 景云呢 人跑哪儿去了 前不久 他收到了秦末发来的第三封信 说是莫独死了 死了就死了 虽然不能让莫独跳舞 但是莫独的人头是送回来了 李世龙心里也是高兴的 虽然没有抓活的莫独回来 但是死的也行 他也算是兑现了几年前 向自己的许莫 禀陛下 秦驸马都尉没回来 柴戎尴尬地上前 从怀里掏出一封信 请陛下过目 没回来 李世龙皱起眉头 一旁的高士连 连忙将信拿过来 呈给了李世龙 李世龙拆开信封一看 忍不住骂道 这狗东西 真行 带着五千人在小海扫尾 打赢了回来就是了 扫什么尾 这种小事 就不能让别人去做 半点功劳 都不给人家留 需要他事事轻微吗 太气人了 听到李世龙的骂声 众人都是缩了缩脖子 还得是秦末啊 这现福的大喜日子 说不回来就不回来 连个招呼都不打 拿下了头功 是半点也不在乎 留在草原扫尾 谁信啊 就那些游兵散将 带着一群老弱妇孺 需要你秦大将军扫荡 随便留个两千起 不就行了 是不是摆明了 不想回来授工吗 为的什么 还不是不想太高调 苏运想到这里 心里就更堵了 他捞不到的东西 是人家不想要的 太扎心了 李道远心里 是非常赞同秦末的做法的 这份战功太过亮眼 把柳城虎等人的战功 都盖了过去 但是 秦末不用太担心 柳城虎是柳城虎 秦末是秦末 一个是臣子 一个是女婿 这个中的区别大着呢 要不是李世龙 有意扶持岳王 现在也不会让柳城虎 单独掌管渤海军的 不过 现在回来 的确不是好事 李世龙骂了几句后 也是无奈 算了 不回来就不回来吧 这狗东西 先是乐食奄然 现在又饮马小海 他还说 要封狼拘虚呢 行 朕就让他过过瘾 说着 李世龙脸上 也露出了骄傲之色 这小子 想做当朝第一人 那就让他做 他并不觉得秦末是在逃避 反而觉得 这小子是想助他再长一波声威 他李世龙坐天客汗 他秦末就做古往今来第一将 往前数个千年 都不会有武将 把武将最高荣誉集得这么全了 他们温絮两个 是注定要在史记上狠狠地名传千古 只不过 旁人极度的牙齿都要咬碎了 乐食奄然 硬马小海 风狼拘虚 一人将武将将所有武将最高荣誉归为一身的人 李道远扎舌 柴蓉激动 李安康羡慕崇拜 苏韵选择躺平 秦末有这个资格 有这个能耐 去做这件事 他的功劳 足够托起这三大最高荣誉 众将是辛苦了 且在甘州休息 朕已经设了重宴 等锦云从草原回来 再班师回朝 李世龙道 众人都羡慕妈了 这得多大的面子 才能让皇帝在这里等着秦末 一起班师回朝 李思逊心里也是暗暗羡慕 不过他清楚 李世龙本来就不想那么早回去 毕竟高丽那边战事还没有结束 总要等那边传来捷报才是 要不然等他回去了 李悦怎么办 所以 李世龙也是借此机会 拖延回朝的时间 甚至 他都在想 是不是李世龙提前跟秦末说好了 众人谢恩后 突然觉得 到手的战功就不香了 他们隐约觉得 有一个人骑在他们的脑袋上 压得他们抬不起头 等秦末回来后 他就是活着的传奇 能打败活着传奇的 也只能是死了的传奇 可大前放眼四周 已经无敌了 哦 还剩个一只鞋 可就算干趴了一只鞋 那又怎么样 南帆估摸着 这两年就要回归了 这件事 也是秦末主导的 想到这里 这诸多武将都心有气气然 连步伐都变得沉重起来 而此时 京城 李悦心里有些焦急 算上日子 这时候 柳城虎应该带着队伍 攻上高丽半岛了 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了 如果快的话 这个月底 应该就有好消息传回来了 李世龙不在的日子里 他处理正式 越发的得心应手 每天进宫的第一件事 就是驱立正殿 给皇后请安 然后安排工作 柳如玉现在也加入了 父女儿童保护协会 在公孙皇后下面担任女官 掌管前库支出 是个非常重要又锻炼人的位置 正想着呢 战俘入甘州的捷报 就传进了宫 报 北征大捷 八月一日 横亡 苏将军于甘州城内 献扶六万余人 陛下于甘州宣布 北征大胜 至此北伐战役彻底结束 得知消息 李悦先是大喜 可玄机心下一沉 糟了糟了 居然就献扶了 这才过去多久啊 献扶之后 岂不是说明 父皇就要动身了 现在是八月六日 已经过去五日 岂不是说 父皇的御驾 已经出了甘州了 他急忙拿过捷报 看了起来 里面却没说李适龙 什么时候回来 就只有捷报 父皇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丙月王 陛下说了 要在甘州等 秦父马都尉一起回来 赤后道 汉子没从草原回来 是 秦父马都尉 带着五千人部队 在草原扫荡残余的 北奴余孽 赤后恭敬道 有说什么时候回来吗 这个 没有 但草原广阔 估计要一两个月时间 是他主动这么做的 是 驸马都尉一个月前 本就可以回来了 但是他觉得 不能给这些余孽机会 便带人在草原扫荡 好 你辛苦了 先下去休息 让赤后退下后 李月松了口气 太好了 如此一来 他就有足够的时间 来应对了 汉子肯定是为了我 才会如此 李月心中感激不已 秦莫什么时候 对立功这么积极了 那不存在的 肯定是知道自己 还没有拿下高丽 这才故意拖延时间 信中说 秦莫已经乐视奄然 一马小海 接下来 秦莫还要去 风狼居须 别说大前没有这种猛人 往前数个千年 同样没有 不愧是他兄弟 就是调 他连忙把六部的大臣 召集了过来 说了这件事 父皇还在甘州 等景云一起回来 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要全力以赴 支持高丽之战 本王不希望父皇回京之时 高丽之战 还悬而未决 另外 父皇要等景云从草原回来 再班师回朝 要提前做好迎接仪式 是 岳王殿下 众人齐齐拱手 从偏殿离开后 众人走在一块 他娘的秦憨子 饿石奄然 引马小海还不够 还要风狼居须 欲吃幸雄 牙齿咬得咯咯作响 这一下 秦莫狗尾巴 还不得翘上天 他现在在兵部当差 也是每日 要过来点卯的 这一下 苏运彻底做了陪护了 屈突拔扎舌道 堂堂主力 率十万众 只攻下了峡口山 伤亡六千余人 李恒王和秦莫家 一块都多 战功却根本比不上 甚至有拖累之险啊 众人听了都是点头 大家都是战场上 走过来的 谁也没想到 最后会是这个结果 窦见明道 不要非议战士 你们难道在 质疑陛下的战略吗 我说老窦 你至于上纲上线吗 现在仗都打完了 说明陛下的战略 完全没问题 你不要在这里 给大家扣帽子 御迟信雄不爽道 别忘了 老夫现在可是御史大富 窦玄林哼了一声 你再废话 老夫参死你 你以为你是秦向儒 求着老夫参他 御迟信雄气喘如牛 被秦向儒压着就算了 现在居然还被窦玄林 给压着 但是没法呀 这一次御驾清征 他连的随从都没捞上 仔细一看 李世龙带去的 几乎都是新生代的将领 他心里苦啊 来 参老夫 不参老夫 都瞧不起你 御史信雄瞪着眼睛道 好 好的很 窦玄林冷哼一声 只不过 他这一番话 倒是让大家停止非议战士 然后话锋一转 众人齐齐骂起了秦末 该死的秦汉子 就不能低调点 狗东西 这不是把大家伙都比下去了 三十岁都不到 就集齐了武将最高荣誉 比七娘也 一个个骂得比谁都狠 但是一个个又比谁都羡慕 没法子啊 人家是真的掉 想到这里 一个个心里堵得慌 不由加快了脚步 得回去 把家里那些个不成器的东西 好好吊起来打 与此同时 柳城虎率领渤海水军 直接从高丽西侧中部登陆 五万大军 在海上遭遇了高丽的水师 面对大前高大的船只和大炮 他们只有战败的份 再加上柳城虎突然袭击 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直接损毁了近二百艘战舰 杀敌万人 剩余人逃窥 柳城虎率不追击 登陆平壤西侧 而盖苏文 此时正因为黄罗而焦头烂额 此时 黄罗已经从中间切断了高丽和万级的联系 虽说有急蛇士丹 暗中偷偷给他们送武器 但黄罗的武器始终要比他们好上一筹 现如今大前北伐北奴 也不知道情况如何 若是北伐成功 那高丽麻烦就大了 恐有灭顶之灾 大前和北周不一样 李世龙雄才大略 麾下兵多将广 渤海湾水师震慑周边诸国 渥州 吉舌 士丹 已经牢牢将高丽给锁死 君臣被判 投靠大前 自立新北奴 直接把高丽唯一的后路给锁死了 盖苏文自认自己是个雄才大略的人 可现在连大前人都没碰上 高丽就被拖进了战争的深渊里 半年前 他就喊停了 可黄罗根本不给他机会 现在万级被收拾得跟孙子似的 高丽也因为九宫不下黄罗 把财政拖入了赤字 再这么下去 别说打下黄罗 怕是那些贱民都要活不下去了 正喝着闷酒 就有人神情焦急地跑了进来 大漠之离 大 大事不好了 盖苏文火冒三丈 什么是这么慌张 大 大前人打来了 来人磕磕巴巴地道 窦方将军两日前在海上航行 碰上了大前军队 一万六千余人 只回来了四千不到 窦方将军战死 战舰损失二百余艘 大前人紧追不舍 现在已经登陆海岸了 这一番话 让盖苏文浑身一颤 所有的酒意在这一刻统统没了 他猛拍暗毒 怒声道 是不是窦方看到人家的伤队眼馋 跑去掠劫了 混账东西 我早就说了 这种时候不要去惹大前人 他们的护卫舰天天跟在商队后面 沿路都是他们的据点 驻兵七八万人 随时换防 现在惹他们 不是没事找事 别说大前护卫舰 就算是普通的商队 都是最新式的海船 无论是速度还是体量 都要比他们的大 大前国大 国力雄厚 造船场更是数不胜数 他们根本比不了的 不 不是的 这些人是直接朝着高丽来的 碰上了直接就打 要不是逃得快 再加上风向好 一个都逃不掉啊 那人哭丧着脸道 再有个大半日 估计大前人就要冲到城外了 盖苏文神情恶然 眼中闪烁着恐惧 那你还愣着做什么 快去通知他们 准备作战 关闭城门 不许进出 在外面的人 就不要管了 盖苏文连忙起身 让人 把大臣叫了过来 众人听闻窦方战死 大前人来袭 都是浑身一颤 大漠之离 大前人怎么敢在这时候突袭我们 他们不怕双面开战书吗 盖苏文神情名重道 两个月前 便从渤海湾打听到大前皇帝御驾轻征的消息 对方既然敢突袭 有两种可能 一是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二则是北伐进度喜人 无论是哪一种 对咱们都非常的不利 害怕大前突袭 他们大多数的部族和骑兵 都压在了北面和东面 西面则是水军 南面则是黄罗和万级 这倒是不用太过担心 可即便如此 也有三十多万大军 平壤周边约有十五万精锐 其他的分散在各地 大多不是精锐 虽然应凑出了六十万人 但是盖苏文特别清楚 真正的精锐 只有一半 周扬第三争高丽 虽然没有拿下高丽 但是也动摇了高丽的根本 至今都没有恢复元气 跟黄罗斗了一两年 基本上消耗的 都是前些年积攒下来的老本 大前人虽然厉害 但是我们也不是吃素的 海岸线还有两万大军 大前人远渡重阳 定然疲惫不堪 贸然上来 必然会被我们打个措手不及 不错 大漠之力 臣愿意 率兵前往 盖苏文却摇摇头 守城 哪儿也不许去 尽快把周围的兵力收回来 让全城的南丁 全都上城墙给我守着 死都不能让大前人进一步 如果大前人从北面过来 他必然不会这么慌张 而此刻 对方突袭平壤城 这无疑是实行斩首战术 任何战术都是假的 现在对方就在几十里之外 能够拒敌于城外 才有资格谈战术 见盖苏文如此 众人也是无奈 其敌长子盖南生 更是怒斥众人 大前不足 天下无双 莫刀手 更是能够将北奴的骑兵斩于马下 连北奴都忌惮不已 你们过去不是送死 咱们有高大的城墙挡着 一手难攻 优势在我们 现在派人去调兵回援 只要能够撑到援兵过来 必然能够将对方一网打尽 盖苏文赞同的点点头 对儿子的话给予了肯定 只要能够守三天 等大军回防 高力必胜 渤海水师经过四五年的发展 早就趋于成熟 威震四海 船靠岸后 源源不断的战马 从马船中出来 当初勤默远攻窝州 这马船就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要不然 纯靠不行 想要三日攻下窝州 不亚于痴人说梦 而且水师的待遇很好 虽然训练强度很高 但是武器精锐 伙食也特别的好 天天都是大鱼大肉 一个个撞得跟牛似的 快快快 向前走 跟着斥后队的人 不要担走 小心敌人留下的陷阱 指挥官手里 拿着大喇叭 不断地催促提醒着他们 水师穿着最新式的钢板盔甲 头上戴的也是钢盔 身后背着改进过的二代情势步枪 射击速度更快 精准度更高 杀伤力更大 只不过 二代情势步枪 还没有大批量的生产 第一批也是渤海湾水师先使用 战争才是检验武器的地方 他们腰间依旧横跨着横刀 都是百炼钢锻造 脚下的是昆皮制作的战靴 耐磨又防滑 马船有限 战马也不过五千匹 五千骑先行开道 扫清前方的障碍 炮兵和工程兵在后方紧随其后 柳成虎从船上下来 踏在高丽的土地上 心想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后一战了 用高丽来封刀 李世龙够意思了 他翻身上马 看着兴奋的将士们走 让高丽的杂种看看他们祖宗的厉害 秦末能够三日下窝州 那他柳成虎就一日破平壤 他跟秦末都一样 都未曾一败 都是战功赫赫 虽然他很低调 可他内心是个极为骄傲的人 也难免 起了跟秦末比较一番的心思 战马在高丽的土路上狂奔 众人都有些不适应 这种路 在大前 恐怕也只有在农田才能看到了吧 这里可是平壤 高丽的王兜周边 居然这么破烂 沿途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 连大前的茅厕都不如 但是 没人掉以轻心 大前人心里都有一道疤 那是北周曾经留下的 现在 这道疤要由他们亲自揭开 先行队伍在距离平壤城15里外 遭遇了突击 然而上岸之前 大量的情报 就摸透了平壤周边的兵力布局 再加上斥后对先行探路 并没有造成多大的伤亡 骑兵几次冲锋后 驻守在这里的高丽士兵 就被杀得哭爹喊娘 节节败退 报 禀大漠之礼 第一道防线被大前军队给撕开了 报 第二道防线被大前军队给撕开了 几乎每过小半个时辰 就会有斥后来报 而每一次都是不好的消息 前线的驻军尽数溃败 甚至都没能多组一组大前人 亡都全城的南丁都被赶上了城头 要么就是在后方搬运守城的物资 盖苏文心里很紧张 他知道大前有很多新奇的武器 却没有真的监视过 但是他想 他们有急蛇事单那里搞来的守雷 应该能够杀退他们吧 不过 他们不叫守雷 而是叫轰天雷 对外则是宣称 这轰天雷是他们自己研发的 用以振奋人心 虽然上层人瞒不住 但是能瞒住下面的人就行了 他站在城墙之上 隐约听到了前方的马蹄声 一旁的盖南生也是手心出汗 他道 父亲 如果打退了大前人 我可以带人出去追杀吗 看儿子这么英勇 盖苏文也很是欣慰 不由道 好 你若能够斩杀敌将首级 我就封你当太大兄 闻言 盖南生激动不已 谢父亲 太大兄 那可是仅次于大漠之离的官位 相当于王子了 不过 盖苏文谋朝篡位 并没有取消高丽王的职位 杀掉高武之后 把他的儿子 抚慰了高丽王 当作傀儡 他本来是想灭掉黄罗之后 让高藏善让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始终不得圆满 而盖苏文的二子盖南产 就叫这破名字 三子盖南剑 却是无比的嫉妒 两人纷纷上前 父亲 我等夜想领兵追击 盖苏文喜欢豪迈 有勇有谋之辈 二子 三子 虽然也很似他 但是对比盖南生 还是差了些 好 不管是谁 能够情杀敌军主将 我都封他当太大兄 盖苏文还年轻 四十多岁 正值当年 反正太大兄又不是王子 只是一种官职罢了 等高藏善让 立谁当王子 还不是他说了算 倒不如让他们三兄弟 好好较量一番 谢父亲 两兄弟齐齐拱手 眼中透着兴奋 三兄弟交换了一下眼神 都心照不炫地冷笑了起来 很快 大前人的军队 就出现在了视线之中 快 投石机做好准备 盖苏文连忙下令 高丽是有投石机的 有了这投石机 只要大前人赶过来 必然能够砸得他们头破血流 然而 远远的 大前人就停了下来 那距离根本就不是投石机能够触及到的 大前人怎么停下了 众人一阵不解 盖南产冷笑道 莫不是怕了 不敢过来 愚蠢 大前人连北奴都不怕 又岂会怕我们 盖南声冷哼一声 对方必然是有阴谋诡计 这一次大前人突袭 尚不知对方的人数 我料想 他们肯定不会有太多人 目的只是想引诱我们开门罢了 此话一出 盖苏文也点点头 有这种可能 不过大前人据说有一种叫雷霆炮的武器 三五百丈外便可击伤目标 几年前 窦方率领水师在渤海遭遇了前军 就碰到了装载雷霆炮的海船 威力很大 父亲 平壤城虽然算不上天下第一雄关 人力却难损毁 盖南声道 这城墙周长十余里 城员最窄处七米 最宽处十米 城高五六米 就算那雷霆炮真的和传言一样 也不可能轻易炸毁咱们的城墙 再说了 他们突袭 总有炮弹打完的时候吧 那时候 便是我等的机会 文言 盖苏文点点头 心中也更加的有底 对大儿子也是越发地欣赏起来 言之有礼 等他们炮弹告庆 就是我等反攻之时 骑兵带队的是柳如刀 攻下窝州后 他就进了渤海水师 这一次进攻高丽 他也是被认为先锋 在父亲手下他压力很大 远比在秦末手下的时候要大 他拿出千里镜 观察着前方 这里位置很好 非常适合炮兵开炮 他连忙下令 让人将周边的树木砍伐 肃清誓言 秦末的思路跟柳城湖很相似 用最少的伤亡 达成最大的战略目标 骑兵的作用不在攻城 而在冲锋 他将被砍伐下来的树木 横在了道路两边 既可以起到阻拦的作用 关键时候 也可以防止他们逃跑 他们飞快地 拿出弓兵铲 提前替炮兵 挖出了一个个坑 方便他们架炮 最新式的雷霆炮 重量只有50斤不到 杀伤力很大 单兵就能作战 最远距离 大概是1200丈 稳定且安全 随后 大量的地雷 被埋在了周边 而平壤城内的人 看到这一幕 都有些焦灼 他们不明白 这些骑兵为什么要砍树 也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挖坑 更不明白 他们为何不来攻城 难不成 是打算拖到晚上 再来进攻 还是说 他们在等身后的不足 紧张的气氛 在平壤城内流转 特别是那些民众 都是惶惶不已 他们到底想做什么 为什么还不来攻城 这么远的距离 投石机也是毫无用处 根本没办法 对他们形成压制 要不 咱们打开城门 冲出去拼杀算了 众人不安的情绪在增加 让人心变得躁动 这时候 远处传来了鸟鸟青烟 盖苏文手扶着强朵 死死地盯着前方 他们在做什么 大漠之离 他们好像在埋锅造饭 盖苏文的弟弟 盖净土道 此人也是一个极为聪明的人 盖苏文能够顺利地谋朝篡位 他功不可没 他看着前方 神情凝重道 这些大钱人应该很疲惫 所以埋锅造饭 也是应当 但是在平壤城下造饭 就不正常了 这明显就是在引诱我们过去 所以 万不能被他们的表象给迷惑了 盖苏文心里 那叫一个憋屈 人家都打到平壤城外了 结果死活不攻城 还慢悠悠地埋锅造饭 现在他们似乎明白了 这些大钱人 为何要砍树了 似乎是在当柴火 太气人了 半点都没把他们放在眼里 这不是阴谋 是堂堂正正的阳谋外加蔑士 偏生你还不敢开门出去迎战 就盖苏文暗生闷气的时候 柳如剑又拍出了一帮人 这些人手里个个拿着大喇叭 跑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 然后大声喊道 盖苏文 你个狗娘养的玩意 你谋朝篡位 乃是奸臣中的奸臣 狗贼中的狗贼 今天 你大钱的爷爷们来了 还不快快开门迎接我等 你是怕你们爷爷 不认你们这些倒反天当的狗孙子是吗 十来人整齐怀疑地喊着 声音大的要命 盖苏文气得咬牙切齿 双目充血 盖南生听后大骂道 他李世龙才是世上最大的乱臣贼子 父亲 开城门 我愿意率兵跟他们拼杀 盖南产连忙单膝跪地 他们羞辱我的父亲 我的君王 就算死了 我也要咬下他们的一块肉 这可是表忠心的好机会 盖南见心中大骂他狡诈 也有样学样跪地请战 余下臣子亦是如此 盖苏文脸色稍稍好看了不少 大钱人越是如此 便越是说明前方有阴谋 我宁愿我受点羞辱 也不愿意让我的臣子 白白落入敌人的陷阱里 听到这话 不少人都跪地痛哭 大骂自己无能 不能为盖苏文诛杀敌疗 都是作戏 就看谁的眼纪更高了 盖苏文 你爹妈炸了 还不快快回你爷爷的话 骂门叫战 是非常易见的 只不过 这盖苏文真就是乌龟大王八 根本不敢开门 更不敢应战 乌龟王八蛋 你连个乌龟脑袋都不敢露出来 你等着 爷爷们到时候 一刀剁了你的王八脑袋 捣碎你的王八壳 一行人骂累了 就换另一批人 一连换了三批人 死活没人赶出来 柳如剑手里 拿着加热锅的罐头 美滋滋地吃了起来 这些杂种还挺谨慎的 将军 部族和泡兵 还有五里地变到了 嗯 把周边的情况都摸清楚来 等他们过来 便开始攻城 此时 天色渐晚 柳如剑这么做的目的 也是为了拖延 夜晚进攻 可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平壤城城墙不算最高的 但是很宽 雷霆炮是轰不垮的 那只有炸开城门 借助夜色 掩护攻城炮兵 以最少的伤亡 完成最大的战略目标 很快 大部队在天黑之前赶到了这边 柳城虎在海边留守了五千人 以防止高丽人断后偷袭 一旦船只被损毁 会很麻烦的 将军 已经把周边数十里的情况都摸透了 所有陷阱均被排查 并且埋入了地雷 一切都按照计划完成 柳如刀向柳城虎汇报道 柳城虎点点头 看着拦在路上的树木 阻断了前方的视线 这就让平壤方向猜不透 他们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细节很不错 让大家伙先吃一口热乎的 负重狂奔六十多里 太疲惫了 部族还算好的 炮兵是真的累 单兵负重五十斤以上 虽然他们吃的 可能比贵族还要好 但是没人会说什么 因为他们同样是最累的 早就准备好了 被加热的罐头 送到了他们的手上 等众人吃饱喝足后 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 此时的平壤 众人更加的疲惫和焦虑 这种等候 正在一点一点地消磨他们的士气 特别是大前人还在门外叫骂 已经把盖苏文祖宗十八代 都问候了一遍 而盖苏文却不敢出头 这无疑再次让士气雪上加霜 盖苏文看着天空 没有月光和星星 这就说明 今夜会比往常更黑 月黑风高杀人夜 他再也坐不住 上半夜 他们不攻城 下半夜 咱们突袭 父亲 我愿意率兵突袭 盖男生急忙道 不着急 这件事得好好商业 盖苏文道 现在我们不管大前人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只要能够跟他们近身 我们手里的手雷虽然不多 但是肯定能够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而且我白天观察了许久 他们的人数肯定不会超过五万 不过 三四万人肯定是有的 白天冲锋 他们肯定会有很大的损耗 所以他们才选择晚上强攻 所以 这个时间点要把握好 让人从城门上掉下去 偷偷摸过去观察 再把消息传递回来 众人听着盖苏文的计划 也是不住地点头 而另一边 柳城湖也在算时间 经过两个时辰修整 众人都是彻底地恢复了过来 一个个龙金虎猛的 就在这时 营地的东侧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爆炸 那爆炸声响彻了夜 有人中了咱们的埋伏 快过去看看 柳如刀一愣 旋即连忙起身 让人过去查看 定然是高丽的斥后 冒死过来查探情报 却不知道 这周边都是咱们埋下的地雷 他们来多少 死多少 很快 斥后回来禀报 启禀将军 的确是高丽斥后 此番被炸死二十余人 炸伤十余人 本想逼问情报 可这些人咬碎了 藏在后曹牙里的毒囊 瞬间毙命 死士 柳成虎皱起眉头 看起来 他们是打算反打我们啊 这都能看出来 柳如刀道 白天骂了他两三个时辰 他们都不敢应战 戴苏文又不是傻子 他派人出城做什么 骂两声 会少块肉吗 你以为这里是中原 人人都有骨气 柳成虎道 他派前死士过来 必然是想打探深浅 如果我们上半夜不公 他们下半夜肯定会进攻 通过吊篮的方式 然后让先攻队过来 别忘了 他们手里有急蛇过去的手雷 虽然只是瓦罐中的黑火药 杀伤力不怎么强 但是伤人还是能做到的 咱们又是远攻队伍 此时陛下清征 护卫舰还要护送伤队 稍微算一算 他就能猜到 咱们人数不多 但是他心里没底呀 没底就不敢来攻 听到柳成虎的分析 营地重将都是不住的点头 只不过 这一次之后 他们必然不敢再突袭了 柳成虎道 派人去侵扰他们 按着十六字 真言的总纲 等到明天天快亮时 那时候是一天当中最黑的时候 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咱们再一鼓作气 拿下平壤城 要让他们感觉到 咱们再试探 最好让他们感觉 我们在忌惮他们 以盖苏文的聪明 肯定会猜出 我们知道 他有手雷的事情 如此 他定然会胸有成竹 自觉能够拖延时间 等其他队伍来回防 这样一来 他必然会大意 即便他内心是个 狡诈阴险又小心的人 那也不妨碍 他是个骄傲的人 一旦他们放松警惕 就是我们破门而入的时候 那时候 踏平平壤 活捉盖苏文 是 将军 众人都对柳成虎的话 奋为闺念 这可是君神 听他的准没错 柳如刀小声地对自己父亲道 爹 我总算知道 秦汉子 为什么能够百战百胜了 哦 柳成虎捋了捋胡须 他为何能胜 因为秦汉子和您一样 都将人心看得很透彻 柳如刀道 他不仅将人心看得透彻 胆子还特别大 可他心思缜密 你想得到的 想不到的 他都能想到 心有猛虎 细袖强威 柳成虎道 千将一得 一帅难求 你想要当一个帅才 文韬武略是基本 把人做到极致 你就是帅才了 柳如刀略有所思 秦莫文韬武略 都是一等一的 做人能做到他这种程度的 纵观历史 也翻不出几个人来 秦莫那等人 天生就是要进青史 被人仰望的 柳如刀叹息道 我不如他也 你要知道 他张口 就是半个大前锦绣 提刀 就是阔土万里 这样的人 你只需跟紧他就够了 不要让自己掉队 一旦你跟不上他的脚步 你就会被边缘化 柳成虎对自己这个二儿子 还是挺满意的 这一次对高丽作战后 我就退了 以后你跟你大哥在朝堂上 万事虚谨慎 万不能因为你舅子是岳王 便沾沾自喜 不思进取 日后的大前 需要更有才华的人来管理 这万里之遥的广阔国土 需要更多的将领来镇守 记住了 是 儿子仅遵父亲教会 柳如刀知道 这是父亲在提醒他 等他退下来后 能帮助他们两兄弟的就少了 柳成虎还是挺满意目前的状态的 儿子成器 女儿更是有很大概率 是未来的皇后 柳家 还能富贵三代 这比他原来像 袁天刚算卦得到的结果 好上一百倍啊 而此时 此事者返回平壤 向盖苏文汇报了情况 众人脸色都特别难看 大前人在周边都布下了重防 如果突袭肯定会吃大亏的 那怎么办 这么好的机会 难道任由大前人掌握主动 盖南升道 这时候 盖进土道 不能打了 只能以托为主 如果大前人突袭 我们可以集中将手雷丢出去 以达到最大的杀伤效果 从而震慑大前人 只要打退了第一波 那么他们必然会投鼠忌器 只需要三日时间 援军必然回抵达 到时候双面夹击 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盖苏文点点头 也只能这样了 他很清楚 这么用手雷 达不到想要的效果 如今大前人布置了这么可怕的陷阱 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以拖延为主 等大军回防 战局会瞬间扭转的 就在这时 城外传来了马蹄声和叫喊声 紧跟着 便由小将仓皇进来通报 启禀大漠之礼 大前人向咱们发动攻击了 众人都是一愣 盖苏文飞快起身 急声道 快 上城墙 给本大漠之礼守住 盖苏文心中紧张 表面却不露分毫 他早就算到 大前肯定要趁夜进攻的 现在只不过是 印证了他心中的想法 快 把轰天雷拿过来 盖南见到 别着急 还不知道对方来了多少人 盖苏文道 就算要用轰天雷 也要让他们 尽数到城墙底下来 喊杀声渐进 只不过始终隔着一段黑暗的距离 众人等了一会儿 投尸机将石头抛射 沾染了火油的箭矢 滑破黑夜 密集犹如流星雨 那喊杀声很近 但是始终不见一个人影过来 在浪费了许多箭矢之后 那喊杀声渐行渐远 盖苏文一愣 他们逃走了 父亲 他们肯定是被我等的武器给震舍了 盖南产急忙送上一记马屁 盖净土则是眼神复杂的道 不尽然 对方喊杀声冲天 却不见人影 纵视功成 却连火把都不曾燃起 这分明就是阳功侵扰 不错 盖苏文冷着脸点点头 这就是大钱人的阴谋 只是不知道带队的大将是谁 大钱那些将领 哪一个不是名声在外 威名赫赫 随便挑一个出来 都是高丽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盖全生咬牙道 这些大钱人太阴险狡诈了 根本没有天朝上国的气度 气度在战场上什么都不是 两国交战 有的只是赤果果的利益 盖苏文哼了一声 手好了 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是 大漠之力 盖苏文退了下去 心里也很是无奈 斗方无能 连累三军 若是给他时间准备 何至于这么被动 而随后 大钱军队每半个时辰到一个时辰 发起一次攻击 把众人弄得疲惫不堪 直到凌晨丑时初 盖净土禁言 大兄 我觉得 这不是纯粹的侵扰 大钱人似乎有忌惮 你是说 大钱人知道 我们手里有手雷 盖苏文皱起眉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是了 相比轻扰 他们更像是试探 似乎就是有所忌惮 所以才不敢贸然进攻 对 盖净土点点头 所以我以为 如果他们再来轻扰 我们不妨点燃一些手雷 震慑他们 等他们临近了 我们再攻击 你不觉得奇怪 到现在为止 大钱人都没有用过雷霆炮 盖苏文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大兄 那雷霆炮安装在 大钱人的战舰上 之前情报也说过 雷霆炮很重 需要站马拉扯 而且怕雨水 您想想 拖着如此沉重的武器 如何奔走 盖净土说的 还是几年前的老情报了 自从渤海水师成立后 剪灭了吃里爬外的世家后 就完成了对高丽的封锁 你说的有道理 盖苏文摸着下巴 雷霆炮虽然很强 但是几年前 他们就通过情报 找到了弱点 好 那就按照你的办法来 盖苏文连忙下令 丑时中 大钱人发动了第七次攻击 这一次 平壤城中众人都摒弃名神的 既没有着急的抛射投石机 也没有急于放箭 阳弓的先攻队 也是有些诧异 怎么回事 不攻了 世出反常必有妖 他让部族抬着钢盾冲了过去 等灵星号星号星号嚷城下 城墙之上 抛出数十个黑弹子 轰隆 爆炸声响起 快 对方有手雷 快撤退 那将领手里拿着个大喇叭 生怕平壤城内的人听不见 快啊 快撤退 狗日的高丽人 居然有手雷 他们大叫着 横刀拍在自己的盔甲上 声音很大 城墙之上 盖净土大喜 大兄 你看 他们退了 果然 能够让大前人恐惧的 只能是他们自己的武器 盖苏文眉头书展开 你猜的也没错 他们就是在试探我们 只可惜 这轰天雷太少了 要是我们能破解秘方就好了 如果我们有用不完的轰天雷 必然能够打败大前 盖净土 很是可惜的道 无妨 他们这一次 必然也带了轰天雷过来的 等援兵回防 吃下这些人 他们的军备 就是咱们的了 包括战舰上的雷霆炮 都是我们的 盖苏文一想到自己战胜大前人 缴获军备 内心就生出无限的野望 有了这些军备 咱们在海上 就能跟大前人掰手腕 到时候略结过往的商队 还能够打的那些大前护卫舰 措手不及 盖男生接话道 说的没错 盖苏文笑着点点头 惊艳 大前人应该不会攻城 而是阳攻侵扰 众人都不由松了口气 但是 不能大意 是 大漠之离 不到城下 不发一箭 不要浪费军备 是 摸清楚了大前人的底细之后 众人心里都有底了 觉得守城等到援军回房 肯定不是问题 都去休息吧 记得轮流换房 盖苏文说了句 就下了城墙 镇守的 则是盖净土和盖男产 等到众人离开后 已经是银石出 再有一段时间 就盖天亮了 夏天 一把卯石出就亮了 盖男产揉了揉酸色的眼睛 不由打了的哈欠 二叔 你先瞇一会儿吧 我来守着 盖净土摇摇头 不天亮 不能轻易闭眼 相较白天 晚上才是最危险的 再加上天公不作美 又是阴天 比往常更黑 更难以捕捉他们的踪迹 万不能掉以轻心 是 执儿明白了 盖男产很清楚 自己想要争 就必须拉拢二叔 所以 极尽可能地拍马拉拢 盖净土心中暗暗叹息 自己这个傻侄子 还是对他大哥了解太少了 他还这么年轻 为什么要轻易立下王子呢 除非他现在是六七十了 那倒是有可能 见盖净土不吭声 盖男产心里 也不爽到了极点 就在这时 前方再次传来了喊杀声 盖男产猛地爬起来 嫡妻 见他这副不淡定的样子 盖净土就更瞧不上了 遇大事不冷静 也配给予大卫 二者 别急 不过是敌人阳公罢了 你现在可是守城主将 若慌张 必然会引起他人惶恐 文言 盖男产点点头 心里也没那么紧张了 这该死的大前人 真是一刻都不让人喘息 他就害怕在自己守城的时候 碰上什么突发事件 不过转念一想 有盖净土在 自己何须紧张 他有条不紊地 让人准备好见识 让名副做好守城的准备 然后让人 将几颗轰天雷握在手里 随时准备投放 杀伤不是目的 吓退他们才是 这就对了 他们侵扰 同样也是疲惫的 都是人 不可能他们不累 就我们累对不对 而且 他们在城外 无遮无拦的 心中压力肯定更大 这是一场拉锯战 比的就是 谁的心态更稳 念在他刚才拍了自己 这么多马屁的份上 盖净土也是忍不住 提点了他几句 可盖南产心中 却不屑到了极点 马后炮 盖净土 哪里知道自己好心交他 会被他给鄙夷 他跳往黑夜 听得见马蹄奔跑的声音 却看不见人意 就在这时 左方传来了声音 快 敌人在这里 快放轰天雷 别让他们过来 听到这声音 盖净土身子一震 不好 他们真的来进攻了 盖南产也是心中惊惧 该死的东西 怎么到了 他这里就是真的进攻了 好在平壤成高 轻易难以攻陷 不过这些人 也就强攻了一会儿 便走了 地上甚至没有留下一具尸体 退了 大前人退了 城墙上 众人发出欢呼声 盖南产几乎虚脱 整个人靠在了墙朵上 嘴上却骂道 该死的大前人 居然又是阳攻 不尽然 盖净土 吐出一口浊气道 如果我们大意 对方就真的是强攻了 对方的将领很聪明 深得兵家争议 一直在拉扯 要是我们稍有大意 恐怕就 他话还没说完 就听见城下 传来一声惊天的巨响 甚至连城墙都震站了起来 不少人 甚至被震倒在地上 盖净土 连忙扶住墙躲 耳朵嗡嗡作响 出现了短暂失声的情况 盖南产更加地不堪 一屁股坐在地上 大口大口地喘息 一副被吓尿的样子 糟糕 上当了 盖净土大声呼喊着 看着刚才爆炸 响起得到地方 那分明就是城门啊 只可惜 这声音太响 越是靠近城门的地方 伤害就越大 他飞边去 城内的人 听到这惊天的巨响 也是一阵心慌 盖素文才刚睡下 就被吓得惊醒 猛地从床榻上坐直了身体 心脏狂跳 他看向外面 飞快地跑了出去 而此时 平壤城城门 被炸得四分五裂 念母全非 而被他们打跑的人 调转马头 一头扎进了城门之中 集结的号角被吹响 柳如刀休息了这么久 等的就是这一刻 骑兵营 冲锋 四千多如狼似虎的骑兵 驾驭着战马 朝着前方狂奔 步足也紧随其后 柳城虎大马惊刀地 坐在营帐之中 这次攻城 竟是连炮兵都省了 他承认 秦莫很厉害 但是他柳城虎更强 强攻谁不会 比谁更英 他柳城虎 从没输过 快 快守住啊 盖净土歇斯底里地喊道 然而 为时已晚 第一批阳攻队伍 两千人 已经尽数冲进了平壤城中 第二代擒势步枪 射出的子弹 收割着性命 盖男产连滚带爬地向后跑去 快 快冲上去 大千人跑进来了 完了 彻底完了 大千人入城了 盖男产双腿不住地发颤 看着下方炸裂的火花 魂飞天外 很快 柳如刀就带着队 卫物赶到 犹如猛虎进入了羊圈 当盖苏文冲出来的时候 入眼的是大火和凶残的大千人 他愣了愣 旋即一股寒气 从脚底板升起 该死的东西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他就是瞇了一会儿 甚至还没睡着 大千人就冲进了平壤城内 盖男生和盖男剑也冲了过来 父亲 大千人冲进来了 我知道 蓝剑 你带人冲过去杀退他们 盖苏文看向盖男生 你跟我一起进王宫秦王 说着 转身就跑 所谓秦王 不过是借口 盖男生那里不懂 盖男剑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 父亲跟大哥就跑开了 他想要追上去 又不敢 看着前方凶凶大火和凄厉的喊声 同样害怕 大千人冲进来了 还守个什么东西 逃才是关键 他一咬牙 带着清军 一头扎进了旁边的巷子里 柳如刀挥舞着横刀 他在窝州 想要杀一万窝狗的愿望落空了 现在的窝州 是大千的窝州 再杀 就犯法了 但是高丽可以 上一次 他杀到三四千人 这一次正好续上 这一次在高丽 必须要完成他万人斩的愿望 去抓盖苏文 进王宫 柳如刀没忘记自己的任务 带着人在大路上狂奔 白领手雷更不要前世地丢了出去 当部族入城 上万杆步枪骑射 一切挣扎都枉然了 天空露出了鱼堵白 而平壤城内的大火却在蔓延 几乎将三分之一的城鞠给点着了 王宫的大门被炸开 柳如刀 生擒了盖苏文 揪出了躲在王宫里的高层 败落比他们想得更快 从大前人登陆 到平壤城落县 只用了十个时辰 将军 柳先锋已经生擒了盖苏文 和高丽王高藏 柳城湖履了履胡须 眼中满是淡然 他叹了口气 浑身都是轻松 余下众人 随我入城 柳城湖上了马 带着炮兵慢悠悠地进入城中 大火依旧 可道路两边 跪满了恐惧的高丽百姓 那些高丽贵族和将领 全都被逮到了一旁 一颗颗硕大的脑袋 咕噜噜地滚落 血染红了平壤的土地 甚至连百炼钢锻造的横刀 都被砍奴顿 柳城湖不由想起了 周扬帝百万大军三针高丽 现在 他只用了五万人 就踏平了平壤 今日 他就要亲手揭开 所有大千人心底的疤 柳城湖骑着马 闲听信部来到了高丽王宫 看到了跪在地上的盖苏文 甚至都没多看他一眼 高丽王何在 听到柳城湖的声音 跪在角落里的高藏 连滚带爬地过来 叫 将军 小 小王在这里 你就是高藏 柳城湖打量着高藏 一股腥臭味 从高藏的身上传来 不用看也知道 此人是个草包 是 小 小人就是高藏 高藏都不敢抬头看柳城湖 听到柳城湖的话 连小王都不敢自称了 起来说话 柳城湖道 高藏想要爬起来 可是双腿软得如同软脚虾 感受到周围的肃杀之气 身子更是不住地站立着 把他拉起来 柳城湖道 两个威猛的大前士兵 一左一右 像提小鸡仔似的 将他提了起来 我问你 可是盖苏文 将你囚禁在王宫之中 柳城湖沉声问道 高藏头如倒算 是 将军 是盖苏文将小人囚禁在王宫之中 几年前在渤海袭击有大前水师 可是你的意思 不过 将军 那时候 小人还不是王子 是盖苏文怂恿小人的父亲 偷袭大前水师 小 小人是反对的 而且 小人最是重养大前 父亲在世时 也是时常劝解父亲 让他重新跟大前建交 向大前递交国书 认大前为宗主国 高藏低着头 眼神之中 却没有半点的惊恐之色 相反还透着一股精明 他继续磕磕巴巴地道 只可惜 小人当时人微言轻 说的话也没人听 后面 盖苏文杀了我父亲 谋朝篡位 更是将小人囚禁于王宫之中 名为摄政 实为狼子野心 勾结北奴 妄图颠覆高丽的国座 今日 信德大前王师将领 将此等狼子野心之辈 绳之以法 小人不胜感激 他挣脱士兵 跪在地上 不住地向柳城虎磕头 一下一下 直到脑袋出血 看着高藏 柳城虎冷笑了起来 半珠吃虎 看来这高藏 也不是个省油的灯 想来也是 若非如此 他怎么能活到现在呢 一旁的盖苏文 更是猛地抬头 看着高藏 恰好高藏也在看着他 眼神之中 透着浓浓的怨毒和恨意 盖苏文明白了 他一直都在装疯卖傻 你倒是会说话 柳城虎伸出脚 垫在了高藏的额头上 本将帮你恢复高丽国座 你写一份投降书 再写一份内副书 从今以后 高丽并入大前 说不得陛下 一高兴 继续给你封赏的爵位 也让你高丽一脉 寿终正寝 高藏一愣 心中愤怒的同时 又十分的无奈 盖苏文谋朝篡位 大前居然是要 直接把高丽给吞并了 他有的选择吗 没有 与其如此 还不如高高兴兴地 将高丽送给大前 正如这将军说的 说不定大前皇帝一高兴 不杀他 还给他封赏的爵位呢 是 小人紧奉将军之命 只不过 将军 小人的王印 已经被盖苏文这个乱臣贼子 给把持住了 高藏道 高藏 你这个高丽的罪人 今日你若是写了投降书 割让了高丽 你就是高丽的罪人 你不会有好下场的 盖苏文大怒道 若不是 你这个乱臣贼子 蛊惑我父亲 触怒大前天威 高丽也不会落到如此下场 我是高丽的罪人 你才是高丽的罪人 高藏怒骂道 我相信大前的使者 必然会秉证记录这件事 而且高丽之名 原来就是千百年前 签到高丽来的 一直以来 也都是中原的附属国 此番只不过是孙子重新回到了爷爷的怀抱 周围的大前将士 忍不住笑了起来 说得好 孙子 高藏不仅不愤怒 反而陪着笑脸 柳成虎知道 高藏想活下来 倒是并不觉得 他如同小丑 这种人极为能忍 心思深沉 如果脱离翻离 很有可能一飞冲天的 盖苏文大骂道 高藏 罪人一眼 高藏经过盖苏文身边的时候 看向柳成虎 将军 此聊杀我父亲 如我生母 将我囚禁宫中 触怒大前天威 可否让小人处出气 柳成虎道 你想怎么出气 高藏深吸口气 解开了腰带 周围人一愣 就看到城隍的弧线 不偏不倚地落在了盖苏文的脸上 盖苏文反应了过来 刚想打骂 就被呛得咳嗽 那味道 简直令人恶心至极 高藏心里爽到了极点 虽然是借助大前人的威势 可他总算实现了自己的想法 他浑身一抖 提好了裤子 谢将军 柳成虎倒是觉得这个高藏有趣了 微微汗手 快去写 不要浪费时间 高藏走到暗读前 写了起来 盖苏文剧烈咳嗽了好一会 才缓过气来 他浑身气到发抖 没被大前人羞辱 却被一个质子 傀儡 废物给羞辱致私 那怒火 几乎将他吞噬 恨不得一头撞死当场 盖南生根本就不敢吭声 他抿着嘴 脸贴着地面 生怕大前人注意到他 也害怕其他人 也给他来这么一出 盖苏文 想活吗 柳成虎笑着问道 要杀就杀 休要过躁 盖苏文话音刚落 柳成虎刷刷两刀 斩下了他的双耳 剧痛让盖苏文大叫起来 死亡的恐惧 让他清醒了不少 你也算个枭雄 要知道 这世上有很多种 比死了更让人难受的做法 柳成虎淡淡道 阶下囚就要有阶下囚的觉悟 而不是无能咆哮 我这一次带了五万人过来 这么久了 想必大家都别听久了 到时候 我就把全城的百姓召集起来 将你沉入瓮中 一人给你来上一泡庙 让你生生溺死在瓮中 想必你盖苏文 会成为千百年第一个笑话 盖苏文又痛又惊惧 此人心思 何其歹毒也 如果真是如此 那他生不如死 死了也是一臭万年 那种羞辱 真能叫人抓狂欲死 我柳成虎向来说到做到的 柳成虎道 我给你实习考虑时间 实习之后 我就将你盖世一脉 尽数沉入尿中溺死 柳成虎 他是柳成虎 盖苏文死死地盯着柳成虎 直到这一刻 他才知道 大前的将领是谁 大前军神柳成虎 难怪他会输得这么彻底 盖苏文看着柳成虎 一度想要咬蛇自尽 但是始终没有那种勇气 如果高丽被大前吞并了 那么他今日的死 就毫无意义了 如果归顺 也许还能有善终 最重要的是 高藏那一炮弧线 彻底将盖苏文的怨恨给转移了 他就算要死 也要彻底将高丽王一脉 斩尽杀绝了再死 好 我投降 盖苏文说道 实时误者为俊杰 柳成虎笑了起来 这盖苏文的确是个聪明人 这样一来 就能省下他很多的时间 盖苏文一投降 逃跑的盖南剑也被抓住 平壤城内 除了大前人 就没有一个站着的 而此时 算上大前军队登陆 正好一天一夜 柳成虎 仅用了一天的时间 就将平壤人的胆气 给彻底杀没了 面对大前人 高丽人似乎有一种秘之自信 但是现在 却都被写给泯灭了 人头和汇聚成溪流的血液 彻彻底底地 将高丽人的自信 给踩在了脚底下 这是柳如刀换的 第四把斩首大刀 目前为止 他才凑齐了四千二百多人 连一半都没有达到 可即便如此 那浑身的血腥气和杀气 都足够让军武中的壮汉 感到害怕 一个眼神 就能够令人心惊肉跳的 可他还浑然不觉 手起刀落 便有一颗硕大的脑袋滚落 我爹也真是的 招降干嘛 高丽有几十万的军队 又岂是那么容易招降呢 柳如刀并不认为 其他人会束手就擒 而且 柳成虎的策略是 将高丽的军队打散 迁移到大前 安排他们劳动改造 修铁路 造大桥 抵消摇曳 柳先锋 将军叫你 一个副将 在柳如刀的耳边说道 知道了 柳如刀将斩首大刀 插在了地上 也顾不得浑身的血腥气 其上马 就朝着高丽王公而去 看到柳如刀浑身是血 柳成虎道 你杀疯了 没 爹 没 柳成虎皱起眉头 你看我的眼神都带着杀气 还没有杀疯了 我给你一把刀 你是不是要把我给砍了 说着 上去就是一脚 将柳如刀给踹翻在地 挨了一脚之后 柳如刀浑身一震 眼神也逐渐恢复了清明 爹 你干嘛踹我 让你醒醒 柳成虎道 能杀敌的武将的确不错 但是滥杀不行 一个滥杀没有节制的将领 一定会在杀戮中迷失自我 最后毁灭 我什么我 老子还能害了你 柳成虎哼了一声 为什么之前有战事 我都不愿意让你去 而是逼着你在家里看书写字 还不是为了化解你心中的戾气 你要是不能化解自己心中的戾气 迟早有一天 伤人伤己 听完柳成虎的话 柳如刀也逐渐冷静了下来 爹 你换我过来做甚 我本来是想让你 去半路阻击埋伏 可现在 这任务 你是不合适了 柳成虎骤眉道 盖苏文不是投降了 为何还要阻击埋伏 柳如刀不解道 盖苏文降了 其他人就降了吗 当年大洲亡国之时 那些手握重兵的将领 哪一个不是拥兵自重 你见他们投降了吗 有些人拥兵 以做鸡身之姿 有些人则是浑水摸鱼 做他的春秋大梦 不把这些回防的兵力 杀个七零八落 他们就不知道 大前的兵风 有多么的强盛 而且 对高丽的策略 和对窝州是两回事 秦末在窝州 是边杀边立威 无论是陛下也好 岳王也好 他们都希望清扫整个高丽 将高丽众人 全都牵回大前 抵消北地百姓的摇曳 这也是斗玉史大夫主管 经过了三省六部认同的事情 高丽有近七十万户 也就是三百多万人 除去老幼 适龄的男人和女人 都可以充当劳动力 起码占据小一半的人 也就是一百二十万 至一百五十万之间 这一百多万人 可免一百多万户的摇曳 二十年 再加上窝州战俘 天象国战俘 尼婆罗战俘 之前岭南平乱的战俘 足够大钱用三十年 南方三到五年内不赴税 不摇曳 有了这百多万人 根本用不完 而那些六十五岁以下的老人 都会发往朝廷自有的田地耕种 那孩童呢 三代为奴 三代之后 给予他们平民的身份 这么狠 不狠不行 也怪他们找死 几年前碰的是秦末 要是换做其他人 都不会这么狠 碰上秦末了 就只能是 他们自己活该 柳城虎对这些人 没有半点怜悯 大钱将开创的盛事 是所有人都向往的 一个不摇曳 不纳粮的大义统王朝 只是想想 就令人振奋 柳如刀沉默了 他说道 爹 我以前觉得做万人斩 就是最强的武将了 可现在我觉得我还是太嫩了 像秦末这样 三言两语 就决定几百万人的命运 才是真正的最强武将 你居然只把他当成一个武将 柳城虎摇头道 那可是决策者之一 就算他卸下了所有的官职 也是天下有数几个能够决定天下走向的人 得罪他 只能算高丽倒霉 武将图成 杀个几十万人了不起了 像秦末 三两句话 近千万人的命运 就已经被决定了 要他们生就生 要他们死就死 半点都由不得他们 这才是真正的厉害 你爹我带兵打仗虽然厉害 但是一辈子都不敢过多参与正式 秦末不一样 既带兵打仗 也参与正式决策 大钱是在北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秦末 让大钱二次开花 开的是一朵跟以往那些王朝半点不相似的花 所以他比你爹我 厉害多了 柳如刀点点头 他还是第一次从柳城虎嘴里 说他不如别人 我一人能杀的人实在有限 秦末没杀人 但是他杀的是高丽人的未来 一刀刀的 半点机会都不给他们 你明白就好 柳城虎说道 接管城防吧 从现在开始 不许你再杀一人 大军进城第一件事就是杀敌 第二件事便是接管城防 那么第三件事就是墙 凡灭国之战 必让下方将士吃个饱 不过柳城虎是比较有节操的 不许他们玷污妇女 而必经之路上 已经布置了大量的地雷陷阱 还有两万人伏击 第三天的下午 从激利城 石城 辽东城等数个重要城邦的守军集结 足足有十五万的大军 高丽的重骑兵保有量 能够和中原王朝不相上下 人马聚装的重骑兵 是高丽军队的主力 这种重骑兵人马批挂 并有高高的铁护铃 保护脖子和脸颊 通过冲锋和白刃战的方式作战 除了重骑兵 重步兵也是高丽军队的主战力量 较常见的是一种身着兜谋和甲 手持长枪和方盾的士兵 其次是一种头戴冠冕 身披甲尖挑重剑和盾牌的士兵 所以高丽虽是小国 但是全国常备军队 却不比南帆 北奴要少 再加上国内金属资源多 能够保持和中原王朝 不相上下的重骑兵 当然 他们的野铁技术 是完全没办法跟中原王朝相比的 但是另一个世界 从隋朝到高宗时期 足足七十年 发动大军九次 才彻底灭了高丽 可见这个三百多万人口的小国 有何等的任性 这十五万大军 其中重骑兵和重步兵 就达到了四万人 余下的都是剑盾兵 弓箭手 长枪兵组成的核心输出队伍 也好在高丽国土面积小 否则这些重骑兵和重步兵 三日内难以抵达平壤城 大军停在了距离平壤城十五里的地方 等候斥后探听情报 报 大前人的军队还在外镇守 目前正在派遣小谷骑兵 侵扰式进攻 听到这消息 带头的斗家大将 斗众大喜过望 好 天助我也 快 全速前进 从背后绕过去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所有人都是大喜 不由卯足了劲 加快速度行俊 然而 在距离平壤城十里左右 突如其来爆炸声 让所有人都猛了 这里恰好是一个类似山峡口的地方 两边的山丘不算太高 但是正好形成了击角 中间又类似盆地向下凹陷 这爆炸声让众人都傻眼了 怎么会这样 人群里的斗众护身 惊出了一身冷汗 该死的东西 大前人在这里设置了陷阱 他们这十五万军队 可以说是精锐中的精锐 是举国之力才建成的 一旦受到了重创 除了投降 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 重骑兵虽然连马都有甲具 但是这可是地雷 总不能在战马的脚上 都绑上盔甲吧 重骑兵再厉害 没了脚 也只能在地上哀嚎了吧 埋伏多时的大前军队 连忙开炮 无论是新式的雷霆炮 还是老板的雷霆炮 都足以对他们造成成敦的伤害 特别是白领手雷炸开时形成的火 让重骑兵和重步兵成了一个大火炉 形成了铁包肉 这甲州一经穿戴 就难以脱下 没有外人帮忙 是很难脱下的 嫡妻 斗众扯着嗓子喊道 然而已经没用了 眼前这片不起眼的盆地 地雷就埋了不下五千 而且还是新式地雷 无论是杀伤力 还是隐蔽性 比原来的地雷 都要更高一个档次 也怪斗众太过心急 一心想着 绕后对付大前军队 这才一头扎进了大前人 精心准备的陷阱里 猛烈的爆炸声 已经盖掉了他的声音 队伍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但是他们是精锐 在短暂的慌乱后 也开始后撤 不过 战事已定 两个时辰后 斗众被捆得跟粽子似的 被人像垃圾一样丢在一旁 入演的是哀嚎的将士 大前人手起刀落 将他步将的脑袋 尽数斩落 那些未死还在哀嚎的士兵 声音也是戛然而止 怎么会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 斗众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 这可是十五万精锐啊 整个高丽最精锐的精锐啊 居然摧枯拉朽 就被这些人给打杀没了 他不懂 这个世道早就变了 大前也不是曾经的北周 无论是国力还是军事能力 都提升了好多档次 这一仗击杀了高丽八万大军 俘虏了七万人 重骑兵和重步兵 更是受到了大前人的特别关照 被杀的一个不胜 很快 捷报传进了平壤城 柳城虎下令 让杨庄工程的队伍入城 兵者 鬼道业 到了他这个程度 对兵法韬略的运用 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 掠师小记 就让这十五万大军 一头扎进了陷阱里 负灭了这十五万的精锐 再加上平壤城中几万精锐 整个高丽最主力的队伍 已经彻底负灭 余下的都是乌合之重 有些士兵 甚至连一个完整的甲咒都没有 再加上盖苏文的投降 高藏写了投降书和内附书 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高丽全境投降 消息也传到了玄兔郡 镇守在边界上的大前军队入内 连带着东边的万济 也吓得魂飞天外 万济王浮于明农 连忙召集大臣商议 众大臣黄黄不可终日 左大将至终出列道 圣明王 大前人已经攻下了平壤城 升情了盖苏文和高丽王高藏 高丽一祥 咱们背面还有黄罗 黄罗和大前是一条心的 不如派遣使者 先去探听大前人什么意思 若是对方强硬 咱们就归附 有大前调停 这战斗必然会停 黄罗也不可能会违抗大前的意志 浮于明农心里早就不想打了 这两年来 跟黄罗开战 也是连丢了数十成 心里苦不堪言 要是几年前 渥州还没有被大前人攻占 他们还有退路 可现在 渥州也是大前的了 他们万济 已经没有靠山了 想要活下去 只有归附大前一条路可走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 那本王就命你出使平壤 去面前大前的将军 必要将万济真心归附的善意 让大前人知道 浮于明农说道 众人也都是纷纷松了口气 他们就怕浮于明农投铁 不肯低头啊 志忠心里很清楚 高丽一垮 黄罗也好 万济也好 不过是大前手中的玩物 高丽有六十万兵力 户近七十万 而万济约有二十四万户人 兵力只有二十万不到 而现在被黄罗占去了三分之一的国土和人口 已然伤到了根本 如果大前人联合黄罗 万济出了王国 别无他图 半个月 让高丽内服 这说明什么 说明大前无论是国力还是兵力 都远超北周 除了低头 没有第二条路可言的 第二天 志高就带着千余人和大量的珍宝 从雄金城前往平壤 从雄金城前往平壤约千里 没有十天半个月 是走不到的 而且还要途径黄罗 黄罗是必然不会允许他们接到的 所只能带队前往海边 走海运前往平壤 速度又快 还安全一些 八月中旬 第一批高丽壮丁 装船如海 离开了他们的故乡 而志高的海船 也靠近了海边 挑明了自己的身份后 守在码头的大前士兵 这才押送他们前往平壤 这一路上 他看到了许多高丽壮丁 光着板子在挖路 拓宽道路 敢偷懒 大前人就用那个叫枪的武器 直接送他们归西 大前人说 高丽人有罪 偷袭大前王师 触怒天言 陛下准许他们恕罪 三代赦免他们罪人的身份 五代可以给予他们大前平民之身 在这之前 他们要全部离开高丽 去大前接受劳动改造 志高心里特别害怕 大前人是想把整个高丽给搬空了 他们不仅要钱财土地 连人都一起打包带走 没有人了 那这么多土地留给谁 高丽平吉并不适合种植作物 他不明白 大前人想做什么 但是 他也不敢问 路上常有倒在地上的劳改犯 让志高心惊肉跳的 很快 他们一行人带着珍宝 来到了平壤 城外是一座人头山累气的金关大山 这些人头都用石灰腌制过了 一个个面目扭曲 看起来十分的争鸣 可现在是夏天 风一吹 便有一股臭味传来 一些胆小的人 吓得两腿发软 要不是旁人搀扶 根本走不动道 这 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 哦 也没多少 就不到十万人吧 带头的大前士兵说道 不到十万人 志高苦笑一声 这些人可都是精壮的男人 是上等的兵力 若是万计折损了这么多人 直接元气大伤 没有六七十年 根本恢复不过来 进到平壤城内 里面也是满木疮痍 到处都是干涸的血液 还有烧毁后的残垣断壁 一行人身子 不由自微微攻了起来 一个个满头是汗 这还是高丽的王都吗 怎么变成这样了 将军正在王宫接待黄罗来的客人 在这里候着 那牵引的小兵不耐烦地说着 就离开了 文言 至高心中一颤 他身边的人道 遭了左大将 黄罗人居然歇我们一步来了 黄罗人阻断了我们的路和高丽接壤 而且距离平壤也不过五百多里 必然是会比我们先行一步的 不要怕 大前人要的就是一个态度 只要咱们认错认得快 态度够诚恳 肯定没问题的 毕竟是高丽偷袭的大前水师 又不是我万计国的过错 至高说道 旁人都是不住地点头 大概等了小半个时辰 柳城虎才见他们 烈日炎炎 这些人站在太阳底下暴晒 却没有一个人敢有半句怨言 至高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 拿着浮于明农写的归附书走了进去 那里有不少人 为首的是一个身材伟岸的大将 旁边还站着不少年轻小将 右侧 则是一个身着象征着王室服装的女人 至高一愣 德善女王 这德善女王 是从真平王手里接过的王位 又号圣祖皇姑 年号人平 上位还不足两年 但是这位还是颇有手段的 他没想到的是 这个女王居然亲自来了 德善女王二十有五 长得不算漂亮 但是一看就不是好惹的角色 我当时谁 原来是万纪左大将 没想到浮于明农 居然把你给派来出使了 至高也是当人不让 女王清零 小将更是没想到 原本我王也打算亲自过来 但是前往平壤的路途 被黄罗阻断 再加上前几天飓风过境 我王为了栽名 也是不得不 忍痛错过了求见天朝上国的大将 说着 他走到柳城虎面前 万纪小将至高 奉旨前来求见柳将军 并附上龟附书一份 以及四大船珍宝 柳城虎看着至高 此人也是万纪赫赫有名 能争善战之辈 他微微汗手 一旁的柳如刀 便上前将龟附书 和礼品清单拿了过来 柳城虎看了看 笑了 这龟附书和四船珍宝 恐怕难以调停战士 至高看到德善女王 心里就明白 今天不死 也要脱层皮了 大前人肯定不会轻易 高抬贵手的 他连忙拱手道 刘将军 万纪真心归附 愿奉大前为宗主国 日后年年朝拜敬见 奉上厚礼 以大前马首是瞻 绝无二心 依旧不够 柳城虎道 至高硬着头皮道 柳将军 万纪国小明弱 以后每年愿意奉八大船珍宝 还请将军 可怜可怜我万纪 你这话说的 好像我们大前欺负你们一样 柳如刀冷笑一声 实话告诉你 德善女王已经决定 让黄罗内附 不日就要去大前敬见陛下 我也不怕告诉你 陛下御驾清征 已经打败了北奴 擒杀了莫渡 不日就要班师回朝 从今以后 黄罗就是大前的黄罗郡 黄罗之名半数会迁移到大前 另外半数 会留在高丽和黄罗挖矿 话落 至高心都凉透了 黄罗居然内负了 他们连祖宗都不要了吗 他看着笑眯眯的德善女王 脑袋犹如江湖一般 如果黄罗人迁移到了大前 那么只剩下他万纪了 放眼望去四面八方全都是大前的国土 他们夹在中间 比死了还难受 而且大前还征服了北奴 大前的天威已经无可阻挡眼 大前人的意思已经很清楚了 德善女王内负大前 从今以后两家犹如一家 黄罗如果要打万级 大前也有不准的道理 结果还是走向了至中最不响的方向 滚滚大势 半点不由人 大前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 他们想要吞并万计 让这半岛 飘扬大前龙旗 我 我至终支支吾吾半天 说不出话来 万纪的想法 本将已经知道了 先下去休息吧 柳成虎道 我会奏请陛下定夺 文言 至终连忙跪在了地上 请柳将军调停黄罗和万纪的战士 不要再让人做无谓的牺牲了 从今往后 大家一起加亲 不要再打打杀杀了 什么一家人 柳如刀反出道 我们陛下还没有接受你们的规附 你小小一个左大将 也能替我们陛下做主 再说了 德扇女王得知我们将军再次 几日前便亲自过来 你们万纪王何在 怎么 还想去渥州求援 柳如刀的讽刺 让至终心里窝火又悲凉 小将哪有这个胆子 替大前皇帝陛下做主 只是不愿意自家人打自家人 黄罗可以内附 我万纪也可以内附 他心里很清楚 自己要是不这么说 怕是不能活着走出平壤城了 你做不了主 让扶于明农亲自过来说 柳如刀道 下去 看着柳如刀已经拔出了刀 至终连忙道 将军息怒 小将这就退下 说着 三两步倒退者离开了房间 整个过程都不敢背过身去 等离开了房间 至终浑身都是冷汗 高照的烈日 却无法温暖他的身体 万纪众人纷纷拥了过来 将军 怎么样了 看着他们殷切的神情 至终咽了咽口水 此番麻烦了 黄罗内附大前 我万纪空有王国灭种之在 大前将高丽人禁数迁移 若黄罗不肯松口 那万纪的下场 恐怕不会比高丽好 德善女王亲自出面 内附了大前 从此 两家是一家 要是德善女王 再嫁给大前王族 有很大概率 黄罗会统领整个半岛 想到这里 至高心中 就犹如烈火烹炙 啊 那怎么办 黄罗数点望族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 为什么黄罗有这么多上等的武器 全都是大前人被地里援助他们的 也许 很早之前 他们就已经那副大前了 只是我们不知道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可那又如何 目以成舟 人家现在是大前高等人了 他们只是话外民族 你把人家惹不高兴了 当面给你一刀 你还要笑嘻嘻地 让他再多来两刀尽兴 而德善女王此时道 柳将军 万计狼子野心 就算未来内副 也必然不是真心的 还请将军多多考虑 现在内副的文书 还没有发到京城 若发到京城了 也许万计的阴谋诡计 便得逞了 柳城胡捋了 吕胡须 他心里很清楚 得善女王的心思 只可惜啊 黄罗虽然抢先内副 但是他们的命运 早就被秦末给定下了 秦末喜欢叫黄罗人做棒子 之前写高丽叫棒子 是笔物 说黄罗人无耻之由 喜盗窃 尤为喜欢盗窃文化 来增加他们的底蕴 往自己的脸上贴金 国人自大且盲目 好认祖宗 是典型的墙头草 不可给他们优等待遇 将黄罗国的女人 尽数拉入国内 以官府分配之 男人必须冲坐摇曳 前往全国各地劳作二十年 才可获得大钱人的身份 劳作期限慢了之后 田母分配 只有大钱人的一半 五十年内 三代之内无犯罪记录 便可给予他们同等待遇 等到那时 黄罗族遍布全国 不成气候 这还是德善女王 亲自过来的下场 至于万计 没必要再多一个万计族了 给你十天时间 攻陷万计 柳成虎道 到时候 你随我一起回京 陛下必然会许你一个好姻缘 谢柳将军 德善女王行礼后告退 柳成虎就是要借德善女王的手 覆灭万计 至于黄罗有没有这个实力 并不重要 关键时候 他会出手 至于黄罗 不过是为了让陛下高兴 才留下来的 要不然 一个盗窃大前镇国神器的罪名 就可以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士丹和吉舍人会站出来 替他们解释吗 并不会 八月底 黄罗攻陷万计 这期间 柳成虎旨协助了五千人 便攻陷了万计国都 申请了服于明农和一众王族子弟 至终被斩首 而后 只用了五天时间 就彻底扫灭了万计残余的余孽 万计国就此覆灭 柳成虎一个月 彻底平定了高丽半岛 缴获经营无数 而收到消息的渤海湾水师 也是先后动用了关系 从民间商队 找来了近千艘海船 从渤海湾到这边也很快 现在海船速度也比一千块 随着海运的成熟 海上贸易的时间大大缩减 攻下半岛之后 中途的补给线大大增加 连护卫舰都可以减少船只 从渤海湾到半岛 再到涡洲 吉舍 士丹海岸线 都有大前的驻军点 海运成本 再一次降低 九月中旬 捷报入京 高丽大劫 柳将军一日破平壤 生情盖苏文和高丽王高藏 斩首十五万高丽精锐 高丽已经尽数归前 柳将军设立安东都护府 黄罗德善女王内附大前 向柳将军借兵 攻破万计 大获全胜 高丽半岛 尽数归前 赤后从荆棘河下船后 驾着快马 直冲京城 这歇斯底里的喜悦声 无疑是重磅炸弹 直接让京城众人喜不自禁 一时间 京城沸腾了起来 消息入宫之时 黎月还在发愁 怎么还没有捷报传回来 从八月拖到了九月 整整四十多天 要是再没消息 父皇就要回来了 总不能为了他 从初夏到寒冬吧 岳丈啊 岳丈 你快些回信吧 黎月面无表情 可心里却急得不行 现在京城里 已经有不少人 说他善开战事 无端为朝廷增加负担和压力 要是九宫不下 他就真的没脸了 父皇给了他最宽松的环境 来施展拳脚 若还是不行 他日后也没脸再坚果了 父皇御驾清征 北征北奴 一个月平定 现在也两个多月了 为什么还没有消息传回来 正当李月暗暗着急的时候 消息入宫了 报 高丽大劫 诸国公大破高丽 万计 斩首近二十万 生情戴苏文 高藏 浮于明农 黄罗德善女王 举国内附大前 不日将随从大军 进京朝贺 李月大喜过望 都不等赤后过来 他飞快跑了出去 快 将捷豹给我 从赤后手里拿过捷豹 李月旋即大笑了起来 好好好 不愧是诸国公 从今以后 再无高丽 万计 黄罗 有的只是大前的 安东都护府 大前万圣 他激动到浑身发颤 原只是想打败高丽 可柳城虎 竟连万计和黄罗 都连带着一起收拾了 这可是天大的喜训和功劳 他连忙将众大臣召集到偏殿 将捷豹传越 原本质疑的声音没了 公围如潮水般涌来 李月坐在上座 看着众人 这一刻 再也无人敢质疑他的决策 等到公围声平息 公孙无忌出列道 岳王殿下 如此喜训 应当速速派人去甘州 禀告陛下 然后普天同庆 李当如此 李月看着诸葛碎 李不拿一个章程出来 想必这些日子 父皇也快回来了 要做好迎接工作 是 而此时 甘州城内 线下已经立秋 已然没有了七八月份的酷暑 除了有些干燥之外 温度正适宜 再过一个月 甘州就会逐渐冷下来 他在甘州待了这么久 京城至今没有消息传来 李世龙在甘州的事情也处理完了 现在每日都是掐着指头算日子 他心里其实有些担忧 周扬第三针高丽而不得 柳城虎不会也在高丽摔跟头吧 陛下 龙幼俊躬求见 高丽莲小声地提醒道 打断了李世龙的思绪 让他进来 很快 李思逊快步走了进来 见李之后 汇报道 陛下 草原那边来信说 秦驸马都尉 还有七八日左右 才抵达甘州 这狗东西 真行 硬生生在草原待了两三个月 他是打算在草原定居了吗 李世龙此时在甘州也待不住了 五月中 九月上没有回归 等秦末到这里 已经是九月底了 回到京城 怕不是要十月中旬 差不多半年时间了 秦驸马都尉 此时已经 风狼拘虚山了 微臣要恭喜陛下 得此骁勇善战的女婿 见李世龙心情不好 李世逊连忙拍起了马屁 闻言 李世龙脸上果然多了一丝喜色 你少替他说好话 这狗东西 是有点能耐 可闯祸的本事 也是天下一流 朕为他 都操碎了心 陛下 庸人倒是省心 可他能做的 别人也能做 秦驸马都尉做的 是寻常人难以做到的事情 李世逊笑着道 要是那狗东西 听到你这么夸他 尾巴还不翘上天 李世龙是真的有点想秦末了 他憋了许多的话 内心有许多的欢喜 想要跟人分享 李道远也好 李世逊也好 他都不愿意分享 或者说 帝王的喜悦 他们不配知道 他只想跟秦末分享 换言之 他想跟秦末喝酒了 然后拉着他好好地说说话 喘喘气 可一方面 京城没有传信回来 他又担心 李月运气似乎不太好 去岭南 栽了的大跟头 这一次 不会再高丽这边 也再跟头吧 陛下 微臣过来 还有一件大喜事 李思逊埋起了关子 哦 什么大喜事 李世龙道 微臣要恭贺陛下了 京城那边刚来的消息 诸国公大破高丽 一日下平壤 生情了盖苏文和高藏 李世龙一愣 玄机猛地站起来 快把捷报给震 李思逊连忙将捷报送上 李世龙接过来一看 扬天大笑 哈哈 好 从此以后 大前东北再无祸患 他激动吗 周扬帝发兵百万都没有干到的事情 被柳城湖五万人给扫平了 不仅如此 还把整个半岛给攻克了 而且 还是他在北征过程中 他儿子干掉的 李世龙心中的大石头彻底落地 现在 总算可以高高兴兴地回京了 灭北奴 攻高丽 作为皇帝 他的功绩 已经到了一种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地步 他此生都无憾了 把消息传下去 让大家都高兴高兴 李世龙想了想 说道 你去告诉那些人 不愿意出宫出力 就给朕去高丽半岛开发 明日朕给你一个名单 三天内让他们离开拢幼 是 陛下 李思逊心中苦笑 李世龙在这里 把拢幼王族 狠狠地给收拾了一遍 特别是那些顽固子弟 有几个欺男霸女的家伙 都被李世龙给砍了脑袋 充当典型 现在谁还敢怠慢 你儿子是叫李安康对吧 是 小儿是叫安康 还是太上皇给起的名字 安康好啊 李世龙道 安东都护府那边缺人手 先去渤海水师报到 然后去安东都护府 当个副都护吧 李思逊心中大喜 这是要重用李安康啊 等李安康从安东都护府回来 也才三十左右 到时候再回京任官 前途无量 这摆明了 是在给新皇帝挑选拥护者了 陛下 小儿年幼 这副都护恐怕 行了 就这么说定了 到时候 让苏运去安东都护府 担任都护 东北那边虽然大体安定 可还有士丹和吉舌 现在新北奴已经内附 北方再无战事 但是士丹和吉舌 还是附属国 朕觉得 他们不够合群 李世龙话都说到这个份上 李思逊要是再拒绝 就是二傻子了 乖乖 陛下好大的野心 现在连附属国都看不上了 这是想让士丹和吉舌内附啊 把李安康送去高丽那边 就是等着了立功 想到这里 李思逊跪在地上 感激到 那微臣就替那不成器的东西印下了 这种植物调动 一般是不会 直接告诉下臣的 不过李思逊做得不错 李世龙也打算适当地 给点奖励 毕竟这段时间 在隆佑杀得有点狠 免得让宗卿觉得他不尽人情 所以 还不如把他们调离隆佑 出去闯荡 而苏运 李世龙本来是打算 让他做江南三道 其中任意一道的大都督的 然而 这一次作为主公 虽然无过错 可也没有大功 要不是秦末未雨绸缪 深思熟虑 这一战书面很大 他自我复盘之后 对苏运也冷淡了一些 此人有才 可以用 但现在还不到大用他的时候 还是继续去安东都护府 磨了一段时间 看看秦黑 以一己之力 分裂了北奴 说的新北奴内府 不费一兵一卒 这就是天大功劳 前两天 秦黑写信 说想去红卢寺任职 然后去吉舍或者士丹 李世龙想也不想就回绝了 这小子要是再过去 怕是要不了多久 这两国就要内府了 本来这两国就听话 再加上国内有驻军 稍微一下唬 就乖乖把内府书送上来了 为了苏运和拢幼王族 他真是操碎了心 比秦墨那狗东西还瘦累 而此时 秦墨从狼居须山离开后 就带着方唇 慢慢地往回走 经过两三个月的疆养 伤势也痊愈了 就是时常咳嗽 手脚冰冷 军医说 是伤了肺脉了 需要好好地休养才行 草原气温逐渐下降 秦墨也加快了回城的脚步 避免方唇受冻 肺病病人最怕的就是冬天 但是好在方唇心情不错 跟秦墨同乘一匹马 有说有笑的 高腰只是跟在后面 自那天后 他就变得有些沉默了 再有个三五日 就要到居沿海了 总算要回家了 秦墨还是挺喜欢这段日子的 在草原驰骋 躺在草地上看漫天繁星 说不出的优先 俘虏也让其他人押送回去了 草原那些部落也被扫平了 可能有一些人逃跑了 但是无所谓了 草原不会有希望了 草原虽然美 但是看久了也会腻 方唇将被风吹散的发丝 收拢到耳后 他心里其实很不舍地离开草原 但是这些将士们要回家 秦墨也要回家 他不是属于他一个人的 他知道秦墨很想回家 他从来就是个懒人 只是因为他受了伤 才会找各种借口留在草原 让他安心养伤 师姐 回去之后 咱们再举办的道婚 要风风光光的 不能让你受了委屈 不用了 哪有人结两次婚的 在小海边的婚礼 就是我心中期待的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妻了 生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不仅这辈子 下辈子 下下辈子 都是 方唇红着脸道 这下你得逞了 满意了吧 下辈子的事情 下辈子再说 这辈子你是逃不掉了 秦墨加快了骑行速度 方唇从后面抱住他 只希望时间慢一点 路程再长一些 可回家的路程总是短的 九月底 秦墨带着五千人 回到了甘州 还没进城呢 消息就传遍了甘州 回来了 秦驸马都尉 带着大军回城了 这消息 让甘州众人 都不约而同地 朝着城外走去 他们自发地 站在道路两旁 迎接秦墨 李世龙得知秦墨回来 心里也是高兴得不行 虽然嘴上不说 却穿上了哪件 最骚包的衣服 把自己收拾得特别立正 哼 狗东西 总算回来了 看朕怎么收拾你 高士连替李世龙 将衣服褶皱拖开 看着镜子里 李世龙怎么都压不下去的嘴角 笑着道 陛下 这一下 您总算可以 睡个踏实觉了 怎么 他不回来 朕就睡不踏实了 李世龙口是心非 一甩袖子 向外离去 看似在怪高士连多嘴 实际上 步履轻快 高士连在后面追着 心里同样高兴 回来了 总算回来了 看到家道欢迎的百姓 和李世龙的龙免 秦墨也是百感交集 这一次去北奴 危险重重 机遇重重 差点丢掉姓名 让志爱死去 是秦墨出道以来 最难的一战了 锦鱼 欢迎回家 站在前头的李道远道 秦父马都尉 欢迎回家 秦大哥 欢迎回家 柴蓉激动地道 就连苏韵也拱手道 秦墨 欢迎回家 李安康就更别提了 一副小迷地的样子 秦墨下了马 挨个跟他们打招呼 握手 而李世龙也是姗姗来迟 龙眼落下之时 他本想着摆一摆风头 让那狗东西过来 可双脚 却如同上了十六口中所言的发条一样 不自觉地向前 你这狗东西 可算回来了 王八犊子 让朕苦等了这么久 看朕不抽死你 他一边走 一边骂骂咧咧的 即便穿的骚包 也没有那副威严的样子 就像是家长看到了犯错离家的孩子 一边嘴上骂得很 可眼中却满是关心 父皇 秦墨看到李世龙 大老远就跑了过来 我回来了 回来就回来 需要那么大声喊吗 你当阵听不见是不 天天说低调 你看看你 有点低调的样子吗 也不管秦墨能不能听见 李世龙就指着他 骂骂咧咧的过去了 狗东显 你说不回来就不回来 回来 还这么大排面 就你面子大 朕本来不想来的 可不来又觉得说不过去 你说你 一天天的 能不能让朕省点心 高士连在后面追着 听着李世龙骂骂咧咧的 丝毫没有帝王威严 心里却很清楚 李世龙是绷不住了 从柴蓉口中得知 穿插任务整个过程 他心里害怕得不得了 你小子 过来就过来 蹦蹦跳跳地跟着猴似的 没点正形 你也不怕手下的将士们笑话 朕的脸 都被你这狗东西给丢尽了 李世龙越说越激动 秦末跑得很快 也没听见李世龙说什么 更不知道他骂自己 连忙跪在了地上 父皇 我回来了 想我不 朕想你的很 李世龙低头看着秦末 所有的骂骂咧咧都没了 他伸出手 轻轻地 抚着秦末的脑袋 眼眶微红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这幅君臣相见 哦不 准确地说 是温絮相见 其他的驸马 仅是驸马 唯独秦末是女婿 周围人 很是感慨 皇帝以前总是端着 何时像现在这般 这种看重和亲近 是别人羡慕不来的 父皇 我一下子没收住手 把末读嘎了 你怪我不 秦末见李世龙红了眼眶 心中也是一暖 老六还是挺在意他的 死了就死了 李世龙毫不在意地说道 六年前 你像朕许诺的事情 做到了 秦末黑黑一笑 挠挠头 父皇 看我掉不 不看 见秦末开始嘚瑟了起来 李世龙又好气又好笑 一旁的高士连也是跟着擦眼睛 秦末没回来 他别提多担心了 现在他这心事彻底落回肚子里了 我问你我掉不掉 没说让你看 秦末都无语了 狗东西 快起来 让朕看看 有没有那里受伤 李世龙将秦末拉起来 然后仔仔细细地打量起来 父皇 我好着呢 秦末拍着胸膛道 走 跟阵进城 李世龙拉着秦末就往自己的龙面上走 父皇 我的马 高士连 去给我女婿牵马 李世龙道 是 陛下 高士连眼睛都笑眯缝了 一甩扶尘 脚步飞快 牵住了秦末的马 好家伙 跟皇帝同城 让大前内乡牵马 这他娘的 谁看了后曹牙不遭殃 爹 秦驸马都会真牛啊 李安康一脸的崇拜 好似比他上了皇帝的龙面还要高兴 李世龙看了口气 后悔道 是爹错了 爹不该拦着你的 多好的机会啊 虽说李安康带队攻下了峡口山 但是调去安东都护府 还是有些勉强的 要是跟着秦末 功劳肯定更大 都怪他畏手畏脚的 爹 没关系 我还年轻 有的是机会 李思逊虽然也很惋惜 但是能跟偶像一起作战 也是一件非常高兴的事情 机会 难了 李思逊自言自语道 恶食焉然 一马小海 风狼居须 他一个人就把所有武将最高荣誉给集齐了 已经没机会再给你打战了 所有人在他面前 都会显得暗淡无光的 父皇 要不我还是下去吧 秦末不太喜欢这么高调 原本他想着拖延时间 让李世龙先回去 可他倒好 居然在甘州等他 不过也怪老拔太拉胯 要是早点攻下高丽 老六不就回京了 现在低调是半点没有了 比他想的还要高调 给他愁完了 朕让你做 你就做 李世龙道 你有这个资格 他现在看秦末 哪哪都是顺眼 欢喜更是满出来 哦 秦末也懒得装了 直接没形象地 躺在了李世龙的面前 然后拿了一些糕点 就往嘴里塞 这都是我爱吃的 李世龙哼道 朕要是空手来接你 还不被你编排死 吃吃吃 就知道吃 父皇 我什么时候编排过您 秦末吃得太急 顿时被噎住了 见秦末不住地捶 自己的胸口 李世龙连忙给秦末倒水 快喝口水 秦末接过来 一口气把水给喝完了 才长出口气 太久 没吃到家里的糕点了 想得慌 原本李世龙还想骂两句 可听到这话 在看秦末去黑的皮肤 也是把话憋了回去 你呀 多大人了 就不能让震神变心 我再大 那也是您的女婿 在您面前 那都是您的孩子 我在您面前 干嘛要兜着揣着 多累啊 秦末伸了个懒腰 翘着二郎腿 耳边都是百姓的欢迎声 父皇 我就这样的人 您让我藏着掖着 那我只能远离您了 臭小子 就你会说 李世龙还真就喜欢听秦末这么说 面对自己的至亲 你要是还揣着 当面一套 背后一套 谁不隔应 秦末就不 有什么他当面就说了 他以前怎么样 现在就怎么样 人都是会随着阅历增长而改变 秦末不会 这就是赤子之心 说实话 他都习惯了 秦末要是兜着揣着 他反而不舒服 我说心里话也有错啊 秦末哼哼道 那行 那我以后也揣着 你敢 朕坐不死你 秦末侧过身子 有些够不着前面的糕点 那个谁 王八归 你把那个糕点 往我这边挪一挪 王归脸上的肉一颤 心里火得不行 偏生还不敢露出半点的不高兴 秦驸马都尉 您是要这盘红豆糕 还是枣泥糕 你不会全弄过去 李世龙眉头一皱 王归吓得浑身一颤 是 奴婢这就弄过去 王归把糕点推到秦末跟前 本以为好了 可秦末却道 父皇 这王八归不行 不会伺候人 还是老高好 我要是这么说 都把糕点送到我嘴边来的 您还是让老高上来 让他下去牵马 王归都要气疯了 这狗东西 一回来就狂给他上眼药 李世龙也没多想 王归伺候人 的确差一点 你下去 替高世连 王归敢说不 他恨极了秦末 奴婢纯笨 让陛下 和驸马都尉烦心了 王归跪在龙脸上 磕了头 才叫停龙脸 下去替换高世连 高世连见王归黑着脸过来接替自己 心里顿时门清 他看向龙脸上 冲着自己暗暗招手的秦末 心里也是一暖 还得是自己大侄子啊 就是藤叔 高世连将江绳递给了王归 乐滋滋地上了龙面 很快 进到甘州城 李世龙本来都准备了盛大的宴会 但是秦末说太累了 只想跟李世龙喝喝酒 聊聊天 你不愿那是你的事情 朕要犒赏大军 你先去洗个走 放松一下 洗完了 就来朕的行冤喝酒 不许太久 最多给你一个时辰 你要是不来 朕就让王归把你抓来 行 知道了 秦末天天在草原上开篝火大会 都腻了 根本不想参加什么 犒赏大宴 到时候 老六贺高兴了 又给自己重重的赏赐怎么办 老秦还活不活了 照理说 这次的庆功宴 是专门为秦末办的 秦末是必须出席的 但李世龙 也就游着他去了 毕竟在草原这么久 风餐露宿的 又显向还生 他心里其实非常过意不去 众人见秦末没有出席 也是奇怪的不行 锦云呢 怎么没来 不清楚啊 他可是庆功宴的主角 他不来 这庆功宴还怎么举办 李道远看了一眼李思逊 两人都有些诧异 这时 李世龙开口道 此番锦云情杀莫毒 捣毁了北奴和医治邪的阴谋 乃守公宴 草原北奴余孽 几乎被清扫 一亿 而免百年之患 知北周到大前 草原的霸主 虽然一直在更换 可始终是个隐患 今日起 大前正式掌握了草原的霸权 众人纷纷举杯 臣等为大陛下贺 为大前贺 李世龙笑着道 朱军都辛苦了 今日不醉不归 后日随朕一起班师回朝 不辛苦 为陛下笑死 为大前笑死 众人激动不已 他娘的 在这里等了秦末两个多月 可算能回家了 现在战事已定 大家也是放开了肚子喝 李世龙也没有喝多少 就抿了几口 随后就让李道远和李思逊 带为接待 便离开了 陛下 菜都做好了 可以上菜了吗 等景云来了再上菜 免得凉了 李世龙心情很好 对了 踢膀炖烂一点 用砂锅多炖炖 那狗东西喜欢啃踢膀 咬不动 肯定又要跳脚 诶 奴婢明白了 高士连连忙跑去后厨 而此时 秦末洗得干干净净 来到了行园 手里还提着一样东西 看到这东西 王规连忙挡住了秦末的去路 皮笑若不笑地道 驸马都尉 你见陛下 带着这东西不妥吧 秦末直接就是一脚 将它踹出去二米远 好乌龟不挡道 没眼力见 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这可是我给父皇准备的礼物 李世龙这会儿 正靠在摇椅里等呢 听到声音往外瞅去 就看到王规被踹翻在地上 当下就骂道 你在外面做什么 吵吵闹闹的 还不快进来 朕都等了你一个半时辰了 来了 父皇 秦末看都没看王规 大步走了进去 然后笑眯眯地将手中的东西奉上 父皇 这是莫独的宝贝 杀狗弓 看到这把半仗多的大弓 李世龙也是眼前一亮 不对 他的宝弓不是叫追风 追风不好听 小旭觉得杀狗弓比较好听 秦末嘿嘿笑道 李世龙也是无奈 接过杀狗弓 入手一沉 差点在秦末面前丢了面子 这弓好重 不过朕年轻的时候 应该能连拉十几弓 李世龙吹起牛来 也是脸不红气不喘 秦末连忙把剑袋奉上 父皇这里面是金铁打造的剑矢 一共十八只 杀伤力特别的巨大 射两只过过赢 看着秦末递过来的剑矢 李世龙顿时作辣了 他现在哪里还拉得动这么重的弓 王八贵 你把这个石榴顶在脑袋上 给父皇当的靶子 说着 秦末就将石榴丢到了王规的怀里 看到这石榴 王规吓得浑身一颤 臂 臂 臂下 这要是射歪了 还不一剑爆头 算了 今天就不开弓了 快坐下陪着喝酒 高试连 让后厨上彩 李世龙三两句话 就岔开了话题 然后将杀狗弓放在了旁边 这弓箭他喜欢的井 但是不一定要开 日后也可以当作一剑重力 赏赐出去 父皇你不会是拉不动吧 要不我来 让你看看剑矢的威力 秦末一句话 差点没把李世龙鼻子给气歪了 谁说 正拉不开弓的 李世龙一把抓起长弓 打剑上弦 卯足了劲 蹦 搜 还没等王规反应过来 剑矢就擦着王规的脑袋 直挺挺地射在了身后的柱子上 嗡 剑矢 静伴没入柱子之中 露在外面的半截 还不住地颤抖着 王规脸色发白 心跳都慢了半拍 李世龙哼了一声 昂着脑袋 如何 牛啊 父皇 在哆拉几宫住兴 秦末竖起了大拇指 李世龙脸上的笑容凝固了 他吃奶得劲都用上了 再来几宫 双臂都要废了不可 李世龙哼了一声 将杀狗弓丢给他 剩下的十七剑 你来替朕拉 秦末信信一笑 我说着玩的 这大喜的日子 打打杀杀的 多不好啊 说着 将手里的几十斤重的杀狗弓 直接丢给了王规 王规直接被砸倒在地上 差点没吐血 还没缓过气来呢 就听秦末说 王八规 把杀狗弓收好来 秦末 我王规与你不共戴天 王规深吸了几口气 才慢慢从地上爬起来 抱着杀狗弓走了进去 这时候后出上菜了 秦末连忙道 父皇 坐 李世龙这才点头坐下 父皇 我不在的时候 没天天喝酒吧 朕坐朕甘州 哪能天天喝酒 李世龙道 倒是你 在草原很是快活嘛 陪着袁天刚的徒弟 又是举办到婚 又是在草原迟程 眼里也没有 朕这个君父了 大君也不管不顾了 秦末连忙走到李世龙的身后 帮他捏背 父皇 我师姐差点死在草原了 要不是我师姐替我挡了那一躬 我恐怕就回不来了 我师父除了我这个关门弟子 就我师姐了 您说 我师姐死里逃生 半条命都没了 我能不把他娶回家吗 我能让他冒着生命危险赶回来吗 如果这么做 我秦末还是男人吗 这样的女婿 恐怕您听了都比一把 臭小子 你还说叫起朕来了 李世龙哼了一声 不过 你说的也有两分道理 那方纯也是有情有义 为了你也是出生入死 倒是令人敬佩 只不过 行军有行军的规矩 你因而女私情 罔顾将士安危 朕若罚你 你服不服 秦末连忙跪在地上 小旭服 父皇怎么罚小旭 都没有怨言 李世龙点点头 好 既然你认 那就跪直了 准备受罚 秦末很清楚 跟方纯的事情瞒不住 他索性也没有瞒着 而是将发生的事情 全部写了出来 包括见一见将末独 给抱头的事情 他都写了出来 可是对外 他是说 末独重伤 不治亡 他很清楚 李世龙要的是一个态度 会立功不怕 会惹麻烦 也不怕 一个功劳大 又有二薪的人 他才会忌惮 射杀末独的事情 朕就不跟你计较了 你至情至性 末独死了就死了 朕虽说有点遗憾 没能看到末独跳舞 但是心愿也算了 你立了手功 可谓了方纯罔顾将士的安危 虽然做了万全的准备 可那里是敌军大后方 但凡有人突袭 都可能造成严重的伤亡 秦末跪得笔直的 认错要趁早 挨打要站稳 李世龙看着秦末 似乎在想 该怎么处罚他 好一会儿 他才说 将秦末罔顾将士安危之事 通传三军 即日起 免去秦末所有军务 并罚三年的俸禄 但是念在其立错西北奴援军 两仗定北奴 攻过向底 这军棍 朕就不罚了 同时罚超一千遍军规 秦末苦着脸 父皇 要不您 还是给我二十棍算了 罚超一千遍 手还不得费了 就我写的字 跟鬼话服似的 写了 您也看不懂 打二十棍太便宜你了 必须罚超一千遍 到时候朕要检查 李世龙冷哼道 高世连 去 把朕的处罚发出去 让大家都看看 高世连无奈地点点头 这惩罚不可谓不重 毕竟秦末手工 半点好处都没得到呢 就被罚了一通 但是不罚不行 要是李世龙包庇 任后别人指不定怎么编排 朕告诉你 你要是敢让人罚超 朕就让你再超一千遍 李世龙威胁道 见秦末生无可恋的样子 李世龙心里也是暗爽 行了 少给朕摆出这副臭脸 给朕针灸 你要是把朕给喝高兴了 说不定朕可以免了你一千遍的处罚 当真 信不信有你 李世龙其实也不愿意罚秦末 可他是自己女婿 做的事情虽然无伤大雅 但是难免会落人口舌 最累最危险的任务他做了 最大的功劳他立了 别人奖赏吃个饱 秦末回来就挨罚 看看谁还敢说他宠溺秦末 来 父皇 喝酒 秦末连忙给李世龙针灸 除了罚超一千遍军规 对他有点震慑之外 其他的都不痛不痒的 甚至还有点高兴 罚得好啊 你也做 李世龙看了一眼外面 把周围人都驱散了 甚至不准许王规靠近 来 朕也给你倒杯酒 他拿起酒杯 给秦末针满了酒 今天没有君父 只有丈人和女婿 说着 他端起酒杯 再次说道 这一次战术上 是朕没考虑好 幸好你考虑周密 提前布局 要不然 雅尔金带着五万精锐 很有可能把苏韵的主力 拖向深渊 改变整体战局 所以 朕敬你一杯 父皇 这 你先别说话 朕还有话说 李世龙将小钟里的酒喝完 再次给自己满上一杯酒 六年前 你曾说 要让朕当天可汗 现在 朕已经是天可汗了 你做到了 完成了朕的大愿 也兑现了自己的话 这第二杯 朕敬你 有你这样的女婿 是朕的运气 说完 李世龙再次将酒喝了 秦末见李世龙还在倒酒 连忙给他加了一些菜 父皇 空腹喝酒伤胃 先吃点菜 垫垫肚子 这样才不一醉 这是大乾春 又不是烧刀子 李世龙说起这件事就委屈 自打他中了刀后 秦末就不许他喝烧刀子 不仅秦末不许 公孙皇后也不许 李渊也下了命令 禁止他喝烧刀子 一开始挺难的 可后面喝习惯了大乾春 也觉得不错 特别是夏天 冰镇之后很爽口 都一样 秦末道 李世龙吃了几口菜 再次端起酒杯 这第三杯 朕还是要敬你 你曾说 要两年内让大乾脱离解恶 虽然到去年大乾才算真正意义上脱离了饥饿 但是朕不怪你 这些年 天灾人火全都凑一块了 就算是朕 现在回过头去想 都觉得太难了 现在全国有许多的养殖场 百姓的确吃上了相对廉价的肉 有了红薯土豆 一日三餐 再也不用忍饥挨饿 又跟治了天花和伤寒 使我大乾万民 再也不用受病一之苦 你用了六年 做到了别人六十年 乃至六百年都做不到的事情 有你 不单单是朕的福气 更是大乾的福气 说实话 朕心里高兴得很 看到大乾现如今的样子 想都不敢想 在朕前面少说 也有几十个皇帝了吧 他们做不到的事情 朕做到了 所以 朕敬你 李世龙再次将酒水引进 父皇 你整得这么煽青 我都不会了 秦末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我也没做什么 就是瞎胡闹 要不是您认有我胡闹 也干不成这件事 秦末也举起酒杯 那小旭也敬您一杯 这一杯 敬您信我 认我 疼我 说着 秦末也是将酒一口引进 玄机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这第二杯 小旭还敬您 敬您把三姐 六 大哭包嫁给我 感谢您对我的包容和关怀 臭小子 朕那是被逼得没办法了 李世龙笑骂道 秦末又举起了第三杯酒 这第三杯酒 小旭还敬您 我这些年 犯了不少错 做了不少混事 要是一般人 早嘎了 所以这第三杯酒 小旭谢父皇 不杀之恩 李世龙愣了愣 没想到秦末会这么说 玄机指着他道 你这憨子 朕从来就没想过要杀你 朕说了 你和向如 都是上天赐给朕 赐给大钱的福星 你虽犯错 可都是一些无伤大雅的小事 你父子二人 都是心向着朕 向着大钱的 这世上最难能可贵的 便是一颗真心 朕从来就是 把你当成女婿 当成知心提己的人 这大钱千万人也 唯有你 懂朕 秦末 不单单是他的女婿 更是知己 人生难得一知己 所以李世龙很高兴 就拿大钱双龙传来说 里面虽然美化了剑园 但是他们兄弟二人 以前关系是真的好 而且小说里描述的心里 有不少地方 正中他下怀的 所以 秦末是懂他的 从小说 再到现在的文治武功 每一个地方 都有秦末的影子 这龙井盛世 有一半是秦末的功劳 后世子孙的安定 也有一半是秦末的功劳 父皇 那我不跟您平背了 臭小子 少给震皮 李世龙心情好 也魂不在意秦末开玩笑 反而笑盈盈地道 私下无人 朕也游着你 但是有人的地方 你得给朕面子 要不然朕非抽死你不可 做人就是这样 打开门做人 关上门做自己 朕管着这么一大家子 难免也会有亲疏远近 也不可能事事都面面俱到 若是管好了自己的小家 那么天下这个 大家就管不好了 管好了这个大家 与小家也是亏欠 说到这里 李世龙轻叹一声 滋溜一声将酒干了 成钱也好 启鸣也好 这都是经验之谈 但好在有你 帮朕扭转乾坤 朕身体是大不如前了 精力也没有以前那么充沛 特别是现在 批阅奏折 时常困倦瞌睡 就连上早潮 都觉得太早了 夏天还好 三九天多冷啊 朕时常觉得 呼吸隐隐作痛 新年南征北战留下的暗伤 更是让朕备受折磨 你皇爷爷 不是有风急 赞银说着风急是家族病 有很大概率会传点后辈 朕运气比较差 现在也有点风急之症 不能轻易受气 也不能吃太咸太辣的菜 就连喝酒 都是小口小口的斟酌 觉得人生无味 昔日的快乐 现在都要减半了 秦末静静静听着这位大前皇帝 絮絮叨叨地向他发牢骚 像是在抱怨年轻时没有管教好自己的孩子 又像是在埋怨自己身体太差 不能大口吃肉 大碗喝酒 可秦末却从他的语气之中听出了骄傲和满足 父皇 我爹常说 知足常乐 秦末笑着道 人要是想得开 这世上九成的烦恼都会远离 不说皇帝 就拿我爹来举例子 我又是丧母 我爹又要出征 将我放在家中 有时候年初离开 年尾才回家 甚至一两年都见不到面 所以 我爹总是觉得亏欠我 便把所有的亏欠都化作了溺爱和放任 我呢 没有父母教导 上又没有祖爷 便导致我在京城捣蛋 可是在外人眼里 我爹是跟诸国公差不多的大前军神 是大前的守护神 没有我爹 诸国公 还会有其他人 舍弃小家为了大家 但是 我爹是骄傲的 于国 于父皇 他说问心无愧 做到了一个臣子 国人该做的事情 所以我成婚之后 他天天催着我生子 现在我家孩子都扎堆了 我爹 就也天天乐此不疲地带着孩子捐 我知道 他只是想把对我的亏欠 补偿给我的孩子 老话说得好 而孙字有儿孙福 我觉得 已经把人生常态说得淋漓尽致了 这世上 哪有双拳法 不过是两拳相利取其重 两拳相害取其轻罢了 于国家 父皇是个好皇帝 于家庭 也尽到了一个大家长的职责 龙生九子 个个不同 便是食指 多有长有短 秦末顿了顿 给李世龙倒了一杯酒 小旭斗胆说一句 该退休的时候 就要退休 就好像朝廷那些大臣 不到死都不愿意离开朝堂 有些人 甚至将死了还要上朝 就为了一个为国效力 尽忠的美名 这不单单是对资源的浪费 还阻碍了晋升通道 皇帝也好 臣子也好 该退下的时候 就要退下 李世龙陷入了沉思 又是立法吗 小旭觉得 55岁到60岁 就可以退休了 年纪太大 站在朝堂之中 满堂的老索 放眼看去 都是白发苍苍之辈 这样很容易出现人才断层 因为这些人该退的时候不退 霸着权力 又容易让别人忌惮 还不如明确退休时间 到期换人 秦末也要提前做准备了 反正 他肯定是要提前光荣退休的 干到55岁 那多累啊 他今年才24啊 还要干30年 想想就觉得可怕 你说的 的确有道理 朝堂若是没有新鲜的血液 迟早会出现断层 这种困境一旦出现 稍微有冒奸的人 就容易出现全臣 只不过 对皇帝没有约束 李世龙心里太清楚了 只是他想让了 要不然 这世上没人能够逼迫他 除非逼宫 政变 他随便找个理由 就能在这个位置上待到死 也没打算约束皇帝 其实你想想 大前以前 活过60岁的皇帝有多少 秦末叹了口气 都不超过20人 如果把退休时间定在60岁 他们甚至还没到退休时间 就驾崩了 所以要小叙说 这个退休时间 对皇帝来说 可有可无 李世龙哭笑不得 可仔细一想 的确如此 他还没过50岁呢 身体就差成这样 60岁似乎是一种渴望了 给不给皇帝立法 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作用 但是给臣子立法 规定退休的时间 却是大有用处的 这办法很好 李世龙都没想到 没想到这一次闲聊 反倒是被秦末提出来了 此法甚好 只不过 如果一立法 恐怕朝廷就要空了 那还不简单 反聘呗 秦末道 到了退休年级退休的 如果位高权重又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 可以反聘做顾问 或者继续代理职位 等找到合适的人 再替上 最后给予他们光荣退休的牌匾 或者再祈足 为他增添退休牌坊 以供后人瞻仰 就你小子鬼点子多 李世龙心情大好 喝个酒都能解决一个潜在隐藏的大麻烦 这顿酒喝得太值得了 想到这里 他拿起酒壶 来 赠给你真酒 你接着说 秦末心情也很好 接着说道 父皇您想想 大前现在的疆域有多大 那需要多少官员来镇守管理 现在大前人口尚且不算多 可几十年后 必然会暴涨的 大前目前现在正式的官员 有多少人 相比龙井二三年的七千官员 涨到了现在的九千人 咋一听 是不是觉得 九千官员管理这么大的疆土 很少 搞清楚了 这九千是官 不是李何一 前者是这儿巴金朝廷登记在册的高级公务员 而小丽是没有品级的公务员 可以算作合同工 义就是打杂的临时工 身份低微得很 一个县高级公务员就那么两三个 而立和义数十人到百多人不等 所以 朝廷压力还是很大的 对官员 小丽 义的需求也很大 大量扩增的后果就是 增加朝廷压力 但是人太少又管不过来 这是必然会出现的问题 大前还没有扩土的时候 这些人就有些管不太过来 现在将土扩充了两倍 几乎一个人当两个人再用 所以 如果现在不趁着人少的时候 把退休的制度定下来 等以后官多了 您想想 要踩起来就麻烦了 李世龙捋了捋胡须 神情也是凝重 这的确又是个大问题 那你打算怎么做 官可不是那么容易当的 这也很简单 给小丽 以升迁的机会 秦莫吃了一口菜 说到 之前历改 老杜不是碰到了大麻烦 改不动 催不动 再加上大钱疆域太大 传递信息难 虽然历植道逐渐在全国铺开了 但是传递信息依旧慢 这就导致很多人阳奉宁为 唯小丽 一开升迁之徒 李世龙道 这样会有很多酷吏的 父皇 现在世家门法已经没了 小丽和义 算是当地的座珊瑚 您如果不趁早治理 会出现一个比门法更可怕的存在 这些小丽和义 深入民间 有手段 有名望 父母官上任 多需要他们协助 才能够掌握当地的情况 否则他们有一百个心眼 能够让上任的父母官施展不开手脚 那是因为他们升迁无门 又霸占着许多资源 长久以往 一门一信 牢牢占据一线立位 您想想 县令可是百里侯 百里侯不在的时候 这些立跟百里侯也没什么区别了 而且很多人都是代代相传 在当地呼风唤雨 其威风 甚至连父母官都不如 您想想 全国有多少县 为什么立改改不动 就是因为如此 李世龙不禁吸了口凉气 扳倒门阀世家还不算 还有一个不比门阀世家小的麻烦 如此一来 没有门阀的压制 就容易形成相豪 这些小吏从中作梗 皇权便不会下乡了 再往上一点 官跟官完 立跟立完 时间一久 必有党争 党派之争 猛于狐野 要是如父皇一样的皇帝还好 要是碰上一个软弱的皇帝 那必然被耍得团团转 李世龙神情越发凝重 可给小吏他们升迁之徒 就有办法了 让他们考 考不上旧下 断绝他们代代相传的恶习 就算落榜了 那也怪不了别人 就算他们不满意 也阻挡不了众人升迁的热情 这些从底层升迁上来的人 有手段 知疾苦 无根源 朝廷重用 必有大用 而开放小吏和义的扩增 能够让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加入 防止断层 大前人 对做官都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执拗 只要能做官 哪怕是芝麻官 都能够舍弃一切的 为了防止他们通过关系买通 那就错开考试 江南道的去淮南道考试 淮南道的去领南道考 考场不定 兼考官不定 等他们到了 才知道考场在哪 兼考官是谁 然后胡明月卷 没有考完 不允许离开考试场所 防止外人接触 现在立直到这么方便 也要不了多少日 这个办法不错 朕给他们升迁的通道 他们不考 那就怪不了别人 要是赖着不走 直接赶走 赶乱来 直接以法审讯 李世龙见秦墨喝得有些多了 不免有些担心 你少喝点酒 多吃点菜 父皇 不打紧的 我越喝越精神 闻言 李世龙就更担心了 这分明是离魂症爆发的征兆啊 可是秦墨这会儿 正说到紧要关头 又不愿意打断 便说道 那你要是有什么不舒服的 就马上停下来 行 秦墨笑了笑 又是一杯酒入腹 然后 小丽和义都算预备义的官员了 那么就应该 给予他们正式的承认 也算是给他们的肯定 倘若连考三次没过 那就另谋他路吧 说明他没有当官的天赋和能力 如此 二十年后 大前人才挤挤 也不用担心人才断层 更不用担心偌大的疆域 没有人管理 年年有人退休 年年有人替补 好办法 李世龙也是府长称快 景云 正在敬你一杯 那父皇 我那一千遍军规 可以免了不 免了 李世龙大手一挥 豪气地说道 谢谢父皇 秦墨黑的一笑 滋溜一口将酒水喝了 然后眼睛一翻 直接倒在了暗毒上 李世龙吓了一跳 连忙把赞银给叫来了 赞银把麦之后说道 陛下放心 驸马都尉没有大碍 就是舟车劳顿 有些疲惫 再加上喝了酒的缘故 这才昏睡过去了 那她的离婚证没加重吧 赞银神情有些奇怪 秦墨才没有离婚证 她好的不能再好了 迈向好的不得了 但是太医都这么诊治的 她哪能瞎说 没有 就是要注意休息 要不然 驸马都尉的离婚证会加重的 最好修养个一年半载的 巩固病情 赞银睁着眼睛说瞎话 听到这话 李世龙松了口气 行行行 反正现在北奴打了 高丽也亡了 朕不会再派他去打医治鞋了 就让他好好休息吧 故意昏迷的秦墨 听到赞银的话 暗暗在心里 给他竖了的大拇指 老赞 好兄弟 说得好 李世龙可不希望秦墨的离婚证加重 这脑瓜子 可是大钱的宝贝啊 行了 朕知道了 你今天就在这里陪朕守着 李世龙见秦墨昏睡过去 也没了喝酒的心思 亲自拿来的褥子 盖在了秦墨的身上 高丽莲去弄些垫子和褥子来 今夜阵要在这里守着景云 陛下 要不把驸马都尉抬坊间里去 高丽莲道 不用了 这里挺宽敞的 在这里打地铺 还可以看到外面的星星 李世龙说道 高丽莲没法子 只能弄来了垫子和褥子 天渐渐黑了 秦墨也是真的困倦了 呼噜打得震天响 这臭小子倒是睡得香 这呼噜声比他爹打得还响 公命 委屈你了 遥想当年 驸马都尉从南藩回来 微臣也曾跟在驸马都尉身边一段时间 倒也习惯了 在阴此刻正躺着 若是他跟皇帝独处一事 那还是有点紧张的 可是中间还有一个睡得东倒西歪的秦墨 反倒是不紧张了 他心想 秦驸马都尉心真大 皇帝面前说睡就睡 一般人早就露出马脚了 是啊 一眨眼南藩之战 已经是四五年前的事情了 李世龙探声道 有一种岁月不饶的感觉 公命 你能治好景云的离魂症吗 这 攒影苦笑道 微臣自认为医术还行 可驸马都尉的离魂症 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驸马都尉的离魂症 是娘胎里出来的病 不是要食可医的 而且 秦驸马都尉一道一图 也是颇有见底 可惜 医不自医 大概是天度英才吧 太过亮眼的人 要是太完美 肯定会遭老天妒忌 还不如像驸马都尉这般 虽有离魂症这等绝症 却也不会再遭老天嫉妒了 你说的有道理 李世龙是非常信天命的 攒影的话 说到了他的心坎里 是朕太贪心了 只是每次看锦云发病 朕却无能为力 心里实在是难受 见秦末睡觉 嘴里还嘟嘟囔囔的 李世龙无奈摇摇头 这憨子 只能替他噎好被褥 李世龙大概是知道自己要退了 也做好了心理准备 话也比平日里要多 作为一个皇帝 是不可能如此休闲地 跟一个臣子说这种话的 更不可能把自己的心理话 或者想法直白地袒露出来 不过 攒影救了他一命 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远不是太医能够比的 寥寥倒也无妨 攒影也是个耿直老男人 说话直来直去的 李世龙反而挺喜欢 他这种坦诚的 身边鬼太多了 难得碰上几个人 夜间深了 两人的话也越来越少 到最后 彻底安静了下来 高氏连亲手亲脚地关上门 守在角落里 王归则是默默地揉着 被秦末踹肿的地方 第二天一早 秦末感觉有些不对劲 耳边就传来了李世龙的声音 正抱着舒服吗 秦末猛地睁开眼睛 就看到自己 以一种奇怪的姿势 抱着李世龙 特别是左手的位置 放在了 他习惯性放的位置上 哎呦我去 父皇 你有口臭 秦末连忙推开了李世龙 飞快地爬了起来 一旁的仔银憋着笑 驸马都位 睡得还好 呦 老仔 你也在呢 秦末装出一副迷茫的样子 我怎么会睡在这里 我记得 昨天我跟父皇喝酒来着 还说了什么 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你自己昨天说了什么 你不知道 李世龙问道 有点印象 但是想不太起来了 肯定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秦末摆摆手 摸了摸肚子 父皇 我饿了 吃吃吃 你就知道吃 李世龙哼了一声 你昨天说了历改 还说 让朕提前退休 父皇我都不记得了 你少胡我 秦末想得很简单 只要我不承认 麻烦就找不上我 你忘记了没关系 朕好好替你回忆 李世龙正打算帮秦末回忆呢 秦末突然大叫一声 好饿 就撒鸭子跑了 父皇 你又趁着我喝醉晃点我 你说过的 我打完了这一仗 就让我退休的 你不能出而反而 再安排事情给我了 我退休了 不伺候了 爱谁谁 李世龙愣了愣 高士连无奈苦笑 这个祖宗要 大前第一胆肥 在因这时候道 陛下 其实有些时候 他记不起来 未必不是一件坏事 离魂证人所作之事 很多都不是遵循本心的 也许他记起来了 会很后悔 李世龙点点头 载音说的有道理 就像秦末之前做诗词 他一首都记不得 到现在为止 他已经有好些年 没听过秦末做诗词了 其实不做诗词 又如何呢 高士连 今天把东西收拾收拾 明天回京 李世龙站了起来 眼神又恢复了往日的深沉 是 陛下 第二天 大军离开甘州 李思逊带领百官相送 回去的路上 李世龙心情很好 一路上频繁做诗词 还让秦末来见上 把秦末烦得不行 真的好像拿唐诗三百手 打他的脸 看着老六自恋的样子 都要吐了 父皇 您饶了我吧 我实在是没什么文艺细菌 这种诗词 您还是孤方自赏的好 我受不了了 秦末抓了抓头 直接抓狂了 您还是别退休了 您要是退休了 天天跑我跟前做诗 我还不疯了 狗东西 朕的诗 难道不够好吗 李世龙火冒三丈 朕是千古一地 北伐清征 难道还不能做诗表扬表扬自己 秦末一时语色 最后悠悠道 老爷子天天自诩英明神武 你比老爷子还自恋 简直是大前第一自恋狂 不听也要听 不仅要听还要写 还要背诵 你在写本小说 把朕这些诗词都写进去 就当朕给你的素材了 要不 你写的大前皇帝传如何 你写出来 朕亲自为你提名 列章 秦末瑟瑟发抖 父皇 他们都叫我大前舔狗 我要是再写个大前皇帝传 那不是田狗王中王 谁这么大胆 读者 这一路上 打得闹闹的 终于在十月中旬的时候 赶到了京城 十里亭外 已经是人山人海 其规模丝毫不亚于 当初 接回靖安公主时的盛况 甚至更盛之 如果说 靖安公主是大前人的遗憾 那么北奴人 就是悬挂在大前人心头的一把刀 现在这把刀 被大前人给容了 筑刀为礼 一想到北奴人被打败 他们说不出的激动 以前每到秋收之时 这些北奴人 就会攻入关内到掠夺 苦不堪言 从今以后 再也不用担心了 陛下万岁 大部队还没有靠近 百姓的呼声 几乎将天空的白云给震散 李世龙让人将龙脸周边的架子给拆了 这样方便百姓看到他 他内心激动得不行 可表面上 却是一副镇定的样子 李月早就率领文五百官 在这里恭候多时 震天的锣鼓 悠扬的号角 让人说不出的振奋和喜悦 来了 李月心里也是特别的激动 不等李世龙他们过来 就小跑了过去 殿下 等等我们 诸葛岁在后面大喊 公孙无忌已经追了上去 这一次 能来的都来了 那些各武将一窝蜂堵住了文臣的路 起开 秦相如一把抓住玉池信雄的肩膀 猛地一拉 身子一撞 就将他给撞出了队伍 秦老狗 你暗算老子 玉池信雄那个气啊 这老狗太不要脸了 秦相如才不理他呢 他要去接儿子回家了 眼看秦相如跑没了影 自己又被文臣给甩在了后面 玉池信雄眼珠子都红了 卯足了劲 向前冲去 很快 李月带着众人 来到了李世龙的御驾前 而陈公营父皇得胜凯旋 陈等公营陛下凯旋 众人齐齐功身参拜 那一瞬间 数十万百姓 纷纷跪在了地上 恭迎陛下凯旋 大前万圣 那声浪 滚滚来 令人耳膜生疼 李世龙藏在宽大袖口之下的手 也是不由钻井了 他站了起来 环顾四周 沉声道 三十年前 北奴肆虐 先后吞并了铁绝 燃柔等草原霸主 屡屡侵犯中原 致使 我中原百姓名不聊生 日日提醒吊胆 朕 尚未十二年 一日都不敢怠慢 今时今日 北奴覆灭 我中原百姓 再也不用受草原的侵扰 朕向这些年 饱受侵扰的臣民们 说一声道歉 是朕 没有做好 话落 那一瞬间 不少人都是热泪盈眶 年轻的可能不知道 但是上了年纪的 都知道北奴人的厉害 陛下庇护我等百姓 给我封衣足食 给我土地 免我摇曳 使我孩子有书可读 这是上古圣王都 不曾做到的千古伟业 陛下无措 乃北奴之错 人群之中 这声音连成了一片 哭声更是一片 绵绵不绝的 让人激动得浑身站立 李世龙身子 同样是轻微的震战 天克汗 陛下万岁 人群中的秦末 大喊了一句 那一瞬间 陈鸣 百姓 纷纷高喊 天克汗 陛下万岁 这是李世龙最想听到的话 他昂首挺胸的 心中似有万千豪气声腾 这山呼声 足足小半客才停歇 这称呼 朕 受之有愧啊 李世龙道 公孙无忌跪在地上 道 若陛下都受之有愧 这古往今来 又有谁可当这称呼 说到这里 他大声问道 朱军 陛下可当得 当得 众人扯着嗓子喊道 这一刻 所有人都予有荣焰 因为 这象征着 大前 再次一立世界之巅 朕 惭愧啊 李世龙第二次推脱 陛下 当得 众人再次高喊 第三次 李世龙才道 既然如此 那朕就不推脱了 这称呼 不是朕一人努力来的 是全体臣民一起奋斗而来 大前能有今日 全赖诸位的辛苦 说着 李世龙常拜到地 朕感谢诸位 如此帝王 怎么叫他们不死心塌地 为陛下笑死 为大前笑死 气氛烘托到了极限 所有人都特别地振奋 李世龙走下龙面 看着李月等人 都平身吧 谢陛下 众人起身后 李月再次道 启禀父皇 盖苏文 高藏等高丽俘虏 已经被送入京城 还有万计万族俘虏 也被关押在一块 听后父皇发落 黄罗女王 也在京城恭候多时 好 李世龙满意地点点头 看着逐渐成熟的儿子 说道 朕不在京城这段时间 你坚国辛苦了 这一战打得很好 打出了我大前的国威 全赖父皇统筹 诸位大臣帮衬 而臣只是赵本宣科 李月谦虚地道 李世龙眼里满是欣赏 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皇储 以前的李月还差点 可现在 无论是火候 还是声望 亦或是能力 都达到了李世龙的心理预期 他拉着李月的手 是你的功劳就是你的 不需要太过谦虚 太过谦虚 便是骄傲了 是 而臣受教了 李世龙转过目光 看向其他人 你们也辛苦了 先去太庙 朕要祭告先祖 然后 论功行赏 今夜 皇宫不落索 在京城的 必须要来 樊晶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肉三斤 米三斗 九二斤 不八米 李世龙大声道 陛下万岁 众人激动得不行 走 跟朕一起走 李世龙拉着李月 一起走向了龙面 众人都是一愣 旋即投低的更低 父皇 儿臣让你上来就上来 难不成 还要朕请你 李世龙松开了手 李月一愣 看了一眼不远处的秦末 秦末冲着他拦了拦嘴 李月一咬牙 连忙掺住了李世龙 父皇 慢险 父子两上了龙面 李世龙坐着 李月只能跪坐在一旁 回城 高士连高声喊道 人群分开一条路 百官也跟在了龙面的后面 爹 上马 秦末让开了身位 拍了拍马呗 臭小子 你还让爹活步 又立手工 一会儿论功行赏 你让爹适应还是不应 秦向如气呼呼地道 先上来再说 秦末道 秦向如看了一眼 这里离京城还有段路 他叫都走酸了 一个翻身就上了马 你小子 就不知道悠着点 秦向如小声道 爹 我也不想啊 谁能想到我一个穿插队伍 能够杀穿北奴啊 秦末无奈地道 说来说去 还是苏运太菜了 要是给我十万人 我直接给北奴平推了 就算七夕绕后 我也不至于拖一个月时间 行了 你声音小点 秦向如也很是无奈 这一战 他早就分析过了 秦末的穿插队伍 是最凶险的 莫读也很聪明 要不是秦末运气好 这一次输赢还难说 爹 我累了 秦末靠在秦向如的背后 闭上了眼睛 让我眯一会儿 臭小子 多大人了 还靠爹背上 秦向如嘴上骂骂咧咧的 却放慢了行马的速度 爹 你肩膀太窄了 没有以前宽了 废话 你爹都多大了 还以为我是小年轻吗 秦向如哼道 老子跟你一般大的时候 撞得跟牛似的 那肩膀宽的 可以驾马车 秦末逗乐了 爹 那是马路 不是肩膀 行了 要睡快睡 少啰嗦 秦向如嫌弃地道 秦末还住了他 然后真的睡了起来 虽然我爹肩膀不够宽 但却是世界上 第一让我安心的地方 我爹 是我的大靠山呢 听着儿子梦一般的话 秦向如也不由地叹了口气 这小子虽然打仗没他多 但是打的都是硬仗 灭国之战 一次比一次凶险 看到秦末一脸疲惫的样子 他也是心疼得不行 憨子 你也是爹的大靠山 三十年前子敬父 三十年后父敬子 就是秦向如父子最好的写照 窦璇琳努了奴嘴 杜静明看了看 不由探声道 父爱如山也 玉池信雄心里说不上的滋味 想笑秦末是个没断奶 可一想起自家那些个狗东西 别说亲近他了 看到他都发抖 哪有半点父子亲亲 再看看 秦家父子 一个户独子 一个能立功 关系好的跟兄弟似的 李世龙本想把秦末叫过来 可看到秦末趴在秦向如肩头睡着了 不由道 这小子 真行 说睡就睡 李悦有些羡慕秦末 他这辈子都没尝试过 跟李世龙这般亲近 也是后来 自己慢慢起来了 才从李世龙身上 体会到了一些父爱 李世龙进了城 直奔太庙 祭拜先祖 昭告上苍之后 李世龙也是回宫了 因为时间还早 他让众人先回去洗尽封城 秦末也醒了过来 下了马 为秦向如牵马 方纯不太想去秦府 京城后就去了青天间 秦末才回来 肯定要跟那些个老婆们亲热 他始终容不进去的 为了避免尴尬 就不去凑热闹了 这也是一开始就说好的 秦末也没有勉强他 进到青天间 方纯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袁天刚 师姐 师父呢 肖于柔道 黄灵 你要去找他吗 不了吧 方纯道 他现在有事故 我就不去烦他了 听说 你这次受了伤 差点死了 他很伤心吧 肖于柔问道 嗯 方纯点点头 然后坐在了蒲团上 看着他 这一次 我很多事情都看开了 也体会到了你当初的心情 我 肖于柔道 我当初的确是一心求死的 当初他的确想死 是方纯劝他 为了孩子考虑 他这才假死脱身 假死的状态极为的奇妙 秦末说的那些话 他都听得一清二楚 我这辈子都做不好一个妻子 相比相夫教子 我更喜欢云游四海 方纯道 让我守着他 等着他来宠幸我 我觉得 就像是青楼里的井 在等客一样 肖于柔 被他这话给逗乐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 可很快 他就反应了过来 你要走 为什么啊 去找我自己 方纯道 去看看山河 我更喜欢这种生活 那这次 你打算走多久 又打算多久让他找到你 走累了就回来 不会藏匿踪迹 他要是想我了 就让他来追我 反正六扇门遍布天下 他要找我一如反掌 方纯伸了个懒腰 就是身子还没将养好 等我养好了身子 看师父成婚 我就离开京城 以前心里有牵挂 总是匆匆而过 现在纵然心里有牵挂 可也不担心他有危险了 自然可以好好停下来 看一看风景 我不如你 肖于柔羡慕道 我如果有你一半洒脱 都不至于把自己困在过去 是时候走出来了 方纯看着他 我不会劝你放下 倒不如 坦诚地聊一聊 就当放过自己 他不会再杀你了 虽然我知道 他也没放下 谈何容易 肖于柔闭上了眼睛 我上半辈子 是因为仇恨而活着 下半辈子 我打算为我儿子活着 等他成家立业 生儿育女 我此生无憾 那你不妨做你自己 肖于柔站了起来 你这辈子都没有真正看清楚自己的心 紫微星门的人一辈子 都在寻找自己 师父是这样 我是这样 你也是这样 现在师父 找到了自己的心 我也找到了 现在就差你了 天下太平了 紫微星门也要饮事了 你好好想想 若你想明白了 我可以帮你 你帮不了我 你不是我 你不支我的精力 佛说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你为什么不行 我不信佛 肖于柔道 那又如何呢 方纯走了出去 肖于柔陷入了沉思之中 他沉浸在痛苦之中 久久难以平复 他何尝又不想放过自己 而此时 秦末回到家中 一场浩浩荡荡的家庭大会 正式召开 等秦末从家里出来的时候 腰酸背痛的 走路都发颤 高腰递了一杯人参茶过去 秦末一口气干了 那种虚脱感 才消去许多 小高 我晚点画一些东西 你让人做出来 记住了 要让女将人做 知道吗 少爷 就是您上次说的那种东西吗 高腰脸红得不行 上次秦末喝了酒 跟他还有还是大胡子时的方唇聊天 说要搞些助兴的东西 还重点跟高腰说 要把小牡丹给照顾好 毕竟他是太监 这方面就更要注意一些 嗯 没错 你少爷虽然很强壮 但是夫人们年岁见长 少爷单枪匹马的 难以招架 不过这事 你要保密点 不要传开了 我怕到时候 又要风靡京城 秦末勾住高腰的肩膀 小声道 这玩意容易坏我风平 要是真的传出去了 就说是国舅传授的 或者遇吃老狗也行 别人可以说你少爷大逆不道 败家子 但是不允许他们说 我是浪贼 懂了不 懂 高腰机械地点点头 多搞几套 到时候给你一套 剩下的已被不时之需 用来送人也可以 秦末道 交代完事情后 秦末扶着腰走到了正厅 爹 进攻部 秦向如心里也纠结得很 爹 没关系的 我这次犯了错 肯定不会封你当亲王的 秦末道 就你犯的那点错 都不够你爹 我降一紧 秦向如长须短叹道 不去又不行 到时候 陛下肯定掉我 去了又怕短命 糟心得很 还有你秦黑哲儿 让新北奴归附了 估计要不了几天 君臣就要到京城了 我想一想 就觉得头昏眼花 心里难过得不行 别人的儿子不是顽固废费 就是烂泥扶不上墙 族人都是拖后腿的二百五 道我秦向如这里 儿子儿子文能提笔 上马能杀敌 族人各顶各的棒 一个比一个能立功 我现在听到人家夸我 我都害得不行 要不 咱们花点钱 让人散播咱们家的谣言怎么样 就往死里 败坏咱们秦族和秦家的名声 你看成不 虽然老秦说的这话 很反尔赛 但是也不是没有道理 爹 没关系的 大不了你辞官就行了 皇帝给你 你不能辞了吗 实在不行 今天晚上 咱们爷俩多喝点酒 逮住几个人狠狠干一家 马上就降级了 行行行 就这么办 倾向如道 不能打武将 那些狗东西比较强 逮住文臣打支道部 厉害的没几个 而且 他们嘴巴又能说 餐人特别的厉害 千万别搞错了 父子二人合计一下 顿时乐了 爷俩摩拳擦掌的 骑着马就进宫了 宫里此时也是张灯结彩的 说不出的热闹 就连九品芝麻官都进宫了 只不过入太极宫是没资格的 只能在外面 这一路上 父子两个人 贼头贼脑地扫来扫去 在人群中筛选着合适的目标 两人脸上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让人甚得慌 爹 我打国旧 秦莫道 又打国旧啊 换个人欺负行动 秦向如小声道 万一晚上皇后娘娘在面子上挂不住 不行 其他人不抗揍 打起来没效果的 德善女王不是在 要不你大胆点 向皇帝求婚 秦向如道 秦莫瞄了一眼德善女王 太丑了吧 二十五岁了 都不知道在她的王宫里养了多少面首 都不粉了 也是 咱们家的媳妇 哪一个不是冰清玉洁的 秦向如摸了摸下巴 要不 你调戏她 秦莫哭笑不得 爹 我只是想犯错 不是想死 应该不会吧 不会 秦莫跳脚了 我要是真的把棒子女王给调戏了 她颜面尽尸 大前颜面尽尸 到时候肯定把我吊打一顿 然后为了安抚棒子女王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我娶了她 而且 老六以前跟我说过 要把高立峰给我当封地 爹 那种偏远的小地方 你愿意过去 秦向如想了想 连忙打了个寒战 那不行 你爹我死了 可以葬在京城 也可以葬在关中 就是不能葬在高立 那破地方 不是坏了咱们秦家的风水吗 爹 你说的有道理 秦莫道 那这样 你打国舅 我把杜敬明 窦玄灵 于博师 诸葛岁一起打了 打一个不够 打四个 按照规矩 要将四级的 爹 还得是你啊 秦莫竖起了大拇指 真棒 周围人看到秦莫父子 窃窃私语 一脸坏笑 就知道这父子俩 没憋好屁 都不由主地后退了一步 而此时 李源也在大安宫内 李世龙回来 他就从秦庄过来了 大喜的日子 他还是分得轻轻重的 不过 李世龙从太庙回来后 也没有马上去大安宫 给他请安 而是把公孙皇后 叫过来洗了个澡 穿得很骚包 才来到李源这边 太上皇 陛下 来给您请安了 魏忠说道 哼 还知道过来 从太庙回来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过来 李源不高兴得很 正说着呢 李世龙进来了 而臣 参见父皇 你还知道过来 李源瞪了他一眼 李世龙连忙走过去 弯下了腰 解释道 父皇 而臣从甘州回来 风尘仆仆 蓬头垢面的 怎么能过来见您 常言道 而行千里母担忧 母亲不在了 但是父亲还在 而臣也不忍心 让父皇担心 刚才魏忠说了 李源早早地 就在这里 等着他过来请安了 结果左等右等 就是没等到 这才生气了 李源毕竟 古兮之年的老人了 老小孩 老小孩 就是这样的 可听到李世龙的解释 他脸色也缓和了不少 朕才懒地担心你 李世龙跪在地上 道 父皇不想儿臣 可是儿臣却想父皇了 远在千里之外 心里就记挂着父皇犯否 睡觉踏实否 就想早些打完北奴 回来给父皇请安 将这些喜悦的事情 跟父皇好好分享 现在打完北奴了 高丽也灭了 东边跟北边的祸患 彻底没了 而臣恨不得插上翅膀 回来告诉您 您的心愿臣 替您做到了 等明天 咱们再去大哥的坟前 把这个喜事 告诉他 李源看着李世龙 摸着他的脑袋 所有的气都没了 此时的李世龙 不像个皇帝 反倒像是立了功 向父亲讨赏的孩子 想到这里 他笑着道 我儿 是天可汗了呢 这一声天可汗 让李世龙说不出的激动 这是父亲的认可和赞许 比世人的称赞 更令他高兴 他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 无比渴望得到李源的认可 而今 他总算是彻彻底底地 得到了李源的认可 他披荆斩棘 一路千辛万苦 追随着父辈的脚印 终在这一天 超越了他 儿子如果是天可汗 那爹 就是盛天可汗 李世龙没有恭维 而是发自真心地说道 若没有父亲 时常在旁边耳提面命 教导我 儿子也不会有如今的成就 打高丽 灭北奴 祥南帆 是他们父子二人 共同的心愿 现在高丽没了 北奴没了 李双安把持着南帆的权正 肉全都烂在了锅里 他这心情说不出的舒畅 朕可荡不得 这盛天可汗的称呼 李源将他掺了起来 说道 你 很好 人最难能可贵的 便是初心了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李源是满足了 大前环顾四周 已经没有敌手 国内生平 无门阀掣肘 无天灾人祸 两年的大丰收 基本上让大前之名 摆脱了饥饿 那种富足祥和的盛景 远胜北周 人人都赞颂他父子二人 称其为武德龙景 双簧至世之盛旷野 那一年 被囚禁在大安宫 自身自灭 自暴自弃 他已经想好了自己的下场 可现在他的生活 却是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 李世龙谦公道 都是爹交得好 说着 他又道 爹 今夜儿子打算大封群臣 请爹一同前往太极宫 共襄胜举 仅仅是封赏群臣 李源问道 我还想让老八上来 李世龙想了想 说道 这不是个好机会 李源神情变得凝重起来 你是让他当太子呢 还是如何 老八在京城监国的这段时间 做得不错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更是灭了高丽 无论是声望还是能力 都够了 可是心法贵在公平 你若是不问问十五十六 日后他们问起来 你亏心不亏心 你尚且年轻 还没有到白发苍苍 就算你真的打定主意 要传位给老八 那你想不自己没有 你是完全放权呢 还是放一半留一半 若是前者还好 你就跟着我去勤装养老 这天下之大 我们尽可去的 若是后者 难免会父子之间生出嫌隙来 那日我们便聊过 你说 你想开了 可三皇同朝之志 亘古少有啊 李源到底是过来人 看得深 也看得透 我这心里是很期待的 但是也很没底 权力这东西 拿起来容易 放下可太大难了 若是老八 上来出了纰漏 你管还是不管呢 李世龙细细斟酌 说道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能做的已经够多了 天下虽然不算安定 但是大前内已经和平 只剩下一个一只鞋 也是不足为虑 这一只鞋 我是不打算动了 就留给老八练手 顺便积攒他的威望吧 至于十五十六 这的确是个问题 不日 我会将他们召进来 细细询问 你心里有数就行 李源双手背负 迈出了大安宫 步伐都透着轻快 李世龙联盟追了上去 掺住了李源 爹 您慢闲 胃中跟在猴头 眯着眼睛 自打秦末横空出世 这冰冷的皇宫里 倒是多了很多 不曾有的人情味了 住起来 是越发的舒服了 公孙皇后 没有去太极宫 而是把那些命妇什么的 都叫进了宫 李世龙在太极宫大宴群臣 公孙皇后 就在立正殿大宴群方 如玉 你过来 公孙皇后 将柳如玉招了过来 拉住他的手说道 这京城内外的命妇 你都须记得 人虽然多 但却要知道他们的名讳 就算记不得 也要知道他们出自哪里 今日之宴 你来替本宫招待这些人 一会儿宴席散去之后 你需将礼物送到他们的手上 柳如玉有些紧张 却也知道公孙皇后的意思 连忙道 是 而习明白 一旁的丽妃 也是非常的满意 柳如玉这根媳妇 不仅贤惠 而且聪明 一开始虽然有些生难 可经过这些日子 公孙皇后和她的调教之后 也是变得干练起来 处理起协会的事情来 也是非常果断 拖得她的喜爱 再加上她娘家人 能给到李悦很大的支持 她是非常喜爱这儿媳妇的 柳如玉去招待客人了 公孙皇后坐在上手 丽妃这是坐在左下方 丽妃店内 好不热闹 李玉兰 李玉树 李丽珍三姐妹 坐在一块 三朵金枝 荡珍式艳压群芳 旁边还有李雪 李静雅 柴丝田 六颗璀璨的明珠 往哪儿一坐 就代表着情府的牌面 六女穿着也是素雅大气 来恭维八姐的人 更是若意不绝 柳如玉走到六人面前 三姐 六姐 七姐 还麻烦您三位 帮我一起接待一下客人 雪儿妹妹 静雅妹妹 丝田妹妹 凡您三位帮我清点一下客人 我好准备回脸 对柳如玉来说 秦家是必须要亲近的 要不是秦末 她根本嫁不了李悦 也就没有今日的风光 秦末是李悦的发小兄弟 心腹死党 更是她的娘家人 是能帮她撑腰的 李悦不在家的时候 就是李玉兰及姐妹 帮她撑起的场面 行 李玉兰起身笑了笑 这京城中的夫人们 她几乎都认识 秦末不在家时 送礼往来 都是她跟李玉树准备的 往年这些 都是公孙皇后准备 现在公孙皇后 跟丽妃两个人撒手不管 也不过问 分明就是考教 也好在柳如玉聪明 知道找他们 否则今天晚上 非要闹出笑话不可 秦家的媳妇 是最团结的 李玉树笑着道 如玉 我教你 若你不知道 你就敬酒 他们必然会自爆家门 李玉珍也道 你别看这些夫人们笑盈盈的 可有些心言小的不行 你必须把礼节 给做足了 否则事后肯定会智慧的 不过 有我们在 必不会让你出错 谢谢六姐 七姐 柳如玉感激道 秦家六个媳妇出动 任谁都要高看两眼 李玉兰 大公主 李玉树 嫡长公主 李玉珍 六公主 三个公主都压得你没脾气了 李玉 背后是静安公主 兄长是男藩赞谱 李敬雅 背后是齐王府 齐母是太上皇最疼的外甥女 再说了 齐王妃那彪悍的性子 敢欺负她女儿 一见透了你 柳思田也很了不得 儿子虽小 却也是公爵 父亲是国公 兄长也是军中赫赫有名的猛将 就这一家子 往你面前一站 你都不知道 巴结谁好 这不 此时六人就站在柳如玉背后 给她撑腰 都不等柳如玉开口 那些还想着白谱的夫人们 就连忙起身问候 一个个自爆家门 生怕别人不知道 她们是谁家的女人 没办法 柳如玉身边 是大前最高端的圈子 谁不想加入这个贵妇团 秦家的人 只奉礼留一点东西出来 都能撑死他们 齐王妃 承俊王妃 横王妃三人凑一块 这些人还白谱呢 齐王妃撇了撇嘴 没点眼力见 现在不欺负 以后就没机会欺负了 心腹上门可不就是这样 承俊王妃笑眯眯地说道 而且结果没出来 谁敢说一定呢 这些个人也真是蠢 不过 这也是娘娘对岳王妃的考验 没办法呀 秦末的媳妇是肯定帮她的 寻常人家有两个都了不起了 秦家有六个 各顶各的身份通天 你看 豆媒 想过去帮忙都没资格 说这话 三人的目光 又瞥向了不远处的李灵 要说这李灵回豆家之后 也是彻底老实了 僵养了近一年后 也恢复了昔日的身材 虽然贤老许多 但丝毫 没了往日的刁蛮 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三人不约而同说道 而公孙皇后看到这一幕 也笑了起来 倒是让她找到了洁净 丽妃笑着道 帮的人越多 就越说明她的能力 倒也有些道理 公孙皇后点点头 她就喜欢看到一家人 团结的样子 很舒心 就算有一天她退了 这偌大的大家庭 而孙们也可以维系得很好 此时 太极宫中 众人落座 李世龙看着座无虚习的太极宫 心中也很是振奋 皇宫内灯火通明 即便已经黑天 可依旧如同白昼 吉舍 士丹等小国使者 已经见过大场面了 虽然只是客人 可坐在这里 仍有一种自感骄傲感 大前的强大 让他们觉得依附 也是一种成功 德善女王就别提了 来到大前后 惊讶就没有听过 如此繁荣强盛的大前 比书中还要强盛百倍 可为什么会输给高丽 特别是来到京城之中 她甚至都不知道 该怎么走到了 充满了大前风格的高楼 零次之比 单单是京城的一城的人口 就超过了黄罗 她无法想象 只觉得自己内附的决定太过英明 今日 朕 班师回朝 困扰我中原百多年的草原之患 今日彻底消灭 朕提一杯 为大前赫 李世龙举杯 下方众人齐齐举杯 为大前赫 为陛下赫 那声音 从太极宫一直传了出去 绵绵不绝的声音 甚至传到了成天门外 这是大前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盛宴 那种盛大的场面 令在座的人 都予有容颜 特别是 坐在太极宫中 最前面的这一拨人 可这些人中 唯有秦家父子 最不愿意做 屁股都做妈了 什么时候可以上菜啊 烦死了 秦末左顾右盼的 烦得不行 这么挤 半躺着都不行 正说着 他脸色一变 大骂道 那个狗日的放屁 有没有功德心啊 都他娘的辣眼睛了 周围人不由自主捏住了鼻子 秦相如正愁 没办法起头犯错呢 当时就抓住了机会 骂道 诸葛老狗 是不是你放的屁 诸葛隧道 放你娘的屁 老夫又没拉西 放什么屁 狗东西 骂我老娘 秦相如眼中闪烁着危险的光芒 甘铃娘的 辱人父母 不共戴天 秦相如轻轻踹了琴墨一脚 让她准备配合 是你冤枉我在先 况且 你一口一个老狗 不也是羞辱我 诸葛碎气的胡子发颤了 你倒好 恶人先告状 不过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老夫不与你一般见识 就当被狗咬了 说着 冷哼一声 抿着嘴 竟是不打算跟秦相如纠缠了 秦相如一愣 这哪行 那她不白骂了 诸葛老狗 你放屁在先 又羞辱我先人 现在还说 不与我爹一般见识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们父子 秦墨直接撸起了袖子 王八蛋 骂我爹是狗 那我是什么 陛下是什么 四舍五入一下 你就是在羞辱陛下呀 这还了得 你这诸葛老狗 胆大包天 周围人都被秦墨无耻的话给震惊了 不过这也让一些人反应了过来 不对 秦家父子太反常了 怕不是要搞事 一些人本来想帮枪的 可全都闭上了嘴 诸位 你们难道忍得了 听得下去 秦墨看着埋头喝酒的公孙无忌 国舅 诸葛老狗骂你是狗啊 你听得下去 公孙无忌装出一副迷茫的样子 啊 你是狗 秦墨一愣 卧槽 这公孙无忌半点不上钩 一会怎么动手 诸葛老狗骂你是狗 公孙老狗 哦 你前家都是狗 公孙无忌咧嘴一笑 秦墨 你对自己家的评价 倒是很中肯的吗 狗东显 想搞事 他公孙无忌能上当 谁知 秦墨转头就对秦相如道 爹 国舅骂我们一家是狗 骂我们没关系 可你想想 三个公主 两个郡主 还在咱们家呢 骂我们是狗 那不就是把他们给骂了 不就等同于把齐王府 静安公主府 陛下娘娘 都给骂了 如此大逆不道 丧心病狂的话 他都说出来 让他道歉 秦相如气急败坏地道 秦墨眼中闪烁着凶光 爹 你说得对 必须道歉 周围人还没反应过来 秦墨反手就是一拳 砸在了公孙无忌的眼眶上 碰 公孙无忌应声道歉 哎呦 你这该死的秦憨子 老夫的眼睛啊 国舅 快道歉 秦墨跳过去 揪住了公孙无忌的衣领 成其不备 直接甩向了驱突拔 驱突拔正看好戏呢 被冷不丁地砸倒在地 哎呦 我的娘娘 该死的秦憨子 老夫一句话都没说 关老夫屁事 谁让你不帮我说话的 该打 秦墨上去 吭吃吭吃 就是几拳 当然 这几拳也只是伤肉不伤骨 看起来很 实际上 除了疼没什么太大的伤害 公孙敏都愣住了 他也没想到 秦墨说动手就动手 连忙上前 想把秦墨拉扯开 秦墨一摆手 就把他给推开了 谢了 我一个人能打的 不用你帮忙 公孙敏气急败坏 谁要帮你了 快放开我爹 这秦家父子推坏了 就是不想升官 怕赏赐 才故意闹事呢 那也不能可知 他爹一个人欺负 他正想过去 斗一爱死死地抱住他 公孙小狗 坐下来 一起喝酒 见秦墨如此骁勇 秦相如大喝一声 一拳将诸葛碎打翻 诸葛老狗 你放屁在先 又如我父母 如我亲家 我今日不打死你 就不性侵 啊 诸葛碎也是有点武艺的 但是跟秦相如比起来 那就差远了 被打得惨叫连连 上方的李世龙也是一愣 看到下方打了起来 怒骂道 什么事 秦相如都没回头 大喊道 陛下 这诸葛碎和公孙无忌 骂你是狗 不似人沉眼 陈帮您教训 教训这些狗东西 快住手 李世龙一听就知道 秦相如在胡扯 连忙叫人拉扯他们父子 老秦 快住手 窦璇上去劝架 一句话还没说完 拳头就落在了他的脸上 他捂着眼睛 脑袋一阵阵地发昏 杜敬明 于博师也连忙凑了过去 秦相如一人赏了一脚 一时间 不知道撞翻了多少矮机 太极宫中 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你这秦老狗 不分青红皂白大人 老子今天非要教训你不可 于博师火冒三丈 跳过去就跟秦相如扭打在一起 窦璇灵看了一眼杜敬明 弩弩嘴 杜敬明捂着肚子 点点头 旋即加入了混战之中 哈哈 打得好 往死里打 狗东西 裕迟信雄 兴奋地摩拳擦掌 恰好这时 李世龙点名让他拉架 这一下 可把裕迟信雄给激动坏了 一记窝心拳 就砸在了秦相如的后心 疼得秦相如直抽凉气 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又一脚踹在了他的屁股上 秦相如双拳难敌十手 憨子 过来帮爹 老亲 你糊涂啊 大喜的日子 你闹到什么 御迟信雄一边大喊 一边下狠手 把秦相如气得不行 秦墨这会儿 逮着公孙无忌 跟驱途拔打 爹 我这边抽不出空吗 小豆 去帮忙 豆一爱闻言 将公孙敏推给了柴蓉 然后快步冲过去 一记鞭腿 踹向了御迟信雄 哦 御迟信雄双腿并拢 猛地一跳 眼珠子翻白了 让你下黑手 豆一爱哼哼道 儿子 过来帮店 豆玄灵喊道 豆一爱快步跑过去 把萝卜似的 将他从人群下方 薅了出来 只不过杜敬明 二子杜友诚 也上前帮忙 还有于博师的两个儿子 也闻讯过来 豆一爱撸起袖子 直接跟他们干了起来 李世龙火冒三丈 老八 把他们拉开 李悦也是苦笑连连 连忙过去拉架 憨子 快放松 秦末见李悦过来了 也是很给面子 松开手 店 他们不道歉 就让陛下来做主好了 秦向如也挺狼狈的 浑身都是痕迹和脚印 但是没受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连忙推开了杜敬明和于博师 对 找陛下做主 杜敬明 于博师 豆玄灵三人 也是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不过 他们三都没受什么重伤 就是御迟信雄并拢双腿 脸色铁青 张着嘴 小口哈着气 原本有些翻白的眼珠子 这才慢慢恢复过来 行了 小豆 别打了 让陛下做主 秦末一句话 豆一爱就收手了 连忙回到了原位 看着下方乱糟糟的 李氏龙气的起身 大骂道 你们几个人 到底想做什么 是想把真的脸 全都丢尽吗 秦向如父子下跪的速度 比谁都快 请陛下恕罪 父皇 小旭也知道 今天是什么日子 但是现有 诸葛遂辱骂我爹跟仙人 后有国舅辱骂父皇母后是狗 做儿子和女婿的人 岂能容他们谩骂 你放屁 老夫什么时候骂陛下了 公孙无忌鼻青脸肿 衣服也被撕得破破烂烂的 颜面尽湿 驱途拔也是有武艺的 但是被压在最下面 根本施展不开 此番躺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息 叫起了撞天驱 秦末 不当人子 老夫招谁惹谁了 凭什么打老夫 陛下 替微臣做主啊 陛下 请替臣等做主 斗玄陵三人也叫起了委屈 李世龙头疼得不行 李源倒是笑眯眯的 也不生气 更不说话 急蛇事单的使者都不敢吭声 德善女王更是大开眼界 这就是上国的大官 一言不合就干架 唯有跟着御驾 一起来京城的李安康 懊恼不已 偶像被打 他居然不知道帮忙 太蠢笨了 都住口 李世龙气得不行 秦相如 秦末父子二人 藐视朝堂 藐视镇 又公然斗殴 影响恶脸 免去秦相如 郡王爵位 免去秦末所有职务 今夜 朕要大风群臣 念在你们两父子 有些许微末的功劳 板子压后再打 要是还不知悔改 就彻底免去秦相如 王爵 惊起来得太突然 秦相如一时间 都忘记谢恩了 谢父皇宽宏大量 但是父皇 诸葛岁 国舅他们都一起斗殴了 还谩骂了父皇 是他们先挑头的 请一起 并罚 秦末道 否则小须不服气 李世龙恶狠狠瞪了秦末一眼 可是想来也没错 他们骂秦家 一家人都是狗 的确有问题 行 你们喜欢打 那就打 按照之前定下的规矩 打一次假将一击 可今天不是早朝 而是大喜之日 所以最佳一等 凡参与今天斗殴的 统统将两击 李世龙火得很 不是都想犯错将级吗 那就满足你们 一旁的李道远 看得特别清楚 所以他早就躲开了 就是怕连累自己 秦向如都要高兴疯了 说得好 儿子 他压着声音 小声地说道 干得漂亮 老爹 父子俩跪在那里 低着脑袋 互相吹捧了起来 该死的秦向如 你们两父子 没一个好东西 这是公孙无忌骂的 比其娘也 这是余博师等人骂的 啊 秦老狗 我要跟你拼了 御迟信雄 护着宝贝悲痛地喊道 驱途把委屈得到 我招谁惹谁了 我不就是没个性吗 凭什么抓住我欺负 当初心法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打算凑过去 被秦末说了一句没个性 他记了好几年 这一场闹剧 终是平了 老秦鼻青脸肿 但是很高兴 秦末同样高兴 这一下可以安心接受封赏了 李世龙发了一通火后 平复了心情 说道 震动了一个乾坤阁 打算名列二十四位名臣 将其画像 送入太庙 享受大前的香火 此话一出 众人全都愣住了 卧槽 这可是顶了天的荣耀 昔日 有云台十八将 现在有乾坤二十四臣 都是名流青史的好机会 不少人都坐直了身体 消息一层层传了出去 不知道有多少人艳羡 秦末对秦相如道 爹 你能列地几 秦相如摸了摸下巴 不知道 前十应该能行吧 其实 秦相如无论是爵位 还是官位 亦或是文武散官的封赏 都已经到顶了 位列三宫 开府一同三思 生无可生 赏无可赏 公孙无忌他们 其实也差不多的 所以 这一次降级 对他们来说 反倒是好事 当中混得差一点的 可能就是御斥信雄 和徐世昌了 现在这两人 听到皇帝列二十四功臣 都伸长了脖子 太极宫中安静极了 李悦也是特别地羡慕 这是何等的封功伟绩啊 不知道等他老了 麾下能不能集齐二十四功臣 高十连出列 手里捧着文书 高声念诵 以下二十四功臣 不分先后排名 众人都梳着耳朵 一个个心里都特别地期待 一般来说 大风群臣 都是从龙之功的功臣 要么就是登基之后 为了笼络人心所作 而这之前 李世龙并没有学习前朝弄云台十八将 反倒是在现在 天下太平之后 给予封赏 如此一来 能上功臣榜的人 都是含金样十足的 特别是陛下御驾清征之后 就更值得传颂千古了 司徒 赵国公 公孙无忌 高十连开口第一句就是公孙无忌 这让公孙无忌浑身一颤 连忙跪在了地上 感激得声泪俱响 微臣何德何能 能上这功臣榜啊 陛下爱我如斯 臣惭愧啊 回想起之前所作种种 他心中确实很惭愧 可也清楚 这功臣榜该当有他的 吴介 你不必妄自菲薄 这是你应当的 昔日陪着朕 毕露蓝褛开辟基业的人 朕一个都没忘记 李世龙说道 微臣寇谢圣恩 公孙无忌 真心实意地 朝着李世龙 刻了三个想头 心中也是感激秦末 若不是秦末 哪有今天 别说上二十四功臣榜 绝对一筹万年 一旁的公孙敏 嘴角微微上扬 他赌对了 当初的奋力一搏 换来了坦荡的前程 太直了 高世连又念到 司徒 成郡王 李存公 李存公远在天象国 李勇猛在西域 李勇敢在渥州阵番 所以是李道远 替他谢的恩 虽说高世连说了 排名不论先后 可李世龙起草 二十四功臣的时候 心中已经有了先后 有些是出于多方面考教 比如 公孙无忌是外妻 必然会考虑皇后的面子 而李存公是宗亲的人 这也是不能得罪的 所以 接下来第三个人很重要 从侧面可以反映出 此人在皇帝心中的分量 只可惜 程三府没跟着回来 要不然 他肯定拍着胸脯吹牛说 自己是外妻和宗亲之下第一人 这一下 所有人都盯着高世连 呼吸都放慢了 柳成虎 必然是柳成虎 杜敬明小声的道 我也觉得是他 于伯师小声的道 无论是他的功劳 还是他现在的身份 都当得起 不出意外 肯定是老八上位了 就算是看在李悦的面子上 李世龙也可以卖个好 况且 人家真有这个资格 就在众人笃定是柳成虎的时候 高世连道 司徒 开府一同三思 秦郡王 秦相如 因为 秦相如刚降级了 所以高世连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可想到秦茉莉的功劳 索性就这么喊出来了 迟早会生回去的 他都习惯了 众人都是一愣 秦相如 竟是秦相如 这个众人都没有想到的 可仔细一想 又觉得合适 毕竟还有个秦莫在啊 加上秦莫的功劳 让他当第一人 也是可以的 看来 李世龙是把秦莫的功劳 都算在秦相如的身上了 就连秦相如 都是这么想的 爹 可以啊 居然当起了老三 秦莫开玩笑道 秦相如没理他 连忙下拜道 陛下 承受之有愧啊 你担得起 李世龙道 昔日你替朕挡了不少剑 数次兵死 这些朕都记得 要不是为了朕 你也不会只有秦莫一个儿子 领老才得了一个女儿 秦相如没有太多孩子 是因为发妻的缘故 也因为她受了伤 跟秦秀英有女儿 是因为这些年休养的好 当初太医断定 秦相如不可能有孩子了 可以说 也是她的运气 这一点 也让李世龙心里好受了不少 为陛下挡剑 是做臣子的本分 当不得陛下记挂 秦相如说道 这世上又有多少人 能够铭记本分二子 李世龙很是感慨 果然有什么父亲 就有什么儿子 秦相如是这样 秦莫也是这样 从来不拘公自傲 一脉相成 这第三人 看起来是第三 可实际上 在李世龙心里 是第一的 公孙无忌太偏算计 李存公是自己人 唯有秦相如 十几岁就跟了他 舍生忘死 臣寇谢陛下 秦相如心中 也很是感慨 退下之后 众人都投来了 羡慕的眼神 这第三的分量 可太重了 很快 后续的名单继续出炉 第四是柳城虎 第五度静明 第六是王顾的梁征 第七是斗玄陵 第八是李道远 第九是玉池信雄 第十柴绍 这倒是让柴绍有些意外 周围人都是一论 不过仔细一想 也就明白了 柴绍算是前朝旧城中的代表 这一次萧玄际回归 许多前朝旧城都站出来 承认了李前的正统 所以说 把柴绍安排在第十位 也是多方面考虑的结果 昔日的仇恨 柴绍也淡了 只要柴绒和柴思田 能够过好就行了 他连忙下拜 感谢圣恩 言语中 倒是多了不少诚恳 谢恩之后 高士连继续念诵 十一是成三府 曲图拔位列十三 于博师位列十五 还有一些人没有回来 但都位列其中 每一个都是功劳赫赫 都配上乾坤阁 一口气念诵了二十三人 高士连咽了口唾沫 润了润干燥的嗓子 前五 大家都记住的 可中间的 一般都很难记 除此之外 最后一个人 也是最容易记住的 毕竟是垫底的 众人不约而同地在心里盘算 谁担得起最后一个功臣 他们都在想 会不会是拢佑郡公李四逊 毕竟李世龙封赏的 基本都是从龙之宫 或者在朝堂多年的老臣 能够资格的 似乎也只有李四逊了 他们心里急得很 可又不敢催促 特别是那些自认为 自己有资格的臣子 心里更是焦虑 高士连看着最后一个名单 忍不住笑了起来 玄疾大声念诵 第二十四位 大前福星 秦末 此话一出 偌大的太极宫中 鸦雀无声 所有人都痴痴地看着秦末 就连秦末都有些意外 他一个新生代降临 居然上功臣榜了 呀吼 我姐夫老是真牛啊 一旁的李轩怪叫一声 兴奋得不行 李安康也是府长 好 李当有他 李月更是止不住地笑 以秦末的功劳和事迹 位列功臣榜二十四位 绰绰有余 他甚至觉得 太过委屈秦末了 憨子 你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让你当第一功臣 李月在心中暗想 秦相如惊讶地看着儿子 见他满脸淡然之色 上去就是一脚 狗东西 还不快去谢恩 秦末揉了揉屁股 跪在地上 父皇 凭什么人家 都有官决 我就一个大前复兴 这也太老笔了吧 相比大前复兴 我更喜欢大前猛男 这个称号 李世龙又是好气 又是好笑 怎么 你是不是 还嫌朕给你排太低了 那没有 秦末缩了缩脖子 父皇 能改改不 行 朕就满足你 李世龙火得不行 别人谢恩都是声泪俱下 各种推脱 他倒好 这个不满意 哪个不满意的 高士连 在大前复兴后面 加一个大前憨子 扑 周围人都是一愣 旋即大笑了起来 陛下 这个好 非常符合秦末 好一个大前憨子 古往今来 再也不会有第二人这么憨了 驱吐拔跳出来道 陛下 憨原本是吃傻的意思 可秦末凭借着一己之力 硬生生让憨多了忠诚和孝顺的意思 所以 陈以为 这大前憨子非常的贴切 不仅不是一种嘲笑 反而是对他的认可 公孙无忌也拱手道 驱途尚书说得对 陈复义 窦玄林跟杜敬明等人交换了一下眼神 也纷纷大笑 拱手道 陈等复义 让你狗东西搞事 打架 坑死你 秦末急了 大叫道 放你娘的屁 我秦末大前第一聪明 大前第一聪翘 什么憨子 在胡说 跟你们没完 看着秦末跳脚的样子 一个个爽得不行 李月也是忍俊不惊 想帮秦末说话 可也觉得贴切 憨一字 因秦末而变了意思 父皇 您千万三思 你这样正很难办 你现在没有任何官职 除了一个驸马头衔 实在是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职位 李世龙道 而且 朕也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 就在大前复兴后面 加个大前憨子 挺好的 秦末生无可恋 你个老六 早说奖励是这个呀 他还打个屁的架 乾坤阁二十四功臣 他垫底也就算了 还弄个这么难听的称号 真要被人笑话一千年 一万年 父皇 您觉得如何 李世龙询问李源 老爷子 您可要替我做主 秦末三两步跑上去 跪在了李源的面前 抱住了他的腿 别人笑我也就算了 他这个作证人的还笑我 大家都是论功行赏 到了我这里 就是论功行罚了 李源捋了捋胡须 其实也没什么 也不是还写了一本 大前憨须 那本书 现在卖得可火了 憨须是憨 憨子也是憨 洗不掉了 而且 这个字 也的确因为你从贬义 变成了褒义 这是莫大的殊荣 说到这里 李源道 而且 爷认为还不够 还要加两个称号 众人都是好奇 不知道李源 还要加什么称号 还要把大前 憨须加上去 要加在大前 福星的后面 以表示你的身份 最后一个 我觉得大前 败家子比较合适 破 众人再次哄堂大笑 那笑声 一直从太极宫 蔓延到了成天门 就连那些 帆国来的使臣 都忍俊不惊 特别是德善女王 更是无嘴笑了起来 早在黄罗 他就知道秦末的名声 心中 对此人好奇极了 此番见他拳打国舅 攻凤二十四功臣 跟皇帝顶撞 向太上皇撒娇 就知道 他在大前多有权势了 可惜啊 他这次来的目的 是李源 找到李源荡靠山 他今世一族 就能够彻底地 在大前扎根 秦末苦着脸 老爷子 憨须 憨子 败家子 您觉得 这些都是好的称号吗 爷说错了 李源这会儿心情不错 也开起了玩笑 故意说到 正在京城打听过 那些人都叫你憨须 憨子 相比这些 你更是败家 说你是憨须 那是因为你憨后 忠诚 是我大前第一国序 叫你憨子 是你自小的称呼 代表亲近和认可 而现在 憨可不是贬义词 说你败家 就更是有由头说了 你赤巨资开大棚 逆转季节 让人能够在寒冬腊月 吃上蔬菜 世人笑你 诽谤你 说你败家 然如何 众人脸上的笑容 逐渐收敛 就听李源接着道 你赤巨资购买西山煤矿 众人笑你 说你败家 然 如何 文言 不少人脸色都垮了 这太极宫中的薰贵 谁家里没有分的一些西山煤矿 结果呢 全都被秦末给买走了 本以为大赚了一笔 可后面才知道 秦末躺在煤山上赚银子 你修力直到 世人说你败家 然 结果如何 李源捋了捋胡须说道 西北大汉 你赤巨资购买蝗虫 然 如何 你修学校 广收生园 不收树修 反给银子 现在 又如何 世人都说你倒反天罡 没有笑道 现在 如何 世人都说你败家 可你给大前败出了一个锦绣山河 给寒门平民 败出了一个有笨头的方向 让平民穿得起衣 吃得起饭 看得了衣 爷说你是古往今来第二败家子 谁敢说自己是第一 你虽憨 却一片真心向大前 你虽败家 可所作所为 皆为大前 又有谁 能让憨 败家子 成为包一词的 李源将秦末掺了起来 看着众人 掷地有声的道 朕说 他是大前第一纯孝 是与不是 众人面面相去 要说秦末 嚣张跋扈 谁都得点头 可说秦末孝顺 就连公孙无忌都要点头的 秦末有多厉害 跟在他身边的人 一个个都跟脱胎换骨似的 是 公孙无忌道 秦末 纯孝爷 那声浪 几乎将太极宫的穹顶给掀翻了 朕说他是大前第一败家子 是与不是 是 他当不当得起 这二十四功臣的位置 李源再次高声问道 这一问 就连秦末的敌人 都不得不点头 秦末 功劳太大了 他要是早生个二十年 排在第一都是应该的 当得起 众人再次应道 秦末一时间也不知道 是该高兴 还是该难受了 憨子 憨蓄 败家子 纯孝 复兴 这些成语 组成怪异的称呼 不是贬异 反倒是褒异了 李源满意地点点头 拍了拍秦末的肩膀 回去吧 这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李世龙眼里也满是笑意 其实这些称呼 都是他跟李源商量好的 如果给得太亮眼 就有些不好赏了 等新皇上来 肯定还要赏 他怎么封赏 是他的事情 不管李世龙的事情 而且 如此一来 那些功劳足够 却没有凭上二十四功臣的人 心里也能平衡不少 毕竟秦末的称呼 滑稽中透着调皮 更像是戏称 二十四功臣已经封赏完毕 此二十四人 勇享大前香火 日后百年 可在各地建庙 以封正神 这就像是武将进入武庙 享受香火一样 虽然差点 但谁不想名传千古 臣等 叩谢陛下 众人纷纷跪拜 封赏完了二十四功臣之后 随后就开始按照军功行赏 高石连送读了小半个时辰 才念完 单单是金银赏赐 这一次 李世龙就赏出去近百万两银子 随后 宴会开始 京城歌剧院 为了这一天 早就做足了准备 数十个歌剧团 在哪里唱跳 非常的带劲 琴末长嘘短叹 愁眉苦脸的 周围的人看得牙疼 他娘的 都平上二十四功臣了 还这副尿性 关键他们还是父子两个齐齐上榜 更气人的是 他丈人位列第十 支持新法的 二十四功臣榜 就占了一半多些 爹 现在 咱们已经上画像了 基本上到头了 再努力 就有人给咱俩上香了 琴末小声道 那不会 这个二十四功臣 就跟文武三官差不多 不过 咱们家的官职什么的 也是到头了 琴向如摸了摸下巴 又开始发愁了 紧跟着父子两个人 一边啃着蹄膀 一边长嘘短叹 愁眉苦脸的 特别地欠奏 就在这时 德善女王举杯上前 跪在了地上 陛下麾下 帅才如云 降心如雨 微臣实在是钦佩 敬陛下一杯 李世龙也是举杯 请 他只是把嘴唇沾湿了 而德善女王 却是一口 将浓烈的烧刀子给引进了 热辣的酒夜 顺着喉管入味 冲得他脸色通红 原本他长得一般 可以算五官端正 此时化了妆 红了脸 倒也有几分女子妩媚的样子 陛下 臣有个不情之情 哦 你说来听听 臣想嫁给岳王殿下 他大胆地说道 在黄罗时 臣就知道岳王殿下 仰慕其风姿 望陛下同意 李世龙微微皱眉 不由地看向李月 李月也是一脸猛逼 卧槽 谁喜欢这个 比自己还大一岁的老女人 用秦末的话来说 都不粉嫩了 而且 她可是女王 谁知道她在黄罗王宫有多少面首 这种破鞋 鬼才要 最重要的是 自周明月之后 女人这一块 她只信任柳如玉 其他女人 都是为了应付 完成任务罢了 李世龙也不好直接拒绝 毕竟德善女王代表整个黄罗 此时黄罗归父 还是需要给予一定的善意的 要不然 急蛇事单的使者还在旁边 吓到他们 可不好 真没有意见 就是要看老八的意思 李世龙看着李月 得善也算贤惠 你意下如何 李月起身 想拒绝 又不知道该如何拒绝 李世龙都说没意见了 她要是拒绝 那不是让李世龙下不来台 可这种女人 她连碰一下的心思都没有 想到这里 她不由看向秦末 小声道 憨子 救我 救个屁 秦末小声骂道 刚才你都不知道我有说话 我打架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来帮我 李月哭笑不得 她现在什么身份 要是再跟秦末去动手揍人 那不合适 而且 她要是去了 不是妨碍秦末发挥吗 搞不好父皇更气 处罚更重 岳王殿下 可是觉得臣妾普有之姿 不堪入眼 得善女王说道 李月真的特别想说她有自知之明 但这么说 就是打脸了 婚姻大事 不能儿戏 理应慎重 李月半天才 憋出一句话来 她根本就不需要精识抱大腿 她下面的支持太多了 得善女王特别的失望 可她不死心 大前有句话说得好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陛下已经不反对 莫非殿下害羞 臣妾也是想了许久了 厚着脸皮 趁着这普天同庆的日子 向殿下求爱 若殿下拒绝 臣妾 也是无言留在这里了 虽然她用夹子音说出了这番话 可李月特别反感 威胁她 就在这时 李月道 得善女王说得没错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可大前律令写得很清楚 那且尚需要郑公夫人的同意 这既是对郑公夫人的官方认可 也是保护和尊重 而且 你怎么说也是一国国王 虽然黄罗内附了 但是各个方面都没有商议好 有句话说得好 再商言商 再官言官 若公司混淆 难免会出现纰漏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还是在意 不如先把大事商议好 个人婚事 在万千百姓面前 不过小事也 说得好 李月就拆给秦末股掌了 父皇 而臣也是这么想的 如玉那边 而臣还要知会一下 而且臣监国时 和德善女王 还有许多大事没有谈拢 婚姻之事在百姓面前 还是要往后推推 李世龙也不强求 其实那了这个德善女王 倒也没什么 不过是为了更好的笼络人心 只不过 秦末是不打算留下黄罗的 所以 李月那不那 也没什么 德善 这件事晚些在意 届时 郑为你做主 德善女王暗恨 就这么瞧不上她吗 她都如此低声下气了 还是说 她怕了 怕她生下皇子 未来克成大统 虽说柳如玉是镇宫 可她背后是黄罗 有一个国家做靠山 日后要是诞下龙子 按照大前现在的律法 每个皇子 都有机会竞争 黄罗虽然内附了 可她的儿子 要是能够上位 何尝不是另一种成功 是 陛下 德善女王虽然不满 却也只能做出一副遗憾的样子 退回了原位 谢了憨子 李月谢道 谢个屁 要不是害怕棒子污染血脉 哥才不帮你说话 秦末撇了撇嘴 这德善女王也是个杀法果断 野心勃勃的人 肉烂在锅中可以 可轮不到棒子 来分食 你好像对黄罗恶意很足啊 李月凑了过去 说道 人家内附了 要不要对人家这么冷淡啊 我讨厌一个人 需要理由吗 不需要 那不就得了 秦末哼哼道 你要是想那了她也行 玩玩就行了 我怕你那点功夫 在人家面前不够用 小泥丘 哪能入到了螃蟹洞 这比喻太他娘的形象了 李月不由地打了个冷战 哪能啊 我品味有这么差吗 秦末说不喜欢 那肯定不能要的 而秦末不知道的是 德善女王把她给恨上了 盛宴结束之后 秦末跟秦相如勾肩搭背地离开了皇宫 回到家中 老婆们都睡了 一连在家里休息了四五日 秦末才算缓过来 不过这些天 她也不是很得闲 每日都要进步 好在 她让高腰准备的小东西都弄好了 这一下 直接大开杀戒 大杀四方 耀武扬威 豪横至极 直接扭转了战局 重新翻身做真男人 她洗尽了手 躲在了阁楼上 深秋的京城天气逐渐冷了起来 每次外出都是春夏 回来便是秋冬 院落里柿子树挂满了果子 红彤彤的秦末探出手去 摘下一挂 去了一个吃了起来 小高 尝尝 不麻嘴 谢少爷 谢啥 秦末摆摆手 从柜子里取出了一个箱子 送你了 里面的物件 记得时常用废水杀菌消毒 里面有我特别制作的爱老虎油 多擦拭 保证光滑增亮 一用见效 高腰接过箱子 哭笑不得 又觉得害臊 一时间竟是连耳根子都红透了 少爷 我用不上 小高 就算你不为自己考虑 也要为小牡丹考虑 秦末拍了拍她的肩膀 一过来人的口吻道 少爷难道 还能骗你不成 高腰拒绝不了 只能收下了 就在这时 小六子敲响了门 高腰连忙将箱子藏好 打开门 什么事 少爷 青天见来人了 我师姐啊 秦末有些诧异 他不是去黄陵了 不是 是金国公主叫来的人 问你有空过去吗 我姑姑 秦末皱起眉头 他回来去了柴家 静安公主府 齐王府 还没去黄陵那边 有说什么事吗 没 就说 让你过去吃晚饭 小六子道 知道了 我一会儿就过去 自从刚子跟萧璇基 在续前缘后 那是形影不离 据说腻外的很 小高 你去准备一些礼物 一会儿过去 高腰点点头 下去准备礼物 秦末搓了搓手 方唇在黄陵那边 而且休养了三四个月了 应该没什么大碍了 可以把之前 没完成的事情 完成了 想到这里 他连忙喝了一碗人参汤 又洗了个澡 上上下下的 洗得特别仔细 师姐喜欢香一点的 这一次 甜的咸的 全都给他 伺候秦末的是双胞胎姐妹 这两姐妹算是最早跟秦末的 秦末回来这几天 他们分道的时间很少 看向秦末都有些优怨 秦末也知道自己 有点偏心 叹了口气 打开百宝箱 哎 你们两个喜欢什么 自己选 修人 太修人了 夏合秋月两姐妹红着脸 虽然他们都是过来人了 可在宫里学习的女训 深入骨髓 实在是秦末喜欢 要不然 羞死他们也不敢碰 见他们不吭声 秦末道 最新的百宝箱还在制作 到时候一人一套 在百宝箱上刻上你们的名字 两女低着头不敢说话 还是夏合道 全 全凭郎君做主 秦末点点头 看着百宝箱 我记得 你们两姐妹是有心灵感应的 小半时身后 秦末穿戴整齐离开 夏合秋月羞答答地跟着出来 只不过步履缓慢 脸蛋也不知道 是被水蒸气蒸的还是怎么 百里透红 恨不得让人咬一口 回到后院 李玉树问两女 那臭东西呢 出去了 秋月道 是不是去见小女官了 李玉树撅着嘴 都嫁给臭东西了 也不知道进门看看 是怕我们吃了她吗 两姐妹苦笑一声 这时候 李静雅道 妻不如妾 妾不如偷 偷不如偷不着 我娘跟我说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憨子哥哥就喜欢这种花样多的 要不我们各回个家 各找个娘 也让憨子哥哥来找我们 别了吧 万一秦大哥生气怎么办 柴思田见李静雅煽风点火 连忙说道 还是别了 李立真道 方女官舍生忘死 救了郎君一命 这份恩情 咱们全家人得记着才是 六妹说的没错 李玉树点点头 她不来 那我们就去提礼物看她 把她请回家 咱们全家人欠她的 这辈子还不清 郎君说 她性子洒脱爱自由 不喜欢被樊文入礼束缚 也很正常 都是自己人 不许排解 李玉树这么说 其他人自然不会说什么 每个人心里都有感称 秦莫最爱的还是李玉树 回来第一个必宠她 家中的全才 也是她跟李玉树一起掌管 旁人是碰不得的 李玉树 是秦莫的欢喜冤家 就喜欢跟秦莫顶牛 秦莫也最喜欢她那 骨子不服气的劲 故此 次次都是她得到最多 第三 则是柴思田 秦莫最喜欢她 她嗲嗲地说故事 第四就是李静雅 虽然有些刁蛮 但是也最放得开 每次都让秦莫惊喜 第五就是李立真了 秦莫还特地 为她弄了个什么 桃子成熟的番外片 每次都要她说 真能把人扫死 第六就是李雪了 毕竟她年纪最小 妾室里 秦莫还是最喜欢出蕊 毕竟秦莫是个念旧的人 夏和秋月 经常会被秦莫拉去做实验 至于苏我性子 一般都是 跪在床边伺候的 苏皮末结回苏皮了 因此不排名 但是她在这里的时候 秦莫特别喜欢 带她去野外骑马 每次回来 衣服都不一样 所以 李玉兰是家中老大 这是不可争的事实 她太了解 家里这些姐妹的脾气和性格了 手指尚且有长短 更何况 他们都是性格独特的人 今天就别去了 过两日 咱们再去清天间 把方纯请回来 给郎俊一个惊喜 在这之前 谁都不许当小间谍 走落丰盛 知道没 李玉兰扫过众人 知道了 众女点点头 而此时 穿着骚包的秦莫 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下了马车 北周皇陵不远处 有一处小湖泊 在小湖泊的旁边 有一座木屋 李世龙赐给萧玄姬黄庄 府邸 他统统没有要 木屋不算大 但是前后都有院子 还垒了院墙 里面还栽种了一些花草 师父 姑姑 师姐 我来了 秦莫大喊道 听到声音 方纯走了出来 你来就来 大呼小叫作甚 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过来 秦莫放下东西 一把将方纯抱了起来 巴唧巴唧就是几口 呀 你做什么呢 方纯脸红得不行 瞪了秦莫一眼 师父跟师娘还在呢 呦 就改口了 秦莫笑嘻嘻地道 怕什么 都是自家人 看到了就看到呗 这时候 袁天刚跟萧玄姬走了出来 两人穿得还挺喜庆的 袁天刚健壮 不由干咳了一声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一幕 他觉得很淡疼 方纯为了救他闲死 萧玉柔实际上也是替他挡了一劫 要不然 秦莫被掳走 早死了 他这两个徒弟都栽在了秦莫的手里 他眼角余光瞥向一旁的房间 然后说道 虽说你们在草原上已经举办了道婚 但是回来之后 还没有去祖师临牌前祭拜 这道婚一事 还不算完 我正好带了箱过来 秦莫取出一大把箱 这些够不 袁天刚愣了愣 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萧玄姬道 够了 快进来说话吧 谢谢姑姑 我不对 应该改口叫师母了 秦莫黑得一笑 师父 你应该感谢我 要不是我牵线搭桥 你们现在哪里呢 秦莫的目光 瞥向了牵着的手 萧玄姬脸一红 飞快甩开了袁天刚的手 他是应该谢谢你 袁天刚自认为自己算个神棍 他是靠嘴皮子吃饭的 可碰上秦莫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主 他一次上风都没占过 你跟他讲道理 他耍赖 你耍赖吧 他大道理一套一套地砸过来 都让你无话可说 方唇气得在他胸口凝了一下 以后不这么跟师父说话 秦莫呲牙道 我心里尊敬着呢 不仅心里尊敬 嘴上也要尊敬 难道你跟你丈人都这么说话还没说完 方唇就愣住了 秦莫跟皇帝说话 都是颠三倒四的 更黄润袁天刚了 秦莫见方唇生气 也害怕他胸口疼 连忙道 是是是 我以后不仅心里尊敬师父 嘴上也肯定尊重的 说着秦莫跪在了地上 这还是他第一次向圆天刚行跪拜礼 就算是拜师 他都没有跪 师父 谢谢您给我培养这么优秀的师姐 哦 不对 是老婆 我感谢您 从今以后 我肯定会对我师姐好的 保证爱护她 照顾她 宠着她 姑姑也帮我作证 以后要是我辜负师姐 叫我秦莫 不得好死 秦莫真挚的誓言 让方唇红了眼 他转过身去 擦了擦眼睛 狠狠拧了秦莫一把 臭家伙 一来就让我哭 还说对我好 大骗子 大混蛋 圆天刚心里不是滋味了 就秦莫这态度 哪个姑娘家家 不被他吃得死死的 这憨子 绝对是大前第一情种 肖玄机叹了口气 跟肖玉柔见面之后 他心里也是对秦莫 多了一丝责怪和愤怒 可仔细一想 他似乎又没什么资格 这小滑头太能瞒了 也不知道 若是秦莫知道肖玉柔还活着 会是怎样的表情 他不由地看向一旁 微微打开的窗户 可以看到 有个人站在那里 秦莫发完了誓 一把抱住了方唇 师姐 走 去祖师那里上香 方唇感动归感动 但是可没忘了 今天的主角是谁 连忙到 把你叫来 是为了上香 更是为了做个见证 见证啥 方唇弩弩嘴 秦莫巴基 就是一口 你要死了 方唇又羞又恼 我是指师父 今天是师父 跟师娘成婚的日子 叫你过来做个见证 哦 秦莫黑的一笑 转头看向老脸 微红的袁天刚 师父 你也算是老树开花了 不过 我姑姑嫁给你 是不是太草率了 喜堂都没布置 连一捧花都没有 太简陋了 说着 秦莫站在了 萧玄机的身边 姑姑 什么都不重要 态度最重要 秦妙云 你到底是来做见证的 还是来挑事的 方唇气呼呼地道 我是来做见证的 但是我觉得 姑姑就这么嫁给师父 我替他委屈 秦莫道 哪个女人不向往浪漫的婚礼 别跟我说什么年纪大了 一切从简 也别说道家人 论心不论计 为什么要有一事 是为了更好地铭记这大喜日子 以后老了 还能有个美好的回忆吧 圆天刚一愣 看向萧玄机 心中不眠 有些自责 利华 我 无妨 咱们都半只脚踏进土堆的人了 还在乎这些作甚 萧玄机摇头道 姑姑 这事您别管了 秦莫走出门 看着北周皇陵道 二三十年前 你出嫁铁绝 想必你父兄都是难过的 他们都没有看到 你穿大红嫁衣的模样 现在 你从草原回来 又回到了他们跟前 最起码要让他们看到您 最美的样子吧 我师父一辈子算卦 钢铁直男一个 很多事情都看得比较淡 他没有考虑到位的事情 我们这些做小辈的 要替他补落时宜 秦莫的一番话 让袁天刚哑口无言 一时间 心中是惭愧不已 妙云说得没错 是我疏忽了 原来我只是想平平淡淡地 在亲人的见证下 把婚事给办了 陛下曾说 让我风光大半 可我拒绝了 却忘了父兄之灵还在这里 方唇脸色也柔和了许多 秦莫说得没错 任何一个女人 都不希望在大婚之日 留下遗憾 秦莫已经在草原 在数万人的见证下 给他举行了一个盛大的 别开生命的婚礼 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所以 他没有任何遗憾 萧玄机道 我真的妙云 那就拜托你了 袁天刚打断了萧玄机 秦莫拍着胸膛道 包我身上了 他走到马车边上 交代了高腰一些事情 高腰点点头 好 少爷 我马上去办 要快 天黑之前必须要布置好 交代完后 秦莫折返 按照规矩 没结婚前 你们是不能碰面的 还要拦路酒 还要催妆师 还要拜天地 我姑姑嫁去草原 那草原中都是鲁莽的汉子 哪里懂得中原的礼仪 必然是遗憾的 礼仪可以从简 婚礼可以从便 但是该有的不能少 我姑姑 是北州的嫡长公主 现在是大前的金国公主 贵不可言 凤官侠配是不能少的 还得把其父兄的牌位请上来 见证 这些 不能少 萧玄机已经没有亲人了 除了远在苏皮的苏皮末节 也就剩下秦莫了 反正秦莫是这么想的 他作为萧玄机的娘家人 说什么也要站出来 为他撑场面 既然他们不喜欢人多 那该有的礼仪便不能少了 袁天刚不住地点头 萧玄机看着秦莫 心中那一丝 替萧鱼柔抱不平的愤怒 也没了 他很清楚 秦莫是替他出头 也算是他现在唯一的 靠山和娘家人了 姑姑 进房间 你这个装不够漂亮 一会儿会有专业的人过来替您化妆 说着 秦莫又道 师傅 你就傻站着吗 你老丈人 大舅哥的灵魏要不要请了 你看看 结个婚 不见半点红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偷人呢 袁天刚被数落得不敢吭声 老脸更是通红 是是是 是我疏忽了 哼 钢铁直男 不懂女人心 难怪光棍几十年 秦莫哼了一声 我姑姑还愿意嫁给你 你真是烧高香了 萧玄姬哭笑不得 哪有你这么说自己师父的 姑姑 你别心疼她 现在不点点她 以后结婚了 就没得点了 秦莫掺住萧玄姬的手 继续道 一会儿人家过来化妆 洗钱 要准备好 多大个人了 没结过婚 还没看过别人结婚吗 哦 对对对 袁天刚点点头 船 去弄些热水来 一会儿来客人 记得泡茶 方唇点点头 经过秦莫身边的时候 一把揪住了他耳朵 快过来帮忙 秦莫呲牙咧嘴的 疼 师姐 跟我走 秦莫没办法 只能垫着脚跟他离开 看到这一幕 萧玄姬笑着道 如水点豆腐 一物详一物 袁天刚突然觉得自己行了 心想 我治不了你 我徒弟难道还治不了你 你不愿意拜我为师 还不是乖乖地叫我师父 想到这里 他神情地看着萧玄姬 你先进房间 我把这里布置一下 妙云说得没错 是我太刚直了 不懂女人的心思 萧玄姬微微一笑 那一笑的风姿 让袁天刚怦然心动 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手都不知道往哪放了 见袁天刚落荒而逃 萧玄姬扑呲一声大笑了起来 而对面房间 隐隐也传来了笑声 很快 秦庄人就过来了 有专门给萧玄姬化妆的 还有专门布置喜糖的 这些人动作利索 贴上了大红的喜字 甚至在树上挂上了红灯笼 大红的地毯 喜庆的红蜡烛 也就半个时辰左右 小木屋里里外外 处处都是喜庆 布置完了喜糖 化完了妆 众人直接离开 袁天刚感觉自己 跟呆逼一样 直到高腰将一捧花 塞到他的手里 这是用来做香水的 大鹏一年四季 都在种植鲜花 这牡丹送金国公主 少爷的主意 高腰提醒道 袁天刚捧着花 不由感慨 秦莫的鬼点子可真多 但仔细一想 这小子心细如发 每次都能看到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不动声色地 帮人把一切补上 他其实跟秦莫相处的时间少 可这一次 他算是开了眼 收这个徒弟不亏 袁天刚心想 而此时 秦莫穿着围裙 正在后厨掌勺 师姐 火烧望一点 一边说着 一边嘴里还骂骂咧咧的 我真服了 这刚子 成了个婚 把我累得够呛 什么都不准备 还要我来炒菜 我要是女人 就算一头扎进门口的小狐狸 我都不嫁她 方唇憋着笑 今天秦莫的确很累 也就由得他发牢骚了 我今天穿得这么帅气 却被抓来掌烧 没天理了都 秦莫累得够呛 晚上还想好好跟师姐 把之前没完成的事情 完成了去 现在是半点心情都没了 这浑身的油烟味 他都想吐了 等秦莫炒完了菜 也临近傍晚了 现在是深秋 天黑得快 秦莫把菜放在灶上炖好 以免冷了 脱了围裙 飞快地跑了出去 快快 可以举办婚礼了 别过了及时 来到大厅 就看到袁天刚捧着花 走来走去的 看样子很焦急 我姑呢 房间里 那你在这里转圈做什么 我尿急 原本袁天刚还不怎么紧张的 可是把萧玄姬父兄的灵牌 请过来之后 再加上这布置 他一下子就紧张得不行 他袁天刚 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此刻却急得跟毛头小子似的 我看你是着急进洞房 秦莫哼哼道 你这算盘 我在后厨 都听到了 方唇上去就是一巴掌 好好跟师父说话 哦 秦莫缩了缩脖子 然后拉着方唇的手 你进去陪姑姑 我在外面拦着 方唇进入房间后 秦莫又弄了几十个杯子 里面倒满了大前春 师父 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 你把这些酒都喝完了 要么 你就做出满意的催妆师 袁天刚脸都绿了 打个商量行不 不行 二选一 秦莫道 要不然 今天晚上 你就别想把新娘接走 袁天刚苦着脸 妙云 你是丽华的侄子 可也是我的徒弟 你就不能替为师 做手催妆师吗 秦莫都不理他 房间里 萧悬机听到两人的对话 也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 她仿佛真的回到了二三十年前 自己还是云阴未嫁之时 只不过 仙豪必现的镜子 在烛光下 却是映照出了一些皱纹 即便装很漂亮 可她到底是老了 师娘 你真美 方纯道 你也很美 要不然 岂能把那个小滑头 给制得服服贴贴的 萧悬机小声道 方纯低头不语 心有千千结 她心里其实不太好受 她真的很爱很爱秦莫 所以秦莫如此设身处地地 为他们着想 她内心就越是如烈火烹肚 就像高妖说的 她骗秦莫 要遭天打雷劈的 剑方唇不吭声 萧悬机若有所思 而此时 袁天刚一口气 做了两手催装师 秦莫道 姑姑 你觉得这催装师如何 反正我是觉得 这催装师烂透了 房间里传来了 萧悬机无奈的笑声 你就别逗她了 秦莫哼哼道 我姑姑心疼你 算你运气好 让你过关 说着 秦莫推开门 走了进去 蹲在了萧悬机的面前 姑姑 大前嫁女的闺女 出嫁要由兄长 或者舅舅背出门 现在 我岳祖带袍 背您出门 文言 萧悬机无比地动容 那种被家人呵护关心的感觉 让她特别地受用 秦莫她也算了解 这孩子 对待人 从来就是真心相对的 是真的掏心窝子的对你好 可惜啊 这个死局该怎么破 萧悬机上了秦莫的背 谢谢你 锦鱼 秦莫笑着道 你是我姑姑 谢什么 当侄子的 别无他求 只希望往后 你能快快乐乐的 若是可以 再给我师父生个小师弟 萧悬机脸红道 我都一把年纪了 那可不一定哦 秦莫黑黑一笑 萧悬机一生没有生育 也不是彻底没机会 就是有点危险是真的 把萧悬机背出了门后 秦莫道 刚才不是牵得挺好 怎么 新娘子出来了 反倒是害羞了 袁天刚看着身着 粪冠狭配的萧悬机 猴头微微耸动 只觉得喉咙一阵发紧 丽华 你 你真美 萧悬机低眉顺眼地 知道袁天刚害羞 便主动牵住了他 秦莫站在一旁 高声喊道 一败天地 上进祖师 两人携手跪拜 二败高堂 中进父母 二人再次跪拜 看着父兄的灵位 萧悬机已是泪水沉沉 夫妻对败 勇邪同心 二人对败 眼中都是彼此 秦莫鼓掌 方唇也是忍不住的落泪 师父光棍了一辈子 总算找到了自己的归属 紫微心门的人都是这样 师父说 这都是他们的天命 小高 过来 去后厨端菜 看着站在房间门口的高腰 秦莫一招手 就钻进了后厨 高腰应了一声 反手在门后敲了三下 然后又看了一眼方唇 哼了一声 进后厨端菜 方唇抿着嘴 看向那个房间 心口犹如鸭了一块巨石 上了菜 秦莫将二人请在上座 给二人蒸了酒 笑音音的道 师父 姑姑 按照规矩 咱们得玩个小游戏 袁天刚连忙道 妙云 你别整我们了 算我求你了 这小子一肚子鬼点子 真要让他发挥 今天晚上 他也别动房了 秦莫道 那行 你们两个亲个嘴巴 但是要亲够三十息 不能分开 否则就要重新亲过 袁天刚不吭声了 肖玄机面红如血 你这什么游戏啊 方唇道 你忘了我们在草原上 可是亲了足足六十息 我还减半了呢 方唇羞得要死 恼羞成怒 上去就是一拳 秦莫捂着脑袋 结婚吗 怎么高兴怎么来 促进夫妻感情的小游戏 都不来 那就没意思了 袁天刚吞了吞口水 看着肖玄机 如同两片花瓣似的红唇 心中也是激动 肖玄机索性闭上了眼睛 心都跳到了嗓子眼 这半年来 袁天刚除了牵牵手 根本没亲过她 她那里都好 就是这方面有些不开窍 秦莫看袁天刚久久没有动作 都上火了 师父 女孩子闭眼睛 就是要让你亲她 闻言 袁天刚这才反应过来 凭住呼吸 凑了过去 那一瞬间 袁天刚道心彻底圆满 秦莫则在旁边数数 好一会儿 两人才分开 袁天刚大口大口地喘息 肖玄机也是微喘 整个人娇羞得不行 喝了酒 吃了饭 两人被秦莫送进了房间 方唇见秦莫蹲在窗户下 小声道 你做什么 闹心房 听墙根啊 我怕师父年纪大了 没劲 说着 秦莫从怀里掏出了一个东西 这大理丸 好东西 我高书给我的 师父准用得上 方唇都气笑了 拉着他往外走 等外面声音渐小 两口子面对面坐着 袁天刚只觉得口干舌燥 那个 丽华 天色不早了 要不咱们早些休息 萧玄机轻轻应了一声 吹熄了蜡烛 一时间 春色满堂 行了 没什么事 你回去吧 方唇催促道 哇不是吧 我辛辛苦苦 忙前忙后的 现在城门都关了 你让我回去 我总不能在城墙根住一夜吧 秦莫一脸受伤的样子 方唇想笑 又怕秦莫得寸进尺 这小木屋 可不怎么隔音的 你留下来可以 但是不能瞎胡闹 听见没 方唇警告道 秦莫投如捣算 那你说故事哄我 我就不胡闹 你想得美 方唇攥着拳头 休闹得很 要是被师父师娘听去了 我还怎么见人 没事的 咱们中间隔着厅堂 又有两扇门 他们听不见的 再说了 讲故事声音小些不就行了 秦莫直接缠了上去 也不管方唇同不同意 抱着他 就往房间里走 高腰 则是跟了进去 这房间怎么还有扇门 是不是通向另个房间 秦莫好奇得到 见秦莫去推门 方唇吓了一跳 连忙道 里面是杂物间 用来堆放东西的 哦 闻言 秦莫也收回了手 另一个房间的 萧玉柔 心跳都慢了半拍 萧玄姬跟袁天刚成婚 她这个侄女和徒弟 怎么可能不来 但是秦莫在 她是万万不能露脸的 方才高腰敲了三下门 就是提醒她 烛光透过缝隙 照射在萧玉柔的脸上 她忍不住地窥探 这一看 就让她面红耳赤 师姐 我给你换药 我伤口早就愈合了 你少在这里找借口欺负我 方唇真没脸见人了都 夫妻之间 谈什么欺负 弄得我跟采花贼似的 秦莫秀了秀 我师姐真香 真美 一点也不美 这疤难看死了 谁说难看的 秦莫道 在我眼里 这是世上最美的疤 我爱都来不及 秦莫轻抚这疤痕 虽然已经愈合了 可依旧很明显 即便用了去除疤痕的药膏 效果也已经不明显 这贯穿伤太深 赞银都说 这疤痕 要陪方唇一辈子了 就你说话好听 方唇心里有些紧张 她攥着秦莫的衣服 她从秦莫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些 让她害怕的东西 妙云 我 我 我讲故事好不好 你把蜡烛吹了 咱们早些休息 叫我轻轻失殿 你别得寸进尺 叫先叫轻轻失殿 然后再叫郎君 方唇就知道 这臭家伙又开始欺负人了 高腰手在门口 双手捂住了耳朵 萧鱼柔也差不多 只是秦莫的话 如同无孔不入的苍蝇 直接钻进了她的耳窝之中 事件 我又想了一个故事 叫少年小莫之师父的婚礼 不许说 我不听 小莫来参加师父的婚礼 事业轻轻失地 别说了 求你了 我错了行不 秦莫讲故事 声音还挺大的 别说萧鱼柔了 搞不好对面的袁天刚都能听见 方唇直接服软了 不够亲切 轻轻失地还有呢 狼 狼君 我现在又改主意了 叫我好哥哥 方唇都不敢去看秦莫 那眼神 恨不得把他生吞活泼了 臭家伙 你非要把我欺负死 才甘心是吗 傻师姐 我爱你都来不及 又怎么会欺负你呢 秦莫轻抚着他的秀发 手指拂过脸部的轮廓 瞳孔倒影出他的模样 轻轻地在他耳边道 要不 换你来欺负我 这一夜 是有血有泪 有人守夜心发慌 有人失眠转斩反侧 等秦莫醒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 摸了摸旁边 被窝上存余温 人却不在了 秦莫揉了揉心松的眼睛 翻身起床 看着被捡了一块的垫子 忍不住吹了个口哨 吹气球 啊吹个大气球 高腰连忙过来帮秦莫穿衣 只是脚软得很 轻一脚中一脚的 就像是踩在云里一样 穿戴整齐后 他连忙去找方唇 就看到方唇在后院 刷牙 他已经反复刷了四五次了 世界 看到秦莫贼嘻嘻地探出头来 气得方唇将手中的牙背丢了过去 臭东西 我讨厌你 明明是袁天刚结婚 却被他给抢了风头 只是这风头 羞煞了他 他甚至都在想 今天该如何面对师父师娘 秦莫挠了挠头 昨天晚上讲故事太激动 没杀住车 一下子 连刚子的风头都抢过去了 不过都是自己人 也没什么好笑话的 师姐 我错了 下次我控制点 你还想有下次 方唇瞪了他一眼 不过也算是圆满了 当初在草原上 他身子没有痊愈 一时也有些遗憾 现在倒是把遗憾给补上了 就是补过头了 师姐 慢点 见方唇步履蹒跚 秦莫连忙掺住了他 对了 师父跟姑姑呢 去皇陵祭拜了 咱们要不要过去 师父说 你的身份特殊 不去为好 方唇说道 秦莫点点头 见方唇这么难受 连忙去后厨炖起了补品 不多时 两口子从皇陵回来了 一个满面红光 犹如心生 一个神清气爽 步履还算轻快稳重 姑姑 越来越漂亮了 萧玄姬脸一红 拉住方唇的手 指着秦莫道 你呀 跟牛一样 虽然重伤刚愈 一点也不知道怜香惜愈 秦莫不好意思地干笑一声 旋即萧玄姬 就把面红耳赤的方唇拉走了 师父 来一个 秦莫递过去一根禽子 袁天刚不抽烟 摆摆手 说道 船刚直 杏子拗 你多让让他 还有 昨天的事情 你费心了 为时虽然算了一辈子 却算不透人心 更慌论女人的心了 现在大事已定 你也是时候 为自己做打算了 大前国运不可阻挡眼 也说不上是八百年 还是一千年 所以从今以后 我就封挂了 不再消灭封挂 紫薇心门 以后就靠你们师姐弟撑起来了 这掌门的位置 我传给你 凡有大事 你来做主 我当掌门 秦莫愣住了 这不合适吧 而且师父 我很懒得 我 就当看在船的面子上 袁天刚道 我紫薇心门的宗旨是 乱世下山 辅佐真龙 盛世隐世 未来几百年 紫薇心门都不用出世了 但是道统不能断了 现在紫薇心门是国教 我不喜欢 也不愿意如此 这倒是稀奇了 紫薇心门都成国教了 还不满意 为何 一是我紫薇心门人数少 二是天下道门 大多秉承的 都是和紫薇心门差不多的宗旨 那些下山敛财的 大多都是骗子 因为人少 不便于管理 就会有许多人钻空子 久而久之 必有祸端 积少成多 聚杀成塔 这些弊端 迟早会成为 灭绝我紫薇心门道统的祸根 所以 你执掌紫薇心门后 将陛下赏赐的田母 尽数归还给各地的衙门 分给百姓 道门倒是可以收下 日后你要收弟子 也可以 或者让你的孩子 来继承紫薇心门都可以 我没有孩子 只有徒弟 纯儿虽然不是我亲生骨肉 却比亲生骨肉还要轻 秦莫懂了 袁天罡还是很有远见的 不是所有人都像他 那么有本事的 就像佛门 老爷子以前就差点把他们给绊了 而现在盛世 大家吃饱喝足后 就很空虚 必然是要寻找心灵寄托的 所以 他心里有了主意 可以趁机革新大前宗教 现在的佛门 不是生产 占据田母 甚至还放待 妥妥地主做派 只能说 坏的不是教 而是人 行 不过 你就不怕 我把紫薇新门给篡改得面目全非 你会吗 袁天罡反问道 若你改了 想必你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我信你 让天命之人 只长紫薇新门 再好不过了 秦莫思索再三 最终还是决定 接下这个活 反正紫薇新门加上他 笼共就四个人 很好管的 至于那些盗门 还是很有节操和原则的 秦莫还是比较放心的 在小木屋待了两天 秦莫才离开 不离开没办法 老六派人来催他进宫了 是 什么是这么着急啊 马车上 秦莫问道 高氏联道 秦黑带着君臣进宫了 陛下叫你过去 看看怎么管理新北奴 就这事 秦莫道 秦黑不是说了 给他们发身份证明 民族统一写大前北奴族不就行了 一点小破事也找我 见秦莫满脸的不情愿 高氏联道 陛下害怕不稳妥 毕竟还有一个西北奴呢 也是想永绝草原后患 知道你主意多 就让咱过来叫你 老八在宫里吗 在呢 秦莫叹了口气 都不能给人喘口气 烦死了 高氏联也只能哄着 没办法 皇帝就喜欢叫秦莫商议 用李世荣的话来说 这狗东西不吭声 哪怕他坐在旁边 朕心里都有底 再难的事情 朕也知道 这狗东西会兜底的 这也是说明 李世荣信任秦莫 换做一般人 烧高香都求不到的 对了说 宫内两位革新怎么样了 还能怎么样 改来改去 陛下都不合心意 高氏联叹了口气 吴舍死了之后 王德上位 王德嘎了 就是王规了 这两天 陛下又觉得 王规不怎么样了 虽然没说出来 但是高氏联太了解他了 直觉告诉他 王规怕是也在这个位置上待不成 为什么 这事儿有两年了 当初老六问他 他让老秦把办法递了上去 高氏联没说话 毕竟周边有人 只是拉过秦莫的手 在他的手心写了几个字 秦莫恍然大悟 原来如此 那王八规的确不行 留给下一代 不仅没有用 反而会成祸端 高氏联笑了笑 你明白就好 这些日子都低调些 嘴巴延一些 等过了这个风口 就好过了 谢了 说 秦莫递过去一根特供情子 然后为他点燃 高氏联笑眯眯地抽了起来 咱爷俩谁跟谁啊 爷俩在车厢里吞云吐雾的 不多时就来到了皇宫 高氏联往身上喷了点香水 折盖烟味 又往嘴里放了两片薄荷叶 清醒口气 以免冲撞了李世龙 做完这些后 才带着秦莫进去 陛下 秦副马都尉来了 李世龙都等得不耐烦了 看到秦莫 连忙招手 锦鱼 快过来 父皇 找我什么事 秦莫故作不知 李世龙道 还能有什么事 事关君臣部和黄罗 你之前的法案 正看了 总觉得不太好 哪里不好 一旁的李月回到 君臣内父 尚且可以成为大前一族 而黄罗内父 同样覆灭了万计 却连成为大前一族的资格 都没有 说出去 未免太偏心对待 而且 日后要是吉舌和士丹也内父 怕是会有忧虑 秦莫顿时恍然大悟 老六野心勃勃呀 居然想把吉舌和士丹也收了 这的确是个小问题 那父皇觉得如何 秦莫问道 和君臣同理 而且德善 带着金氏一族来到京城 也要给他一个安定才是 李氏龙道 朕的意思是 让老八纳了他 李月苦着脸 也不敢拒绝 毕竟 这也是出于政治考量 纳了就纳了呗 秦莫道 毕竟也是收拢人心 最好的办法 只不过德善女王这个人 也心勃勃的很 这两天 我听到不少风声 说是月王妃善度 不许老八纳欠 想想也知道 是谁搞出来的风声 这种女人 要是娶进门 那肯定缴获得家宅不宁 要是以后他生了子嗣 那就更有得完了 岂止是家宅不宁啊 恐怕连大家庭 都要被他缴合得不得安生 要我说 倒是可以许配给 恒王家的孩子 或者成郡王家的孩子 都可以 咱们大前的王族 不比他小小一个 黄罗王更尊贵 再说了 那德善女王长大丑样 宫里随便一个宫女 都比他长得端正 别败坏了老李家的血脉 李氏龙捋了捋须 思索着秦末的话 这都是潜在的问题 高丽 黄罗 万计 向来对大前表面一套 背后一套 必须要彻底断绝 他们的狼子野心才是 让黄罗人监督高丽 万计奴隶 咱们自己人 就不用去管这些狗东西了 以狗治狗 效果更好 他们要恨 也恨不到咱们的头上来 用我爹的话来说 这叫驱虎吞狼 转移仇恨 至于黄罗人 当成狗使唤就行了 做得好 就给他们骨头 做不好 打碎他们的狗头 让他们在安东都护府 和沃州挖矿 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还能够减轻 大前之名的负担 黎月也附和道 父皇 景云言之有理 算上高丽 天象国 北奴的奴隶 大前可用的奴隶 怕是不少于五百万人 女人可以赏赐给君臣 还可以 让官府给那些士林 没有婚配的男子 分配女人 不出十年 大前人口会翻倍 既增加了大前人口 又减少了百姓负担 如此一来 可以彻底免除全国的摇曰 等粮食稳定 就可以着手废除粮税了 急蛇也好 试单也好 问题反而不大 只要派遣大臣 进行友好的商谈 应该会有好的反馈 这边是些大势压迫 哪怕大前不带一兵一卒 只需要红卢馆的人 去找他们的国王 说大前想让他们成为一家人 他们就会整宿整宿地失眠 若是拒绝 他们要想好 能否应对大前的打击 毕竟他们家里 就有大前的水师 言之有理 李世龙点点头 那新北奴之人 是迁移近内地吗 愿意进来的就进来 不愿意进来的 就让他们守卫草原 但是北奴兵团打乱来 然后每一个北奴兵 都要接受大前的教育 然后分配到全国各地 如此一来 十年之后不分彼此 秦莫说道 那就按照你们说的 李世龙当场就让李悦 把几个要点写了下来 然后发去中书省 让他们拟址 南藩那边如何了 李世龙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南藩 双安可有来信 禀父皇 双安一个月前 又诞下了一子 红卢寺送来了信报 说是想让朝廷册封世子 李悦道 公布那边回馈 再有一个月 立直到就可以直通罗歇城 届时前往罗歇的时间 将缩短大半 以前从京城去罗歇 少说也要两个月 而现在 一路畅通无阻 沿途都有驿站 一个月恐怕就能赶到了 好 立直到通车后 是不是意味着 南藩归前 就要倒计时了 李世龙再问 时机已经成熟了 景云在南藩时 调遣了大量的郎中入藩 再加上商队频繁进入 南藩之名 对归前 已经不抵触了 夏天时 双安边写了 大前南藩神灵启示录 传播南藩 大量的游音诗人传唱 不少人都已经接受 南藩之神 受到大前神灵策锋的事实 李越 对这些了然于凶 事情的经过 也是特别地了解 对秦末的手段 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文明容易被驯服 野蛮则恰恰相反 他们有着最原始的信仰 想要改变这种信仰 是很难的 李世龙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那这件事 就交给你来办 景云 你从旁协助老爸 父皇我 反正一年内 南藩必须归钱 其他的朕不想听 办法是你提的 是也是你做的 明年就是五年计划 最后一年 之后 就是新的五年计划 你也要上上心 以大前的实力 打下南藩容易 但是管理最难 从南藩过去 就是天象国 还有躲在西边的医治邪 这些都是 要着手去处理的 李世龙哼了一声 朕希望明年五十岁生辰之前 能够听到好消息 老六这么说 秦末都没法拒绝了 从太极宫离开后 秦末都烦得不行 南藩的事情 我不管了 反正该做的我都做了 你给双安写个信 看看怎么安排归钱的事情 李月拉住他的手 别啊 你去过南藩 了解南藩的情况 而且 你还是南藩的驸马 那边人都信服你 你出面 肯定比我出面更有用 现在南藩天气渐寒 路都不是那么好铺设的 真要通车 估计也要明年开春了 还有啊 你知不知道 修建去罗线的立直道 花费是修建 其他立直道的三倍 单单是奴隶 就投入了六十万人 前后砸下去 近千万两银子了 一千万两 秦末愣了愣 又不是 从京城到罗线 从建南到治罗线 也不过两千多里 你把大钱一年的税收 全都砸进去了 你这个败家子 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 秦末都跳脚了 水泥 都是自己生产的成本价 奴隶也不过吃饭 红薯土豆管宝 你怎么能用这么多银子 京城修建铁轨 也不过是三四千两亿里 你整个立直道 也这么贵 那边很多地方都是冻土 为了化冻 用了很多办法 撒盐 烧火 用炸药开路 都是过了 所以花费很大 而且路很宽 比国内的立直道 还要宽一些 六十万奴隶 天冷了 总要给他们添置衣服吧 不能让他们冻死 这又是一大笔支出 李月掰着手指 把支出一五一十地说给秦末听 国库也没什么银子 国舅把控得很紧 我都是用我自己的银子来垫的 我王府的银库 都搬空了小半了 都 说起这件事 李月就惆怅得很 秦末邪腻了他一眼 你以为父皇不知道你花银子的事情 你要这么多银子作甚 说句难听的 以后你要起来了 这些都是你的 你知道父皇那趟里有多少银子吗 最少也有六千万两 这一次 你丈人攻下了高丽半岛 把能搜刮的都搜刮了 倭州那边还有金矿 每年稳定往国内送五十万两 白银不少于三百万两 这些可都是进了父皇那趟的 所以我估计 父皇的那趟 金银财宝 都快过一万万了 秦末叹了口气 这还没有算上我这边每年的生意分红 我这边每年起码都是八百万两银子 起步的分红 你自己想吧 他搞了这么多生意 又捞了这么多银子 家里的钱才比老六多一点点 心里有些不平衡 李月吞了吞口水 有这么多 那是 秦末道 所以 你那些钱 抓紧花了 再说了 生意上每年不是还有几百万两分红吗 这些钱 你别留着笼络人心 就全部花在名声上就行了 你看我 每年都把自己的收入 全都投入到了秦庄 培养孩子 让他们搞研发 一边还要支持父皇 修建立直道 修铁路 也就勉强保障一家老小的开支 不会让他们饿着 动着 秦末长叹一声 钱骂 生用不完 死带不走的 别看太重 你没钱了 李月皱眉 不应该啊 今年第三季度的总账我看了 收入差不多三千万两银子 分到你手里 应该也有八九百万两银子 靠 哥们不用交税了 秦末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像父皇那么老六 他没交税 那些税 还不是我补上的 等我交完了税 到手上也不剩多少了 李月恍然大悟 玄机有些惭愧的道 我没想到这点 从秦末搞海底捞到现在 近七年了 秦家的生意 涵盖了方方面面 从前年开始 年收入就破一万万了 这其中 固然有战争的因素在其中 但整个集体都是受益的 他和父皇是最大的受益人 不仅肥了自己 还肥了国库 秦末说 他用了一年的税收 其实是笑话 没了粮税 但是伤税兴起了 再加上官决一体纳粮实行 今年国库收入不少于四千万两银子 这一块 他是很清楚的 相比几年前 只有六百多万两税银 翻了六七倍了 要不然 公孙无忌也不可能这么大方 拿出几百万两 让他修路 毕竟大钱这么大 军费支出就占了大头 还有民生 教育 等等 免除摇曳是一项善举 但这些奴隶的衣食住行 重担全都压在了朝廷的头上 这也极大的增加了朝廷的压力 但好在 朝廷有土地 去年的土豆红薯大丰收 今年亦是如此 养他们 半点压力都没有 相反 如此多的土地 让奴隶去收 还免了一部分租用农民的租金 行了 我本来就不在意什么银子 只要过得高兴 比什么都重要 秦末笑着道 憨子 看着秦末 李悦心中满是感动 他所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他 李悦啊李悦 你真不是个东西 有了银子 忘了兄弟 出了皇宫 秦末刚到家没一会儿 岳王府就来人了 还拉来了几辆六轮马车 小六子过来叫他 他打开马车的门都梦了 这些箱子都是什么 秦副马都尉 这百万两银子 您先用着 不够支个生 奴婢再去府库给您拉过来 说话的 是李悦的心妇太监 也是一直跟在李悦身边的 卧槽 他给我银子做善 心妇太监走到秦末的身边 小声地道 驸马都尉 岳王殿下让我给您带句话 他说 他这个兄弟当得不称职 让您别生气 以后给他少分点 让您自己多留一些 毕竟您这一大家子 上上下下的 净千口人呢 都是要吃饭的 秦末哭笑不得 他胡周的 李悦居然真信了 你拉回去 我不要 我秦末不差这点银子 那心妇太监 似乎料到了秦末会这么说 急忙到 岳王殿下就知道您会不要 他说了 您要是不收 就把奴婢的脑袋给砍了 求驸马都尉 救奴婢一命 我 我是真不缺 您就别倔了 岳王殿下最了解您了 知道您要面子 放心吧 没人知道 这里面是什么 心妇太监急得不行 见秦末不收 连忙跪下磕头 大有一副 秦末不收 就磕死在他面前的准备 行行行 你别磕了 我收下还不行吗 秦末没办法 只能收下 那太监欢天喜地地离开了 秦末招来了小六子 把银子弄到新开的钱库里 小六子小声道 少爷 新开的钱库 昨天就堆满了 这才几天 岭南发展银行送来的分红 小六子道 前天晚上送来的 大少奶奶还没合算 卧槽 怎么把岭南发展银行给忘了 秦末拍了拍脑袋 那就再开个新钱库 秦末现在很少沾钱了 都是李玉兰两姐妹在管 他只知道个大概的数字 反正比老六的那一趟要多点 用得多 赚得更多 单单是几个灭国之战 他就赚发了 再加上李星出海回来 每次都会给他留几船宝贝 银子这种东西 看到都烦 不过 李月心意还是不错的 不枉费他扶持一场 以前都是从他这里拿 现在居然知道 给他送银子了 这个号算是养成了 秦末有一种顽客金手游 登顶绑衣的感觉 正打算回去躺着休息一会儿 结果 高世连又来了 说 你怎么来了 是不是父皇又叫我 不是 我给你送东西来了 高世连拉着他的手 用略带埋怨的口吻道 听说你没银子了 你这孩子 怎么不跟叔叔啊 叔又没有儿子 就你一个侄子 要那么多银子做肾 就是全都给你了 都高兴 您不会也是来给我送银子的吧 秦末挠了挠头 谁传出去的 你在宫里说的话 还想瞒过我 高世连道 我告诉你 今天你拉着八皇子 说的那番话 我的人听见了 王归的人也听见了 结果 他转头 就去告诉陛下了 他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秦末哼哼道 这王八归报复心 可真够强的 居然说 老子怂恿老八乱花银子 陛下怎么会信他 高世连笑着道 虽然他没说半句你的不好 但那点小伎俩 陛下会看不明白 陛下的银子 月王的银子 那都是 你这来的 他这次可算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这不 陛下知道你没银子了 就让我从府库里 拉了一百万两银子过来 你先用着 不够说那里 还有百八十万两 晚点给你拉过来 卧槽 铁公鸡居然把毛了 秦末惊讶得不得了 从来只有铁公鸡 把别人毛的份 今天居然把自己毛了 高氏连苦笑一声 不过想想也是 秦末说得并不过分 李氏龙雄才大略 就是之前苦日子过怕了 所以显得有些手才奴 就喜欢薅羊毛 来 把这些车子拉去后院 动作快点 高氏连招来秦府的人 说 我真不缺银子 你这孩子 跟书还客气呢 高氏连道 晚点书把银子送来 这点银子先用着 不够 书再想办法 至于王规 你看好了 敢欺负我家孩子 我必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 高氏连就走了 秦末追都追不上 这都叫什么事 秦末拍了拍自己的嘴 让你胡周 这下好了吧 银子都没地儿放了 想了想 这银子必须抓紧败了 可怎么样 才能迅速地 把这笔钱合理地花完呢 修路 现在路又宽又平 京城郊外 都是马路连着马路 有些庄子 连田间小路都是马路 做慈善 的确是的办法 可他名声够大了 别又给自己 整个老大的名声出来 那烦都能烦死 咋搞呢 头大呀 就在秦末发愁的时候 小六子又跑过来了 少爷 黄 黄 黄什么 皇后娘娘来了 啊 在哪 就在咱家门外呢 秦末一拍大腿 飞快地跑了出去 母后 您怎么来了 上马车说话 公孙皇后招手 就不要惊动其他人了 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 秦末点点头 上了马车 里面不仅坐着公孙皇后 还有丽妃 柳如玉 微臣见过丽妃娘娘 岳王妃 秦末连忙拱手 都是自家人 不用这么客气 丽妃笑着道 柳如玉也是避过去 不感受秦末的见礼 坐下 公孙皇后拉着秦末的手道 母后问你 你是不是缺银子了 秦末苦笑一声 母后 我 我不缺银子 刚才老八跟父皇都送了银子过来 够了 我真没骗您 也不是我不好意思问您要银子 你在宫里跟老八说的话 我都知道了 你教训得对 他要那么多银子 也没什么用 该当全部投入到名声中去 公孙皇后道 他现在突然被众人捧着 一时间还没彻底适应 难免飘飘然 就是要有你在旁边提醒他 让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不该做什么 这一点非常好 那王规 母后已经让冯瑾去警告 让他自己长嘴摆下 这口气 母后听你出了 这些狗东西 叫唤了两天 就敢对自己主人呲牙了 秦莫愣了愣 母后 您 她是真的很意外 向来不插手这种事的公孙皇后 居然为了她魄力了 敢欺负我女婿 她还不够格 公孙皇后霸气得道 今天母后跟老八的母妃都在这里 我明确告诉你 别说她李月现在不是皇帝 就算她未来真的当了皇帝 要是犯了魂 犯了错 你也对我狠狠地骂 私底下 就算你们两兄弟打一架 我跟丽妃都不会过问 丽妃也是点点头 景云 别让我不信 你我信 都是自己眼皮子底下长大的孩子 她跟李月能有今天 可全都亏了秦莫 柳如玉也道 秦大哥 你放心 我肯定是支持你的 母后 娘娘 妹子你们 你们秦莫真的感动得不行 没想到这种小事 公孙皇后 居然亲自带着他们过来表态 这种被重视 被当成自己人的感觉 真的太棒了 母后的银子 大多都投进协会里了 但是也攒了一些私房钱 所以 母后跟丽妃 还有如玉她们凑了凑 凑了五十万两 晚点就送过来了 要是还不够 就进宫找母后 母后去问你父皇药 多得不敢说 几十万两 还是没问题的 秦莫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只是眼眶有些泛红 鼻子有些发酸 谢母后 我真的不缺银子 这些银子 您还是给更需要的人吧 你这几年 也忙于国事 母后也忙着协会的事情 都很少见你了 但是少见不待的不计刮 你记住了 受了欺负 就来找母后 母后给你撑腰